在大唐的统治之下 刚刚被占领高昌 犹如平静的像一滩死水 如此一来 墨家子在高昌大建阴房 广收葡萄的消息 立即就成为了焦点 高昌本土十万大军 都在关注此事 所有的人都在关注 堂堂墨家子 是否能够再创奇迹 创造出葡萄干 对于高昌本土来讲 虽然对墨家子 想要牵走酿酒作风 极为不满 可是墨家子出手大方 买葡萄那可都是 现前结酸 再加上墨家子名声在外 让众人对葡萄干 多了几分期待 而对于唐君一方 墨家子广撒钱财 成功与否 尚未可知 可是好歹让一部分的果农 得到了实惠 唐君之前纵兵截掠的事情 实在是太恶劣 墨家子此举颇有安抚人心之好处 所以侯君吉对此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可是一皇已然一跃有余 墨家子的阴房却越见越多 收购葡萄也越来越多 所花钱财自然也是越来越多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翘首期盼 所谓的葡萄干到底是何等神奇 竟然让墨家子如此的重视 哎呀四十天了 一座阴房之外 墨顿郑重的深吸了一口气 按照后世的方法 葡萄干四十来天 应该就差不多 在其身后 张牧还有老酿酒师不禁坠坠难安 他们可是亲眼看见一串串的 新鲜的葡萄放到阴房之中 而四十天过去几乎是不管不顾 恐怕再耐放的果子 他也得变质 更别说葡萄这等焦嫩的水果 打开吧 墨顿伸手一挥 顿时几个酿酒师亲自上前 打开了封闭的阴房大门 当他们看到阴房里的葡萄 不由的眉头一皱 原本大如牛眼的上等葡萄 竟然已经干瘪得如同枣糊似的 这就是葡萄干啊 这还能吃吗 一众酿酒师皱着眉头呢 不过唯一的好消息是 这些葡萄干没有异味 或者是腐烂 貌似还有着一股子诱人的清香 当然能吃 摩顿上前 看到跟后世一模一样的葡萄干 不由的露出了一丝心细 在后世 来自吐鲁番盆地的葡萄干 依旧是上等的美味 莫顿上前拿起了一串葡萄干 也不用洗 就往嘴里塞 顿时甘甜可口 又极有嚼劲的葡萄干 充斥着味蕾 这可是难得的纯天然绿色食品 后世的葡萄干 大都是素成的 喷洒了素干机 又在沙地晾晒 十多天就素成 有很多泥沙和化学药剂 如果不洗 根本就无法入口 其他人见状 试着拿起了一个葡萄干 放到嘴中 瞬间被那甜蜜的味觉所征服 就连咱们直播间的阿陈西元 也打算明天买点葡萄干 尝一尝 哎呀 没坏呀 还能吃 口感很好 很有嚼劲啊 很甜 这可比葡萄甜肉太多了 简直就比 比得上糖霜蜂蜜 如此炎热的天气 足足四十天也不坏 足可见能够长期保存 颗粒状更是便于携带和运输 从高昌运往大堂 绰绰有余 众人一言一语地说着葡萄干的优点 不由得连连点头 如此美味的葡萄干 再加上便于运输和保存 可以说是最完美的货物 可比不易运输的葡萄酒市场更加广阔 毕竟葡萄酒生产工艺繁琐 销路狭窄 唯有上层人士才能喝得起葡萄酒 可是葡萄干则不染 哪怕是平民老百姓也消费得起 再加上背靠大堂这个庞大的市场 单凭葡萄干就足以让高昌富裕起来 多谢墨侯 我等心服口服了 老酿酒师心悦诚服的道 墨家子不愧有点师成金之名 酿造葡萄酒在天下任何地方都行 可是葡萄干却是独一无二 只有高昌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 才能做葡萄干 莫顿哈哈一笑 此乃共赢之师 从此之后 便于运输的高昌的葡萄干 定然能够畅销大堂 而不便运输的葡萄美酒 则可在大堂落地生根 只要解决葡萄酒的运输问题 葡萄酒的价钱一定会大降 相信定然能走进千家万户 天下都为之受益 老酿酒师突然提醒道 启禀墨侯 高昌葡萄美酒名扬天下 除了酿酒的工艺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高昌葡萄冠绝天下 如果没有优良的葡萄 哪怕有酿酒的工艺 恐怕也酿不出上等的葡萄美酒 莫顿点点头 这个本侯自然清楚 墨家的解千筹 之所以是天下第一美酒 其所用的原料 就是吐蕃高原最上等的高粱 不过尔等可以放心 本侯恰好知道大堂有一地 最为适宜葡萄生长 乃是上等的葡萄基地 定然可以酿造出最上等的葡萄酒 墨顿心中一动 想起了后世一个赫赫有名的 葡萄酒的圣地 哪怕是提前千年 他定然也可以重新将其复制出来 一众酿酒师 这才微微放心 有了上等原料 他们定然能酿造出上等的葡萄美酒 再加上能够跟随墨家 此到中原之地生存 众人的抗拒心理顿时烟消云散 墨顿见到已经解决了 葡萄酒作风之事 这才大手一挥 把这座阴房的葡萄干 全部带走 分给朱军品尝品尝 是 随着众人一起动手 很快就把整整一阴房的葡萄干 收拢带走 看到墨家子离去 一众酿酒师回看葡萄酒的 作风不由的怅然若失 从今以后 他们恐怕要到大唐 开启新的圣火 高昌持续的高温继续 整个盆地有如火炉子一般 别说行军打炸 就是一动不动 很快也会汗流浃背 哎呀 这鬼天气啊 侯军级用凉水泼了身上 这才稍稍的结束 将军 吃点葡萄吧 这可末将刚从井里 冰好的 心撩儿手里捧着一大盘子葡萄 来到侯军级的中军大帐 奉承得到 侯军级文言不由的眼睛一亮 哈哈一笑 还是你懂我 如今战事已然完结 诸将无所事事 再加上天气燥热 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吃上 这清凉解渴的高昌瓜果 不得不说 高昌之地虽酷热难耐 可这瓜果却是一等一的 侯军级盛赞道 一大串葡萄下肚 这才感觉稍微的舒服了一点 这还不是最好的葡萄 最上等的葡萄 没有葡萄籽 可惜都被墨迹酒 做了什么那个叫 葡萄干的 简直就是抱田天物 一旁的心撩儿 吐出了几颗葡萄籽 挑拨得到 侯军级眉头一皱 也没说声 毕竟墨家子的确把 全部都没籽的葡萄 一扫而空 突然 一个传令兵匆匆而来 向侯军级禀报道 启禀将军 墨迹酒派人送来了一批葡萄干 想请将军品尝 墨家子的葡萄干 成功了 心撩儿不由的脸色一僵 他才刚刚诋毁墨家子 而转眼间墨家子 就把葡萄干给做了出来 这打脸来得实在太快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 播讲的墨堂的地 一千一百一十章 这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这月 一百一十一章 葡萄干 撕 葡萄干 当葡萄干 送到大唐诸军当中 独特的美味 立即征服了所有人的味脸 更让人怦然心动的 那是葡萄干 所蕴含的广阔的市场 哪怕是一个再没有商业头脑的人 也知道 葡萄干一旦运到内地 肯定会风靡一时 墨家子 已经有了仿制秘籍 又搬空了高昌的葡萄酒的作风 现如今又多了一个 其价值不属于葡萄酒的秘籍的葡萄干 如此一来 墨家子获取的利益实在是太大 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了朱将 所劫掠的那点收获 说来也奇怪 想当初吧 墨家子一文不取 众将凡尔忧心忡忡 而现如今 墨家子一下子连取了三个秘籍 收获之大让人杂舌 众将凡尔眼红了起来 众将想了想 自己冒着诺大风险 才得到的那么一丁点可怜的钱财 二墨家子 人间光明正大就获得了诺大的利益 心里边顿时极为不平衡 可是仿制秘籍或者葡萄酒的秘籍 他们或许插不上手 但是这简单的收购葡萄干 自然是人人都会 任谁都看得出来 葡萄干在大唐广阔的前景 一时时间 在有心人的推动之下 暗中抢夺葡萄干的计划 在众将当中可就达成了默契 夜幕降临 白天的燥热 这才慢慢的退去 中军大仗 诸将云集 唯有这个时候 才是唐军议事的时候 白天的时候 屋里边根本就没法待 后军级看着众将齐聚 不由得满意的点点头 现如今战事已然停歇 自然不用再来点将谷那阵 可是众将却无一缺席 不知将军 召见我等所谓何事的 莫非是朝廷已经传来了消息吗 薛万军率先拱了拱手 其他将领心中一动 也都纷纷侧耳倾听 有了专路之后 传递消息大大的加快 算算日子 朝廷的命令应该也快回来了 侯军级摇了摇头 此去长安城七千里 一来一回足足一万四千里 朝廷的命令 哪有那么快传回来 今儿个召集驻将 乃是商议一件要事 现如今 高昌已然平定 战事已经结束 延期和归资等地 滞留大量的胡商 纷纷前来请求开放高昌 请求进入大唐 本将召集驻位 就是想征求驻位的意见 牛进达挠了挠头皮 将军这话就让我等很为难 行军打仗我们再行 什么胡商这个事 我等是两眼一摸黑啊 其他将领纷纷点头 一来他们不懂经商的事 二来也不想因为这个事 惹上什么麻烦 谁懂这 所以就纷纷退脱 新辽儿却是眼神一闪 狼声的动 哎 将军这就问错人了 要论经商之事 我等大佬出哪懂 可是在座的有一位 那可是经商天才 将军何不向其请教呢 新辽儿话语一路 顿时众将都把目光 集中在了墨家子的身上 要论经商的这个事 那自然非墨家子墨数 墨记久啊 你可不要谦虚 胡商请求入关之事 不知你意下如何呢 侯军级问道 莫顿无奈出力 将军 关于胡商入关的事 其实并不难解决 不知道将军还记得 我等为何要出兵高昌啊 侯军级毫不犹豫的道 那自然是高昌挑起战争 阻塞思路 侯军级还没说完 顿时恍然大悟 当初就是高昌阻塞思路 他们才出兵高昌 现如今高昌都平定了 自然得开通 允许胡商入关重开思路 莫顿继续道 不过据莫某所知 很多胡商一商一刀 更是拥有不少的武器 无论是刚刚平定的高昌 还是大唐 都不是安定的因素 以末将来看 胡商入关之后 应将其武器收缴 人人登记 方可入关 众将纷纷点头 莫家子此策 的确是很有必要 那又是胡商不乐意呢 心撩儿皱着眉头道 正如莫家子所说 胡商大都是一商一刀 哪那么就容易的 放下手里武器人人宰割呢 莫顿双手一摊 那就不好意思了 只要进入大唐地界 就必须遵守我大唐的规矩 众将不由的轻蔑一笑 他们连高昌都灭了 还怕胡商不满 有十万大军在这处着呢 不满能怎么着 还能泛起什么波浪呢 嗯 那么就以末计久所言 准许胡商有高昌入关 不过各城要严格把关 不可再弄出丝毫的乱子 侯军级声音低沉 眼神盯着朱将警告道 这里的不可出乱子的意思 恐怕是除了不让胡商出乱子 还不让朱军出乱子 要知道 胡商 什么概念 不远万里而来 所带的肯定都是极为贵重的货物 万一这些军队忍不住贪念 整出什么乱子 破坏了思路 那可是谁都吃不了兜着走 中将心中一领 纷纷点头 自然就明白侯军级这个警告 现如今的高昌已灭 思路也即将畅通 他们此行的任务已经圆满的完成 只需等待一段时间 即可搬世回朝 论供行赏 自然也没有必要再整出什么幺蛾子 侯军级看到朱将反应 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接着到 第二件事 则是关于末侯的最新杰作 葡萄干的事 终于来了 众将眼神闪烁 不由得坐正侧耳倾听 莫顿心中一动 并没有任何动作 静静地看着众将的表演 侯军级干咳了一声 掩饰自己的尴尬 呃 我军 攻占了高昌 可是高昌 虽然号称西域第一强国 但是 还不如大唐的一个俊仙 并无太多的产出 唯一拿得出手的 恐怕就是这些瓜果了吧 我等有心尽献给陛下 可是恐怕还没运到长安 就已然坏掉 幸好墨迹酒神来之笔 发明了葡萄干 敬酒耐方 而且美味无比 本将军提议 不如将此葡萄干作为贡品 进献给陛下一批 作为西征之贺礼 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呢 哎呀 大善哪 好好 猪将纷纷纷点头 他们自然也品尝过葡萄干 无不被其所征服 如果作为贡品 进献定然能增采不少 侯军级这才转手看向墨盾 不知墨迹酒意下如何呀 把葡萄干作为贡品 自然会让葡萄干价钱大增 这等好事墨家子自然不会拒绝 再说 这本来就是他原本的打算 当下点点头 这自然是大好事 墨将并没有什么意义 中将顿时把话题 转移到了葡萄干上 纷纷称赞其独特的美味 有一个事啊 还请墨迹酒帮忙 薛万军突然停了下来 向墨盾拱了拱手 墨盾心中一顿 点点头 薛将军有话直说即可 墨盾定然义不容辞 薛万军道 墨猴将葡萄干送给全军将士品尝 那些兔崽子一下子就吃上了饮 非得让我向墨猴求情 想要多带回一些给亲人品尝 当然了 不会让墨猴亏本 那些将士愿意出钱 薛万军说完别的猪将也纷纷点头附和 纷纷说自己的将士同样也被葡萄干所征服 也想长一批葡萄干作为特产带回去 墨盾心里不由的冷笑 这他妈哪是将士想吃 分明是猪将想要 这帮将领吃相未免有些太难堪 他们竟然不经莫顿同意 竟然直接把墨家子葡萄干的利益 瓜分一空 按照重将的分配 留给墨家子的几乎所剩无几 而一旁的侯军级 却没有丝毫的表示 显然 这是已经默许了猪将的这种行为 毕竟在他们看来 墨家子已经跟他们是一路人 既然墨家子也已经从高昌得到了好处 那么就必然不敢翻脸 只能乖乖地把葡萄干让出来 让重将利益均沾 墨盾环视四周 看着重将纷纷漠然 不由的冷笑道 其实葡萄干的事 墨某本来就是留给诸君的 本无意据为己有 毕竟墨家一般不涉足农师 葡萄干 虽然市场广阔 可却还是地地道道的农产品 墨家向来以工业著称 除了刚刚起步的活鱼密技 才和农业有些牵连 墨家的确是很少涉足农士 猪将文言不由的大喜 在他们看来 这定然是墨家子服软同意了 这才脸色一缓地笑道 哎呀 墨迹酒果然光明磊落 视钱财如粪土 我等替将士多谢墨迹酒 墨盾却话锋一转 诸位误会了 墨某所说的留给诸君 并非是让诸君分来 而是作为诸君的君资 墨迹酒这是何意 朱将不由的一愣 不解的看着墨盾 墨盾转头看向侯军级 郑重的道 如果墨某不出所料 十万大军的军粮 已经不多了吧 侯军级眉头一皱 墨侯这是何意 我军已占领高昌全境 哪还缺少粮草 墨盾却哈哈一笑 我大唐人口 数千万所供养的士兵 不过才几十万 一个小小高昌各城百姓 甚至于各个绿洲的游牧 都算起来也没有十万 如何能供养十万大军呢 侯军级无奈地点点头 高昌吧 虽然是西域第一复国 可是想要供养十万大军 还是极为勉强 墨盾接着道 现如今 我军已攻占高昌 朝堂处理结果无非两种 一种是在高昌另立新王 一种是将高昌设置郡县 并如大唐 无论是哪一种 大唐都会在高昌驻军 可是眼下单单以高昌的财力 想要供养唐军 恐怕极为勉强 可是现如今 有了这葡萄干 那可就不一样 墨侯的意思是 将葡萄干留给 驻守高昌的士兵 侯军极恍然的道 其他将领不由得眉头一皱 墨家子那个意思是 把葡萄干的生意充公 如此一来 他们可是一点好处都落不到 当下连连反对 简直就是荒谬 我等将士 哪能如同伤人似的做买卖呢 墨顿却摇了摇头 这怎么能是做生意呢 想当初汉武帝时期 汉军在西域补给困难 也不都是屯田自给自足吗 既然都是屯田 那为什么不能屯更容易管理 价值更高的葡萄园呢 屯田 屯葡萄园 众将不由得傻了眼 没想到墨家子竟然脑洞大开 把汉军常用的屯田 直接变成了屯葡萄园 牛进达皱着眉头呢 屯田出产的可都是粮食 能够让士兵直接使用屯葡萄园 难道让士兵连年吃葡萄干吗 众将领纷纷点头 纷纷对屯葡萄园的不看好 墨顿解释道 葡萄干独一无二 唯有高昌独特的环境 才能制作出来 根本就不愁销路 有了钱财 还怕没有粮食能购买 众将不由得一致 不得不承认 墨家子所说的确实有道理 只要有了钱财 哪怕从大唐往高昌运粮食 那也大有人在 给钱就行 而且据墨某观察 高昌之地土地贫瘠 一亩田出产的粮食不过三百斤左右 而一亩葡萄园却能出产三千斤葡萄 六斤葡萄能做成一斤的葡萄干 三千斤葡萄足以制成五百斤的葡萄干 诸位可以算算 五百斤葡萄干的价钱 还有三百斤粮食 哪个更贵 墨顿用最直观的数字 让众将算出了葡萄园的价值 那些商旅想要来高昌购买葡萄干 来的时候满载粮食 回去的时候满载葡萄干 来回两回的都不空跑 获取双份的利润 这不是共赢吗 众将顿时沉默 他们越是算出了葡萄园的价值 就越心疼墨家子 把葡萄干的秘技充公 墨顿环市四周 朗生的道 一旦唐军在高昌之地 广屯葡萄园 一亩葡萄园的价值 要十倍于田地出产 随着葡萄园的扩大 就算十万唐军常驻高昌 也可做到自给自足 相信这份贡品 陛下会更加的满意 众将明白了 墨顿所说的贡品 可不仅仅是葡萄干 而是整个葡萄干的秘技 侯军机深吸了一口气 墨侯有心了 本将军替将士多谢了 众将虽不情愿 可是也无可奈何 毕竟墨家子 把葡萄干秘技 当成了贡品 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插手了 墨顿见状 不由地露出了 会心的微笑 他自然要比所有的人 都明白高昌的重要性 可是西域太过遥远 一直以来 西域驻军队各朝各代 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显如今有了葡萄干 唐军完全可做到自给自足 而且墨顿也算是一个补偿的 他把高昌的工匠抽走了之后 又给了高昌葡萄干的秘技 从此之后 高昌就会以瓜果为代表的 农业和私禄 胡商的商旅为重 既可为大唐提供粮草和铸军费用 也不会对大唐造成威胁 反而会格外的依赖大唐 再也无法跟大唐分割 这才是真正的 征服高昌的方法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 播讲的墨唐的第一千一百一十一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 折月 二章 重开 丝绸之路 丝路重开了 当这个消息从高昌传来之后 几乎整个西域都为止轰动 自从大唐和高昌交恶之后 高昌就直接阻断了丝路 丝路胡商 要么直接打道回府 要么就滞留在燕齐和归姿等国 这些滞留在燕齐和归姿等国的 丝路胡商 可谓是进退两难 他们大都是横跨万里而来 你说打道回府吧 自然心中不甘 可是 丝路重开 又遥遥无期 更别说高昌和大唐 又处于了交战状态 大唐胜了还行 你说这要是败了 众人本来已经心灰意冷 认为这回思路不知道要中断多久 可是没想到 竟然这么快就结束 而且获胜的一方还是大唐 一众胡商顿时大喜过望 可是屡屡派人前来高昌试探 形势未稳的高昌 一直处于封闭状态 现如今听到高昌开放 四路重开的消息 自然人人欢呼 阻断一年的思路 又一次的畅通 一个个胡商 足起早已闲置了一年的脱堆 背上厚重的行囊和货物 挖起自己埋藏起来的宝贝 跨上骆驼向东而来 他们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大唐 到达那个神奇的国度 一个遍地式财富有着黄金 等重和精美丝绸 只要能够拿到丝绸顺利返回 他们就能立即获得千百倍的回报 一跃成为自己国度的上等人 这也是哪怕思路危险重重 依旧有数不尽的湖上冒险而来的原因 漫天黄沙之下 驼领悠雅 随着一个个驼队出现在高昌城 原本死记的高昌城 再一次地出现了波澜 随后越来越热闹 高昌城这个思路明珠 再一次地散发出了夺目的光彩 什么 要上交武器 高昌城外 伴随着驼铃声 一只好几十人的驼队来到高昌城外 听到唐军要上交武器的时候 纷纷起哄 一个个手握弯刀 警惕地看着守卫在高昌城外的唐军 要知道 他们一路前来 遇到过杀盗和比杀盗更吸血的贪官污吏 最后都是靠他们手中的武器保卫着他们 这不可能 我等来到高昌多次 从未被要求上交过武器 为首的胡商领队巴登 说着憋脚的汉话 狼声的道 那是之前的高昌 现在这里属于大唐 就得按照大唐的规矩来办 否则高昌就是最好的下场 守城的唐军冷冷一笑 指着不远处的城墙的道 巴登领队转头一开 不由的脸色一变 只见不远处的高昌城墙突兀的少了一段 虽然已经有瓦匠在那修补城墙 可是现在仅仅累到了两丈高左右 五丈高的城墙还足足少了三丈的缺口 一击破城 巴登领队深吸了一口气 顿时想起了最近一段时间 惊爆整个西域的消息 那就是唐军一击攻破了高昌城 整个西域都为之惊恐 连高昌城都一击破城 唐军又何尝把他们手中的那个弯刀放在眼中 当下巴登领队默默地把自己手中的武器交了上去 而他身后的驼队也纷纷照做 巴登带着驼队进入高昌城后 这才仔细打量战后的高昌 只见高昌城井然有序 街头高昌百姓人来人往 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才放下了心 巴登不知道的是 一直以来这是唐军可以留守的结果 这才得以让高昌城保全 再加上仅仅大战两场 就平定了高昌 高昌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 店家今年高昌葡萄酒什么价格 巴登带领驼队找到一家熟悉的客栈 住了下来询问掌柜的头 丝绸之路的胡商 可并不是将一种货物直接驼运万里来到大唐 而是出发的时候带足了家乡的特产 前往下一个城市出售 获取利润之后再买上一批当地特产 然后再运往下一个城市 如此一来 一路之上通过不断的获利既能满足生计 妥队也会不断的扩大 而高昌城特产自然就是葡萄美酒 这回巴登前来就是带着归资特产准备在高昌城出售 准备购买上一批葡萄美酒到达长安 最后再买上一批丝绸和大唐特产回归 然后再重复买卖的方法 最终把自己手里的货物全都变成钱财带回家乡 这就是丝绸之路的完整模式 葡萄酒 今年可没有葡萄酒了 可是掌柜的却是摇着脑袋的 没有葡萄酒 巴登不由得一愣 不敢相信地看着客栈掌柜 要知道 托队的载货量可是有限 所选的大都是价值高 易携带的货物 高昌葡萄酒运到长安城能卖上一个好价钱 乃是上等的货物 掌柜的点点头 不错 今年葡萄酒都被墨家子拿来制作葡萄干了 不但今儿可没有 就连以后也是没有葡萄酒了 葡萄干 墨家子 巴登心中一动 要知道 经过长安城的西域盛辉 墨家子的大名早已传遍了整个长安 跟黄金等重的种子 一个苹果换成同样大小的金苹果 高价购买各种异域书籍 所有西域商人都清楚 只要他们能带去让墨家子看重的东西 那一夜暴富可是忌日可待 巴登领队一想到自己一路以来搜集的奇珍异宝 心中一动 要是能让墨家子看重了 那岂不是不用再跑长安城了吗 当下也不再管葡萄酒的事 纷纷打听墨家子的行踪 跟巴登同样想法的胡商可不在少数 很快 一众胡商就找到了火器剑的营地 一个个奇珍异宝摆在了墨顿的面前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墨顿看着眼前满眼的奇珍异宝 不由得契机而休 要不让他们全都拿走 张牧在一旁询问道 墨顿无奈 哎呀 千金买马骨还是要有的 书籍和种子全都留下 其他的宝物让他们到长安城去卖吧 是 少爷 张牧点点头 很快 一些光彩夺目的奇珍异宝退了回去 只留下了少数不起眼的书籍和种子 顿时 一众胡商异性阑珊地把手中的珍宝拿走 唯有少数书籍和种子被墨家子重金买下 这才让一众胡商痛心不已 想当初他们也收集了不劳少种子 可是思路中断一年呢 早就已经坏了 现如今墨家想获得西方的消息 还得靠这些思路的商人 一些莫顿认得的书籍和种子 他自然不惜重金赏赐 而一些他没听过的书籍和种子 也有不菲的赏赐 绝对会让胡商不需此行 一种胡商或是失望或是兴奋地离去 而巴登更是幸运 在思路中断的一年当中 他始终是咬牙坚持 哪怕把货物变卖一空 最终也没舍得舍弃书籍和种子 现如今总算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一众胡商离去之后 莫顿满意地看着 一卷卷的羊皮卷和种子 时隔一年思路再次畅通 这些书籍和种子 哪怕有一种在大唐市中成功 他今儿个的付出 就会有千百倍的回报 正当莫顿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一阵喧哗之声打断了他的思路 只见薛人归匆匆而来 记久大人 报捷信使已经返回 带来了陛下的旨意 将军召集诸将前往中军大仗 陛下来旨了 莫顿豁然而起 现如今胡商东进大唐西进 丝绸之路彻底畅通 再也没有任何的阻拦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莫唐的第1112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这月 当莫顿赶到中军大仗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将领都同时到达 他们已经离开长安城半年 显然都对长安城的消息极为迫切 看到周将的纷纷到来 为首的侯军集点头伸手一招 三名报捷信使 把手中密封好的文书递了上去 侯军集当中勘验了一番 确认无误 这才当众打开 诸位 我等捷报传到长安城之后 陛下颇备欣慰 对我等如此快速平顶高唱 十分满意 回朝之后 定会论功兴赏 后军集看着朝廷的文书不禁兴奋 众将文言不由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他们能够如此快速地平定高唱 自然心中极为傲然 现如今听到李世民的夸奖 自然心中欣慰 此乃末将应该的 众将纷纷向长安城拱了拱手 可是脸上的笑意 却怎么的无法掩盖 更有不少人开始暗中算计 这回回朝之后 自己的这个功劳 能够官升几级呢 随后 李世民又在圣旨上 勉励了重将一番 最后才提到最重要的事 那就是关于高昌的处置 高昌私自挑起编幻 意图阻断思路 实乃罪无可赦 念在居温泰已死 居至盛刚刚继位 特赦免其过 奉居至盛为左五位将军 金城郡公 不日前往长安城入朝就职 侯军级高声念叨 重将不由的眉头一挑 心到墨家子所说的 果然是没错 朝廷不是让高昌另立新王 就是让设置军线 看来朝廷选的是第二种 果然 只见侯军级继续念叨 朕欲效仿汉朝 在高昌设置都护府 名为安息都护府 不日将会有 都护府的官员赶往高昌 安息都护府 重将不由的恍然 瞬间明白了朝廷的意思 恐怕朝廷并没有看上这远在七千里之外的贫瘠的高昌 设置安息都护府的目的 更大的原因是为了前置西突厥 想到这儿 众人不由的多看了墨家子一眼 这小子成为陛下眼中的红人 他不是没原因 想前置西突厥 那就必须在高昌 驻扎一定的兵力 那么就需要不劳少的粮草和军下 原本朝廷已背下了血本 却没想到墨家子已经替朝廷铺好了路 一个葡萄干秘技 恐怕足以解决大部分的粮草问题 这可是帮了朝廷大忙 陛下英明啊 众将齐声的动 作为武将最怕天下安定 包枪入库马放南山 现如今李世民并没有因为征服高昌而停止 反而又把目标定在了西突厥上 那说明李世民还会继续的重视武将 这才是武将真正看重的 既然是陛下想要组建安息都护府 那我等就把安息都护府的地址 定在高昌城如何 侯军吉提议道 然也高昌城乃西域第一雄城 一守南宫 的确是安息都护府的最佳制地 一旁众将纷纷附和 点头赞同侯军吉的提议 可是莫顿却摇了摇头 末将以为高昌城固然是西域第一雄城 但却并非是安息都护府的最佳地点 侯军吉听着莫顿反对不由的眉头一揍 可是莫顿经过一击破城之后 明显地位已然大涨 就连侯军吉也不得不重视 当下这才压下了不满的问道 莫顿九有话请直说 莫顿环视四中 我等在高昌城是胜利者 可是无论咱们如何原因来攻打高昌城 在高昌百姓的眼中 他们是受害者 都会对我等产生敌视 尤其是这一战当中 高昌城死伤的人可不少 心撩儿不禁点头 当初高昌城下的那战 固然唐军伤亡不少 可是唐军却打胜了 高昌的伤亡至少数倍于唐军 那些死伤将士家属 肯定对唐军心有怨恨 而来呢 正是高昌是西域第一雄城 安息都护府才不能选在这儿 一旦都护府的驻地确定 定然会成为高昌的重心 高昌城已经是西域第一雄城 又是高昌的都城 对高昌百姓来说有特殊的意义 所以西域都护府的驻地 要尽量地避开高昌 莫顿继续到 中将纷纷点头 眼下高昌出定 大唐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高昌城的意义 慢慢地淡化 这样才能真正地归顺大唐 那以莫记久来说 西域都护府 选在哪个地方呢 莫非选择一个随便的小城就行吗 侯军吉皱着眉头都 莫顿摇了摇头 在高昌二十二城当中 有一个城池并不逊色于高昌 那就是焦河城 焦河城 中将心中一顿 顿时想起了这座熊城 焦河城 原来是车师国的都城 其城池防御力 仅仅稍次于高昌 莫顿昂然地道 不错 就是焦河城 我大军出征之时 就是打着为车师国复仇的名义 大将军更是被陛下 任命为焦河道行军大总管 在大军攻占诸城之时 高昌其他城池的子民 都对唐军有所抵触 可是唯独焦河城对大唐是感恩戴德 可以说 我军在焦河城深得民信 诸将不由的一阵尴尬 高昌其他诸城对唐军敌势 可不仅仅是他们灭了高昌而已 恐怕更和他们劫掠有关 除此之外 陛下自然将都护府的名字 定为安息都护府 那自然越靠西的城池 越能震慑西域诸国和西图军 末将复议 陛下既然封将军为焦河道大总管 那安息都护府定在焦河城 也是理所当然 心撩而难得一次附和墨家子 更不忘了再派侯军级的马匹 侯军级仔细思索了一下 想到唐军在高昌的所作 所为不由的心中一探 如此一来这么一对比 焦河城的确是最佳的安息都护府的所在地 既然如此 那就把安息都护府定在焦河城吧 侯军级一锤定音 最终接受了莫顿的提议 既然朝廷已决定组建西域都护府 那居治胜应该怎么办呢 突然 薛万军提起了高昌城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 宇文 高昌王 居治胜 侯军级哈哈一笑 既然朝廷已经奉居治胜为金城郡公 那从此之后咱们就是同僚了 自然不能再像从前似的对待 来啊 将陛下旨意传达给金城郡公 也莫要慢待了金城郡公 众将不由的戏血一笑 他们自然知道 居治胜这个金城郡公乃是虚号 帝位连当年的吉利可汗都比不上 要是陛下另立新王 他们对劫掠高昌的事儿或许会有所忌惮 可是现如今这居治胜即将入朝为官 那根本就翻不起任何的声了 金城郡公 高昌王公的意见偏定 居治胜得到长安城的旨意之后 不仅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连忙向长安城的方向扣谢 多谢陛下开恩 这些日子 居治胜活得极为惶恐 就怕哪天长安城来个旨意 把他斩首示众 现如今总算是尘埃落地 唐人走了之后呢 居治胜不由的瘫倒在地 两久之后突然游戏转杯 腐在地上嚎啕大哭 高昌传过一百多年 最终他居治胜在位 不到一个月就成了亡国之君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磨堂的第一千一百一十三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一千一百一十四章 高山下的高昌 墨侯且慢 军议结束之后 墨顿正准备离去 三个暴劫的信使 突然赶上了墨顿 攻身行礼 哦 三位壮士不知有何事啊 墨顿回首诧异的道 这三个信使 一来一往 足足是一万四千里 就连墨顿也不得不佩服的 称上一声壮士 为首的暴劫信使 拱了拱手 启禀末后 我等在长安城中 有一位墨家长者 托不等传信给墨后 说长乐公主已怀胎六月 此话当真 墨顿文言大喜 算算日子 她年前从长安城离去 如果那时候 长乐公主怀孕 那正好 可就对上了日子 一想到有这种可能 她恨不得 现在就飞回到 长乐公主的身边 她可知道 长乐公主体弱 足足三年 才让长乐公主再次受孕 怀胎六月 正是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 此事千真万确 我等兄弟又专门打听了一番 长安百姓皆知道 长乐公主已怀胎六月 如果墨侯现在赶回去 或许还能赶上长乐公主生产 三个暴劫信使朗生的动 墨顿听到长乐公主怀孕兴奋不已 可是文言却坚定的摇了摇头 哎 国家大事怎么能掺杂私人之事呢 现如今本侯正在随军牺牲高昌 虽然战事已然结束 但还远远没到凯旋的时候 我怎么能舍弃同袍 独自回去陪同妻子孩子出生呢 那岂不是让世人嘲笑 相信长乐公主肯定会理解我 唐军只是出定高昌 如果没有大军镇压 恐怕高昌城还会再胜波澜 所以墨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暴劫信使的提议 他虽然担心长乐和孩子的安危 可是也能分得出轻忠 再说 在长安城中 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布置 傅幼医院已经运转了数年 接生的成功率大大提升 他回去与否根本就无关紧要 如此一来 墨顿虽说心中担忧 但还是强行忍耐了下来 当下给三位暴劫的信使 一笔赏钱并重重地感谢 多谢墨侯 三位暴劫信使既得到了利益 又和墨侯结了善缘 这才拱手离去 我又要当父亲了 三位暴劫信使离去之后 墨顿这才兴奋地大喊了起来 再加上三位暴劫信使口风不言 很快 整个西征大军都知道 长乐公主怀孕的消息 众将纷纷向墨顿道喜 整个西征大军其乐融融 十天之后 朝廷派遣的安息都护府的人员总算到 当墨顿看到来人的时候 心中不由的一叹 历史果然是惊人的相思 第一任的西征都护 还是原来的人马 驸马都尉 乔诗旺 不过乔诗旺驸马和墨顿的驸马 也并不相同 乔诗旺所娶的乃是 李渊的女儿 庐陵公主 而墨顿所娶的乃是 常乐公主 算起来 墨顿应该称乔诗旺为 孤父 不过正常的从爵位来看 墨顿是侯爷 驸马都尉呢 是属于伯爵 而且属于超等伯爵 怎么算 墨顿在爵位上 也比乔诗旺高 可是实际上 也得称人家为孤父 当时现实当中的情形 却是相反 常乐公主乃大唐嫡长公主 庐陵公主 仅仅是李渊不起眼的一个女儿 更别说现如今墨家子 更是名满天下 一击破城 更是举世震惊 而乔诗旺却是不得知 这回更是费了好大的劲 这才得到了西域督户的位置 多谢 墨侯相助 乔诗旺由衷地感谢道 他原本以为担任西域 安西督户乃是一个苦差事 高昌之地 酷热极寒 乃是举世皆知 气候恶劣不说 周围的边境更有西图爵 虎事担担 刚刚组建的安西都护府 恐怕定然 形势艰难 更别说安西都护府远离大唐 中间有两千里的戈壁滩 相隔 不及困难 他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可是当他来到高昌之后 却发现墨顿已经给他打下了良好的底子 当他看到一栋栋 阴干的房间里边有着葡萄干 品尝着葡萄干的美味 原本的担忧 顿时就放到了肚子里 有了这些葡萄干 而且安西都护府的驻地 也选择最亲近大唐的焦和城 他的日子可就好过多了 这一切都多亏了墨顿 哪里哪里 此乃墨某举手之劳罢了 墨顿谦虚的呢 乔十望叹息 哎 墨侯的举手之劳 对乔某来讲 却是天大的帮助 对了 鲁岭前一段时间进宫 正好碰见了常乐 没想到常乐公主竟然怀孕数月 真是恭喜墨侯了 墨顿从捷报信使口中得知 常乐公主怀孕的消息 或许还有几分存疑 现如今乔十望亲口说出 那这事可就恐怕是千真万确 当下无奈的道 哎 墨某员在高昌 实在辛苦常乐 墨侯家国两难全 相信常乐公主定然可以理解 乔十望恭维的道 跟墨顿寒暄了片刻 乔十望这才离去 走出火器剑驻地之后 乔十望突然心中一动 墨顿可以说是 间接相助他了好几回 他为什么不帮墨顿一把呢 乔十望思虑片刻 豁然转身 朝着侯军级的中军大仗而去 乔十望离开了之后 墨顿立即又迎来了 另一个熟悉的客人 哦 孔兄 墨顿在他乡建固之 没想到竟在高昌之地 也能看到孔会所 自然格外的高兴 墨兄 孔会所抱拳 看着雀黑一圈的墨顿 不由的感叹 曾经他们俩人起步相反 可如今墨家子已名满天下 而他却默默无闻 看来他必须得奋起直追 孔兄 孔兄不远千里前来 想必是为了严通音 莫顿寒暄片刻直奔主题而去 孔会所点点头 观众之地 各地口音虽有差异 但是也能听懂 推行严通音 并不显著 而高昌之地 乃朝廷新征服之地 正是实验严通音的最佳之地 自从得知朝廷设立 安息都护府的消息之后 孔会所就明白了 朝廷定然会效仿东西两汉 治理西域 而想要西域之地彻底的归附 那就严通音的重要性会日益高涨 而且他一个孔家子弟 不远数千里前来安息都护府 定然会受到重拥 这才是他大展身手的舞台 更别说儒家还在背后相助 莫顿点点头 你的决定是正确的 大唐是绝对不会放弃丝绸之路 下一步 西域将会成为必争之地 听到莫顿的肯定 孔会所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连莫顿都这么认为 那他这步是走对 不过该如何做起 孔某却是一头的雾水 孔会所苦恼的呢 莫顿哈哈一笑 这又何难 你以为现如今西域 谁最需要学汉话 自然是那些需要到大唐 做生意的胡商啊 胡商 孔会所不由地眼睛一亮 这些胡商想到内地经商 那就需要和汉人交流 自然需要说汉话 除此之外 西域之地还有不少当年汉人的后裔 相信这些人也不会抵触说汉话 随着莫顿的解说 孔会所是豁然开朗 现如今安息都护府刚刚成立 想要用私塾推广 严同音根本不可能 莫顿所说乃是最佳的办法 多谢了 孔会所郑重的呢 严同音 乃是儒家的功劳 而莫顿却毫不避嫌 主动出言献策 这份情意不禁让他感动 莫顿爽朗的道 哎 你我兄弟客气什么呀 现如今咱们都在高昌 有时间多聚一聚 孔会所默默点头 心中缺道 莫兄 对不住了 小弟也想多聚一聚 可是奈何嫂夫人那边等不了 让你早日回长安 也算是小弟对你的报道吧 十个多日 中军大仗的军骨声又响了起来 火气建军中 莫顿豁然抬头 不解的看着中军大仗的方向 这时候怎么能会有军骨响起 当下不敢迟疑 立即赶往中军大仗 莫顿到达中军大仗之后 已经有了数位将领到达 随着骨声落下 所有将领全都到齐 一个不拉 后军几一坐在主位上 冷眼看着中将 忽然拍案而起 老子龙马一声 从秦王府开始就跟着陛下打天下 直到大唐统一天下 经过无数战事 杀敌无数 麾下士兵默不另从 去拼命去流血 可是最近我的中军大仗当中 却发成了一件怪事 乃是我征战一生从未遇到过的怪事 怪事 什么事啊 中将不游到眉头一周 正不明白什么事让侯军吉这么发火呢 竟然直接敲响了点军骨 侯军吉环视四周冷然的道 就在这段时间 有一位手眼通天之人 身在高昌 竟然又让数千里之外的人 前来本将军的中军大仗 托人求情 让我关照一下 想让此人提前回长安 诸位说本将军要不要答应 中将不游得一阵沉默 能够托人带话 带到中军大仗的 那怎么能是普通人物呢 中将心中一动 想到了最近的一个传言 不游得想到了一个符合的人物 顿时又一次的慧眼 要是在平常 老子定然要第一个让他上战场 去攻城当赤猴 莫顿环视四周突然 侯军吉环视四周突然话语一转 哈哈一笑 不过现如今高昌之战已经结束 再加上这等好事 本将军怎么能不成人之美 成人之美 中将不游得哗然 没想到侯军吉竟然同意了 这可不是侯军吉的风格 顿时中将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墨家子 能够有如此手段 也有动机回长安城的 恐怕就只有墨家子 现如今常乐公主临产在计 恐怕墨家子早已心急如焚地想回去 托人求情也是应有之意 此乃大好事 长公主殿下生产在计 高昌的战事也已经结束 墨记酒提前回长安 并无什么大碍 侯军吉哈哈一笑 顿时整个中军大仗原本肃杀的气氛 挥至一空 然也 高昌之战 墨记酒 一击破城 军功第一 这点小事有何足挂齿呢 薛万军也附和他 唐军的一号二号人物已经表决了 那中将自然只能纷纷附和向墨顿道喜 可是墨顿却突然出列 向着中将拱了拱手 多谢诸位好意 墨某实在心灵 可是军阀又怎么能如同儿戏呢 我军正在西征 墨某又是抛弃同袍回长安城 陪妻子生产 让将士如何看待 让同袍如何看待 墨将愿随同大军一起班师回朝 绝不独自回长安 中将不由的一阵恶然 没想到墨家子竟然会拒绝侯军级的好意 主动拒绝回长安 侯军级见状眉头一周 要不是常乐公主是李世民的嫡长女 地位特殊 他才不管这闲事 当下探生得到 墨某酒果然光明磊落 只是你恐怕不知道 我军就要班师回朝了 要不然你以为本将军积点将谷是干什么的 这该死的断句 班师回朝 墨顿不由得一愣 主将也是不由得一愣 没想到侯军级竟然在这个时候下令班师回朝 侯军级点点头 墨某酒之前说的不错 小小的高昌的确养活不了十万大军 现如今我十万大军再驻扎下去 唯有再从玉门关调梁这一条路 否则只会吃垮高昌 所以 本将军决定提前班师回朝 不过 还需要防备西图爵 偷袭高昌 所以只能让大军分批撤回玉门关 也好减轻一些粮食的压力 分批撤回玉门关 墨顿眉头一皱 侯军级点点头 我等西政高昌之事 诸位也曾亲历缺水之困 这茫茫戈壁滩 根本不允许大批军队行军 更别说此乃酷热的夏季 恐怕缺水更加严重 只能分批撤离 而你火器剑就是第一批 墨顿想了想两千里戈壁的艰苦 顿时明白侯军级这么做的必要性 然而他却坚定地摇了摇头 将军的好意 墨某心里 墨某和火器剑 愿意推迟撤回长安 第一批刺让给其他诸军吧 避嫌 所有人都知道墨顿这么做的原因 可是任谁都知道身处墨顿这处境 能够拒绝这等好事 的确是真不容 昊军级正色的道 本将军让火器剑第一批撤回大唐 并非是为了照顾你 一来高昌城已无战事 哪怕是日后再和西突厥交战 那也是骑兵的交锋 火器剑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而且正如你所说 火器剑的火药也即将耗尽 剩下的火药恐怕也无法支撑多久 根本无法再认 墨顿纷纷沉默 正如侯军吉所言 火器剑留在高昌的作用 依然微乎其微了 更别说火药乃重中之重 留在高昌也容易被人寄予 所以火器剑率先撤回大唐 于公于私都是毫无争议的 侯军吉道 不错我等并无异议 而且墨侯一击破城 军功卓入 第一批回归实至名归 墨侯莫要看重虚名 长了公主临产再计 你如果因为孤名钓鱼而错失 恐怕是一生的遗憾 众将纷纷劝说 墨顿见状 只得拱手向朱将道 多谢 多谢诸位成全 墨某感激在心 牛进打朗声大笑 墨计酒客气了 我等都是战场同袍 生死都能交付 更何况是这点小事呢 墨顿墨默地向众人抱拳之心 最后侯军级又宣布了撤军的方案 墨顿的火器舰是第一批 而随后会有第二批第三批 而侯军级的本部兵马 则是最后一批 选择在冬天班师会朝 毕竟冬季之时 大雪封进 西图爵就是有心寄予高昌 也无能为力 只能等到来年秋天再做打算 而经过一年的经营 相信安息都护府 已在高昌站稳了脚跟 不具任何的敌人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第1114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高昌城外 火器舰整装待发 足足两百辆马车 格外的引人注目 而在火器舰车队前方 有两个人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一个自然是墨家子 另一个赫然是 袁高昌王 献大唐金城郡公 拘之声 这回火器舰率先凯旋 顺便也接了一个差事 那就是将新任的金城郡公 带回长安树枝 主军莫要远送 莫某先行一步 在长安城恭候诸位 莫顿向前来送行的众人 拱手告别 一路顺风 过戈壁滩的时候 别忘了多带点水呀 众人纷纷叮嘱道 显然都吃过茫茫 两千里戈壁的苦 莫顿哈哈一笑 诸位放心 火器舰可是有上百辆的空车 足够放水 诸位保重 莫顿挥了挥手 跨上了绝影朝着东方而去 既然他已踏上归城 那第一时间自然要赶回去 毕竟长安城 可是有即将临产的 常乐公主在等他 莫家子走了 火器舰二百辆马车的动静 自然瞒不过高昌城的百姓 一众百姓不由的心思复杂 正是这个魔鬼一般的莫家子 一计攻破了高昌城的城墙 而同时 莫家子也如同天神一般 给高昌带来了葡萄干 让无数高昌人看到了未来的神迹 更让高昌百姓复杂的是 居志胜的离去 居志胜虽然仅仅担任高昌王不到一个月 就被唐军押往长安城 虽说名义上是回京树枝 但是任谁都知道 从此之后高昌再也没有王 而莫家子的离去 更是落到了一些有心人的眼中 一个胡商来到一个鸟笼子旁边 鸟笼子里边赫然是一个神郡的鹰笋 胡商悄然的把一封密信塞到了 鹰笋脚上的竹筒当中 打开鸟笼子 鹰笋瞬间冲天而起 消失在了天空之中 鹰笋一路飞行 可是目标却只有一个 那就是八百里旱海 八百里旱海虽然号称杳无人烟 但是并非绝对的无法生存 当初土育魂浮允 逃跑的时候 就是藏身在这八百里旱海当中的一个小绿洲 再加上此乃夏天 冰川融化 让数条河流流入八百里旱海 早就有一片不小的绿洲 鹰笋连续寻找 终于找到了一个诺大的绿洲 顿时直冲而下 落在一个年轻男子的肩膀上 看其脸上明显的高原红 赫然是吐蕃人 看其穿着华丽 显然是吐蕃贵人 在其身边足有五千人马 围绕在他的身旁 吐蕃贵人取下鹰笋脚上的竹筒 顺手把一块肉扔出去 鹰笋一口咸住飞到一旁愉快地进食 吐蕃贵人取下密信 一看不禁纵声大笑 墨家子终于落单了 这回只要击破火器剑 生其墨家子 就是我 论亲灵 名扬天下之时 任谁都想不到 吐蕃竟然把五千兵马 藏匿在八百里汉海当中 而且为首的赫然是吐蕃大象 鹿东赞的得意儿子 论亲灵 太好了 老子早已在这儿呆密了 吐蕃千夫掌 莫斥丢掉手中的马肉怒吼的道 鹿东赞为了做到绝对的隐蔽 联合吐蕃魂部落杀掉慕容顺之后 就在吐蕃魂吸引唐军的注意力 暗中派儿子论亲灵 潜伏在绿洲当中 等待下一步的指令 为了掩护论亲灵 鹿东赞甚至在吐蕃魂 不停地和唐军绕圈子 有时候故意示弱 果然让唐军放松了警惕 任谁都没想到 吐蕃会跨越数千里 前往八百里汉海埋伏五千兵吗 准备伏击墨家子和火器剑 论亲灵不由地想起 自己出发前和父亲的对话 那才刚刚入春 当父亲得到长安城的密报之后 这才决定杀掉慕容顺挑衅大唐 此战土欲魂 我吐蕃必败无疑 事业 鹿东赞一脸凝重的动 论亲灵一脸不解 那父亲为何还要和大唐作战 岂能为了土欲魂 白白浪费我土褐男儿 这脸损失算什么呢 如果能够换回一个墨家子 那一切都值了 鹿东赞脸色坚毅 墨家子 论亲灵不由得眉头一挑 他不是第一回听到这名字了 作为一个同龄人 墨家子可谓如日中天 论亲灵又是骄傲的人 又怎么能心服呢 现在 为父交给你一个任务 你要埋伏在八百里汉海 准备伏击墨家子 鹿东赞一脸凝重 论亲灵这时候第二次看到 父亲如此重视一个少年 上回还是鹿东赞在面对松赞干部的时候 论亲灵不由得傲然 火器剑不过一千人马 父亲请给孩儿一千人马 定会执墨家子人头而归 鹿东赞却摇了摇头 为父给你五千兵马 你务必要拿到火药杀掉墨家子 五千兵马 论亲灵不由得目瞪口呆 土拨骑兵向来都精锐 五千兵马简直都能自成一军了 墨家子不过一千人马 而且论亲灵认为父亲有点小题大做 墨家子屡创奇迹 对于墨家子就是再慎重也不为过 如果有可能 为父甚至想给你一万兵马 可是如此大规模的调动 绝对瞒不过唐军 若是让唐军察觉功亏一篑 而且在八百里汉海也不亦隐藏 谁都无法确认墨家子何时归来 五千兵马已是极限 鹿东赞一脸正重 父亲放心 有五千兵马在 要是再拿不下墨家子 孩儿也没脸见父亲了 论亲灵昂然的道 有五千兵马在 论亲灵不由得豪气大方 区区墨家子的一千人马 哪怕墨家子名声在外 他也认为这回肯定能够斩墨家子于马下 鹿东赞凝重的道 去吧 记住 你此行的任务只有一个 那就是墨家子必须死 墨家子必须死 论亲灵不由得一阵不解的道 父亲 一旦墨家子死了 那火药秘方 吐蝌岂不得不道了吗 鹿东赞冷笑 鱼谷舍 认为这次我吐蝌定会独吞火药秘笈 可是他却不知道 吐蝌相比于 吐蝌高原天神庇佑的秘密 火药秘笈 不值一提 只有墨家子死去 我吐蝌高原才能守住这个秘密 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是 论亲灵郑重点点头 立即带着五千兵马一路潜行 绕开土玉魂大部落 甚至遇到小部落的时候 直接灭口掩饰踪迹 这才悄无声息地潜伏在八百里汉海 墨家子终于落单了 这回墨家子他必须死 论亲灵坚定的道 等待数日之后 按照墨家子的行程 应该已经快走出八百里汉海 论亲灵大手一挥 五千人马立即整装待发 两千里戈壁滩 想找到墨家子难比登天 可是墨家子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靠近玉门关的择口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第一千墨唐的 第一千一百一十五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咱们下章再见 一千一百一十六章 草率了 独家冠名 无聊不是吗 在茫茫戈壁滩 太阳异常的毒辣 置身于此 犹如蒸笼一般 一支千人左右的军舞 正在冒着酷热 几行军 这支军队正是火器剑 居兄 整口水吧 墨顿举起了一支水壶 抛给一旁一个雍容华贵的年轻人 此人赫然正是居志生 墨侯客气了 罪人实在不敢当 居志胜谦卑得到 恭敬地接过水壶 优雅地引上了一口 墨顿摇了摇头 哎 居兄太礼重了 居兄此去长安城之后 我等都同殿为臣 无须多礼 居志胜不由地惨笑 墨侯实在是高看了居某 居某不过灭国之人 一生恐怕都不能出长安城 能够保得住性命 已经十分满足了 墨顿却深深地看了居志胜一眼 居兄 未免太过于悲观 或系服之所服 服系或之所以 以墨某来看 高昌灭国 对居兄来讲 并非完全是坏事 居志胜不由地嘴角一抽 我们直播间小枪快跑 也嘴角一抽 他在直播间问我 墨顿还没死吗 听着这话 我也嘴角一抽 这什么虎狼之词 他原本是高高在上的高昌王 现如今成为了阶下囚 被送往长安城 还宣扬堂皇的功绩 还不是坏事吗 墨顿哪儿还不知道 居志胜的想法 当下解释道 居兄可曾想过这一点 高昌 故称强大 可是诸国面前 不过是个玩笑而已 西图局 吐蕃 甚至北方的薛延驼 铁勒 都能轻易地灭掉高昌 那时候 居兄和高昌 是什么下场 想必居兄 十分的清楚 现如今 高昌被大唐攻占 高昌皇室尚能保全 而居兄更是被朝廷任命为金城俊功 可在大唐传承万败 是福是祸 谁能说得清呢 西图局 吐蕃 薛延驼 居志胜 一想到了这儿 我游得浑身战速 他自然知道高昌的处境 平时大多都是左右逢源 才能够在列国之中 夹缝当中求生存 饶使如此 也不能得罪任何一个 甚至还时不时地被勒索 如果真被这三国灭了高昌 恐怕他早就已经身手异处 他的妻女下场 恐怕会更加的凄惨 而他呢 能够保全自己的家人的安全 全赖大唐乃是礼仪之邦 而且有吉利可汗的例子在前 他当时这才动了投降的心思 如果是其他三国来攻打高昌 恐怕居志胜就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抵抗到底 当然了 最后的结局 恐怕会更为凄惨 多谢墨侯当日的仗义之言 居志胜再次拱手感谢 当初侯军吉 同样也想斩杀居志胜 好在墨顿分析利弊之后 侯军吉这才放下了杀意 把居志胜 把居志胜暂时关押 而关于唐军纵兵截略的风声 他并非没有听说过 可是他却守口如瓶 唯恐露出一点破绽以赖杀身之祸 我之所以当初出言 乃是知道陛下的为人 你也莫要灰心丧气 现如今 长安城他族之中的将领 受重用的颇多 只要居胜心向大唐 将来未尝没有受陛下重用的可能 莫顿劝道 在他的印象当中 居志胜后来直接被朝堂重用 外放为官 只要居志胜不出什么幺蛾子 以后的下场不会太惨 居志胜想了想 大唐当中赫赫有名的胡将 不由得点点头 天可汗胸怀博大 醉沉亦是久闻 心中佩服之之 想到天可汗的传闻 居志胜这才略微的放心 心里对前往长安城的惶恐 不禁少了很多 哎 要出戈壁滩了呀 突然前方传了一阵的欢呼 莫顿顿时望去 只见前方仪 隐隐抄抄地露出了一些绿色 他们不知不觉 已穿过了两千里的戈壁 大唐要到了 居志胜是心中一阵 走出两千里的戈壁 他们恐怕就要到大唐的地界 曾经的他 可是无比的亲目 大唐的文化和繁盛 幻想自己有朝一日登上王位 亲自来朝见天可汗 见识长安城的繁荣 可却没想到 如今竟然是这种途径来到长安 整个火旗舰纷纷欢呼 火旗舰虽然带了充足的水分和食物 可是两千里戈壁滩的酷热 却仍旧让火旗舰将士吃了苦头 只要他们走出两千里的戈壁滩 很快就会到达玉门关 到了那儿 他们就会得到充足的补给和休憩 一想到即将回到大唐 一众火气箭的将士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向玉门关行军 突然 前边的薛人贵随意地举起手中的望远镜 这是他作为军人的素养 平时总是随时观察 确认安全 可是这回望远镜当中一片黄沙 却出现了几个狐奇斥候 这的确是狐奇斥候 薛人贵绝对不会认错 跟着莫顿经历过西征土玉魂和高昌之战 他又怎么能分辨不出狐奇和普通商旅的区别 当下薛人贵大手一挥 带领两队火气箭骑兵悄然地隐藏身形 向着狐奇包抄而去 狐奇斥候虽然没有望远镜 但却极为警觉很快察觉到了危险 立即转身逃跑 薛人贵是举弓就射 其他火气箭将士纷纷射击 很快几名狐奇斥候重剑倒地 可是一名斥候却忍痛催马离去 快速地逃离 薛人贵脸色凝重 上前查看射杀的狐奇斥候 看到狐奇脸上的显赫的高原红之厚不由的脸色凝重 吐蕃骑兵 火气箭将士惊呼得道 薛人贵脸色难堪 他怎么都没想到 吐蕃骑兵竟然出现在数千里之外的茫茫大漠的戈壁滩 而且这仅仅是吐蕃的斥候而已 其身后有多少人马谁都说不准 走回去禀报墨迹酒 薛人贵明白事态十分严重 立即地往回走 中了剑的吐蕃赤候纵马狂奔 很快来到了吐蕃大军的藏身之地 骑兵将军火气箭出现了 我等被他们发现偷袭了我们 中剑的骑兵赤候虚弱得道 听到中剑的赤候叙述 论亲灵不怒烦喜 好 墨家子总算出现了 这回我要踩着墨家子的尸骨 明阳天下 上马 找到火气箭杀了墨家子 论亲灵大手一挥 昂然的道 刹那间 五千吐蕃骑兵翻身上马 直奔火气箭的方向而去 沿途之中黄沙四起 沙气滚滚 记究大人 有敌情 薛人贵带队赶到墨顿身边 把发现吐蕃赤候的情况讲了一遍 吐蕃人 不好 中了计来 墨顿不由的眉头一周 纷纷近乎 从这个时候 他才意识到了高昌城中 盛传常乐公主怀孕 希望墨顿早日返回长安的氛围 不对 从一个墨家老者拜托 暴劫信使脱话 到有人直接到侯军级的中军大仗 去说情 这种种的透露着不对劲 现在回想起来 这其中定然有那么一股子 无形的手在推动 而显然 这只手正是吐蕃在操作 而 这其中定然还会有大唐内部人士 推不住来 唯有理应外合 才能做到不险善 不漏水 墨顿潜意识觉得不对劲 一直拒绝率先归来 可是他却被这番好意蒙蔽了眼睛 再加上心理对常乐公主的担忧 这才上了当 幸好这回他不是独自归来 要不然肯定没有回天之力 而现如今呢 他的身边多了满编制的火器剑 未尝就没有一战之力 这里怎么能出现吐蕃人呢 一旁的居志胜 压然的道 要知道吐蕃可距离这里好几千里 出现在这儿极其的不合理 莫顿回首看了居志胜一言道 靠 居兄也许不清楚 就在高昌之战的时候 吐蕃突然联合吐蕃魂叛臣 斩杀了吐蕃魂王慕容顺 吐蕃魂最西的城池 切莫 距离这里不过数百里 此地出现吐蕃士兵 也就不难理解了 福顺 啊不 慕容顺死了 居志胜不由的惊呼 他自然知道慕容顺 原本在他的期盼当中 最好的待遇是如同慕容顺一般 被天克汗扶持为高昌之王 现如今听到慕容顺的遭遇 这才发现原来在大唐 当个金城俊功 挺好啊 至少没有生命的忧虑 要知道吐蕃魂背后有吐蕃 高昌背后还有西图爵虎视丹丹 他可不敢担保自己 不会落到慕容顺的下场 如果是之前 居志胜心里肯定不免一阵的懊悔 如果高昌能够再坚持下去 背靠西图爵和吐蕃的支持 有很大的机会能保住高昌 可是呢 现在居志胜剩下的只是庆幸 火气剑一击破撑 他越是顽抗下场恐怕越是凄惨 现在剩下的仅仅就是庆幸 祭九大人 依我看吐蕃骑兵之所以出现在戈壁滩外 定然是为了火药和祭九而来 还请祭九大人暂且撤回高昌 让末将来抵挡住这批吐蕃军 薛人贵拱了拱手 此时我必须得查上一句了 根据上边剧情两千里戈壁都干过来了 他让莫顿一个人回高昌 奇形可逐的薛人贵 什么剧情这是 薛人贵讲完了话 自从火气剑在高昌城一击破城之后 火气剑所到之处都会招来觊觎的目光 薛人贵清楚火气剑现如今已成了众矢之地 眼前的吐蕃兵马出现就是最佳的证明 莫顿却摇了摇头 我等身后乃两千里的戈壁滩 剩余水源恐怕不足以再回去了 就算退又能退到哪儿呢 再说 据军报显示 我军已在土玉魂占据了上风 吐蕃军已慢慢地朝着吐蕃高原退去 眼下这批吐蕃军数量根本不可能太多 而且这里的环境也不能容纳大量的兵马 更何况我火气剑未尝没有一战之力 莫顿明白 一旦遇到狼群围攻 转身就跑那是最蠢的选择 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找有力的地形防守反击 而吐蕃呢 跨越千里而来 那来的只能是骑兵 要是步兵累死他累死他累死他 骑兵最怕什么呗 自然是沙漠 一旦骑兵失去了机动力 而在戈壁滩中最不缺少的就是沙地 选择一片沙地 不止防御阵型 雪人贵带领三百骑兵 游离于战场牵制吐蕃军 莫顿下令道 同时也不忘了派遣两支队伍 一个向高昌方向 一个绕道向玉门棍方向求援 是 火器舰将士纷纷行动 很快 唐军选择了一片开阔的沙地 二百辆马车围成了车阵 一个个火器舰的秘密研制的火器被安置好 整个火器舰的武器全都滋浪巴翘地摆了出来 对于遇到敌人的防御 火器舰曾经多次演练 甚至连火器舰索拉的马车呢 可都是经过特殊制造 专门就为了防御而战 诸国基于火药 而火器舰又怎么能不知道自己哥的处境呢 早就已经做了相当多的防御武器来保卫火药 这也是莫顿有信心守住火器舰的原因 然而当火器舰布置好防御阵型 莫顿看着五千骑兵滚滚而来的时候 情不自禁脱口而出的道 操我他妈草率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莫唐的第一千一百一十六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有人可能觉得我今儿这播的旁白稍微有点浮沫潦草 那是因为昨天咱跟着十五章 大家伙就体谅吧 反正咋播咱也比大部分 播的能强点 好了 那么下张再见吧 第一千一百一十七章 莫家子必须死 五 独家冠名 松山派左冷禅 沙哑 论亲邻率领五千吐蕃骑兵 支送火器舰的营地而去 双方都没有停下互相扯皮 招降的环节 俩人都明白 他们一个身负火药的秘密 一个埋伏在这儿 两酒才等到的契机 双方哪儿还有什么缓和的余地 干就完了 一支利剑 向吐蕃军射来 只见一个三百人的唐军骑兵队伍 正在不停地骚扰吐蕃的五千大军 意图阻断吐蕃大军的重逢 这个正是薛人贵所带领的 三百火器舰的将士 他们作战计划 就是尽可能地牵制吐蕃骑兵 记住 一击就走 不要恋战 薛人贵高鹤的道 在其身后 一众火器舰将士昂然硬道 其他火器舰的将士呢 正在沙地布置车针 并不需要马匹 三百火器舰将马匹都带了出来 全都是一人三计 骑兵的最高配 根本不需要爱惜马力 跑就完了 是 三百火器舰将士纷纷喝道 纷纷举起手里的弓弩 向吐蕃骑兵而去 吐蕃骑兵也不是傻子 自然也不敢被动挨打 纷纷举功还击 可是他们却发现 唐军透析之后 立即撤退 根本不求战果 只求骚扰吐蕃军 论钦灵一心想整死墨家子 自然不甘心被这小谷 唐记拖后腿 当下大手一挥 一队五百人吐蕃骑兵 立即上前分离吐蕃大军 开始驱赶这只唐记 然而吐蕃骑兵上前驱赶的时候 三百大唐骑兵纷纷拍马而走 如果是小谷吐蕃骑兵冒进 这三百骑兵跟群狼似的将其扑杀 要是大谷吐蕃骑兵追赶上 那就撤 三百骑兵的队伍撤退的时候 还不忘了回头向吐蕃骑兵来个射击 而且还时不时的从骑兵的队伍当中 抛出一个个的圆滚滚的手榴弹 等到吐蕃骑兵赶到的时候 手榴弹纷纷爆炸 顿时抵挡住了吐蕃骑兵的追击 如此一来 三百唐骑和五百吐蕃骑兵始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而唐骑却可轻松击杀吐蕃骑兵 而吐蕃骑兵的弓箭却常常落空 偶尔有一些弓箭射中了唐军 但却也是强弩之末 根本不会对身披铠甲的火器剑将士造成伤害 唯一可能的机会就是击中了唐军的战马 而唐军大多数一人三计 一旦战马受伤会立即换马 没过多久 五百吐蕃骑兵已剩下了三百 足足有二百吐蕃骑兵伤亡在唐军的战术之下 哈哈哈哈 记久大人这放风筝战术果然不错呀 薛人贵畅快的道 看到已经把这股子吐蕃骑兵掉离了很远的地方 不由得大手一挥 正要反过来冲锋把这股子吐蕃骑兵灭掉 却看到吐蕃骑兵纷纷撤退 赶回吐蕃大步 薛人贵不由得眉头一皱 不由得暗赞 吐蕃将领厉害 竟然 看穿了他的意图 竟然主动把骑兵召回 让他的意图再次落空 属下惭愧 足足损失二百吐蕃勇士 吐蕃百夫长扎木 一脸羞愧得道 他乃是吐蕃赫赫有名的勇士 现如今却被唐将耍得团团转 自己损失惨重 而唐君损失却威护其微 论亲灵却没有怪罪扎木 而是正中的道 火药果然不凡的 他可是亲眼看到扎木快追上唐君 但却被唐君用火药所阻挡 这等利器他怎么能不动心 墨赤 你立即带领千计 务必要将这三百堂计消灭掉 不可让他骚扰本公子 攻击墨家子 论亲灵脸色凝重 目光死死地盯着一片 沙地当中的火器剑的车阵 那高高竖起的墨子 直接告诉了论亲灵 墨家子 他就在车阵当中 这虎狼之词 这简直就是一种挑衅 可不咋的吗 是公子 墨赤应声的动 立即带领千计朝着薛人贵迎去 而薛人贵则立即撤离 想要继续用放风筝的战术 攻击墨赤这支千人队 然而墨赤却极为谨慎 根本就不上当 直接驱赶薛人贵 薛人贵不禁心里边冷哼 你以为本将军就无可奈何了吗 当下拿起钢弩朝着吐蕃骑兵对射 莫吃大手一挥 吐蕃骑兵却纷纷还击 可是他却发现 唐军的钢弩射程却异常的远 吐蕃弓箭虽说都是上等的弓箭 但是还是无法和唐军的钢弩相比 对比之下立即就吃了大亏 莫吃不知道火器舰全员标配的 乃是唐军最先进的武器 这个钢弩乃是莫家第三代钢材所造 无论是弹性还有射程 或者是耐用性都大幅的提高 更可以多次射击 而不像弓箭似的 连续射击了十几回 胳膊就会酸痛难忍 需要休息一段时间才能继续射击 莫吃呢 立即就改变了战术 先是拉开距离 仗着人多开始围猎学人贵 好在学人贵见机得早啊 否则一定会吃了大亏 随后再也不敢相聚太近 一时之间 一千吐蕃骑兵和三百堂军 竟然相持得起来 莫顿手里边拿着望远镜 看到戈壁滩上薛人贵被牵制住 但是却牵制了吐蕃军上千的兵力 已经为火器剑减轻了不少的压力 甚至他能清晰地看到戈壁滩上 跃跃欲试的吐蕃将士 七百对阵三千八 要是哪怕是再骁勇善战的人呢 心里边也得忐忑不安 可是莫顿却十分的平静 他看到火器剑车阵上 一个个特制的火药武器 火药虽说诞生了数年 火器剑也已经成立了数年 可是火器剑却仅仅发展了千人 军方更愿意相信冰冷冷的刀剑 也不愿意使用用完就如同烧火棍似的 火药武器 今日一战 就让世人看到火药真正的威力吧 如果说火器剑在高昌城下一击破城 举世震惊 可是那只能在特定的场合才能用 那么像今天这仗呢 将会是热武器在第一次实战当中大放一彩 莫顾 我们能够挡得住吐蕃君吗 一旁的居志胜心惊胆战的道 莫顿咧嘴一笑 放心吧 我是谁 堂堂莫家子 就连高昌城都可以一击而破 号称一人足够万军 而吐蕃君加在一起不过五千兵马 根本不在话下 居志胜不由的嘴角一瞅 虽然莫家子号称一人足够万军 但那也只是说莫家子的价值而已 而不是你莫家子 真能一个人打败上万人的军队 不过居志胜虽然心中怀疑 可是看到莫家子镇定自若的表情 原本心中的慌张顿时不翼而飞 看到莫家子如此镇定自若 其他火器舰将士顿时心中大定 而且他们经常进行攻防演练 自然对手中的火器信心满满 看到这一切的居志胜 不由的暗叹 我不如莫家子多意 不过在他心中倒是希望莫家子 能再次的创造奇迹 都惊上了吧 毕竟他落到大唐手中 还能作为金城郡公 可以保住性命和富贵 可要是落到吐蕃手里 那可真就不一定 论亲灵看到沙地当中的车队 不由的冷冷一笑大手一指 火器舰不过千人 而在外有三百堂计 莫家子身边不过七百将士 而我军却有三千八百人 此战我吐蕃必胜 扎木 本公子命你为前锋 监供赎罪 只要能拿到莫家子的人头 赏银千两 扎木顿时狂热 多谢公子 三千八百将士 对战七百堂军 哪怕就是下马作战 在吐蕃将士看来 这仗也是吐蕃能一击必胜 进攻 随着论亲灵一声令下 扎木率领纵马踹先 冲向了沙地中的火器舰的车阵 历史上第一次热兵器和冷兵器的交锋 正式开始 杀啊 扎木纵马怒吼 手里拿着武器直冲火器舰的营地 突然只听胯下的马一阵哀鸣 一个良将轰然倒地 扎木熟练的一个滚身 这才平稳落地 顿时感觉到后背一阵刺骨的疼痛 扎木忍痛一抹将其扒了出来 只见一个沾满鲜血 有着四个尖角的铁刺出现在手中 而且放眼望去 整个沙地可以说是布满了这种尖锐的铁刺 不劳少吐蕃战马纷纷中招 顿时人羊马翻 唐军真卑鄙 扎木怒吼道 唐军竟然把铁刺埋在黄沙当中 他们一个不留神就全都中了招 铁吉利 屈志胜看着吐蕃人羊马翻 不由地脱口而出的斗 莫顿不由地 诧异地看着居志胜一眼 居志胜苦笑 莫子背城门约 城门口借记餐食吉利 以抵御敌军 想当初罪臣就是使用此招 在高昌城下布下了大量的铁吉利 可是莫侯却从未想过从城门破城 居志胜当时可以说做好了充足的作战准备 然而火器剑热气球和火药却吓住了他 让高昌城的守城武器几乎摧毁一空 这才下定了决心 打算了投降 莫顿不由地尴尬一笑 没想到啊 没想到 竟然居志胜 他还是莫家的粉丝 当下有点不好意思的 铁吉利乃是防守的戾气 不单是骑兵克星 还是防备敌军偷营的绝妙之法 当然了 还可以另有妙用 另有妙用 居志胜不由的一顿 只见吐蕃骑兵战马被铁吉利刺伤之后 纷纷下马攻来 竟然找到了一条没有铁吉利的进攻路线 正当居志胜紧张的时候 突然听到莫顿一声令下 在其身后的投石机发出了 呼啸之声 好了 以上啊 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莫唐的 第一 三千合一大章 一千一百一十七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遮月呀 咱们下章再见 第一 一千一百一十七章 莫家子 必须死 五 独家冠名 松山派 左冷禅 一个个个的炸药包呼啸极致 聚集在一起冲锋的吐蕃士兵 瞬间就着了道 一连串的爆炸声 纷纷 纷纷就响了起来 映着火光照在了居至盛的眼中 对这种爆炸声他可谓是极为熟悉 想当初他的高昌王宫可没少被炸药包所轰炸 可是当初他被哀轰的时候是多么的惶恐 今日看到吐蕃士兵他就有多爽 原来铁吉利竟然还有如此妙用 居至盛不禁感叹得到 墨家子正是用铁吉利的分布 巧妙地将吐蕃士兵引在了一起 直接用投尸机投掷火药轰炸 心里对墨家子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撤军快撤 论亲铃连声打号 明金收兵 那些侥幸夺过火药轰炸的吐蕃士兵心有余机 立即撤了回去 论亲铃侵点了人数之后 却发现足足有上百的吐蕃勇士 倒在了这波轰炸当中 而冲锋载前的扎木侥幸躲过了轰炸 心有余悸地返回 而他的五百人队 现在就只剩下了二百人 居至盛看着吐蕃撤退 不由地皱着眉头 铁吉利只能放在关键路口 而我郡沙地中央可以四处进攻 吐蕃撤退之后 定然会绕路进攻我等 莫顿点点头 话虽然是这么说 我等却可用铁吉利 来引导吐蕃进攻的方向 这正是莫某所需要的 居至盛心中一震 说得对 莫家子的阵地 乃是两百辆马车所组成 本不利于四下防御 一旦布置大量铁吉利 就足以引导吐蕃军的攻击方向 如此一来 火器舰的防守压力大减 果然 当论亲灵试探一番之后 发现火器舰把铁吉利 重点布置在东面和北面 而南边和西边却几乎都没有 顿时明白南边和西边 乃是莫家子所选的战场 莫家子 你倒如此绝境还这么自信 竟敢挑衅本公子 论亲灵朗哼的呢 公子 小人愿再为前锋 亲手将莫家子人头砍下 献给公子 扎木满脸的争鸣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受挫于唐军 早就憋屈至极 迫切地想要发泄 论亲灵凝重地看着 依旧稳如泰山的火器舰的营地 再看看拼命想要前来救援 却又屡屡被墨翅挡在外边的火器舰的唐旗 不游得冷喝 哼 不愧是父亲看重之人 莫家子果然有两把刷子 可他却不知道 在绝对实力面前 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 定斩莫家子 吐蕃中将怒吼道 这回本公子要全军压上 一举击溃莫家子 无论前方有什么 哪怕是用战马的尸体去汤 也得给本公子杀到莫家子的身前 论亲灵狠辣的道 现如今吐蕃兵力乃是唐军的五倍 而且吐蕃全都是珍贵的骑兵 只要攻到阵前 那么就能碾压整个火器舰 到时候他定然要亲自斩杀 莫家子的人头 以解心头之恨 嘟 随着号角声响起 这回三千多吐蕃骑兵 立即纵马冲向了火器舰的营地 哪怕沙地并不利于冲锋 这些吐蕃将士依旧催马上前 他们发现 有了马匹阻挡 他们所受火药的伤害 可以大大的降低 果然 南边和北边的沙地当中 莫家子并没有在此撒放铁吉利 这让论亲灵松了一口气之后 却不得不有点疑惑 莫家子他到底有哪些手段 竟然胆敢跟三千吐蕃骑兵野战 三百步 投石车准备 随着莫顿一声令下 顿时一众投石车 纷纷投出了炸药包 可是这回吐蕃将士 却早有了应对之法 立即分散开来 哪怕投石机的效果大大减低 可也确实还是伤害到了一些人 论亲灵见状不由地露出了一丝得意 自以为找到克制火药的方法 伸手一挥 冲锋的号角吹得更加的急促 两百步 三段射击准备 看到吐蕃士兵笔进 莫顿再度下令 刹那间所有火器舰的将士 开始举起了钢弩 开始三段射 再配上钢弩强大的射程 把威力发挥的是淋漓尽致 吐蕃士兵顿时人仰马翻 哪怕有手中的皮顿 却依旧损失惨重 论亲灵见状 这才明白父亲为什么如此重视 莫家子和火器舰 火器舰的装备实在太好 可是论亲灵却没有回头路 他坚信只要能够冲锋到一百五十步 那个时候 吐蕃将士的弓箭就能反击 到那时可就到了他莫家子的末日 很快 从两百步到一百五十步 可谓极为艰难 在三段射的射击之下 几乎每一步都会有不劳少的吐蕃将士 倒下付出诺大的牺牲之后 吐蕃将士总算是退到了一百五十步 勝局一定 论亲灵不禁大喜 只要吐蕃将士 到了火器舰车阵到了吐蕃弓箭手的射程 那么以吐蕃弓箭手的人数和箭术定然能够压制唐军 如此一来剩下的仗可就轻松 扎蕃在一个盾牌的掩护下 手里的弓箭满月 这回他定然要让唐军付出代价 可是他刚刚瞄准了目标 突然一道强烈的阳光射来 顿时他眼前一片雪白 手中弓箭不由的脱手而出 射在了远方的沙地上 又来 扎木不由的心中悲愤 这种水瓶简直对一个神射手来讲 就叫奇耻大辱 而罪魁祸首就是那道强烈的刺光 可是他们是背着阳光冲锋 北边哪来的阳光 他趁着余光却发现在唐军车阵当中 足足有数个圆形的东西 迎着阳光反射出来的光速来回晃动 照在吐蕃众将的眼中 莫家子果然狡诈 论亲灵不由的脸色难堪 这时候他才明白 自己的父亲陆东赞 说再怎么重视莫家子呢 也不为过 在莫家子手中总能出现奇奇怪怪的东西 而且还能屡见奇功 他现在才明白 为什么莫家子把战场选在了南边和西边 如此一来 莫家子就能充分地利用太阳光 这些光线虽然不能阻止吐蕃将士射箭 但却可以大大的降低弓箭的精准度 吐蕃想要利用弓箭压制唐军的愿望 恐怕又要落空 光学凹面镜 距离最近的居致盛却看得最仔细 这哪是一个圆盘 而是一个硕大的凹面镜 把阳光集成光速 就连他在一旁观察都觉着刺眼 更别说被这光全都照在眼睛上 所有人都会下意识地闪堵 更别说拉弓射箭 肯定是准头全无 看到吐蕃将士的弓箭乱七八糟的乱飞 根本行不成有效覆盖的攻击 而且唐军装备精良 根本造不成有效的伤害 反而火器剑的弓弩三段射却依旧稳健 甚至一些吐蕃将士 为了躲避刺眼的光芒 直接用盾牌挡住了头部 根本就无暇观察弩箭 一时之间吐蕃将士的伤亡大增 论心灵 看到一个个吐蕃将士倒了下去 顿时心头地血 就连他目光所及之处 那都有好几百的吐蕃将士倒下 如果按他原本的打算 率领一千兵马 袭击墨家子 恐怕还没到车阵就已经全部阵亡 不到一百步了 只有不到一百步了 我吐蕃将士至少还有三千 莫家子 你无论如何都没有回天之力了 论心灵冷然的动 短短的冲锋数百步 就倒下了将近八百的战士 还有上千匹的战马 但是只要能够斩杀墨家子 这一切可都是值得的呀 不足百步 不足百步 居志胜也是心头一阵 谁不害怕 他躲在一旁观察着战场 这可是他作为太子 从未有过的体验 就算是当初在高昌城下的内战 他也不过是遥控指挥而已 哪见过这阵仗 莫家子应该如何翻盘呢 居志胜眉头一肉 对火气 莫家子还没动用火气 居志胜心中一动 看到一旁的莫家子 却依旧镇定的指挥 哪怕是对面的敌人不足百步 却依旧坦然自若 五十步 五十步的距离很短 吐蕃士兵一个冲锋 恐怕就能到 可是唐军却依旧 按部就班的三段设 居志胜 甚至已经看到 吐蕃将士反击的 弓箭是越来越有力 就连用来反射太阳光的 凹镜也插满了弓箭 早就不能用了 就连全副武装的火气剑 将士也开始出现了伤亡 一窝蜂 突然莫顿冷喝得到 居志胜不由得一愣 什么玩意 侧手看去只见一个个火气剑将士 点燃了引线 而在车阵顶端 竟然摆满了密密麻麻的 圆形木桶 居志胜原本以为 这是车阵防守之物 就是个 这个这个这个 荡成一个挡头 但却没想到竟然是 墨家子最为倚重的武器 只见引线飞速燃烧完 圆桶内冒出阵阵的白烟 而此刻吐蕃士兵 已经冲锋到了不足三十步 突然 一声尖锐的笑声 传遍了整个战场 很快密密麻麻的 奸笑声的笑声 不绝于耳 有如乱风齐鸣 一道道火光 有如群风出窝似的 直扑对面的吐蕃士兵 可是群窝出风所带的 尾部的毒刺 可是这回一道道火光 所带的乃是尖锐的弩剑 每一木桶 都足足承载了 三十二支弩剑 此乃墨家子 为了火气剑 专门研制的防守利器 更是不惜血本的造了出来 足足上百桶的 一窝蜂齐方 你算去吧 顿时硝烟弥漫 等待硝烟散去 只见火气剑阵前 足足摆布空雾一人 唯有一支支弩剑树立 和满地的吐蕃将士的尸体 这 这 举致盛看到一窝蜂的威力 不由得手脚冰凉 这一等力气 你别说赫赫铁技了 大乡来他也受不了 不愧是 静难之意大放一彩的一窝蜂 果然没让我失望 莫顿看到一窝蜂立了功 不由得重重地松上了一口气 然而可惜的是 一窝蜂乃是一次性 而且还不易运输 他一次带了上百桶 已然是极限 然而一击就用完了 论亲灵看到车阵前 百丈的空白 不由得浑身冰凉 这回为了保证 万无一失的 置墨家子于死地 他所带的将领的 都是吐蕃勇士中的 勇士中的勇士 可是墨家子这一击 却足足带走了 吐蕃的近千名勇士 现在他只有一条道能走 那就是必须整死墨家子 才能将功敌国 而以墨家子的手段 如果今儿个他墨家子不死 来日一定会成为 吐蕃的心腹大欢 好了 以上啊 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 第三千合一大章 一千一百一十七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遮月呀 咱们下章再见 遮月 第一千一百一十八章 墨家子 胜 全军压上 据密报传来 墨家子火药已经即将用尽 这一等威力的火药 墨家子的火药武器 应该不可能还有太多 论亲灵声音沙哑的道 先如今 吐蕃除了沙地之外 还剩下足足两千勇士 在人数上占据了优势 这一战 他还是有圣机 在论亲灵的带领之下 几乎所有吐蕃士兵 全线压上 哪怕三段射再厉害 吐蕃士兵 依旧快速地逼近了车阵 三十步 二十步 眼看着吐蕃士兵 就要冲到车阵之前 莫顿冷喝的道 手雷 顿时又一波手雷扔出 一连串的爆炸 再一次让吐蕃将士 死伤惨重 然而 可惜的 火气剑的手雷 大多都已交给薛仁贵 吸引吐蕃骑兵 留在火气剑阵地的 已经所剩无几了 而吐蕃将士 却趁机冲到了车阵前 在付出了巨大伤亡之后 两军终于交锋 杀地之外 莫赤的千计 正在和薛仁贵带领的 三百火气剑将士 纠缠不清 不停地上演 进攻撤退撤退 进攻的套路 不过现如今的 莫赤的千计 只剩下了八百计 其余的二百计 都倒在了 唐兵 骑兵的弓弩之下 而火气剑将士 同样也有 数十计的伤亡 薛仁贵重重地 喘了几口气 他刚才连射树剑 射杀了好几名 吐蕃将士 又用手雷 这才摆脱了 莫赤的围攻 当他听到 吐蕃大军 全力进攻的 号角的时候 转头看到 铺天盖地的 吐蕃将士 冲向火气剑的阵地 不由得心头一沉 一旁的墨赤 不由得冷冷一笑 他承认 对面的唐将 乃是极为难缠的对手 狡诈 冷静 而且武艺高强 他和唐将屡屡交锋 但却一直处于下风 然而 对面的唐将 却并没有弱点 他的弱点 就是沙地当中的 火气剑的阵地 只要少爷进攻 火气剑阵地 就会让唐将心中交集 那时候 就是他取胜的机会 学人贵 深吸了一口气 诸位 尔等可还记得 当初我等在 土一魂冲锋 救出程将军之事吗 数十名火气剑 将士不由的 哈哈大笑 其中一人 朗声道 那是自然 我等可都是 身处万军当中 硬生生用手雷 炸开了一条道 救走了成将军 千军万马 我等都敢冲 这区区八百骑兵 诸位敢不敢 随着本校尉 再冲上一次 薛人贵 朗声的道 他现如今 虽然已经升了官 但是此刻的他 却自称校尉 此乃当初他跟着 莫顿率领 五十人重逢的时候的称呼 我等誓死追随校尉 而此刻回应 薛人贵的却是 将近三百将士的声音 他们五十人都能 冲锋千军万马 而对面却仅有八百人 又有什么不敢的呢 薛人贵伸手一挥 三百将士顿时摆好了 攻击的阵型 严阵以待 而对面的莫赤 也察觉到唐军的意状 伸手一招 八百吐蕃骑兵 纷纷在他麾下集合 出人意料的是 对面的薛人贵 并没有主动冲锋 而是等到莫赤 摆好阵型 的确是个好汉 莫赤不禁 为对方坚守骑兵的荣耀 而感动 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驾 薛人贵和莫赤 几乎同时大喝 双方不约而同的 同时纵马 两只在后世 交锋了无数次的骑兵 第一次 在西域发起了交锋 薛人贵和莫赤 战马豁然撞在了一起 双方刀光四射 随即一触积分 莫赤直直地坐在马上 口中赞叹 果然是个好汉 随即扑通一声 吐蕃勇士千夫掌莫赤 重重倒在地上 一道阴红的血液流出 薛人贵心有余悸的摸了摸 盔甲上的刀痕 他为了快速结束战斗 不惜以伤患伤 要不是他身披的乃是 莫家特种钢甲 防御力超级的强 恐怕此刻他也会重伤 饶是如此 他的内斧也受到了不小的重创 千夫掌死了 看到莫赤倒地 一种吐蕃将士不由的 一阵的背乎 然而这些人非但没有溃散 反而更加凶残地向唐骏扑来 薛人贵大吼了一声 给老子杀 在他带领之下 唐骏有如利刃一般 将吐蕃将士分成两半 在唐骏凿穿的过程中 一颗颗手雷 跟不要钱似的丢向了 秘籍的吐蕃士兵 一时之间 吐蕃骑兵 再也行不成有效的抵抗 很快 被唐军 再次的冲锋分割 莫加子受死 扎木怒吼了一声 手中狼牙棒瞬间砸向了车阵 这回他有如信印符 附身似的 躲过了唐军的弩箭 躲过了一窝蜂 更是躲过了手雷 冲到唐军阵前 实现了对论亲灵的承诺 可是扎木只觉得一股的巨大力道反弹而来 不由得一阵凉强 只见唐军车阵前 竟然悬挂着一道道细小的钢丝 而钢丝上更缠满了一个个的铁刺 又来 扎木怒吼 手中长刀挥舞 可是钢丝却极具弹性 要是平时 一根小小的钢丝 怎么放在他的眼中 然而又要躲避唐军武器 钢丝又极其的坚韧 如今这些钢丝 却成为了吐蕃将士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明唐军他就在眼前 他们却只能被动的挨打 而冒险看到这幕的居至圣 不禁苦笑 他也是刚刚知道 这个也是铁吉利 那世人都知道 铁吉利都是撒到地上 一个一个的 可是墨家子却用钢丝制作 钢绳状的铁吉利 再配合火器剑的车阵 足以将敌人阻挡在三尺之外 而火器剑的古怪的长兵器 却能轻松地杀伤敌人 为什么叫古怪的长兵器呢 乃是因为铁吉利自认是高昌王族 剑多识广 可却从来没听说过 有这么一种武器 狼线 铁吉利自认皱着眉头 读出这个奇怪的名字 只见一个个火器剑的将士 丢掉了钢弩 拿起了一个长长的武器 顶部就跟树叉子似的武器 这正是后世七家军赫赫有名的 冷热武器结合的产物 狼线 不过 墨顿所做的狼线 可不如墨家 七家军一般使用的竹子 火器剑的狼线 全都是用金钢打造的钢头 木杆子上更是绑上了沉重的火药 随着一个个的火药点燃 这玩意的瞬间喷发出炙热的焰火 喷向车阵外的吐蕃将士 这回扎木的幸运可是用完 顿时被炙热的狼线喷了个正着 顿时大声惨叫 近距离之下 这个经过赫赫战功验证的武器 大放异彩 以时之间 所有靠近车阵的吐蕃将士 死伤惨重 上有狼线 下有钢丝吉利 吐蕃将士虽然占据了 人数的优势 对着一个小小的车阵 却是久攻不下 自身反而伤亡惨重 墨家子已经没了火药了 可是论钦灵 却坚持咬牙坚持 他相信 墨家子离开了火药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这一仗他胜利可就在眼前 随着战事的胶着 几乎每一秒 都有唐吐两国的将士倒下 而在战斗上 占据了车臣优势的火器舰 将士占据了上风 再加上武器和盔甲占优 伤亡比例远比吐蕃将士要少 可是占据了人数优势的吐蕃 还是又占据了上风 啪 随着一声翠响 飞了九牛 二虎之力的吐蕃士兵 终于合力拉断了铁吉利 瞬间扑到了火器舰的车阵前 开始疯狂的往上爬 火器舰将士苦苦抵挡 连杀数人 而后来的吐蕃士兵 竟然踩着同伴的尸体往上攻击 不好 车阵要破了 举之声不由的脸色惨败 一旦火器舰车阵被破 圣怒之下的吐蕃将士恐怕连他都不会放过 爆 然而当他突然听到一旁 墨家子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听懂汉话的他顿时如遭雷迹 顿时想起当天在高昌城下那惊天的大爆炸 可是到后来他才知道 墨家子是把地道挖到高昌城下 这才用火药爆破了高昌城 而现如今 墨家子又如何用火药爆破吐蕃士兵呢 突然他感到脚下一软 顿时心中恍然大悟 怪不得投时机投掷火药已经停了 原来墨家子都把火药埋在了柔软的沙地里边 而墨家子把战场选在了南方和西方 这可不仅仅是想要利用阳光 而是让吐蕃士兵主动地走到火药上 随着一声鸣进之声 原本还在车阵上坚决抵抗的火器舰将士 纷纷 气手阵地 往后撤驹 驹之胜浑身一个机灵 打了个喷嚏 连忙连滚带爬的也跟着往后跑 墨家子逃了 论亲灵建庄大喜正要下令追击 但却突然觉得脚下是地动山腰 一股股巨大的火光 伴随着轰隆的爆炸之声 从沙地当中冲天而起 不不 论亲灵亡魂大冒 他清楚地看到 爆炸的地点正是车阵的前方 而众多吐蕃将士正在爆炸的范围之内 一击破城 论亲灵不由地想起在西域诸国盛传的墨家子 一击破城的传奇 他原本也是嗤之以鼻 但是看到真正的威力就在眼前 他才知道自己是何等地小看了墨家子 一句句 原本鲜活的吐蕃将士的尸体 伴随着漫天的黄沙 落在论亲灵的面前 这才让论亲灵豁然惊醒 对 墨家子一击破城 定然也破了墨家子的车阵 这正是消灭墨家子的大好时机 论亲灵跟疯了似的都 公子 你看 一个亲卫指的指周边 侥幸逃过爆炸的吐蕃将士已不足千人 而远方戈壁滩 莫斥骑兵已然溃散 更重要的是 刚才巨大的爆炸 已经让从未听到过如此巨响的吐蕃马匹受惊 不知道跑了多少 剩下的几乎也都吓傻了 公子 走吧 再不走 我等都走不了了 一个亲卫苦苦哀求 只见黄沙落尽 一个个全副武装的火器剑将士大步踏出 再一个个侥幸逃过大爆炸的吐蕃士兵 被上前捕刀 不 我不能走 莫家子他必须死 沦亲灵眼神涣散 口中喃喃的动 亲卫忽视了一眼 不约而同的把沦亲灵架到了一匹下呆的马上 立即飞快的往八百里汉海的方向撤去 他们五千兵马 围攻莫家子一千火器剑士兵 都惨败至此 更何况他们仅剩了一千残兵败将 哪是莫家子的对手 其他吐蕃士兵纷纷效仿 四下寻找乱跑的战马 跨马立即逃去 此时火器剑一千对五千大胜吐蕃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地一千一百一十八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剧折月 一百一十九章 战后 沙沙沙沙 伴随着爆炸声平息 飘扬在空中的黄沙纷纷落下 将躲在火器剑马车后的 居至胜弄得是灰头土脸 然而 平时自视是高昌王室 恪守礼仪的居文泰的儿子 居至胜却没有完全在乎这些 这仅仅就是落了一点黄沙而已 相比于当日在高昌城下 莫家子一击破城所落的砖石相比 根本没有一丁点的威胁 但是 在居至胜心中的震撼 却是丝毫不减 这就是火药的威力 哪怕这是第二次经历 居至胜心中依旧狂震不已 一千火器间 对抗精锐的五千吐蕃骑兵 哪怕唐军实力强悍 可是在谁看来 这都是实力悬殊的对战 哪怕胜恐怕也只能是残生 而莫家子竟然依靠火药 仅用很少的损失就击败了突厥的 吐蕃的五千骑兵 说实话 现在火器间的火药武器 种类并不多 可是每一种都杀伤力惊人 居至胜不禁一阵的无奈 高昌妄图挑衅拥有火药的大唐 这岂不是自己找死吗 顿时心里对莫顿爆破高昌城的 怨恨就少了很多 甚至在居至盛看来 大唐的实力依然相当强大 再加上火药更是如虎添翼 别说是高昌 就是吐蕃和西吐蕨 未来也倒在大唐铁骑之下 他现如今成为金城郡公 恐怕还真的是俘获难说 不过墨猴也太冒险了 火药爆炸竟然将车阵也炸坏 要是吐蕃人没被吓跑 那可就危险了 居至胜心有余悸 从躲藏的车后头伸出了脑袋 看了看被火药爆破炸开的车阵 不由得一阵庆幸 踏出车阵 全军出击 突然耳边传来火气箭将士的冷贺 拒之声不由得一呆 不对 墨家子的车阵可并非只有一层 而是有内外两层车阵 火药破坏的仅仅是最外围的车阵 而他们身处还有一个内层的小型车阵 吐蕃想要攻破内阵 恐怕还要付出相当多的代价 居至胜看到一队队火气箭将士 拿起了刀枪兵器 不停地捕刀被火药炸伤的吐蕃骑兵 外围三百唐兵骑兵 战胜了一千吐蕃骑兵之后 更是带领了上百名还能战斗的唐军 不断地追杀逃跑的吐蕃骑兵 就算没有车阵 墨家子还有将近七百多名可战的唐军将士 这本身也是一股子不弱的势力 可以说唐军胜利的天平已倾向于大唐 啊 让居兄受惊了 墨顿从车阵之后走了出来 看到同样灰头土脸的居志胜不由得哈哈一笑 居志胜郑重得道 能够看到墨猴和火器剑的神威 居某三圣有幸 还请墨猴放心 居某日后定然再无二心 一心归顺大唐 这一战 居志胜即看到了吐蕃将士的汉不畏死 更是亲身体会火药在实战当中强大的威力 相比之下 高昌的实力简直不值一提 让他再也生不起对抗大唐的心思 墨顿听到居志胜的话 大不由的哈哈大笑 此乃火器剑首次大规模的正面战 如此战绩已经足以让他自拗 骑兵记久大人 我军追杀十里 大约有上千吐蕃骑兵 已经逃往切莫方向 足足半个时辰之后 薛然贵追杀完了溃兵之后 这才匆匆而来 经过连番大战 他已伤痕累累 但却依旧坚持战斗 墨顿点点头 很好 你做得很不错 薛然贵羞愧得到 墨将惭愧 救援来迟 还请记久大人恕罪 诶 无妨无妨 你能够以三百兵力 牵制上千骑兵 已是不易 你先处理一下伤口 墨顿看着薛然贵 经过连番大战 身上都是血迹 不由得安慰得到 薛然贵摇了摇头 墨将身上受伤最多 可大多都不过是轻伤而已 而且墨将已经包扎好了 不可大意 最好还是让医务兵用酒精消毒 否则要是感染 那可就严重 这里可不是长安城 墨顿坚持得到 薛然贵可是他重点培养的大将 这可绝对不能折损 薛然贵点点头 立即前往后方 让医务兵医治消毒 治疗之后 薛然贵就继续站在 拱卫在墨顿的身边 大战刚刚结束 火器剑要做的事情 还十分的多 启禀少爷 火器剑战死158人 伤300 歼敌3000 张木匆匆而来 向墨顿禀报此战的损伤 战死158人 墨顿不由得心中一痛 如果是其他军队 一千剩五千 仅仅战死了一百多人 定然是难得的大胜 可是墨顿却根本不在意 歼敌3000 反而让战死的火器剑将士 让他格外的心痛 火器剑人数不过千人 一下子损失了一成半 要知道 火器剑将士 每一个可都是郡重精锐 不但精通武艺 同时也会识文断字 乃是难得的 文武双全的人才 乃是墨顿费尽 心思才招募过来 现如今 一下子战死了158人 又怎么能不让墨顿痛心 那可都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 他甚至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 薛人贵也是不禁脸色羞愧 这158人里边 至少百人是跟随他的骑兵 交战时战死 他也颇为难受 哎 生下受伤将士全力救治 千万不要吝啬 青龙真妖 墨顿吩咐道 是 薛人贵沉生的道 虽说墨家子 乃是火器剑祭酒 日常统领将士的乃是薛人贵 看到麾下士兵伤亡 薛人贵自然也是极为难过 当下 火器剑立即开展了 大救治 商势脚中的火器剑将士 由医务兵医治 商势脚轻的将士 则有其他将士协助治疗 甚至自己疗伤 居之胜看到一针针 青龙真妖 注射在受伤的火器剑将士的身上 不由的嘴角一抽 墨家子果然财大气粗啊 当初他在西域 可是花了天价 才给父亲居文泰 找到了青龙真妖 想为父亲延续生命 而现如今在西域 堪比液体黄金的青龙真妖 竟然如同不要钱似的 哪怕是轻伤的士兵 也毫不犹豫地给捅上一针 看着被空心针扎得直 呲牙的火器剑将士 居之胜不禁心头难过 还真是同人不同命 还是做一个大唐的人好 别的不说 单单使用青龙真妖这个待遇 简直都已超过了高昌王室 不知不觉中 居之胜对即将成为大唐的一员 竟然还有盈盈抄抄的期盼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末堂的第1119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1120章 追击 要知道 在大唐哪怕是普通人生病 也可以足量使用青龙真妖 而且据传说 价钱才不过五百文一只 五百文 在普通人的眼中 自然是价钱不菲 要知道 居之胜高价买来的青龙真妖 却足足花了五十两黄金 等到火器剑将士全都医治了一番之后 看到受伤的将士伤情稳定 莫顿这才松了口气 哎 火器剑还剩下多少匹马呀 学人归连忙道 回记九大人 火器剑的战马仅剩五百匹 不过 土不骑兵逃走了之后 我等足足俘虏了一千五百匹的吐蕃战马 那些吐蕃战马被火药的大爆炸 吓着 四下逃散 不过 大都没有跑远 最终被火器剑将士一一寻回 竟然足足有一千五百匹 莫顿冷笑 选出一千二百匹战马 留下一百名未受伤的将士 护卫火器剑 剩下四百名未受伤的将士 随着本祭九追击 论亲灵 刚才他已通过吐蕃俘虏的口中得知 且来袭击火器剑的正是吐蕃 名相陆东赞的儿子 论亲灵 此人在后世可是大名鼎鼎 屡屡和大唐交战 让唐军吃了不劳少的亏 现如今他正好落败 莫家子怎么能放过这个痛打落水狗的机会 更别说论亲灵 更是造成火器剑一百五十名士兵的伤亡 这个大仇又怎么能不报 莫侯 穷寇莫追啊 再说论亲灵虽败 可是还有上千骑兵护卫 此行追击风险太大 而且莫侯追击 论亲灵若是逃亡八百里汉海 躲在某个绿洲之中踪迹难寻 一旦身陷其中 恐怕神陷难救 莫侯刚刚脱险 又何必移身犯险 此行危险重重 还望莫侯三思啊 居志胜文言一听不由的大惊 这回他可真是以城相圈 高昌就披临八百里汉海 最清楚这八百里汉海是何等凶险 莫顿看着沙地当中 一个沙漠蜥蜴 正在贪婪的吸着战死战马的血液 哪怕有将士在不远处 这个蜥蜴依旧不愿意放弃 这来之不易的水源 当下冷笑道 巨兄可知道当时有一个巨大的蜥蜴 口中巨毒无比 当他咬上猎物之后 却并不给予攻击 而是一直尾随 直到猎物精疲力尽 被巨大的蜥蜴生吞活泼 世间竟有如此生物 居志胜面容露出了惊意 而现如今莫某就是那个蜥蜴 现在他论亲灵就是这只受伤的猎物 他若逃亡切莫还好 若是想要逃亡八百里汉海 那就是他的死亡之路 莫顿冷笑道 现如今吐蜴战败 他和论亲灵之间猎人和猎物的关系 已经要反转 那可是八百里汉海啊 莫侯啊 这 居志胜不由得道 他还想再劝 可是突然想到莫家子 曾经也深入八百里汉海 追击浮云 这才叹了口气 也就是莫家子这等神奇之人 视八百里汉海如坦途 莫将也跟随祭九大人 追击吐蜂残军 薛人贵一遇而起坚定的道 莫顿摇了摇头 你已经受伤 就暂且留下安置伤兵 等待御门关的援军 记住 别忘了将内阵前的火药全都起出来 千万别浪费 是 薛人贵有心在劝可是已然受伤 恐怕难以支撑长途跋涉的追击 只得作罢 内阵前的火药 居志胜听到这话 顿时觉得寒毛都炸了 他惊恐地发现 自己刚刚躲藏过的地方 地下还埋着火药 一想到他刚刚就站在火药上 不由的惊恐至极 他恐怕是当时经历火药大爆炸最多的人 高昌之战 他躲在皇宫当中被火药轰炸 随后高昌之战更是亲历墨家子一击破城 当时他距离破城地点可不足百步 而这一战 他更是亲眼看到墨家子用火药埋伏土拨的骑兵 吃了一嘴的沙子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刚刚就站在火药的上边 能够连续躲过这么多次火药爆炸 他也算是三生有幸 莫顿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你以为 莫某为什么这么早地爆破 把外阵哄他 那是因为当时莫某已经胜券在握 不想无谓地牺牲火气剑将士的性命 居志胜这才想了起来 当时高昌骑兵和火气剑将士 不过刚刚交锋 根本谈不上交战失利 而且唐军更有盔甲武器的优势 近战也不逊色于土拨 莫家子直接下令起爆火药 让火气剑将士撤回内阵 恐怕就是 先大规模地杀伤一批土拨将士 把双方人数实力持平 有了内阵和火药相助 火气剑的确是胜券在握 莫家子 把一切都谋划好了 可是没想到 土拨战马根本没经历过火药大爆炸 原来投石机火药包的爆炸声响 土拨将士还能勉强地控制战马 可是最后大爆炸的声响 实在是太过于巨大 直接把土拨战马吓着 最终莫家子的后招还是没用上 土拨就以全军溃败 莫家擅守 果然名不虚传 居治胜心服口服 莫家向来以防守著称 无论高昌和大唐的防守 大都深受莫惊的影响 而且现如今世人只看到 莫家子利用火药所向披靡 却不知道莫家从未放弃 自己最擅长的防守 居治胜不由的苦笑 任谁遇到莫家子 这个对手恐怕也会头疼不已 而土拨鸣将论亲灵就是前车之剑 四百火器剑将士整装待发 全部一人三计 配备好了武器粮草 尤其是水 更是极尽可能的携带 显然莫顿追击论亲灵之心 格外的坚决 八百里汗海凶险无比 莫侯一定要平安归来 居治胜真诚得到 莫顿朗生 居兄放心 改日我等在长安城相见 莫某定会请居兄 喝到上好的解千筹 一言为敌 莫侯保证 居治胜朗生得到 莫顿回首 看着一个个坚毅的火器剑的将士 大手一挥 追 顿时莫顿跨上绝影 四百铁骑纷纷相随 扬起了一路的黄沙 沿着论亲灵溃逃的痕迹 追击而去 看着渐渐平静的战场 居治胜心中一谈 吐蕃击败莫家子了吗 没有 莫家子一千破五千 定然会在大唐和西域 引起轩然大波 这天下局势再度动荡 风雨欲来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颇奖的 莫唐的第一千一百二十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哲月 也希望正在收听此书的各位粉丝们可以关注一下 咱们家的另外两本书 分别是我要大宝箱 还有超级村主任 都可以去听一听 非常的精彩 谢谢大家 快快抓紧完工 朝堂大军即将凯旋 一定要在第一批将士凯旋之前 把专路全部铺设好 干完了就能回家了 一个公部官员焦急的道 而是 一众扶摇医的百姓听到可以回家 不由的手脚加快 加紧铺设砖道 苏定方 御门关下 看着进展神速的砖路 不由的连连苦笑 之前 公部的这些人磨叽得很 在大军没有战胜高昌的消息传来 公部可是不紧不慢的修建 几个月 这才修到了武威 从武威到御门关没有专路 所需要的时间 竟然和从长安到武威城所相当 这可就要了命了 他负责押运粮草 可是没少吃苦 多次催促 公部仍旧以钱粮 不到位为理由推脱 可是没过多久 大军战胜高昌全境的消息传来了 公部这才招了几 甚至不惜重金 从关中调运红砖到拢幼之地 砖路修建 这才大大的加快 尤其是从高昌传回大军 即将分批凯旋的时候 更是不惜重金招聘民夫 这才堪堪修建到了御门关外 难怪公部极了 算算日子 第一批凯旋的火器剑 恐怕快要到了吧 苏定方不禁站在御门关上 举起望远镜 向关外摇望 突然 他眼神一凝 在望远镜的镜头里 一个骑兵 正在急速地朝着御门关方向 急驰而来 看其装备正是火器剑的装备 难道是火器剑的船领兵到了 苏定方心中一动 只见火器剑将士 跨马赶来 快到御门关的时候 跨下的战马再也承受不住 哀鸣一声扑通一声倒地 他刚刚出发的时候 乃是一人三计的最高标准 然而 他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求援 一下子跑死了其他的两匹马 而最后的这匹马呢 恐怕也是坚持不住 不过好在 他已看到了御门关 倒地的火器剑将士 立即翻身而起 咕噜着个 继续朝着御门关的方向狂奔而去 快上去接应 苏定方大手一挥 立即有一队骑兵多带了一匹空马 从御门关外朝着 关外而去 很快 御门关骑兵接应到火器剑的将士 将其带到苏定方的面前 十万火器剑 我军刚出两千里戈壁就遭遇五千土拨军 伏击火器剑 还望苏将军出兵救救火器剑呢 火器剑将士一脸焦急的动 五千土拨兵伏击火器剑 苏定方心头一振 且不说五千土拨兵悄无声息的出现在大唐的后方 是何等严重的情况 火器剑和火药 那更是大唐的绝顶机密 现如今 刚刚在高昌威震天下 这边就遭到了土拨的伏击 更别说这里边还有明镇天下的墨家子 这三者结合在一起 苏定方哪儿还不知道这其中的严重性 定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来啊 立即八百里加急 向朝廷禀报 所有骑兵出关 立即集合 出关救援火器剑 苏定方怒吼得道 五千土拨骑兵出现在玉门关外 这等严重的军事失职 定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务必要上报朝廷 而墨家子地位独特 更是跟他关系很好 于公于私他都必须得救 是 一种玉门关将士立即高喝着道 墨家子对玉门关来说 可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曾经的玉门关虽然地位重要 但是仅仅是在军中有名而已 可是墨家子的一首诗 让玉门关举世皆知 更为玉门关带来了缝墨 玉门关的将士自然对其很有好感 随着鼓声雷动 苏定方带领两千精锐的玉门关骑兵 立即飞奔出了玉门关 与此同时 一队异族再一次地以八百里加急 朝着长安城的方向飞奔而去 快快 苏定方快马加边不惜玛丽 赶往戈壁滩的方向 墨家子和火药的重要性举世皆知 否则吐蕃也不会动用五千骑兵伏击火器舰 他早到一刻中或许还能救下墨家子 两千骑兵一路是玩了命的狂奔 虽然两千骑兵在人数上依旧输于火器舰将士 可是唐军装备优良 两千骑兵虽不一定能击败五千吐蕃骑兵 可是救出墨家子应该是不难 当然了 前提是墨家子能坚持到他的救援 希望堂堂墨家子还能再创奇迹 苏定方心中暗暗的道 火器舰每次出战都有大军保护 并未进行大规模的遭遇战 而且携带的大兜都是火器 谁都知道火药的威力无敌 可是谁也不知道 在实战当中火器舰的战力如何 更何况墨家子所面对的 乃是五倍的兵力 又是有心对无心 再加上火器舰刚刚长途跋涉出 两千里的戈壁滩 更是人皮马困的时候 如果是其他部队 苏定方恐怕早都不做念想 可是火器舰的G9 是莫顿莫家子 这才让他多了几份希望 苏定方几乎将马力用到了极限 足足一天的时间 苏定方这才赶到了现场 距离很远就看到火药爆炸的痕迹 以及断兵残剑 可是却没看到一具尸体 难道已经打完了吗 苏定方心头一沉 如果他来迟了战事已结束 恐怕落败的一方一定是火器舰 希望莫侯能逃出来 一旁的一个骑兵将领唏嘘的动 显然也很不看好莫家子和火器舰 苏定方摇了摇头 心中极为沉重 就算莫顿逃了出来 这里可是茫茫两千里的戈壁滩 往南更是八百里汉海 如此酷热的天气 恐怕就是逃出来 也是凶堕鸡烧 找到火器舰了 就在前方杀地 突然 前军事后传来一阵的欢呼 苏定方心头一喜 立即朝着斥候所指向的方向 举起了望远镜看去 透过望远镜 苏定方看到沙地中央火器舰的车阵 以及正在掩埋尸体的火器舰的僵尸 火器舰还在 苏定方不由得心头一喜 如果火器舰尚在 那岂不是说明幕后安全无忧 可是吐蕃骑兵呢 火器舰 球员的士兵 不是说足足 吐蕃有五千骑兵 可是当他靠近沙地的时候 却发现沙地周边 躺着一个个的吐蕃骑兵的尸体 数量之多令人杂舌不已 尤其是越靠近沙地 吐蕃骑兵的数量就越多 当他到达沙地之中的时候 只见沙地中央有一个巨大的沙坑 一个个火器舰将士正在将死去的吐蕃骑兵 拖进沙坑埋进去 墨猴何在 墨猴何在 吐蕃骑兵的 苏定方快马赶往火器舰车阵之处急声地问道 雪人贵自然早已发现了苏定方当下迎上前道 火器舰已击败五千吐蕃骑兵 论亲领带领千计溃逃 墨猴已率四百计追击 一千败五千 苏定方心里都蒙逼了 哪怕他看到吐蕃骑兵的尸体早有心理准备 可是当真正听到战果的时候 不禁为火器舰的战力所震撼了起来 忽然 苏定方反应了过来 豁然一惊 什么 墨猴去追击吐蕃溃兵 是 苏定方看着薛人贵 薛人贵确定得道 简直就是胡闹啊 苏定方极其败坏得道 火器舰战胜吐蕃骑兵的消息 让他心中一松 听到这个消息 却又不由得心中一紧 墨家子竟然移身犯险 去追击吐蕃蕃残兵去了 墨猴走了多久 朝哪个方向追击 苏定方连忙问道 薛人贵伸手朝着南边指去 哦 已经足足一天了 苏定方看向南方的茫茫戈壁 那里可是八百里旱海 他来得匆忙 没做好充足地进入沙漠的准备 更何况墨顿都走了一天了 现在追也来不及 诸位 还是墨要再次停留 还是先前往御门关暂泻 等待墨猴的消息 苏定方看着火器舰的一众伤兵 朗声的道 薛人贵点点头 夏天的戈壁滩酷热无比 再加上火器舰伤兵很多 的确需要前往御门关修整 当下 在两千骑兵的相助之下 火器舰再次出发 朝着御门关的方向而去 苏定方走在最后 不由地朝着南方望去感慨的 哎呀 希望墨猴能再创奇迹 平安归来 一旁的薛人贵 正中点点头 一定会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第 一千一百二十一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云聚折月 第 一千一百二十二章 八百里夹击 随着苏定方带领火器舰伤兵返回御门关 又一道八百里夹击从御门关出发 向朝堂汇报 吐蕃 伏击 火器舰之战 这回距离上一道八百里夹击不过相距两天而已 两天两到八百里夹击 而且都是关于火器舰 在畅安城引起的轰动 定然不亚于火器舰这两场大爆炸 苏定方安顿好了伤兵 不由他感叹得到 不过这还没完呢 更劲爆的嘛 还在后头呢 墨家子竟然朝着八百里汉海的方向 追击吐蕃残军 无论成功与否 那定然是第三个大爆炸 而在御门关下 工部官员看着御门关将士 带回大批的伤兵 仔细一打听 顿时大吃一惊 没想到 第一批凯旋的火器舰 竟然遭到了吐蕃骑兵的伏击 更让他震惊的是 火器舰竟然还打赢了 大人 现如今火器舰伤兵颇多 短时间内恐怕走不了了 我等这个工期 是不是不用赶太急呢 一个工部降座小心翼翼的道 蠢货 这回我们不但要完工 而且还要加快完工 工部官员脸上浮现出了一丝交集 这为什么 降座在一旁不解的道 为什么 工部官员苦笑 火器舰和墨家子出了这么大的事 朝廷一定会震怒 如果工部再不识相 这个时候出了眉头 那不是自己找死吗 降座文言不禁 心中一领 他可是亲眼所见 两封八百里加急是接连发出 陛下定然震怒 恐怕这个时候谁触眉头都落不到什么好处 当即随着工部官员的 当即随着工部官员的催促 整个砖路工程立即加紧了速度赶工 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工 与此同时 一前一后两道八百里加急 正紧急地朝着长安城而去 虽然仅仅相聚两天 可是在砖路和驿站的共同作用之下 竟然迸发出了化学反应 在玉门关和兰州段 也足足做到了日行八百 两道八百里加急 足足错过了一千五百里之多 兰州驿站八百里加急 第二道八百里加急的驿族纵马 来到兰州驿站高鹤的道 兰州驿站大吃一惊 短短不过两天 竟然有两道八百里加急 西域定然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 驿站主持联盟赢了圣钱 仔细地查验一番 看到苏定方的印记没错之后 立即给驿族换了新的马匹 如果是普通信件 那大多都是人马交接 可是八百里加急 这是属于重要的信件 大多都是换马不换人 毕竟很多事情 信件的根本就说不清 还需要一个熟悉情况的人 来详述的描续这个经过 圆回来了 七言末 哎呀 终于过了兰州 长安城也就不远了 第二道八百里加急的 一族纵马在兰州城外 宽阔的砖路上 不由得感叹的呢 如果是之前 如果有谁这么说 肯定会被人认为是疯子 可是此刻 一族所言并非没有道理 一过了兰州 无论是驿站的规模 还是专路的条件 都要好得上态度 而且可以日夜 坚行 全速前进的话呢 日行千里也能达到 这个速度 前段时间的暴劫信使 创造过记录 在驿站当中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在下 晚出发两天 都已经过了兰州 而前一批八百里加急 应该到了长安城了吧 一族心中道 他所猜测的不错 第一批的八百里加急 日夜兼城 的确已到达了长安城 而到达的时间 正好是深夜 立正殿重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 正在歇息 突然一阵急促的 敲门声响了起来 陛下 陛下 殿外庞德 焦急的呼唤得到 陛下 庞公公深夜敲门 肯定是有紧急的事 长孙皇后被惊醒 把一脸不情愿的 李世民叫了起来 这个老奴才 要是没有正当理由 朕绝对饶不了他 李世民愤愤的斗 在长孙皇后的伺候之下 李世民披上了衣服 走出殿门 皱着眉头 怎么了 启离离陛下 欲门官传来八百里加吉 庞德联盟把手里的八百里加吉的信件递了上去 欲门官 八百里加吉 李世民愤然一惊 欲门官 乃是边关重镇 按照以往的经验 每当边关传来八百里加吉 定然是遇到了军事战 军事战争或者是滔天的大师 可是现如今大唐十万大军刚刚大胜了高昌 李世民可不认为谁还有胆量敢入侵御门官 带着疑惑 李世民打开了八百里加吉 看到里边的密信顿时怒喝得道 吐蕃好胆 怎么了 长孙皇后连忙上前问道 李世民脸色铁青 五千吐蕃骑兵在御门官外伏击火器剑 伏击火器剑 结果怎么样 长孙皇后豁然一惊 要知道火器剑 可是掌管大唐最机密的武器火药 更是在高昌之寨一鸣惊人 而且火器剑既久可是他们的女婿莫顿 李世民摇了摇头 现在还不知道消息 不过有心算无心 再加上吐蕃骑兵的人数 五倍于火器剑 李世民并没有往下说 长孙皇后已经明白了 这回这墨家子和火器剑是凶多吉少 那墨顿 长孙皇后颤声的道 一旦墨顿出了意外 长乐公主可怎么办 长孙皇后身体虚弱 李世民连忙的安慰道 火器剑拥有攻击力最强的火药 墨顿更是不遗余力的为火器剑增加军备 再加上这小子向来机灵 就算敌不过五千吐蕃军 保住性命应该问题不大 长孙皇后心系女儿担心墨顿 可是李世民心里边 比谁都不希望墨家子能出声 要知道 墨顿除了是他女婿之外 还掌握着火药的秘方 更是新一代百家争鸣的关键人物 一旦墨家子出现意外 无论墨顿是被俘啊 还是战死 对大唐来讲都是无法承受的损失 对了 此事先保密 先不要告诉长乐 苏定方已经去救援墨顿 等下一步消息再做打算吧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 臣妾明白 长孙皇后点点头 如果长乐公主怀有身孕 要是突然听到了墨顿的噩耗 动了抬气 那恐怕追回墨迹 安抚好了长孙皇后 李世民走出了立正殿 默然脸色一变 找及群臣 此事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五千吐蕃骑兵 那叫五千个人 悄无声息的潜伏在玉门关外 玉门关完全没有察觉 而且这五千个人 还有马呢 有精准的伏击大唐最为重要的火器剑 这其中一定会有重重的迷雾 是 庞德应声 很快 一众宫中侍卫纷纷骑马四下传令 百官的府邸再一次的灯火通明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末堂的第一千一百 二十二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剧折月 二十三章 陆东赞的手段 独家冠名 小强快跑 叫 很快 一辆辆的马 车来到皇城之外 房玄陵下车 不由得一阵忧心忡忡 陛下深夜召见那定然是出了大事 方兄 长孙兄 李兄 能够被李世民深夜召来的 大都是朝廷重贵 房玄陵 长孙无忌 以及李继等留守朝廷的大佬都纷纷而来 众人打了一声招呼 也就不再言语 默契的同时进入皇宫 众人来到太极殿 发现李世民早已等候在那儿 众人心中已经连忙上千 不知陛下深夜召见可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吧 长孙无忌偷偷地观察李世民的神态 作为最熟悉李世民的人 长孙无忌发现李世民如今看似平静 可是内心实在是心神不宁 主位一看就知 李世民深吸了一口气 把手里八百里加急的信件递了过去 吐拨 众臣看了一下八百里加急的信件 顿时脸色一变低声喝倒 长孙无忌心中恍然 这才明白李世民心神不宁的原因 就是不知道是担忧火药秘方泄露啊 还是担忧墨家子的安危 恐怕后者要多生一些 房玄灵不由的皱眉道 老夫一直以为墨猴之前是故意针对吐蕃 现在看来墨猴的担忧果然没错呀 吐蕃果然是狼子野心 一直以来 墨家子一直对吐蕃抱有很深的惩戒 原本百官因为墨家子定然是 双方因常乐公主结缘 这才故意针对吐蕃 可是吐蕃却一步步的露出了真面目 之前联合土玉魂部落杀了大唐扶持的慕容顺 做成土玉魂内斗的样子 还算是有个遮羞布 现在五千吐蕃骑兵伏击火器剑 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在跟大唐开战了 此乃末将的过错 未能及时洞察吐蕃军队动向 让火器剑受此劫难 李济一脸惭愧主动的承担责任道 现如今兵部上述侯军级出征高昌 兵部之事借由李济负责 吐蕃五千兵马潜伏玉门关外 兵部自然难辞其咎 这也莫怪李将军 是啊 谁能想到吐蕃和土玉魂有勾结呢 不仅仅是意图燃殖土玉魂 更是冲着墨猴和火器剑而去 房轩灵摇了摇脑袋 谁也没想到 吐蕃竟然如此的狠 先用土玉魂吸引大唐的注意力 意图围攻十万唐军未果之后 竟然把目光盯上大唐最为绝密的火器剑 不过陛下莫要着急 火器剑可是有上千人嘛 更是拥有火药这等绝世利器 再加上莫猴屡创奇迹 或许此次能够绝处丰盛 长孙无忌安慰得到 可是嘴里这话说的是滴水不漏 两头讨好 忠臣点头 纷纷劝尾 李世民这才眉头略斩 此事务必要彻查 吐蕃五千骑兵 为什么会悄无声息地埋伏在玉门关外 定然是笃定火器剑会落单 朕听闻高昌大劫传开之后 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 接传来让莫顿早日归来陪产的传言 今日看来这幕后黑手手段通天的 李世民冷然的道 众人心里边一领 顿时听出李世民敲的那个意思 幕后的人操控舆论 竟然做出了影响朝廷决议的事儿 这让李世民怎么能忍 是 陈党定然会调查清楚的 房轩凌等人郑重的道 吐蕃竟然把手伸到长安城里了 这不但李世民忍受不了 就连他们也无法忍受 此事定要秘密进行 李世民也不忘吩咐 众臣合手 顿时知道李世民 这是在照顾长乐公主的情绪 深夜的八百里加急 自然惊动了很多人 不过在李世民刻意封锁之下 此事很快就平息了下去 毕竟有很多事儿 官府历来就不对外公开 可是整整两天 长安城的百姓发现 官府盘查的格外严格 尤其是对胡商 几乎整个西市都被戒严了 经过整整两天的盘查 一些潜伏在长安城的 吐蕃奸细被纷纷连根拔起 甚至牵连出其他小国的奸细 也搂草打兔子被扯了出来 李世民看到长安城 竟然盘踞着如此多的 间隙不由的脸色铁青 一旁汇报的房玄陵 无奈得动 吐禀陛下 据吐蕃密探交代 他们仅仅是得到了 陆东赞的授意 让他们在长安城 刻意散步 常乐公主怀态辛苦 莫猴劳苦功高 理应回来陪产的消息 其他的并不知情 李世民冷笑 这么说来 我大唐内部也有人和土拨勾结 意图泄露我大唐国家机密 杀害我大唐的官员 房玄灵点点头 不排除这个可能 不过 微臣以为 此事已不能再查了 能够在皇后娘娘和长公主殿下 说声话的 定然是达官贵妇 他们并非怀有恶心 恐怕大多数都是为长公主殿下考虑 若是全部盘查 恐怕定会引起轩然大波 这幕后之人果然狡猾 李世民恨恨得到 要是普通人 李世民肯定会下令严查 可是所牵连的 那是长安城的达官贵妇 这里边牵扯的可就复杂了 这些达官贵妇最八卦 恐怕东扯西拉的 能把长安城的贵妇圈子都拉出了一遍 而且一旦大规模的盘查 这些达官贵妇影响太大不说 肯定瞒不过长乐公主 不过陛下放心 这幕后之人再狡猾 也会留下不少把柄 这些达官贵妇 不过说些传言而已 真正能够影响幕后归来之人 定然在安息都护府之中 据一族所说 幕后也曾经派人 向高昌汇报过 袭击的情况 相信幕后定会有所察觉 定会查出一些蛛四马迹 那就暂时先这样 苏定方已经前去救援火器界 先等下一步的消息再说吧 李世民缓缓吐了一口气 方玄陵这边刚走 突然长孙皇后派人前来传话 长乐公主入了宫 李世民不禁一阵头疼 高昌大劫之后 长乐公主虽然言辞拒绝 让莫顿率先归来 可是从高昌传来火器剑 第一批凯旋之后 长乐公主入宫的次数 立即频繁了起来 每回都拐弯抹角地 打听莫顿的行踪 这让李世民对陆东赞忌惮不已 这人绝对是掌控人心的高手 竟然把长乐公主的心思 牢牢地把控 甚至加以利用 竟然把所有的人 都玩弄于鼓掌之中 陆东赞 突破 李世民深吸了一口气 第一次正式地把目光 投向这个在之前 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的国度之上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末堂的第一千一百二十三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剧折月 二十四章 常乐悲喜 独家冠名 周乐夜 啊 常乐来了 李世民脸色僵硬打着哈哈 常乐公主挺着肚子 柔声的动 孩儿已怀孕六月有余 恐怕过些日子就不易走动 趁着这些日子还能走动 多来看望一下父皇和母后 李世民嘴角一抽 如果是以前 他定然相信常乐的一片孝心 而现在常乐公主三番五次地打探 莫顿的行踪 恐怕连长孙皇后也不相信 常乐公主入宫乃是单纯地看望他们 长孙皇后上前一脸责怪 母后的身体好着呢 倒是你 这可是二胎 虽说身体一养了三年 还需多加注意 根据孙思苗的诊断 常乐公主极有可能遗传了长孙皇后的体质 最忌讳气血亏损 虽然常乐的二胎和墨沙隔了三年 但是长孙皇后依旧不放心 常乐公主摇了摇头 母后放心 张院长已仔细给孩儿检查过 说女儿的身体也恢复得很好 要比很多孕妇还健康 那就好 长孙皇后欣慰得道 作为母亲 她自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 重走自己的老路 长孙公主 寒暄了一人 这才壮死无疑地向长孙皇后问道 母后莫要担心 等过几天莫顿回来 我再带着她来拜见母后 长乐公主口中说着 眼睛却盯着李世民 长孙皇后哪儿还不知道 长乐公主的那个意思呢 不由得眼神闪烁 李世民眼中不由得 闪过来一丝不忍得道 啊 莫顿可能要多待一阵才能回来 他毕竟是朕的驸马 如果率先归来 岂不是让全军飞翼吗 朕决定让其在玉门关整军停顿 等到和第二批凯旋将士会合一并归来 如此一来谁都挑不出任何毛病 李世民认为有必要往后拖一拖 毕竟莫顿的生死未知 以免长乐公主等不到莫顿的消息 而胡乱的猜测 长乐公主脸色不由的一阵失望 不过还是强颜欢笑 父皇所虑周全 不能因为孩儿怀孕而坏了君记 就是啊 如果传出去莫顿因为你怀孕而率先归来 不但将士不满 恐怕还会对莫顿的名声有所损伤 长孙皇后也在一旁帮腔道 母后所言甚是 常乐公主点头称是 他们之前言辞拒绝让莫顿率先归来 就是有这个担心 你就放心养胎吧 原来莫顿去打仗的时候你整天担心 现在高昌都打了胜仗了 将士们已然凯旋而归 还能出什么事呢 长孙皇后柔声的道 常乐公主心中一松 这才展颜一笑 那孩儿就去看 四子和莫沙玩得怎么样 看着常乐公主消失在屏风之后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们仅仅是暂时 把常乐公主糊弄过去 如果莫顿迟迟未归 吐蕃伏击火气剑的事情 迟早会暴露出来 他们不敢想象 那时候的常乐公主 是得有多上限 吐蕃伏击火气剑的事 可查明白了吗 长孙皇后问道 李世民摇了摇头 仅仅查出几个吐蕃内奸 剩下牵扯到官员女眷太多 已经不意再深究下去了 长孙皇后身以为然地点点头 他想了想在自己身边 建议的达官贵妇 几乎每一个都跟他说过类似的话 可是这些人吧 他也不能为吐蕃效力 挨不上边 目前先缓缓 等玉门官的消息传来再说 要是莫顿真出了什么事 本宫就是撕破脸 也将这幕后之人查出 长孙皇后恨声的道 查出这些官贵妇女 李世民自然不便出手 可是不代表长孙皇后他没这儿 突然一声压抑的抽气声 从屏风后边传了过来 长孙皇后大户信重不妙 他又怎么能听不出 这是女儿常乐公主的声音 他们没想到 长乐公主竟然从他们的话中 听出了问题 竟然假意出门 躲在屏风之后偷听 父皇别骗我了 无论莫顿是生是死 我得知道莫顿确切消息 屏风中 泪流满面的长乐公主倔强的道 李世民无奈 这才把五千吐蕃骑兵 伏击火气剑的消息 一一一到来 五千骑兵伏击 长乐公主不由的身形一晃 饶是她军事一窍不通 但也能知道 那这边一千 这边五千 如此悬殊的力量 火气剑处境是多么的危险 你怀有身孕 别动了胎气 长孙皇后连忙上前 搀扶住她安慰的道 长乐公主不由的弃人 身孕 要不是我怀有身孕 莫顿肯定不能这么着急回来 又怎么能陷入土拨人的圈套呢 长乐公主心里明白 正是因为自己怀孕 这才让整个火气剑都露出了破绽 否则跟随大军的火气剑 又怎么能陷入危局呢 李世民沉生的道 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具体结果谁也不能论定 对呀 莫顿可是堂堂莫家子 屡创奇迹 火气剑更是掌控着火药 再说我大唐将士 向来骁勇善战 莫顿他未必会输 长孙皇后也加入了 劝说的对了 长乐公主顿时眼睛一亮傲然的道 不错 他可是莫家子 没有什么困难能拦得住他 看到长乐公主为莫顿自傲的神情 要是平时 李世民肯定就吃醋了 感叹平日里最崇拜父亲的女儿 转为崇拜丈夫了 现在李世民倒真心希望 赶紧莫顿快点创造个奇迹 快点回来 宝宝 宝宇门关八百里夹击 突然 庞德再次匆匆而来 厚喊着带来了新的八百里夹击 顿时三个人豁然一顿 全都死死地盯着庞德手中的密信 任谁都知道 这封八百里夹击 一定有莫顿和火器剑的消息 要不咱们先回避一下吧 上孙皇后看着挺着大肚子的 长乐公主有些不忍心 她害怕长乐公主受不了打击 长乐公主坚决地摇了摇头 不 无论莫顿是生事是死 长乐作为妻子都要第一时间知道消息 李世民看到长乐公主态度坚决 无奈之下 接过八百里夹击 打开一看 顿时豁然而起 父皇 长乐公主心中欺然 能让李世民如此失态 想必定然是火器剑战败了 可是李世民却一连不可思议 不是败了 不是战败了 而是胜了 还是大获全胜 那可是一千对五千 墨家子竟然利用火药 以少胜多 李世民一直把火药当成骑兵来用 但却没想到 火药装备到军队当中 竟有如此强大的攻击力 在苏定方的急报当中 火器剑仅仅以不到两百人的伤亡 有效杀伤了三千多的骑兵 最终击溃了论清灵 这不是做梦吧 长孙皇后有自不敢置信的道 李世民拍了拍手中的急报 八百里加急之报 又岂能作假 长乐公主顿时喜一击而起 太好了 火器剑大圣 那墨顿岂不是快要回来了吗 李世民顿时一脸尴尬 呃 这个 恐怕墨顿还要再等一阵子才能归来 长乐公主喜悦的脸色顿时凝固在了脸上 不由得急声的道 再等一阵子才回来 墨顿受伤了 严不严重 呃 长孙皇后扼腕道 墨顿这孩子也真是的 这不才刚刚脱险 怎么又涉险干什么呀 墨顿做得对 这些吐蕃侵犯我大唐 杀害我大唐将士 怎么能饶了他们呢 长乐公主恨恨地握着拳头 李世民正中点头 这回吐蕃彻底激怒了他 墨顿这行为虽说冒险 但是 颇为符合他李世民的胃口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 播讲的墨唐的 第一千一百二十四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十五章 举世哗然 多好这个兆头 独家冠名 勒布朗安妮 留下欢喜的 长乐公主和长孙皇后母女 李世民拿着八百里加级来到朝堂当中 连续的两次八百里加级恐怕早已惊动了京官 也是时候公布这个消息 否则朝野当中早就人心惶惶了 什么 五千吐蕃骑兵 伏击火器剑 火器剑还剩了 当李世民把两份八百里加级在朝堂之上公布的时候 顿时满朝哗然 他们不但震惊于吐蕃的胆大妄为 更为火器剑的战斗力所震撼 火器剑竟恐怖如斯 百官不由地砸舌 心里第一次对火器剑重视了起来 单单这份战力 恐怕在唐军当中已是名列前茅 甚至已经隐隐抄抄的有超越大唐第一汉军末刀队的趋势 方玄陵等人也松了一口气 火器剑已少胜多 更是证明了火药的威力 更是保住了火药的秘密没有外泄 否则他们将会悔恨终生 吐蕃竟如此胆大包天 这回一定不能放过他们 陛下一个大臣激进的道 现如今大唐刚刚攻破高昌 西徒爵更是被吓得远顿千里 别看这些大臣开战之前人人反对 现如今大唐大圣众臣自然也是有荣语焰 可是谁都想得到 此刻正是大唐荣耀之时 自认为天下无敌 可是却没想到的小小吐蕃 竟然胆敢跳出来吕大唐的胡须 这让众臣不禁脸色难堪 这个自然 现如今莫顿已经率领四百将士 八百战马 前往追击吐蕃残军 李世民朗声的道 众臣不由的恶然 谁都没想到莫家子竟然报仇 不隔夜 这才大战刚刚结束 转身就追击残敌进来 那 入侵土玉魂的吐蕃将士呢 高昌之战已经结束 是时候解决土玉魂的事情了 长孙无忌道 李继摇了摇头 土玉魂的吐蕃军队 应该和玉门关外的府军早有联系 已经开始裹挟叛乱的土玉魂部落 撤回乌海等地 那里高原反应强烈 我军将士一旦深入战力大损 唯恐被吐蕃埋伏 不得已已经撤了回来 黄轩灵皱着眉头道 哎呀 墨侯不是说藏红花可以缓解高原反应吗 怎么我军将士还战力大损呢 李继苦笑道 藏红花的确可以缓解高原反应 可是效果却并不好 墨家已经开始研究 彻底解决高原反应的办法 恐怕正是此机密泄露 这才招来了土玉的报复 根据他们查获的吐蕃内监供述 吐蕃的确是得知莫顿有可能将解决高原反应的情报 李世民顿时脸色阴冷 火药乃是城墙的克星 单单一个火药就足以让吐蕃心动 更别说还有对吐蕃更致命的破解高原反应的秘方 如果让朕查到是谁和吐蕃勾结 泄露国家机密 别怪朕不留情面 李世民冷喝得道 墨顿破解高原反应的秘密 恐怕只有朝堂官员才能得知 现如今却传到了吐蕃的耳中 这定然是有人跟吐蕃勾结 百官垂手 纷纷默然 此事千连过大 谁都不敢妄言 不过 莫顿这小子素来树敌颇多 谁也不知道 是谁在借吐蕃之手杀他 陛下放心 日后朝廷定然会加强保密 不会出现在泄密之势 不会再出现泄密之势 方玄灵作为百官之手 首先表态 此事暂且搁置 等待莫顿和西征大军归来 再一吐蕃之势 李世民敲得重臣一番之后 这才朗生的道 莫顿说破土翻高原反应之秘 乃是众人皆知 要是查起来也没个头绪 是 白官这才松了一口气 朝会结束之后 两到八百里加急的内容 这才逐渐在长安城传开 顿时在长安城引起了轩然大波 苏定方错了 他以为这两到八百里加急 定然跟两个大爆炸似的 但却没想到 因为李世民的刻意压制 两个大爆炸 在长安城同时炸开 不愧是墨家子啊 吐蕃千算万算 就没想到他对手是屡创 奇迹的墨家子 众人不由的砸舌的道 墨家子面对如此烈士 还能大胜翻盘 他们并不觉得稀奇 毕竟那可是堂堂的墨家子 在普通人的圈子里 仅仅是当成一个去坛而已 然而在长安城的贵妇圈中 却有如火药大爆炸时 要知道几乎所有的人 达官贵妇 遇见长乐公主和长孙皇后的时候 不管是假心呢 还是好意 都会劝上两句 让墨顿早日回来 陪产长乐公主 这在前几个月 可以说是一个 政治正确的一件事 可是现如今却发现 这股子风潮 竟然被有心人利用 直接成为陷害墨家子的阴谋 而他们呢 则成了这个阴谋最直接的一环 让墨侯回来 可不是老申先说的 我而听其他人先说的 一个达官贵妇 在长孙皇后面前哭诉 长孙皇后不由得一阵无奈 这一天天的 她都不知道听多少人来自辩 却发现几乎所有达官贵妇 都曾经有过 让墨顿率先回来的言论 而长乐公主那边呢 更是以自己有孕在身 拒绝了所有达官贵妇前来 公主放心 奴婢已经将那些妇人请回了 不过他们大多留下了不老少的礼品 怎么也不愿意退回去 刘娥回到长乐公主身边汇报道 长乐公主摸了摸肚子 柔生的道 那就收下吧 要是不收 他们肯定心中不安 公主仁慈 刘娥道 长乐公主作为墨府女主任 自然不缺什么礼物 之所以乐意收下 那就代表着已经不再追究了 否则他们定然心中恐慌 只要墨顿没事 什么都不重要 长乐公主一脸幸福的道 当她得知墨顿遇险的那一刻 心中惊恐至极 而幸好 好消息接踵而来 这才让长乐公主感觉到 这失而复得的感觉 是何等的宝贵 刘娥看到长乐公主的表情 不由得嘟弄道 驸马也真是 刚刚脱险又冒险去追击 白白让公主担心 长乐公主却一片坦然 谁说本公主担心了 既然墨顿前去追击 肯定有十分把握 五千骑兵都无可奈何的 更别说只有一千残军 不只是长乐公主 对墨顿信心满满 就连整个长安城 也对墨顿 这回的追击信心满满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 墨顿即将面临着 更大的困境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 播讲的墨唐的 第一千一百二十五章的故事 今天是2021年12月31号晚上10点54分 今年的最后一天 咱们是播到了这儿 留个时间点 做个纪念 别嫌我磨叽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 这月 咱们下账再见 第一 一千一百二十六章 墨家子必须死 六 独家冠名 勒布朗安尼 在茫茫的戈壁滩中 一支千余人溃军正在纵马狂奔 在其身后 一支四百人的队伍正在不紧不慢地追赶 这支溃军正是论亲灵所带领的吐蕃残军 他努力收拢溃兵 最终得兵千人 而其他的近四千吐蕃勇士 要么战死沙场 要么溃散在戈壁滩 然而 在戈壁滩失散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想到自己来的时候 意气风发 再回首看着自己的残兵败将 论亲灵心理不由的一阵的欺然 想当初 他所带领的可是整整的五千七兵 可是归来的时候 确实仅剩下了一千的残兵败将 手下的千夫长莫斥 更是直接战死 可是这更不是让他更绝望 更绝望的是 墨家子竟然亲自率领四百唐军追杀而来 而且是不紧不慢的追杀 不让论亲灵有半点放松的时刻 就像是一个猎人追杀一个受伤的猎物似的 让论亲灵如梗在后如芒在刺 实在是难受至极 给我杀 论亲灵怒吼了一声 只会牵与 吐蕃士兵向墨家子率领的唐军反冲锋 可是墨家子却毫不犹豫地转身拍马就走 同时呢 倚仗着射程超远的钢弩 把一个个吐蕃士兵射下马 炎热的天气让这场追逐战很快就停了下来 在戈壁滩炙热的环境之下 根本不可能进行长时间大规模的作战 否则最先累死的定然是胯下的战马 论亲灵额头冷汗直冒 大口地补了几口水 这才止住了咳 看到胯下的战马饥渴的眼神 低头把手里的水囊倒给了战马 而整个战场几乎所有的人 都在进行着同样的事 包括远处的唐军 可恶的墨家子 论亲灵怒吼道 现在他总算知道自己父亲说 无论怎么重视墨家子都不为过 墨家子掌握着威力巨大的火药 拥有墨家千年防守的智慧结晶 再加上其本人睿智冷静坚毅 的确是一个极为难缠的敌人 公子莫要惊慌 切莫的土玉魂不落 乃是心向我吐蕃 一旦等到我等到达切莫 那就是墨家子的末日 一脸猙獰的扎木狠声的闹 他脸上被狼线严重烧伤 无奈之下退下阵来 可是谁知道竟然奇迹般的躲过了那场大爆炸 切莫 论亲灵不由的心头一动 切莫 乃是陆东赞为他安排的一条退路 然而他又看到了出现的唐君 不由的心里边一阵的跋凉 墨家子有如复古之躯似的 一直跟随在他的身边 一旦太阳落下 沙漠天气将会很快的就凉爽 那时候就是墨家子进宫的时刻 且不说切莫看到吐蕃战败 会不会反戈一击 恐怕他这千人残骏 坚持不到切莫的那一刻 墨家子不会让咱们轻易到达切莫的 论亲灵摇了摇头 扎木一咬牙 公子放心 等下小人亲自给公子断后 务必保证公子的安全 看着烧伤未遇的扎木 论心灵不由的苦涩的都 就算我能安全逃脱 恐怕这上千将士 也将埋在这片荒漠之中 更别说 此次任务并未完成 我又有何面目去见父亲呢 公子 汉人有句话说得好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少 此寨 不过是我等中了墨家子的诡计而已 下回定将墨家子斩于马下 扎木刀 论亲灵摇了摇头 心里也明白 这回吐蕃失手 定然会引起大唐的警觉 恐怕再也没有机会 对墨家子下手 一旦墨家子回到大唐 破解了吐蕃高原反应的秘密 那吐蕃将会迎来 大唐最惨烈的报复 不 我还没有失败 我还有机会 论亲灵突然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疯狂 他的目光从东方的隐约可见的绿地中移去 最终落到了西面那茫茫的黄沙之中 现如今 吐蕃残君的位置十分的特殊 往东可以到达窃末 那里乃是水草丰美的草地 而 往西则是茫茫的八百里 一旦深入其中 定然是十死无生 谁也没想到 论亲灵竟如此疯狂 准备冒险进入八百里汉海 公子三思啊 那可是十死无生的八百里汉海 杀木剑壮大惊连忙的劝剑刀 论亲灵一脸的坚决 哪怕我等到达窃末 在墨家子尾随攻击之下 恐怕也是九死一生 倒不如利用八百里沙漠之天险 将墨家子埋葬在黄沙之中 我等也算完成了父亲的嘱托 论亲灵知道 墨家子是一路追杀 肯定不能放过他 而他就是要利用墨家子的复仇心理 将其引入八百里汉海 最终将墨家子拖死 一决吐蕃的后欢 公子 不可涉险啊公子 不如小人代替公子 引墨家子入八百里汉海 而公子兵分两路悄然赶往窃末 扎木忠心耿耿地建议道 没用的 我军只剩千人 一旦分兵 墨家子定然会 先追击赶往窃末的那一队 再杀入八百里汉海 只会徒增伤亡而已 论亲灵心里边十分地明白 吐蕃残军不分兵 还能和火器剑对抗对抗 一旦分兵 就会被火器剑各个击破 而且现如今大唐势大 吐蕃魂也不靠谱 少量兵力逃亡 切莫莫风险更大 而且墨家子要的是我 只有本公子以身涉险 墨家子才会上当 这一次墨家子必须死 论亲灵看着远处 再次出现了火器剑 冷然的道 只要墨家子进入八百里汉海 在这种绝地之下 论亲灵自认为 可以利用他们对 沙漠绿洲的了解 将火器剑活活拖死 在八百里汉海 再不记得也能跟他 墨家子同归于尽 驾 随着论亲灵一声令下 千语吐蕃士兵 骑骑调转码头 朝着八百里汉海的方向而去 少爷 吐蕃残军进入了八百里汉海 张牧看到了吐蕃残军的动向 连忙禀报道 他乃是非战斗人员 并没有受伤 现如今 墨顿要追击吐蕃残军 他无论如何都要跟着过来 墨顿见状露出了一丝冷笑 八百里汉海 墨某也不是没走过 轮亲灵此举 正合我意 把吐蕃残军追杀入八百里汉海 正合墨顿之意 这回他要利用八百里汉海的天险 让吐蕃有去无回 一时之间 两支同样别有用心的队伍 不约而同的前后跨入了茫茫大漠之中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第一千一百二十六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百二十七章 拼水 独家冠名 勒布朗 安妮 火器舰遭到伏击 侯军集听到火器舰球员士兵的禀报 不由得豁然而起 满脸的震惊 侯军集在高昌 虽然相比长安城 高昌 离墨家子受伏击的地点更近 可是却由于两千里戈壁滩的阻隔 反而得到消息最晚 我军刚刚走出火器舰 就遇到吐蕃五千将士的伏击 他们仿佛早就知道咱们的行军路线 球员士兵哭诉的 早就知道行军路线 侯军集脸色十分的不好看 火器舰 乃是他们第一批凯旋的将士 虽说火器舰的地位特殊 但是他自认为有一千火器舰将士守护 根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可是他却没想到 吐蕃竟然主动埋伏在戈壁滩外等着 显然这不是临时起义 而是早就已经料到火器舰会第一个归去 当下侯军集不由地想起军中长乐公主怀孕 想让莫顿早日归去的传言 可恶 竟然把本将军也计算在内 侯军集恨恨的道 要不是他想在李世民的面前卖个好 又怎么能会中着幕后之人的全套呢 当下侯军集冷喝的道 来啊 高昌有人和吐蕃勾结 立即彻查 很快 刚刚开放的高昌再一次行事紧张 但凡和吐蕃有牵连的胡商 一一被唐军盘问 甚至在唐军当中 刚来的安息都护府的众人 也在唐军的盘查之列 但凡和侯军集说情的人是一个都不例外 什么 莫侯遇险 这 三位抱劫信使是大惊适色 这三个货 最先带来常乐公主怀孕的消息 最先受到盘查 不过 他们的怀疑很快就被排除 毕竟他们一路是飞奔直来直去 哪儿可能和什么吐蕃勾结 最多不过受人利用 传来常乐公主怀孕的消息罢了 哎呀 是我对不起莫侯啊 乔氏旺一脸悲痛的道 孔惠所不由的脸色黯然 吐蕃能够精准伏击莫家 定然会在大唐内部势力有所牵连 而墨家和儒家已经有了相争之趋势 儒家嫌疑也不小 如果是之前 他定然不相信儒家能做出这等事 可是关系到百家之争 连他也不敢说儒家百分之百的清白 除此之外 整个安息都护府 众人全都是人心惶惶 毕竟和一族勾结那可是重罪滔天 可是仅仅两天 侯军集就结束了盘查 把众人放了回来 这就完了呀 众人不由的心中惊疑不定 他们原以为这回定然是难逃一劫 火器剑和莫顿的重要性 人人皆知 现如今被吐不过伏击 那可是天大的事 可是没想到 仅仅两天盘查就结束了 你们很幸运 因为莫侯无事 侯军集意味深长的道 这回的草草结束这场盘查 仅仅拿几个替吐蕃传递消息的湖上杀鸡警猴 莫侯没事 乔师望众人惊呼的道 他们可知道莫顿走的时候只有千人 而吐蕃骑兵却足有五千支柱 任谁都觉得莫侯这回一定是凶多吉少 可是当他们出了一打听 最后结果却让他们大跌眼镜 莫顿不但没事 反而火器剑大胜了吐蕃五千骑兵 莫家子不愧是莫家子啊 听到莫顿又一次的创造出了奇迹 安息都护府的众人大呼庆幸 如果莫侯和火器剑真的出了事 他们就算无辜 恐怕也得受到处罚 现如今莫顿没事 他们自然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不但乔师望众人庆幸 侯军级更是庆幸 莫顿出发的军令 就是他亲手签发的 如果莫顿出了什么事 那恐怕最先问责的乃是他 他轻飘飘地放过安息都护府的众人 也有将此事影响捡到最轻的意思 当然了 最后的责任肯定要推到吐蕃的头上 一切都是吐蕃的错吗 吐蕃 侯军级不由得脸色凝重 当他得知土玉魂的消息之后 也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 幸好有火器剑在 让唐军在最短的时间攻破了高昌 否则唐军和高昌在西域长久对峙 或者损病折降 那吐蕃和西吐蕃 定然会如同狼群似的扑上来 那时候西征大军的处境将会极为不利 然而更让他意外的是火器剑 火器剑可以一击破城 防守的可以以一敌武 而且大获全生 他从来没遇到过一支部队能够进攻和防守 做到极致 可是火器剑做的 当然了 火器剑并非没有缺点 那就是火药 一旦火器剑火药用完 火器剑的战力恐怕在大唐都是垫底 可是只要有火药在 火器剑将会立于不败之地 不过侯军级到底还是高看了火器剑 现如今的火器剑又一次地陷入了绝境 那就是八百里汉海 在茫茫大漠之中 两支军队正在不断地对峙纠缠 在炙热的环境之下 两支部队所携带的水源都在以一个惊人的速度下降 这个时候 他们最大的对手不是对方 而是这极端酷热的沙漠环境 少爷 不能再追了 要不然 咱们都得死在沙漠里边啊 张木嘴唇着干裂苦苦地劝道 他也曾经随军经过两千里戈壁滩 自然知道缺水的危机 可是 这里乃是八百里汉海 缺水的严重程度 更甚沙漠 更甚戈壁滩 稍不留神 他们这四百将士恐怕就得全军覆没 可是莫顿却摇了摇头 我等缺水 吐蕃残兵更加缺水 我等来的时候 可是携带了火器舰大半的水源 而吐蕃残军却是一路溃逃 拼水 他们不行 现如今火器舰和吐蕃残军 有如共同身处一个毒圈似的 全靠着拼药拼血 然而很明显 准备充足再次追击的火器舰 携带的药更多一点 可是张木却忧心忡忡的呢 吐蕃此行的目的乃是少爷 现如今 吐蕃残军不去水草丰美的窃墨城 反而故意把火器舰引入了八百里旱海 就是想和我等同归于尽 我等或许比吐蕃残军坚持的能久一些 可是我等的水绝对无法撑到返回啊 张木说的没错 拼水 或许火器舰能胜过 可是要想安全的返回 那可就困难的太多了 现如今的火器舰就像身处毒圈 或许会胜过对手 可是绝对无法抗毒到安全区 火器舰众将士不由的一阵的沉默 他们并非大字不识的大头兵 反而是唐军中少有的文武双全的人 自然知道张木所说的风险 莫顿看了一众沉默的火器舰将士 突然展颜一笑 你们愿意相信本季九吗 本季九既然将你们带入沙漠 就有把握把你们安全的带出来 一众火器舰将士不由的眼珠子一亮 豁然的盯着莫顿 要是别人说这话 众将士肯定嗤之以鼻 可是莫顿却不然 他乃大唐最为神奇的莫家子 屡创奇迹 更是有着深入八百里汉海的经历 姬九长剑所指 我等誓死相随 一众将士高喝得动 吐蕃伏击火器舰 给火器舰造成了重创 众人现如今有了莫顿的保证 顿时所有人心中都燃起了复仇之火 这回一定要让这些吐蕃残军 留在这片沙漠当中 给我追 莫顿拔出长剑 猛然的喝道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莫唐的第一千一百二十七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家喵咪问 什么叫祭九 祭九这个官职呢 是产生自三国时期 曹操安排国家的官职 叫做 军中祭九 本来是没有这个官职 是曹操所创 后来才逐渐陆续有的 祭九这个官职 好了 我是云聚遮月 咱们下账再见 一百二十八章 第一排进出 独家冠名 勒布朗安尼 给我杀 火气剑和吐蕃残军 在沙漠之中 不停地纠缠骚扰 很显然 火气剑占据了兵器的优势 不停地消耗吐蕃残军 一时之间 吐蕃残军以惊人的速度折损 可恶的墨家子 看到有如复古之躯的墨家子 论秦陵怒不可遏 但却毫无办法 他并不是一个盲夫 一脑瓜子扎入八百里汉海 那也是别有用意 你当他虎啊 自己把自己弄死 如果是墨家子不追 那他就可以借到渝田 从渝田方向进入吐蕃高原 这是他另一条退路 他乃是吐蕃大象之子 成像的像啊 不是秦寿那个大象 前途一片光明 如果能活下去 自然不愿意在沙漠当中晒成干尸 如果墨家子追了呢 把墨家子引到沙漠腹地 用八百里汉海 拖死墨家子 从哪跌倒就从哪站起来 论秦陵虽然不知道这句话 可是并不妨碍他这么做 伏击战中 他就是在沙地当中 被墨家子击败 现如今他要用着浩瀚无边的沙地 来击败墨家子 墨家子 你以为本公子进入沙漠之中 会没有退路吗 论秦陵冷笑得道 小哥们一抬 一个英损顿时冲天而起 这个英损可厉害 那是西图诀可汗的礼物 非但可以传信 而且还能在沙漠当中寻找绿洲 这也是论秦陵胆敢进入 八百里汉海的底气 论秦陵真可恶 在一个小型绿洲外 毫无察觉 天儿哥说 要把张牧整死 墨家子带领他们 以壮声势走出沙漠的张牧 看着满地狼藉的绿洲 不由得怒不可遏 这个绿洲不大 可是上千吐蕃残军战马 将草地啃尸一空 而绿洲中心的水源被吐蕃残军取走一空之后 照理来讲 往底下挖 那也能得到水源 可是论秦陵这个瘤却极为阴险 张牧建议的道 他乃是墨家之人 自然知道墨家的打井技术 此地原本就是绿洲 地下定然是有水源 墨顿摇了摇头 咱们并没有合适的打井工具 已经没有时间挖出水了 再说 论秦陵恐怕也不会 给咱们取水的时间 墨顿话音一落 果然听到将士禀报 启禀祭九大人 东方三十里外 发现吐蕃残军 论秦陵有鹰损相助 那墨顿呢 同样也有望远镜 双方纠缠不断 果然不出墨家子所料 吐蕃残军得到了补给之后 立即追来 而且是占据了东方 显然是想要将火器剑 赶往沙漠覆地 果然不出少爷所料 张牧皱着眉头道 现如今吐蕃残兵率先取得水源 而火器剑的水源 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顿时他们和吐蕃残军的 攻防之势互换 暂避蜂王 前往吐蕃川方向 莫顿下令 一众火器剑不由的眼睛一亮 众所周知 吐蕃川这个地方可是老眼远 乃是继九大人追击 吐蕃魂王浮允之处 乃是一片大型的绿洲 只要到达了吐蕃川 那就再也不缺少水源 火器剑的动向 很快就传到了论亲灵的耳中 论亲灵不由的冷笑 想要逃往吐蕃川 没门 全军追击 务必要将火器剑赶往沙漠腹地 吐蕃残军得了水源 意气风发全力追击 甚至不计伤亡的追击火器剑 也想把火器剑赶往沙漠腹地 渐渐两支军队已深入了沙漠腹地 可是论亲灵却惊恐地发现 火器剑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战斗力始终不减 火器剑怎么还能有水呢 论亲灵眉头紧皱 按照他的估算 火器剑就算是刺马引血 也应该水源断绝 可是现如今火器剑却依旧在坚持 除非墨家子找到了水源 渣木凝重地道 论亲灵断然反驳 不可能 我等一直和火器剑纠缠 火器剑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找到绿洲 那就是火器剑在硬撑 渣木断然地道 论亲灵点点头 在他看来 火器剑已经是穷途末路 只要他们坚持下去 墨家子定然会埋葬在这片沙漠之中 若不能看到墨家子的头颅 他将会寝食难安 可是夜幕悄悄降临 酷热进去 沙漠之中难得地凉爽了起来 火器剑悄然悬好营地 却并没有缺水恐慌的气息 可是一个个刷刷地抽出长剑 一时之间整个火器剑营地 剑光刀光闪烁 要是有外人在此定然大为疑惑 吐蕃将士也没追过来 怎么全都拿起了武器呢 只见一个个火器剑将士 熟练地把手中刀剑悬挂起来 非但是刀剑就连盔甲等 只要是铁器之类全都暴露在空中 随着夜幕降临 沙漠天气极为特殊 白天是酷热无比 可是晚上却极为凉爽 很快的一个个刀剑盔甲上 凝成了一个个的小水珠 张目熟练地拿起了一张白碟子 将铁器上的露珠吸收 一两个刀剑 或许只能把白碟子弄湿 可是上百件铁器 上边的那个露珠 却足以让白碟子湿透 张目看到白碟子一净湿润 把手中的白碟子 在一个木桶上方用力一拧 只见哗啦啦 一股子清水流入木桶当中 一旁的一个火器剑将士 视若珍宝地将收集的露水 倒入了水壶当中 而张目则是继续用白碟子 收集露水 这样的工作将会持续一天一夜 一旦太阳升起 这些露水将会很快消失 一种火器剑将士 听到哗啦啦的水声 简直有如天类似的 不由地将佩服的目光 看向了最中间位置的莫顿 不错 这取水之法正是莫顿的底派 也是他胆敢进入八百里 汉海的底气 莫顿可没有将此法 用到全军危机之时 而是一入沙漠 夜间就采用收集露水的方法 不停地采集露水 正是每夜都有露水的收获 哪怕火机舰没有绿洲水源的补给 可却也依旧撑了下来 祭九大人 这取水之法果然神乎奇迹 属下佩服啊 一个火器剑将士心悦诚服的道 沙漠本身就干旱 而莫顿竟然能在极为干旱的沙漠当中 凭空取水 这手段可谓是神乎奇迹 其他一众将士也纷纷点头 当初他们跟随莫顿进入沙漠 乃是出于对莫顿的信任 事实证明 他们没有信错了莫家子 莫顿白了白手 不过是收集露水之计 没有你们所说的那么玄乎 露水 众将心中一叹 人人皆知 此露水那乃是草叶之杀 沙漠当中一片荒芜 哪来的草呢 莫家子竟然突发奇想用刀剑代替草木 而且效果更好 一把刀剑 一碗上所采集的露水 足够一味将士一天所需的水分 这在沙漠当中可是救命的良药 水气 欲冷凝珠 此乃莫家酿酒秘技的应用而已 莫顿解释道 账目不由的感叹 酿酒秘技在大唐并不是什么秘密 可是谁能想到 这个技能还能在沙漠当中取水救命 世间能把墨迹用到出神入化之境界的 恐怕非少爷莫属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第1128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这月 二十九章 论亲领溃逃 独家冠名 勒布朗安尼 公子 不能再追了 否则我等也无法返程到突伦川的 扎目看着人数仅剩七百的吐蕃残君 皱着眉头的道 连续追击 已经让吐蕃残君死伤了不少 水源更是大幅度的消耗 如此下去 恐怕他们也将在沙漠当中全军覆没 论亲领一脸的犹豫 可是活气剑已是强弩之末了 眼看着胜利就在眼前 论亲领又怎么能愿意放弃 他心中十分的不敢 可是吐蕃残君的现状已然十分不妙 非但是水源即将耗尽 就连食物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这几天吐蕃残君已经开始杀马 可是沙漠当中一片荒芜 吐蕃残君只能生吃马肉为食 而真正坚持不住的不是人 是马 吐蕃战马只在绿洲啃了点青草 别的全靠携带的草料不挤 非但吐蕃残君如此 就连火气剑也是同样如此 不过火气剑携带的乃是热量充足的豆料 而且当初一人两码的携带相对好生一点 扎木圈道 我等只需靠近突伦川就行 一来优贤可以获取补给 二来只需将墨家子堵在突伦川外 就足以让墨家子耗死在沙漠当中啊 论亲灵不甘 墨家子何等难缠你我都清楚 失去这次机会恐怕我等会懊悔终生的 扎木冷静 要知道 墨家子是不是强弩之末啊 只需我等撤退 看看火气剑是否追来一事便知 论亲灵心中一动 点点头 如果墨家子立即去找水源 那定然是穷途末路 如果墨家子还和他们纠缠不清 那恐怕墨家子他还有水 求生的渴望让他不再犹豫 这才下令调转码头 朝着突伦川的方向而去 毕竟如果他一意孤行 恐怕这数百将士也将埋葬在黄沙之中 哼哼 想走 完了 远处的墨顿在望远镜中看到 吐蕃残兵撤退不由的露出了一丝冷笑 有了冷凝取水之法 火气剑可以在沙漠当中坚持很久 可是吐蕃残军注定一日日的衰弱 这场战斗从进入沙漠这刻已经注定 只不过让论秦陵找到了一片绿洲苟延残喘了一阵子而已 不惜水利 给我追 墨顿大手一挥 伸手给胯下的绝影 为了水和豆料 踩着黄沙朝着吐蕃残军追去 其他火气剑将士纷纷效仿 很快 这场追逐战猎人和猎物的关系再次的反转 可恶 墨家子怎么可能 还有水呢 论秦陵看到不远处追来的火气剑将士不由的一阵的无力 他明明一直在和墨家子纠缠 确信了墨家子没找到绿洲 可是火气剑的水源却一直没有耗尽 保持了一定的战力 反观吐蕃残军 水源渐渐的消耗 已经渐渐失去了战力 论秦陵现在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胯下的战马一阵虚弱 而且在沙地当中根本不利于战马奔跑 行军速度大减 两军是一前一后 吐蕃残军朝着突伦川的方向 撤退 而火气剑则是一路纠缠 偷袭 仅仅几次交锋 火气剑已经给缺水的吐蕃残军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现在仅剩下了不足五百人 其实力已和火气剑相差无几 公子 火气剑的水源果然没有耗尽 而我等水源已耗尽了大半 必须赶紧到达突伦川 要不然我等会被墨家子拖死在沙漠中啊 沙漠凝中的道 墨家子力图把他们拖在沙漠当中显然还能坚持 而吐蕃残军却已坚持不下去了 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恐怕他们将会在沙漠当中全军覆没 可是我等距离吐蕃川还有两日的距离 论亲灵焦急的道 因为火气剑不断纠缠 吐蕃残军进度大减 再加上持续交战 所需的水分大增 吐蕃残军的水已消耗一空 而吐蕃川依旧还有很远的距离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属下愿为公子断后 公子快马赶往吐蕃川吧 吐蕃川现在乃是鱼田所惧 定不敢得罪吐蕃 肯定会掩护公子撤回吐蕃的 渣木一脸决然 把自己手里边仅剩下的一点水的水囊 递给了论亲灵 其他吐蕃将士纷纷照做 仅剩五百人的吐蕃残军 最终为论亲灵凑齐了一个五十人的护卫队 其他数百人毫不犹豫的转身玩了病似的 朝着追了的火旗剑扑来 看着一脸决绝的重将士 论亲灵不犹的一阵的哽咽 可是他还是强忍着 在这干旱的沙漠当中 想流泪都是一种奢望 走 论亲灵伸手一挥 催马直接朝着突伦川的方向而去 而在他的身后是喊煞声一片 断尾求生 莫顿看着冲锋而来的吐蕃残军 不由的冷横的道 他们已经在沙漠当中纠缠太久 是时候结束 刚弩三断射 莫顿大手一挥 哪怕身处沙漠 唐军的队形依旧整齐如一 刹那间一道道的弩箭 有如密集的箭雨似的 飞向了吐蕃残军 在这沙漠当中 骑兵的威力被削弱到了极致 再加上人马俱疲速度更是缓慢 而火器剑的钢弩呢 却依旧锋利 顿时吐蕃残军是人仰马反 可是吐蕃残军却极为凶悍 冒着箭雨继续的冲锋 意图用最后的力量 把火器剑拖在沙漠当中 上手榴弹 随着莫顿再喝 一声声的爆炸声响了起来 当吐蕃残军和火器剑将士 短兵相接之时 已经所剩不到一半 很快就被火器剑将士围杀一空 噗通 身中数剑的扎木 重重地倒了下来 两眼无神地倒到地上 这回他没有幸运 可是他心中一片安静 因为此刻的论亲灵 已经逃得很远 少爷 论亲灵已经逃了 张木忧心忡忡地倒 莫顿文言不由地冷笑了一声 论亲灵聪明一时 糊涂一世 你千错万错 错不该独自逃命 刺马银血 继续追击论亲灵 莫顿这里的刺马银血 那自然不是杀火器剑的战马 杀的是吐蕃残军的战马 吐蕃残军 足足好几百匹的战马 就算有战马在战场上逃散 火器剑俘获的足足有二百匹 这二百匹战马 不就如同论亲灵给他们送来的二百湖水吗 整个火器剑将士一片的欢呼 马血吧 虽说血腥 可是已经饥渴的火器剑将士对他们来讲 却是难得的解渴之物 很快 随着一匹匹吐蕃战马的哀鸣 整个火器剑有如重唤新生一般 继续追击 摸顿摸了摸嘴角的马血 大喊得动 顿时 整个火器剑立即加快了步伐 朝着突伦川的方向而去 这回是定然不能让论亲灵给逃漏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末堂的第1129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哲月 一百三十张 再临突伦川 独家冠名 见神西门吹雪 突伦川 突伦川原本是沙漠当中少有的大片绿洲 在土玉魂强大的时候 这里乃是土玉魂的属地 可是浮云死后 慕容顺继位之后 其威望大减 非但土玉魂的各个部落不服 就连于田等国也对土玉魂没有了敬畏 于是 于田也趁机吞并了突伦川 夏季的突伦川风景极美 有草地湖泊 又如是沙漠当中的一片净土 可是这片净土 却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所打破 伦亲灵带领五十名土拨护卫 风尘仆仆地从漫天黄沙当中走了出来 看到水草丰美的突伦川 伦亲灵不由地露出了狂喜之色 只要到达突伦川 那么他就能获得充足的补给 甚至可以借到余田 逃回吐蕃 一声尖锐的弩箭声传了过来 顿时一个吐蕃护卫脸上的喜悦 凝固倒头栽下了马来 伦亲灵牛头望去不由地亡魂打磨 只见火器剑竟然再度追来 可想而知 扎木等数百将士 均已埋骨整个沙漠当中 此刻的伦亲灵再也没有 率领五千骑兵的义气风发 也没有引领墨家子 进入八百里汉海的孤注一掷 现在他是底牌进士 唯一想要的就是逃命 对 只要逃到秃伦川 那里的余田部落一定会救我 否则 我父将会将余田移为平地 论亲灵心中大喜 连忙朝着秃伦川中心的部落而去 而此刻的这个游牧部落 也发现了两批的入侵者 顿时牛角号角 响起了急促之声 一个个部落战士纷纷跨马集结 上千的余田骑兵集结 向论亲灵和火器剑而来 论亲灵看到余田骑兵出动不由的大喜 连忙向余田骑兵靠近 有一只利剑落在论亲灵的前方 这才让论亲灵从狂喜当中惊醒了过来 在没确定情况之下 谁也不知道是不是敌人的演戏 于是在余田骑兵看来 这两股势力的都是敌人 论亲灵剑壮连忙驻马大吼 快救我 我乃吐蕃大象之子论亲灵 为首的余田部落首领不由的耶阵 这人竟然是陆东赞他儿子 如果见其遇险而不救 恐怕整个余田都将承受吐蕃的怒火 当下余田首领伸手一挥 余田骑兵停止了用弓箭对准论亲灵等人 论亲灵剑壮不由的露出了一丝微笑 余田果然不敢得罪吐蕃 这回他终于可以得救了 甚至他心中已经开始谋划 如何把余田拖下水用来对付火器剑 少爷不好了 论亲灵正在向余田求援 张木剑壮不由的惊呼的道 现如今火器剑和吐蕃残军都是强弩之末 这上千余田骑兵的加入将会决定战局 莫顿剑壮不由的冷哼了一声 伸手拿起了一个手雷 用火折子点燃之后伸手一抛 随手就撇到正前方的一个空地上 轰的一声 顿时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彻了 大象之子这人的身份已经用火药直接表明了 正拥有火药的 乃是大唐赫赫有名的墨家子率领的火器剑 大唐赫赫有名的墨家子在追杀吐蕃大象之子 余田部落首领心里边狂震 这俩人他都不能得罪 吐蕃披临着余田 仗着吐蕃高原能俯视余田 可是大唐的威名更盛 先是击败土玉魂之 抚允人头而归 现如今又是灭掉了高昌 整个西域都为之震惊 余田部落首领心念急转 很快大手一挥整个余田骑兵纷纷后撤 和坠迹双方拉开了距离 论秦岭狂喜的心顿时就冷了下来 他没想到余田竟然见死不救 难道就不怕吐蕃的报复吗 余田部落首领心中无奈 吐蕃距离余田确实很近 可是余田刚刚得到消息 吐玉魂的吐蕃已败退回了高原 可见大唐冰封更生 莫顿不由地露出了一丝冷笑 上回他直面余田骑兵的时候 亮出的就是大唐的旗帜 而这回他自己亮个手雷 而似乎手雷好像是更好用 你们余田不要后悔 论其令惊恐大呼 余田部落首领丝毫不为之所动 如果吐蕃来番 余田可以利用城墙来抵挡 要是拥有火药的大唐香大余田 那余田恐怕只能和高昌似的被灭国 有了高昌的前车之剑 余田固然不想得罪吐蕃 可是更不想得罪大唐 最好的办法就是 我没看见 我没听见 两不相帮 为我杀 莫顿顿时冷喝 一众火气剑的将士纷纷手持钢弩 很快剩余的五十名吐蕃残军纷纷重剑倒地 我投降 我投降啊 论其令亡魂大冒连忙地高呼 只要他能活下来 他相信自己父亲一定会尽力救他 可是回答他的却是墨家子坚决地弩剑 论其令不甘心地倒地 他活着的价值远比死去要大 可是墨家子却毫不犹豫地将其射杀 莫顿心中冷横 论其令杀了那么多火气剑将士 这个仇只有用论其令的人头才能祭奠 方可解他心头之痕 再者说 他们身处的可是余田的地盘 余田骑兵虽只有千余计 可是火气剑和吐蕃残军 在沙漠当中周旋多日 早已是强弩之末 唯有将论亲灵干脆利落地斩杀 才能觉了余田反复之心 果然 余田部落首领看到论亲灵被斩杀不由的一探 现如今大唐是胜利一方 大局已定 余田欲持闻参见墨侯 余田部落首领独自上前拱了拱手 看到墨家子的脸庞的时候 不由得心中一叹 正是这个脸庞 数年前曾在秃伦川外追杀浮云 他当初跟着余田王 欲持定 曾经和其对峙 没想到 他还能在秃伦川又一次地见到墨家子 墨顿打量了一番 欲持闻点了点头 嗯 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不过大唐向来不会亏待朋友 今日之事 本侯将会保密 论亲灵乃是本侯在八百里汉海所斩杀 欲持闻心中一喜 连忙的道 哎呀 多谢墨侯 多谢墨侯 只要大唐亲口说 陆东赞之子是死在大漠 吐蕃自然怪罪不到余田的头上 如此一来 余田见死不救的罪名 自然就被掩盖了 墨侯一路劳累 还请墨侯前往部落休整 欲持闻心中大患进去 伸手邀请 可是墨顿拒绝了 欲持闻的好意摇了摇头 哎 不用了 长乐公主即将临产 本侯需要即刻赶回长安 只需补几些水源和马料 即刻翻城 欲持闻心中一动 于天王室非常仰慕唐朝的文化 长乐公主和墨家子的爱情故事 自然也传到了于田 当下躬身 那于田就不留墨侯了 当下 墨顿带领火器舰的将士 来到突伦川的绿洲中心 在清澈的湖水当中狂饮了一番之后 然后再尽可能地携带清水 多日没见青草的战马 大口地吃着青草 直到肚子吃得滚圆 这才罢休 做完了这一切 莫顿带领火器舰将士马不停蹄 立即朝着东方而去 这条路线乃是他西征土域魂所走的路线 可以说是清澈疏路 看着火器舰的身影 消失在沙漠当中 欲持闻不由的目光复杂 现如今还真是多事之秋 大唐实力强横 为一阵西域 而吐蕃一桶高原 实力强大 一野心勃勃 于田却国弱人少 长此以往 恐怕于田处境不妙 首领 西域接传墨家子手中 掌握着大唐火药秘房 刚才墨家子刚从沙漠出来 可谓天赐良机 我等定然可以一举击溃火器舰 夺取火药秘房啊 欲持闻身后一个百夫长 蛊惑的呢 击败火器舰 勤拿墨家子 你以为论亲灵 是为何被墨家子追杀的 欲持闻一脸凝重 那可是无敌于天下的火药 你别说欲持闻了嘛 谁也不动心 可是论亲灵的现状 让他冷静了下来 论亲灵也是为了火药 百夫长瞪大了眼睛 欲持闻点点头 据西域的传闻 现如今墨家子 应该参加高昌之战 而吐蕃呢 应该在吐玉魂 他们之间相隔了好几千里 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两个人在沙漠中厮杀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利益 而且是天大的利益 而火药就是最大的可能 关键是 论亲灵他战败了 欲持闻凝重的 吐蕃想要火药 自然不可能仅仅派遣 这五十个人 想要战胜拥有火药的墨家子 那就必须拥有数倍于火器剑的兵力才有可能 而饶是如此 论亲灵还是败 可见火药的威力是何等的强大 百夫长震撼的同时 心中更是基于火药的威力 欲持闻摇了摇头 墨家子一进入突伦川就用火药表明身份 可见墨家子手中还有火药 我等想要击败火器剑并不容易 在没确定墨家子手里还有多少火药的时候 他又怎么能敢轻举妄动 更何况墨家子对咱们并没有防备 在击杀 论亲灵之后 本首领邀请其前往部落修正 而墨家子却以常乐公主临产为理由 要立即离去 只要求补充清水 为好战马 甚至补充水分和马料之时 也不放松警惕 可见墨家子对我等一支敌方 更在补充完清水马料之后 就立即跨入沙漠 欲持闻无奈的呢 自始至终 墨家子根本就没给欲持闻任何机会 干脆利落地离开了图伦川 我等没有相助吐蕃 墨家子竟然还对我等这么防备 百夫长一脸怒涩 但却浑然忘了 刚才他还想打墨家子火药的主意 欲持闻叹息 哎呀 墨家子能有今天 又怎么能是朗德虚名呢 自从开始进入图伦川 到最后向东进入大漠 墨家子始终没有露出破绽 欲持闻对火药 何尝没有想法 最终只能目送火器舰离去 一直到夜幕降临 离开突伦川的火器舰 看到没有于田骑兵追来 墨盾才松了一口气 下令安盈扎寨 害人之心不可用 防人之心不可无 火药的诱惑实在是太大 连吐蕃都为之心动 墨盾又怎么能对于田放心 也许于田的部落住着更舒服 可是这沙漠中的营地 才能让墨盾心中安稳 不但墨盾心中安稳 整个火器舰众人 更是一片的欢呼 这一场火器舰辗转 八百里汉海 将论秦陵斩杀 整整五千吐蕃骑兵 全军覆没 这让大仇得包的火器舰 将士是扬眉吐气 墨盾看着欢声笑语的 火器舰将士 又看着不停收集 露水的张目 不由的嘴角上扬 火器舰的吸睁 恐怕依然结束 其实他对玉池文 并非仅仅是推妥 接下来他要做的 就是尽快地赶回大堂 在常乐公主临产之前 他要回到长安城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第一千一百三十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 折月 一千一百三十一章 火器舰凯旋 独家冠名 勒布朗安尼 大漠孤雁 八百里汉海当中 火器舰正在孤独的行军 这回有了莫顿的沙漠取水之法 火器舰无需刺马引血 一路艰苦跋涉 终于前方出现了一棵两棵的绿草 火器舰众人心神大振 顿时加快了脚步 很快 绿色越来越多 前方出现了大片绿色的草地 唉 总算是走出了八百里汉海 墨顿和火器舰众人 顿时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沙漠当中那种压抑的紧迫感 顿时不翼而飞 少爷 接下来咱们要怎么回大堂啊 张牧看了看东方和北方 纠结的问道 现如今火器舰有两条路能走 一条是沿着西征土玉魂的路 接到土玉魂 到兰州 然后再回长安城 这条路要近上一些 另一条呢 则是北上 经过切莫 到达玉门关 再从玉门关返回长安 这条路要远得多 咱们走切莫吧 莫顿目光坚定的呢 走切莫看似较远 可是沿途部落较少 火器舰将近四百人足以自保 而土玉魂形势不稳 莫顿不知道土玉魂形势如何 万一土玉魂还有心向土拨的部落 火器舰恐怕是裁脱湖口 又入狼穴 走切莫 虽说距离更远 可是盛在安全 而且一旦到达玉门关 踏上专路之后 就能以最快速度到达长安 算起来所耗的时间 恐怕还要少上一些 确定了回归路线之后 火器舰立即加速迁进 平坦的草地 乃是战马的天堂 一时之间 火器舰进军神速 路过一个两个灵星的牧民 到一个小型部落 然而 这些小型部落的牧民 看到火器舰的阵型之后 不由的心中一动 想起了从切莫城传来的传闻 立即催马前往了切莫城 祭九大人 有牧民跟踪咱们 一个士兵悄然禀报的道 莫顿眉头一皱 当火器舰初次遇见牧民之后 他就有被跟踪的感觉 越接近切莫城 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 莫顿伸手一挥 几个火器舰将士悄然散开 潜伏在一旁悄然的埋伏 当牧民察觉到不对的时候 顿时好几把钢弩对准了 感觉到钢弩上的森森杀意 牧民不由寒毛树立跪地投降 一种火器舰将士一拥而杀 将其擒火 带到了莫顿的面前 说 为什么跟踪我们 莫顿冷然的问道 经过五千突破 弃病伏击之后 火器舰已经有点悲共摄影 现在遇见有人跟踪 自然是加倍的紧张 更别说他们身处的 墙头草的土域魂境内 然而 可惜牧民乌拉挖拉的 一阵的乱叫 说的是一口枪语 火器舰众人谁都听不懂 是我让他们跟踪的 突然一句熟悉的声音便随着急促的马蹄声传了过来 莫顿定睛一看 竟然是一队堂计 为首的赫然是苏定方 苏定方看着墨顿和火器舰安然无恙 飞身下马大喜的动 墨侯平安归来 实在是太好了 哎 苏兄怎么会再切莫呢 墨顿看到熟悉的故人不由的心中一送 苏定方一跃下马 连忙解释 哎呀 墨兄有所不知啊 墨兄前往追击论亲邻之后 朝廷就派苏某前来接应墨兄 却没想到墨兄竟然追击进了八百里旱海 苏某猜测墨兄归来 定然会走切莫这一带 于是就诸君在切莫传令 传令周边的各部落 一旦发现火器舰的踪迹立即上报 苏定方说着伸手给跟踪的牧民一袋金子 这是他的赏赐 牧民打开一看顿时是喜出望外 千恩万谢的离去 有了这笔钱 别说他了 他的部落都能过上富裕的日子 哎呀 多谢苏兄啊 墨顿不由的感动 哎 小事而已 对了 听说墨侯前往追击上千吐蕃残军 不知苏定方看着完整归来的火器舰将士 不由的迟疑的动 墨顿不由的露出了一丝傲然 上千吐蕃残军已经埋骨黄沙 守恶论亲邻 已然付诸 千里追击一千破五千 墨后的传奇经历让苏谋羡慕 苏定方听得墨顿千里追击 凭空从沙漠中收集露水的传奇事迹不由的连连的感慨 相比于墨顿精彦绝绝绿 墨顿千里追击的千里追击 墨顿的举顿千里追击肯定方已经比历史上的仕途强的太多了 但愿有那一天 但愿有那一天吧 苏定方强打笑脸的道 跟苏定方会合了之后 墨顿和火旗舰一众将士这才彻底放松 简单在切莫城休息了一晚 立即一同返回玉门关 季九回来了 当墨顿和火旗舰到达玉门关 一直守在玉门关的一众伤兵不由的一阵的欢呼 顿千里已经辅足 五千吐蕃骑兵全军覆没 我火旗舰大仇已报 当墨顿将此行战果公开之后 整个火旗舰众人不由的欢呼 一千对五千 火旗舰全歼来犯的敌人 这等战绩可谓是前无古人 乃是火旗舰首创 而且这份荣耀将会永远刻在火旗舰将士的骨子里 火旗舰天下无敌 火旗舰天下无双 一众火旗舰将士傲然大呼 呼声传遍了整个玉门关 听说火旗舰归来玉门关 一众将士也不得不承认 这样的火旗舰是天下难寻对手 莫顿看着士气高涨的火旗舰将士 不由的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狼声大喝 现在本季就下令 火旗舰凯旋而归 遵令 一众火旗舰将士狼声的应道 此次西正高昌 火旗舰仅有的作用 就是一击破除了高昌城 虽然立下了大功 但是对火旗舰将士来讲 却没懂一刀一枪 说是立下手工凯旋而归吧 心里边总觉得有愧 而这回火旗舰一千灭五千吐蕃骑兵 有了这等战功加深 火旗舰凯旋可谓实至名归 很快 火旗舰全军将士整撞出发 而沿途之上的驿站 更是全力配合 火旗舰路过一个个城市 直奔长安城而去 所到之处百姓人人敬仰 一击破敌 一千破五千 这等赫赫战功 让所有的人都为之惊叹 这回西正 火旗舰最终一鸣惊人 然而 众人所不知道的是 现如今火旗舰带队凯旋的是薛仁贵 而季九莫顿已经动用了墨家村的能量 日行千里的赶回了长安 据长安城传来的小道消息 常乐公主即将临产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地 一千一百三十一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 折月 十二章 墨家子归来 独家冠名 勒布朗安妮 墨府 公主尝尝吧 此乃墨侯在高昌所创的贡品葡萄干 陛下送了一些 让公主尝尝 刘娥上前端着一盘葡萄干的 自从墨顿在高昌制作成了葡萄干之后 除了军方快马送来了一批 作为贡品献给李世民之后 更是由不劳少的胡商顺道的运来了一批 其独特的美味 立即征服长安城的百姓 在长安城掀起了一阵的热捧 常乐公主摇了摇头 哪怕是面对美味的葡萄干 她也没有胃口 现如今的常乐公主已经挺着大肚子 距离张院长所计算的预产期 已经越来越近 现如今墨顿却依旧没有归来 看到墨顿所创的葡萄干 不仅有些堵物思人 刘娥不禁一探 把葡萄干收走 这可是小郡主最爱的灵石 刘娥刚出门就看到福伯过来 不由得露出探寻的目光 可是福伯微微地摇了摇头 刘娥不由得露出失望的表情 担忧地朝着常乐公主看了一眼 灰夫人 侯爷还没消息 福伯悄悄悄进来 看着常乐公主 刘娥禀报道 自从得知墨顿已一千破五千 由墨顿带领四百名火器舰将士 追击吐蕃残军的消息之后 常乐公主就派墨家子弟 潜赴玉门关 每天都要传递最新的消息 可是可惜的是 时至今日 他们得到的最新消息 依旧是墨顿追击 吐蕃残军进了八百里旱海 算算算日子吧 火器舰用水 恐怕早就耗尽了 可是却没有传来火器舰的任何消息 这不禁让人忧心忡忡 常乐公主 不用担心 父皇已经命令苏将军前往切莫接应 一旦夫君出了八百里旱海 定会第一时间传来消息 你给墨家子弟传下去 就说墨家子从未让人失望 这回也不会 墨顿 经历过多少危机都安然度过 更别说这回是墨顿带领着火器舰将士 主动追击 八百里旱海 并非没有水源 常乐公主相信墨顿一定能够再创奇迹 安然的归来 是 福伯郑重点点头 挺直了腰杆子 昂然离去 福伯离去之后 常乐公主这才卸下了伪装 顿时感觉一阵的虚弱 墨顿所深入的地方可不是普通之地 而是生命尽去 八百里旱海 而且如此长的时间没有消息传来 又怎么能不让常乐公主担忧呢 墨顿虽然平时智迹百出 可是那是在有力能界的情况之下 而八百里旱海人寿绝迹 墨顿纵有超绝的智慧 可在大自然的面前也是无能为力 突然 常乐公主感觉肚子一动 不由地抚摸着肚子一连的母爱 别着急 你父亲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肯定能够安然回来的 常乐公主旋即恢复坚强 现如今墨顿时生死未卜 她更得坚强 不仅是为了墨家 更是为了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墨沙放学归来 伸着脑袋看着母亲 鬼鬼祟祟的想要溜进房间内 站住 这么一副衣冠不整的样子 是不是跟其他小孩打架了 常乐公主一眼看穿了墨沙的诡计 冷声的喝道 墨沙不服 一脸的倔强 谁叫他们说父亲回不来了 常乐公主不由得一阵 一把把墨沙搂在怀里 再也忍不住山人泪下 墨府中有常乐公主坐镇 还算稳妥 长安城早就已经流延遍地了 很多人认为墨家子肯定走不出八百里汉海 跟吐蕃残军同归于尽 墨沙顿时手足无措 一脸的慌张 母亲父亲是不是真回不来了 常乐公主顿时眉头一瘦 傲然的道 你父亲是谁 那是堂堂墨家子 八百里汉海也不是没去过 你父亲定然追击敌人走远了 要不然早就回来了 墨沙听到母亲的保证 小脸郑重地点点头 我就说 父亲答应我肯定回来 肯定回来 下回有人再敢乱说我揍他 这回常乐公主并没有管叫墨沙 而是把墨沙温柔地搂在怀里道 对 谁再乱说就揍他 突然 常乐公主感觉腹部一痛 不由得痛苦出声 来啊 快去医院 常乐公主连忙大呼 有了生墨沙的经验 常乐公主顿时明白肚子里的孩子要出声 刹那间 整个墨府一片忙碌 但却有条不稳 显然墨府众人为了此刻不知道做了多少准备 很快 很快 马车一路急行 常乐公主被安全地送到了妇幼医院 同时 有派人进宫通知长孙皇后 立正殿内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正在一脸的丑容 长孙皇后眉头紧重 莫顿和火器剑还没消息吗 哎呀 莫顿这小子太逞强了 火器剑好不容易化险为夷 而莫顿这小子竟然对吐蕃残军不停地追击 甚至不惜深入八百里汉海 李世民恨得牙根都痒痒 气不打一处来 在他看来嘛 区区上千吐蕃残军 哪比得上火器剑和莫顿的安危重要 所谓君子不利 威强之下 而莫顿这小子竟然不顾风险 追进了八百里汉海 穷寇莫追 此乃世人的宫人 而狼狈逃窜的吐蕃残军 就是走投无路的穷寇 最后竟然把莫家子和火器剑 引入了八百里汉海 其用心以路人戒之 那就是想和他莫家子同归于尽 现如今西征高昌的将士已接连凯旋 而未居手工的火器剑和莫家子 却下落不明 这让这场大截 凭空的蒙上了一层阴影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只希望莫顿再创奇迹吧 长孙皇后安慰的呢 其实李世民和长孙皇后都有话没明说 莫顿已经深入八百里汉海太久了 按照常人的估计呢 火器剑生还的几率太低 也就是说莫家子屡创奇迹 才让众人多了一丝希望 一个宫女匆匆而来禀报道 亲命皇上 长乐公主即将临产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心中一惊 立即起身前往了妇幼医院 按照道理来讲 那长乐公主是二胎 并没有什么风险 可是莫顿还没回来 长乐公主孤身一人生孩子 作为父母的又怎么能放心 立即放下所有的事情 匆匆而来 长乐情况怎么样了 当李世民和长孙皇后 很快赶到妇幼医院 却没看到长乐公主的身影 连忙地问道 毁陛下和皇后 长乐公主情况稳定 已进了产房 张氏看到李世民和长乐公主 他妈长孙皇后过来 连忙攻身行礼 参见陛下和皇后 福伯带领莫府众人纷纷行礼 黄老爷 黄姥姥 莫沙一头扑进了长孙皇后的怀里 抽气地道 莫沙别哭 有黄姥姥在吗 长孙皇后把莫沙抱在怀里 安慰道 莫沙抹了抹眼泪 小声地道 我想父亲 顿时所有人都心头一沉 都不愿意再提这个话题 只有长孙皇后抱着莫沙小声的安慰 可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在长安城外 一辆莫家马车正在急速地驶向长安城 这辆马车每五十公里都会有四匹马在等候 换马 换车夫 并不换人 同时日夜艰行速度远超朝廷的八百里夹级 少爷 长安城到了 少爷 随着马车缓缓停下 车夫露出了一丝欢喜 马车车窗缓缓打开 露出了一个脸庞 赫然正是长安城热议的莫家子 莫顿深吸了一口气 我有点哈哈一笑 嘿嘿 长安 我回来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莫唐的第1132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哲月 我们家小枪快跑 说二胎十分钟最多 大家有升过二胎的有经验吗 可以留言在下边 咱们来个互动 我就希望你们能多多留言 好了 咱们下章再见 133章 母子平安 独家冠名 勒布朗安妮 禅房外 众人正在焦急的等待 时间已过去了很久 可是长乐公主依旧没有出来 更是隐隐抄抄的传来长乐公主大声呼通 就在众人急不可耐的时候 张氏一脸眷容的从产房出来 立即就被众人围了上来 张院长 长乐怎么进去这么长时间呢 李世民急得团团转 突然看到张氏出来连忙的上前问道 众所周知 在生孩子的时候 所耗的时间越长 风险就越大 长乐公主进产房的时间太长了 怎么能不让李世民担心呢 张氏无奈地摇了摇头 公主身体有些虚弱 这才耗时长了一些 虚弱 怎么会虚弱呢 长乐不是已休养了三年才怀的二胎吗 李世民皱着眉头问向张氏 张氏无奈 老身之前检查过长乐公主的身体状况 并无异常 完全可以生孩子 向来定然是墨侯失踪的这段时间 公主心有忧虑 身体这才有些吃不消啊 众人文言不由的一谈 墨顿失踪之后 长乐公主表面上坚强 可是其身心一定会受到影响 再加上长乐公主本来身体就弱 这才有了今儿个这事 那就拜托张院长 一定保住长乐和孩子 长孙皇后郑重得到 张氏连忙点点头 皇后娘娘放心 老身定会全力以赴 等着张氏再次进入产房 李世民不由得恨恨得到 都怪墨顿那小的成能 要不然长乐又怎么能遭此大罪呢 从火器剑被伏击 到火器剑大劫 仅仅相隔两天而已 而且在李世民的刻意隐瞒之下 长乐公主刚刚得到墨顿遇险的消息 那就又听到了劫报 一惊一乍是一欢一喜 这么一整吧 虽说心情起伏很大 可是身体并无大碍 真正让长乐忧心的则是 墨顿追入八百里汉海的消息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 墨顿音讯全无 这才让长乐公主一直担忧 身体日渐消瘦 随着时间的推移 长乐公主进入产房的时间 越来越久 众人的心情也是越来越烦躁 吱压一声 产房门再次打开 张氏一脸忧心重重的走了出来 长乐怎么样 长孙皇后连忙上前焦急的动 张氏一脸悲痛 长乐公主情况十分不妙 以老身以为 还是先保大人为好 否则再拖下去 长乐公主也危险 什么 先保大人 那孩子呢 李世民豁然一惊 猛然转身 张氏顿时一脸的惶恐归例 陛下 此乃富有医院成立之初的时候 由长公主殿下亲自制定的规矩 女子临产之时发生意外 先保大人 富有医院历来都是这么照做的 李世民不禁一阵犹豫 他自然不愿意失去长乐公主 可是现如今莫顿下落不明 如果真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要是长乐公主怀的是个男孩呢 可就是莫府唯一的血脉 可是凝聚莫家百年气韵 莫家重要性对大唐有目共睹 更别说 莫顿是西征的时候失踪的 本来人家就有赫赫的战功 汉马的功劳 如果他们保大人 让莫家失去血脉延续 以大唐风俗 你皇帝能怎么的 你也得被人非议 长孙皇后也想到了这个道理 不由得连色一变 这怎么办呢 眼神不由自主的 看向了一旁的福伯等人 福伯毫不犹豫地上前道 还请张院长全力保全夫人 此条规矩本身就是少爷为夫人所定制 也是少爷的意愿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 不由得一叹 莫顿创办妇佑 医院本来就是为了长乐公主临产 制定这条规矩 恐怕就是担心长乐身体不好 却没想到 莫杀出事的时候没用杀 第二胎竟然用上 张氏点点头 他对此深有了解 因为莫顿曾经暗中吩咐过他 哪怕长乐公主不同意 也要优先保全他 按照幕后的提议 优先保全大人需要丈夫签字 现如其莫侯惜争未归 不知张氏为难的道 李世民微微一叹 上前一步准备提笔 莫府这边的只有福伯 他没资格签字 只有他作为父亲那是最合适 我来签字 突然一个坚定的声音 在众人的身后响起 众人豁然一惊 默然回首 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他们的身后 赫然是一个晒得雀黑的男子 影影抄抄的 好像和莫顿很相似 莫顿 李世民豁然转身 不敢置信的看着眼前的 这个黑小子 仔细的看了几眼 这才确认正是莫顿 可是让他疑惑的是 莫顿怎么就突然出现在 长安城呢 他早就吩咐驿战 一旦莫顿出现 立即八百里加急 把消息传回长安城 莫顿回到长安城 他却没得到消息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莫顿速度 比朝廷的八百里加急 速度来得还快 才能在八百里加急之前到达 好像我播的也挺快啊 哎呀 少爷回来了 福伯不由地狂喜地道 他为了让莫顿第一时间回来 早就提前动用了莫家村的力量 一路上布置得足够的人马等候 一旦莫顿归来 就可以第一时间回到长安城 好在他一片苦心没白费 莫顿总算在最关键的时候赶上的 回来就好 长孙皇后不由地眼眶含着泪道 莫顿回来 长乐就不再那么伤心了 莫顿拿起合同 刷刷地签上了名字 朝着李世民和长孙皇后 郑重一礼 陛下 喂 李世民摇了摇头 以后再说 先让长乐安心 莫顿深吸了一口气 打开了产房大门 高声地道 长乐 我回来了 温婆 必须保孩子 又是个男孩 那就是莫家唯一的男丁 万一莫顿回不来 我也算为莫家留下香火 长乐公主哀求得到 作为规则的制定者 她自然清楚这种情况 富有医院的选择呢 当下不由地哀求得到 可是公主殿下 你的情况已不容乐观了 温婆皱着眉头 不用管我 一定要保住孩子 我要生下这个孩子 长乐公主继续哀求 温婆心里一叹 她又何尝不知道 一个母亲的心情 自然愿意为了孩子 付出生命 可是富有医院的规矩又在呢 不禁让她十分的为难 长乐 我回来了 正当长乐公主 苦苦哀求的时候 突然耳边传来了 莫顿熟悉的声音 哎 刹那间 长乐听到了那 魂牵梦绕的声音 不由得心头一震 如果是李世民派人说 莫顿有了消息 他或许会抱有怀疑的态度 可是他最为熟悉 莫顿的声音 又怎么能分辨不出来呢 不由得潸然泪下 不错 我回来了 莫顿再次肯定得到 莫顿 你不能再过去了 前方都是无菌环境 你刚来 最好先出去吧 张氏追了进了连忙圈道 莫顿坚决摇了摇头 那我就站着不动 陪着长乐生产 隔着围吗 听到莫顿的声音 长乐公主不由的心中 一阵的安定 莫顿归来 他就完整了 又怎么能缺席了 他肚子里的小生命呢 哎呀 生了 公主要生了 温坡突然惊喜的道 长乐公主得知莫顿 平安归来之后 身体顿时有如被 重新注入了力量似的 接连过程 接生过程 再次顺利了起来 接连成下小猪子的 很快 一个响亮的啼哭声 在产房内响了起来 张氏戏一声的道 恭喜莫后 母子平安 母子平安 莫顿看着不由的 重重的松了一口气 长乐没事 他又有了儿子 这定然是上天 给他最好的回报 产房外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 正在焦急的等待 突然听到产房中 传来响亮的小孩的 哭声不由的脸色一喜 这定然是长乐公主生了 启并皇上 公主母子平安 张氏一脸欣喜 富佑医院成立的任务 就是为长乐公主 接生 现在总算是 幸不如命 母子平安 长孙皇后 听到长乐公主 安全的消息 长乐公主 同样也是 她怀胎时 月生出来了 谁也不愿意 失去孩子 不是吗 好了 以上 就是我为大家 播讲的 墨唐的第一千一百 三十三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 遮月 墨家子归来 二 独家灌明 小强快跑 并房内 长乐公主悠悠转醒 看着左边儿子白嫩的小脸 以及旁边儿 墨顿雀黑的脸庞 被游得一阵的幸福 墨顿经过长途跋涉 早已疲惫不堪 等到长乐公主 安全生产之后 这才放松下来 再也忍不住睡衣 可是长乐公主的醒来 立即惊动了 沉睡中的墨顿 你醒了 墨顿顿时一脸惊喜的 连忙派人去找张氏 张氏匆匆而来 仔细给长乐公主和孩子 检查一番之后 送了一口气 长乐公主身体很稳定 小侯爷也很健康 墨侯不必担心 多谢张院长 墨顿由衷地感谢道 幸好她提前筹备好了 妇幼医院 否则长乐公主 就算度过这一劫 恐怕也会元气大伤 墨侯客气了 却赖墨侯信任 老臣信不辱命 张氏感叹得道 自从入主妇幼医院三年 经过张氏之手 已经解救了太多的难产的孕妇 如果是没有妇幼医院 这些难产的孕妇 恐怕都要相交易 甚至一尸两命 现如今 妇幼医院 无论是生育成功率 和婴儿存活率 都是最顶尖的 早就已经成为 长安城孕妇生育的首选之地 张氏已经有打算 将妇幼医院分院 开到洛阳城的打算 洛阳建成了之后 张氏准备效仿墨医院 申请朝廷的扶持 把墨医院开遍大唐石道 你先在此歇息 为夫还需进宫 向陛下赴命 莫顿对着常乐公主 柔声的道 他匆匆赶回 就遇到常乐公主南柴 根本没来得及 和李世民说上几句话 现如今 常乐公主已经转位为安 是时候进宫汇报 恐怕李世民早就等不及了 夫君 常乐公主紧紧抓住 莫顿的手 仿佛她这一松手 就像一场梦似的 莫顿就会消失 莫顿拍了拍 常乐的手 放心 我去去就回来 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 嗯 常乐公主重重点头 这才松开了手 看着莫顿走出病房 心中一片的安定 莫顿走出病房 只见庞德早就在外等候 看到莫顿出来 连忙上前 莫好请 莫顿走出富有医院 立即登上早就准备好的马车 直奔皇宫而去 马车之上 庞德看着莫顿雀黑的脸庞 不由地叹道 唉 莫侯能够安然归来 真是绞天之性 否则长公主不知多伤心 何止长公主伤心 因为莫顿没回来 导致常乐公主差点难产 要是常乐公主再出了意外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恐怕会更伤心 莫顿不由地苦笑道 哎呀 小子一心为火器剑报仇 没想到竟然耗使如此之久 回来就好 庞德欣慰得道 不过莫侯可得小心呢 陛下对你擅自追击 吐蕃残君 很是生气 莫顿不由地眉头一扬 生气 小子既然有把握追击 自然就有把握全身而推 庞德冷笑 希望你见到陛下还敢这么说 莫顿不由地心头一虚 好像这回他闹的动静 确实有点大 马车匆匆 很快就到达了皇宫 皇城之中 三省六部官员一片的忙碌 偶尔一个三省六部的官员出来 也是匆匆忙忙 突然 一个朝廷官员抱着公务匆匆而过 突然迎面走了一个脸色雀黑的年轻人 心中一愣 怎么这黑小子跟莫家子长得这么像呢 可是他只是匆匆打个照面 再加上在他印象当中 莫家子说不上小白脸吧 反正绝对不黑 再说莫家子据说已经追入八百里汉海 根本就没有消息 又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皇城呢 不对啊 这个官员突然一顿 要是普通人怎么能出现在皇宫当中 而且这个黑脸年轻人 更是被陛下身边的太监庞公公陪同 再结合莫顿所深入的乃是八百里汉海 如此一来 这黑脸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呢 我操难道是莫家子回来了 这个年轻官员很时髦 心中一震 当下此人压抑着心中的狂澜 莫家子回来了 这可是一个乍天的消息 太极电 李世民无心批改奏折 心里不时闪过常乐公主 难产时候的场景 和莫顿那小子雀黑的脸庞 心里一会儿愤怒 一会儿心疼 启禀陛下 莫侯到了 大殿外 突然传来庞德的禀报声 李世民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平静下来 沉生的道 让他进来 庞德推开殿门 请莫顿进去 参见陛下 莫顿跨入太极殿行礼的道 你小子 一会儿机灵点 放心吧 潘公公 你还知道回来 庞德还没关门 就听到李世民的咆哮之声 不由得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笑意 以他对李世民的了解 既然陛下发火 那就通常问题不大 微臣知罪 莫顿想要辩解 最后却明智的低头认错 看着莫顿 雀黑的脸庞 甚至厚脖子 还有不老少的晒伤 李世民这才稍微的怒火平息 他心里明白 莫顿肯定在沙漠当中 吃了不老少的苦 唉 说吧 把此次追击的经过 一五一十的诉说 如果再敢出幺蛾子 别怪朕不讲情面 李世民冷横的动 莫顿当下苦笑 唉 微臣 带领四百火器舰将士 贤为兔波残局 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 敌注我扰 敌批我打 不停地消耗吐蕃残局 却不与其正面交锋 微臣有把握 在吐蕃残局到达切末之前 将其全部斩杀 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 敌注我扰 敌批我打 李世民听到莫顿这 作战的十六字方针 不由得眼珠子一亮 以他超高的军事素养 自然轻易地领会这十六字 作战方针的厉害之处 这不不要脸吗 当下不由地感叹 莫家莫共 果然是名不虚传 然而 吐蕃残将 论亲灵 却看穿了微臣的意图 不再前往切末 而是向西 一头扎入八百里汉海 意图和火器舰 同归于尽 完成战杀微臣的任务 莫顿接着呢 李世民顿时怒火 唐的一下就起来 既然你知道是同归于尽 那你还追到八百里汉海 微臣是有把握全身而退的 莫顿昂然的呢 李世民冷然 有把握全身而退 那可是八百里汉海 人寿绝技乃是生命禁区 有把握 有把握你还困入沙漠如此之久 莫顿有点心虚 微臣和火器舰当时是一人双马 携带的水源本身就多于土拨残军 更别说 微臣更是掌握沙漠取水的秘籍 再不济的也能刺马银血 只需贤尾追击 足以不费一兵一卒 将这进仙土拨残军 埋葬在黄沙之中 就像巨蜥追杀中毒的猎物一般 李世民冷笑 火器舰虽然滞留在玉门关 可是高昌王居治胜 早已送到长安 自然知道莫顿和居治胜的对话 莫顿点点头 不错 可是谁想到居治胜 运气不错 率先找到了一个小绿洲 怎么就居治胜呢 找作者 让这场追逐战拖得太长 莫顿当下把巴贝里汉海的战士 详细地说了一遍 李世民听到莫顿 沙漠凭空取水 沙漠追击 吐蕃残军 断尾秋生 再临吐伦川 雨天部落中立 不由得惊心动魄 又不禁热血沸腾 算你小子走运 哪一步走错都会让你葬身大漠 李世民心中赞叹 嘴上却不饶人 莫顿不由得尴尬一笑 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子声传了过来 庞德联盟通报的道 祈禀陛下 玉门关八百里加急 快宣 李世民豁然一惊 联盟召见 很快 一个风尘仆仆的义族进入太极殿 拜祷在地 祈禀陛下 火器剑凯旋 莫猴 莫 义族突然余光一扫 看着一旁雀黑的莫家子 不由的木凳口袋 咽了咽口水 莫猴平安归来 按照李世民的吩咐 一旦出现莫顿归来的消息 那就立即八百里加急的回来传信 可是他出发的时候 还在玉门关的莫猴 竟然比他还快出现在了太极殿中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莫唐的第1134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哲宇 35章 莫家子归来 三 独家冠名 周乐业 两刻中前 所谓 欲者千律 必有一德 智者千律 必有一失 莫家子这只千利马 可是马是前提啊 长安城中一个如生咬文嚼字 摇头晃脑的叹息道 可惜啊可惜 莫家子正是英年 才华横溢 可谓意气风发 更是一击破城 明镇西域 现如今却深陷八百里汉海 生死未卜 一个长安城百姓 惋惜的道 更可叹的是 莫家陈记千年 你说这刚有复兴之事 现如今 却忠道崩俗 此乃天度英才啊 百家之人痛心的道 长安城中 无不人人万息 哪怕是再看他 莫家子不顺眼 也没有人否认 莫家子的才华 乃是绝顶的智者 心里有万千墨迹 挥手间高昌城墙 灰飞烟灭 一己之力 挑起百家 争鸣的那个支点 然而 面对生命的禁区 八百里汉海 再加上时间 已过去了如此之久 谁都认为 莫家子生还的希望 极其渺茫 不少人开始幸灾乐祸 毕竟莫家子 实在是太耀眼 一个人把长安城的 青年才俊 就压得抬不起头 现如今 莫家子遇险 自然有人暗中高兴 放屁 我家少爷 既然胆敢追入 八百里汉海 自然有把握生还 用不着你们操心 莫家子弟 纷纷辩驳得到 现如今 莫顿是暗中归来 消息仅仅在 莫医院的众人才知道 外边的莫家子弟 根本就不知道 莫顿已经回来了 可是 他们依旧坚定的认为 莫顿肯定能够平安归来 在他们心中 少爷乃是无所不能的 这点小困难 根本就不值一提 有把握生还吗 那可八百里汉海 再说了 吐蕃残军的目的 已经很清楚了 那就是 要将莫家子 托入八百里汉海 与其同归于尽 那吐蕃残军 又怎么能轻易的 放其离去呢 要知道 吐蕃残军哪怕战败 那也一千好几百人 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战力 依我看哪 哪怕莫家子侥幸 走出八百里汉海 那四百火器剑将士 恐怕也要埋骨在黄沙 之中了 众人纷纷猜测的都 都对莫家子的结局 并不看好 最后的结局 恐怕就是 四百火器剑将士 牺牲自己个儿 把莫家子 送出八百里汉海 那么如此一来 莫家子的名声 也就毁尽了 莫家子弟 虽然相信自己家的少爷 可是目前的种种形势 都对莫顿不利 虽说有心反驳吧 可是也白口莫辩 突然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这玩意儿过瘾啊 众人不由得眉头一周 在长安城 胆敢纵马狂奔 是活得不耐烦的 当然了 唯有一种情况例外呢 就是八百里加急 八百里加急 众人心中一动 豁然抬头 果然看到一个一族 快马加鞭的赶了过来 从西城门而来 莫家子弟心中一动 这个一族是从西城门进来的 而前两次八百里加急 同样也是从西城门而来 难道是御门官传来的消息 只见八百里加急的一族 一边快速赶路 一边高喊的道 火气剑凯旋 莫猴归来 莫家子来 回来了 顿时所有的人一片哗然 又如一时激起千层浪 在长安城 引起了一浪又一浪 这怎么可能呢 那可是八百里汉海 这么多天没有始源 他怎么能撑下去呢 难道 不会是真的牺牲 四百火气剑将士 就为了莫家子 一个人生还吧 你傻吧 没听见后边那句 还有火气剑凯旋吧 火气剑凯旋 那岂不是说上千吐蕃残军 已经葬身黄沙了吗 那是自然 所有人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莫家子再一次地创造奇迹 在八百里汉海存活了这么多天 竟然安然归来 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 莫家子弟顿时心中傲然 鄙视地看着一众大惊小坏的 长安城小老百姓 少爷创造奇迹还少吗 还少吗 这回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这个莫家子弟心中鄙夷 身体却很诚实 立即关闭殿门 飞奔前往莫府和莫家村 传信 少爷回来了 莫家顶梁谷又回来了 这么多天 一直压在莫家村脑瓜子顶上的 大石块的总算是落了下来 这个消息自然第一时间传回去 长安城百姓不禁心中好奇 那可是八百里旱海 莫家子失联这么多天 是怎么过来的呢 四百多人 还有马 而且还是一人双击 八百匹马的饮水 是怎么解决的呢 更是全部生还 凯旋而归 这一个个的问题 让长安城的百姓 不禁抓耳挠塞 何止长安城百姓 莫家子归来的消息 就有如一个火药包 撇进了西市 整个西市的胡商 炸的是人阳马反 其实莫家子 葬身沙漠的消息 老早先是从 西市胡商的口中传出 毕竟作为丝绸之路的常客 对于沙漠的了解 胡商是最具权威的 在无数胡商惨痛的教训当中 一旦深陷沙漠超过半个月 那么生还的希望 约等于零 而莫家子身处沙漠的时间 可是远超了半个月 更别说莫家子身处于最最耗水的 夏天的沙漠 还要和吐蕃残军交战 除了莫家子找到了绿洲 或者是游了在沙漠取水的密集 否则绝不可能在沙漠生存如此之久 西市胡商 信是凿凿的道 不可能是绿洲 如果是莫家子找到绿洲 吐蕃残军也可以找到绿洲呢 四百火器舰将士不可能完整归来 恐怕莫家子找到了取水之法才能完美的解释 一个睿智的胡商首领分析道 可是越分析 他心里边越懵逼 沙漠取水之法 不老少胡商心中一动 要是莫家子真找到沙漠取水之法 那不是思路最大的福音 每年夺受丝绸之路上的胡商 因为缺水倒在沙漠当中 一旦有了沙漠取水之法 那可是胡商的救命的办法 很快 关于莫顿在沙漠中的信息 传的是越来越多 顿时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 你们知道吗 这回吐蕃残军可是全军覆没 一个也没有生还 全部的葬身大漠 莫家子 哎呀不好意思刚才吃太饱 也许是恶格 莫家子一千灭五千 而且大获全胜 此战定可轻视留名 一个书生激动得到 那书生没有投笔从容的冲动 莫家子同样也不是武艺高强的名将 但却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战果 顿时让一种书生有容于焉 可是众人却性质缺缺 莫家子和火旗舰已经开旋 那一千吐蕃残军自然是葬身大漠 他们关心的莫家子如何在缺水的情况下 竟然可以在沙漠当中生存如此之久呢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第一千一百三十五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咱们下账再见 三十六章沙漠取水秘籍 独家冠名 勒布朗安妮 书生得意的道 那你们可要听仔细了 据小闹消息 在八百里汉海 论亲邻带领的吐蕃残军 竟比莫家子率先找到了绿洲 补及了水源 更居心叵测 将马尸 粪边 污染了水源 妄图用匈奴对付获取病之法 让墨家子上当 原本有利于墨家子的形势 顿时逆转 否则墨家子早就可以斩杀 吐蕃残军 凯旋而归 哪儿还用得了这么长的时间 那墨家子和火器剑怎么办 吐蕃残军真可恶 墨家子也饮用了益水啊 围观百姓有如身临其境 纷纷痛斥吐蕃残军 书生凝重的道 墨家子当然不会上当 并未饮用益水 全军缺水严重 吐蕃残军得到了补给 竟然意图将火器剑赶往大漠深处 用八百里汉海将墨家子活活渴死 沙漠中猎人和猎物的关系反转 吐蕃残军成为了巨蜥 而墨家子就成了中毒的猎物 关于墨家子的巨蜥和猎物之说 早就已经在居制声来到长安城之后传开了 众人轻易地听懂了当时的情状 啊 众人虽然知道墨顿已经凯旋定然找到了取水之法 可是听到墨顿陷入绝境还是忍不住的惊呼 书生话锋一转 就在火器剑人可马困 眼看就要倒下 墨家子苦思冥想 总算想到了沙漠取水的秘技 莫非是打井 墨家村最擅长打井 当年关中大汉 就是墨家的打井秘技解决的 依我看 定然是寻找到了蚂蚁洞穴 蚂蚁洞穴下边有水源 当年齐桓公就是这么找到水源的 众人纷纷猜测的 书生摇了摇头 飞也 墨家子并没有让将士在沙漠当中挖掘水源 如果在沙漠当中那么容易挖出水 沙漠还能被称之为生命的禁区吗 更别说火器剑后有追兵 根本不可能有时间挖得出水 一旁侧耳倾听西域湖上纷纷点头 在沙漠当中你想挖出水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那墨家子怎么取水呀 众人惊奇的都 难道是用尿液 如果在极度干渴的环境之下 喝尿也是能救命的呀 一个郎中插花 你妈这么买的 众人顿时一阵恶心 心里对墨家子的形象顿时大将 不过众人也理解 如果是极端情况 那恐怕也顾不了这些 书生看郎中破坏氛围 不由地瞪他一眼 突然压低了声音神秘的 墨家子才华横溢 精通墨迹 自然用不上这等绝境之招数 墨家子大手一挥对士兵们说 儿等只需把长剑抽出来 用木棍子架了起来 剑尖下放着头盔 一觉醒来 头盔当中就有了水 将士们半信半疑 纷纷照做 第二天天刚刚亮 将士们纷纷醒来 忽然发现自己头盔当中 竟然满满一头盔的水 纷纷举起头盔倡议 火器见缺水的危机 顿时解除 哎呀 凭空取水呀 这怎么可能呢 那可是八百里汉海呀 这不墨穴呀 众人一片哗然 墨家子的也不是神仙 哎呀 怎么可能凭空就变出水了呢 就像我 不能凭空壳子吗 这个故事虽然神奇 但是绝对不是墨家子的风格 顿时 众人用怀疑的眼神 看着书生 该不能是这个人的 湖边烂造吧 凭空怎么不能出水呢 诸位可以想象 夜晚和清晨的时候 会不会凭空出现水呢 书生反问道 众人心中一动 突然想到了一种 可能拍案叫绝 是露水 露水 对 众人恍然大悟 的确如此 每当夜晚降临 树上草上都会凝结出 很多的露水 而沙漠当中 并无树木草地 那墨家子呢 就用更加冰凉的兵器 代替草木 用来收集露水 这种方法在理论上 自然是可行的 凭空取水 神乎奇迹 顿时长安城百姓 纷纷惊呼 在他们看来 有了收集露水之法 火器剑就能源源不断地 在沙漠当中获取水源 那么就可以有满满 一头盔的水 足够人马引用 而且这种方法 更符合他们 对墨家子的期望 至于郎中的那个方法 他们心子心子都恶心 一种西域胡商 听到这个消息 不由的眼泪纵横 露水 他们怎么就没想到 这个办法 一夜可以收集 这么多露水 那他们在思路上 岂不是再也 无需担忧水源的问题了 无需携带沉重的水源 就能运输更多的货物 获取更多的利润 那墨家子 他既然有沙漠取水之法 为什么在西征路过 两千里戈壁滩的时候 不拿出来呢 一个人皱着眉头都 你傻吧 西征出军之时 乃是冬季 露水只有春夏和早秋才有 要是天气太冷 那就是霜了 怎么收集露水呢 书生痛斥 是啊是啊 众人不由得恍然大悟 再说也许是墨家子 刚想出来的那也不一定 当夜 不少人颇为心动 开始纷纷模拟 墨家子收集露水之法 随着夜色变身 当他们清晰地看到 铁器上凝结 一个个圆滚滚的水珠 顿时对墨家子 佩服得五体投地 墨家子 不愧是墨家子啊 众人无不心服口服地道 水呢 我这水呢 第二天天刚刚亮 皇宫当中就传来 李治气急败坏的怒吼声 怎么了 要什么水 致怒口渴了吗 来啊上茶 长孙皇后被惊醒 出来问道 现如今李治已经长大 虽然身体瘦弱 可是已成为了一个少年 看到长孙皇后出来 却依旧如同小孩子似的撒娇道 不是茶水 是露水 露水 制度要露水干什么呀 医家已经说了 露水并非是无根治水 对治病根本无济于事 长孙皇后疑惑得道 这话纯属放屁啊 露水这种无根治水 跟治病是有关系的 而且是中医里边 比较重要的一个理论 这一点咱们以后再说啊 欢迎大家以后收听我的课程 李治颓然的道 孩儿想要露水 并非是想治病 而是想效仿姐夫 在沙漠当中取水 可惜一晚上过去 就收集到这么一丁点水 这不够喝呀 长孙皇后这才了解了 经过不由的又好气又好笑 你还真信那些民间传言呢 莫顿在沙漠当中收集露水 那可是一夜不停 用棉布擦拭冰器上的露水 才能收集一些 而且还不能起风 一旦起风 露水很快就会被蒸发 你这放了一夜 能剩这么一点已经不错了 长孙皇后自然早就已经 从李世民的口中 得到莫顿取水的经过 向李治解释道 原来如此 李治顿时恍然点头赞道 姐夫真聪明 长孙皇后不由的感叹 幸亏是莫顿 要是换成别人 恐怕根本走不出八百里汉海 啊不 恐怕连第一波五千土拨骑兵的 伏击都撑不过去 母后我还没见过小外甥 要不然今儿个咱们到 长乐姐姐那咖子 看小外甥吧 李治哀求得懂 昨儿个 长乐临产的消息太过于匆忙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 匆匆过去 并没有带着李治 李治自然心仰难难 长孙皇后心中一动 长乐刚刚临产 作为母亲 她自然牵挂在心 当下不由的点头同意 纷纷出发 前往了莫府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 播讲的莫唐的 第1136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 我是云聚 折月 让松赞 赶布 赶布 独家冠名 尽胜 夜孤城 何止是长孙皇后 天都情深 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吐蕃 有一个人同样 一夜牵挂自己的孩子 他就是吐蕃大象 陆东赞 回复去 还没有二弟的消息传来 陆东赞的长子 赞熙若 来到哭作的陆东赞的面前 沉生的道 自从得知二弟论亲领 亲自率领五千七兵 却败给了仅仅千人的火器剑 陆东赞就明显的 衰老了很多 墨家子 可有消息传来 凉酒之后 陆东赞叹息了一声温度 赞熙若 摇了摇头 吐蕃 在吐一魂的密探 都传了消息 说是墨家子追击二弟 进入八百里汉海 一直未归 陆东赞听到墨家子 同样没回来 心里边才好受了一点 论亲领 并没有给他丢脸 虽然败在了墨家子之手吧 可是最后却能抱着必死之心 进入八百里汉海 并且把墨家子也引入其中 父亲莫要担心 八百里汉海浩瀚无比 也许二弟只是迷了路 或者在某个绿洲躲藏着吧 陆东赞的长子安慰得到 陆东赞摇了摇头 你我 接清楚八百里汉海的恐怖 无论是墨家子和论亲领 都不可能待如此之久 而且为父给你二弟挑选的 第二条从于田的退路 并未启用 你二弟 恐怕以凶多吉少 不过你二弟也算死得其所 只要能够将墨家子 拖死在八百里汉海 这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说起来很可笑 五千人马 还全都是 吐蕃精锐当中的精锐 来换墨家子一个人的人头 哪怕牺牲自己的儿子 在陆东赞看来这都划算 这就是他墨家子的价值 陆东赞一直以为 自己已经很高看墨家子 直接用五千精锐的吐蕃骑兵 伏击墨家子带领的火器舰 竟然败于墨家子之手 根据从大唐传来的消息 并且还是惨败 他小看了墨家子 小看了火 火药在野战的威力 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幸好 幸好论亲灵最后用同归于尽 为他挽回了一点颜面 只要墨家子回不来 他所做的非但无过 而且还大功一见 就在陆东赞准备接受现实的时候 突然一个吐蕃信使匆匆来报 回大象 据墨切墨传来消息 墨家子出现在切墨一带 追击公子的四百火器舰 同时出现 陆东赞顿时脸色一白 身体不由得又晃 陆东赞长子连忙把陆东赞扶住 他已经明显可以感受到 正直当年的父亲的虚弱 父亲皆爱 陆东赞长子轻声劝道 他虽然是陆东赞的长子 地位 权势 无一缺少 可是他却知道 陆东赞最喜欢的是二儿子论亲灵 这回吐蕃伏击火器舰 一下子出动了五千人 更是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了论亲灵 就是在为论亲灵铺路 可是事与愿违 莫 顿胆子实在是太逆天 竟然反杀了二弟论亲灵 莫家子 陆东赞不由得咬牙切齿的道 莫家子既然出现在切莫 并且四白火器舰将士相随 可想而知 论亲灵定然埋骨黄沙 杀子之痛不共戴天 这回他陆东赞心里的怒火直冲九秀 不可莽撞啊 大唐势大 莫家子已回归大唐 还需缓缓图治 赞西若 劝见得到 陆东赞张红的脸这才慢慢的平息 可是赞西若 却清楚的能感受到陆东赞心中压抑的怒火 骑鸣大象 松赞干部有请 突然一个使者匆匆前来 陆东赞顿时脸色一白 他擅自做主 让论亲灵带领五千骑兵 伏击莫家子 之前论亲灵和莫家子生死未知 他功过是非 不能定论 可是现如今 莫家子已经出现了 而吐蕃却白白损失的五千骑兵 还是那句话 精锐中的精锐 更是死死的得罪了大唐 这份责任自然就得落到他陆东赞的身上 父亲 赞西若紧张得到 陆东赞摇了摇头 无妨 此事是为父之错 那就要承担后果 为父这点担当还是有的 陆东赞很快来到了一间宫殿前 殿内吐蕃众臣云集 看到陆东赞到来 不劳少的人都露出了同情的神色 很显然 他们也都听到了莫家子出现的消息 陆东赞走到百官的守卫 看着王位之上空无一人 不由的皱着眉头问道 赞普呢 一旁的一个吐蕃众臣回答道 大象最近无心朝政有所不知 吐蕃如今快要有了新的王后 新的王后 陆东赞不由的眉头一皱 要知道吐蕃赞普 娶亲的可不是一个小事 往往的都是带着联姻的性质 之前松赞干部的王后 是尼婆罗的尺尊公主 如果迎娶新的王后 那岂不得罪了尼婆罗吗 虽然现如今吐蕃实力 已经无惧尼婆罗 可是如今吐蕃一得罪大唐 实在不亦在得罪尼婆罗呢 来了来了 只见众臣一声低呼 陆东赞眼神一闪 只见松赞干部 竟然携带着一个女子上朝 而那女子的模样赫然就是 一个汉人 多次出使大唐的陆东赞 他又怎么能看错呢 参见赞普 吐蕃众臣纷纷行礼 松赞干部 身材高大 年仅二十三岁 正直壮年 世人皆知墨家子 年纪庆庆 才华横溢 居世皆知 可是在吐蕃 松赞干部的经历 同样不逊色于墨家子 松赞干部 年仅十三岁 继位赞普 此后 他就有如开挂的一般 平叛乱吞并洋童苏僻 一举统一了 吐蕃高原 让吐蕃一跃成为 当事强国 松赞干部 鞠躬至尾 连陆东赞都心服口服地 败倒在了松赞干部的脚下 显如今 吐蕃的英雄 松赞干部 却一脸宠溺地看着身边的汉人女子 柔胜的道 吻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本赞普 一直不能体会墨家子笔下 梁柱的爱情故事 直到在打猎途中看到了文儿 那一刻 我就明白 此生定然要娶此女为妻 与其共度一生 这恐怕就是爱情 松赞干部和文儿的爱情故事 很老套 也很俗套 原本呢 是大唐商户之女的文儿 跟随父亲前来吐蕃经商 却意外地遇到了野兽袭击 正好被打猎的松赞干部 来了个英雄救美 松赞干部他长得衰 跑得快 武力还不赖 地位崇高 一下子俘获了文儿的心 而松赞干部同样 也是对文儿一见钟情 很快浓情蜜意 情投意合 窃身地位卑贱 恐怕配不上赞谱 文儿看到一众吐蕃中臣不由的一人 还怕怯怯怯的道 他乃是一介商人之女 哪儿成想有朝一日 能得到一国之王的垂青 这简直有如在梦中似的 没事 过不了多久 你的地位就高贵起来了 松赞干部柔生的道 窃身恐怕难以胜任王后之位 文儿怯怯的道 松赞干部摇了摇头也没回答 而是转手看向了众臣 文儿乃是汉人 虽然和本赞谱情投已合 但是却不可不经过天克汉的同意 文赞谱决定 在此初始大堂 奉上黄金五千两 珍宝数百件 只求天克汉 允许让文儿以公主之礼 驾到吐蕃 啊 赞谱啊 顿时吐蕃中臣一片哗然 初始大堂 仅仅为了一个普通商户之女 众臣大为不解 要知道 吐蕃现在和大堂已彻底的交恶 此刻初始大堂恐怕只能被羞辱 而目的更是可笑 竟然是松赞干部为了爱情 给一个商户之女 许上一个公主的身份 赞谱 切身何德何恼 能得到赞谱如此吹青 文儿感动得眼泪都流到了满脸 松赞干部满脸深情的 钱财乃身外之物 只要能让你名正言顺 做本赞谱的王后 这都不算什么 吐蕃中臣看着情深义重的二人 都不由得眉头一皱 不过碍于松赞干部的胡威 却是没有人敢出声 陆大象 你有数次初始大堂的经验 这次初始大堂 为文儿求取公主名分 就交给你来办怎么样 松赞干部语气坚定的呢 陆东赞 陆东赞初始大堂 我操 一瞬间 吐蕃中臣从浓情蜜意当中 惊醒了过来 瞬间感觉毛骨悚然 后背一阵一阵的发亮 陆东赞 刚刚派遣儿子去杀墨家子 已经得罪了大堂 而此刻松赞干部 却让陆东赞初始大堂 这不是让陆东赞 往虎口里边跳吗 大堂能放过陆东赞 我得把他给剁巴了 陆东赞身体一顿 随即恭敬的恭身 微臣领命 吐蕃中臣更是转手 看向陆东赞 谁都没想到 陆东赞竟然毫不犹豫的领命 这不主动赴死吗 直到现在一众吐蕃中臣 这才恍然察觉 松赞干部什么意思 所谓的迎娶文尔为王后 并向天可汗求娶公主的身份 都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向大堂示弱 这才是真正的松赞干部 一个雄才大略 但又敢于隐忍的民主 全场恐怕只有一个傻娘们文尔 痴痴的相信一个帝王的爱情 很快 初始的细节已然通过 吐蕃中臣恭敬地向松赞干部 和陆东赞行了个大礼 为二人的牺牲而敬佩 都退下吧 陆大象留下 本赞谱有事交代 松赞干部朗声的道 中臣叹息了一声 纷纷退下 松赞干部又把文尔打发走 整个大殿顿时只剩下了松赞干部和陆东赞 陆大象 你可怨我 松赞干部直视陆东赞 缓缓沉生的道 陆东赞摇了摇头 微臣不敢 此次是微臣有错在线 让吐蕃陷入危境 既然如此 那就让微臣的人头来平息大唐的怒火吧 松赞干部无奈得道 大唐本就世大 拥有火药的大唐更是天下无敌 吐蕃和大唐匹林虽有高原天神庇佑 但是同样不是大唐的对手 如果不能取得大唐原谅 吐蕃则危意 赞扑的决定是正确的 现如今 吐蕃实在不已和大唐为敌 微臣死不足惜 就是为难赞扑了 陆东赞痛心的道 松赞干部文言不由的脸色一抽 他好歹是一国之主 所取的都是尺尊公主这等角色 哪能看得上相貌平平的商户之女呢 却又不得不和其演戏 装成一副深情的样子 用所谓的爱情故事打动天课汉 你我姐为了吐蕃呀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记住 无论天课汉什么条件 只要能够取得大唐的原谅 一律答应 松赞干部深吸了一口气 陆东赞沉默了一下 他知道这里条件甚至还有他陆东赞的命 可是他毫不犹豫的坚定的道 微臣遵命 尽量活着回来 陆东赞看着松赞干部 松赞干部声音干涩的道 陆东赞点点头 恭敬的行了一个大礼 转身昂然离去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第一千一百三十七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一千一百三十八章 绝世五五七 独家冠名 剑神西门吹雪 剧奴我们要回宫了 张孙皇后恋恋不舍的把外孙子放在 常乐公主的床边 看着渐渐恢复的常乐 又看了看粉得卢多的外孙子 不由得一脸的宠溺 这么快啊 姐夫还没给我讲完西征的事呢 李治兴趣缺缺的过来 他对墨顿西征之事极为好奇 正在对墨顿问东问西 好不容易逮了个机会 这么快就回去了 长孙皇后笑道 墨顿已经回来了 以后要想请教 有的是事件 姐夫再见 过几天你教我几手啊 李治恋恋不舍的向墨顿挥了挥手 现如今的李治 已经长成了骗骗少爷 早已经不再是墨家子的问题 至于这话什么意思呢 我个人没理解 谁理解了可以在底下留个言 常乐公主还躺在床上休养 不由她抿嘴一消 孩儿身体不便 就让墨顿送送母后吧 皇后请 墨顿上前 在墨顿带领之下 长孙皇后一众走出了妇幼医院 立即发现周围有不劳少 视线盯在了墨顿的身上 我去 真是墨家子啊 谁 什么玩儿 有人疑惑得到 就是那个最黑的那个 常乐公主即将临产 所有人都知道墨家子一旦归来 定然会第一时间赶回来 当然了 有不劳少的眼线 在妇幼医院外边盯着 果然发现了墨顿的身影 墨顿深入八百里旱海太久 早就被晒得雀黑 现如今被众人当众指出 不由得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长孙皇后见状不由得轻笑得到 好了 常乐还在月子呢 你还是回去照顾吧 别再送了 恭送皇后娘娘 墨顿停步 墨顿长孙皇后登上马车离去 向周围围观的众人挥了挥手 这才转身回到了妇幼医院当中 还真是墨家子啊 墨家子回来了 众人哗然 立即飞身回去 把这消息传递了出去 很快 墨家子出现在妇幼医院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长安城 长安百姓这才确信 墨家子真的可以黯然无恙地回来 至于墨家子被晒得雀黑的事 更是被传得津津乐道 当然也没有人因此嘲笑 反而多了几分敬重 墨府和墨家村更是一片欢清 一改之前沉闷的气氛 以及对墨家未来的担忧 墨家子的归来 让墨家再一次地有了主亲骨 当然了 也有暗中之人扼腕叹息 大失所望 这可是遏制墨家最好的机会 可是却被墨家子躲过了一劫 但是表面上不露声色 只能暗中把自己心中那点小心思 藏在阴暗的地方 三天时间匆匆而去 很快就到了常乐公主出院的日子 一家四口 刚刚回到墨府 左邻右舍的达官贵妇们都纷纷登门 哎呀 公主生了个小侯爷 恭喜墨侯 墨家后继有人了 一众贵妇纷纷地道 他们看望常乐和孩子的同时 看到墨顿真的回来 纷纷松了一口气 要知道 当初在常乐耳边鼓道着 要让墨顿尽快回来 却陷入了吐蕃的陷阱 那就有他们的功劳 现如今墨顿平安归来 也算是把这件事给接了过去 墨顿识趣地把空间留给 常乐和一种达官贵妇 何止是常乐有客登门 就连他也是访客不断 大四农苏令农 从墨顿的口中得知酿酒和西域纺织密集 心满意足地离去 礼静登门半个时辰 视若珍宝地将记载火药的作战方法 和技巧的纸张揣在怀里匆匆离去 抓紧时间 修改自己的兵书 李泰呢 拿着西域地图和问清八百里汉海的地形 立马回去编写自己的阔地址 秦怀玉等人看望小侄子 嘲笑一脸雀黑的墨顿 至高气扬地离去的时候 墨顿的脸色更黑 直到夜幕降临 墨顿这才有时间接见等候一天的墨家村众人 哎呀 少爷平安归来 是乃墨家先辈庇佑啊 李毅 看着墨顿平安归来 不由得老泪纵横 这些日子 他们看似对墨顿抱有充分的信心 坚信墨顿一定会平安归来 可是心底却备受煎熬 墨家能有今天 全靠墨顿一力支撑 如果墨顿真的葬身黄沙 恐怕墨家村的现状只能是昙花一现 那么墨家恐怕只能继续沉沦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复兴 李叔墨要伤心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墨顿安慰得到 李毅哀求 少爷啊 以后千万不要以身犯险了 墨家村真的承受不起 失去少爷的风险 其他墨家村老人也纷纷进阶 一副墨顿要是不答应 就过不了这关的样子 这回实在是太险 几乎所有墨家村的老人 都夜不能寐 彻夜难眠 简直就是胡闹 军命在身 谁敢违抗 再说若非少爷在外出生入死 咱们墨家怎么能有今天呢 福伯在一旁训施道 墨家能够得到李世民的扶持 不就是因为墨家和墨顿 为朝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果墨家出功不出力 何来得到朝廷的支持 何来墨家的复兴 顿时墨家村分成了两派 就开始争吵了起来 墨顿不由的一阵 无奈派暗斗 哎呀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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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家复兴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推 我一挑动了百家争鸣 想要置身事外 那是痴心妄想 李毅等人不由的一探 他何尝不知道这些呢 可是墨顿屡次一身犯险 墨家实在是承担不起 失去墨顿的后果 墨顿话语一转 不过日后我也会加强自身的安全 这回西征 我得到了一丝灵感 准备铸造一种绝世武器 有这个力气在手 天下将再无敌手 墨顿拿起纸笔 刷刷地画出了一个图案 赫然是后世大名鼎鼎的 你们猜是什么 算了告诉你们吧 左轮手枪 这回吐蕃和大唐内部的敌人 利用长乐怀孕 引诱自己和火器剑单独归来 让墨顿意识到长安城中 已经有人想要自己的性命 事到如今 妈的他也不得不再开外挂保命了 所谓的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啊 要是有个左轮手枪来保护 那么他的安全将会大大的保证 毕竟武功再高 一枪撂倒 至于墨家村能不能做出来 墨顿一点都不担心 如果天下还有一个地方 能造出左轮手枪 那么这个地方就非墨家村莫属 墨家村 现如今正处于巅峰状态 新一代的机械层出不穷 老一辈的传统手艺 同样是技艺精湛 哪怕手工打磨也能把它给造出来 听到墨顿诉说左轮的威力 一种墨家村老人们不由的双眼放光啊 如此便于携带吗 还能连发 更是威力巨大的武器 的确是少爷最佳的防身力气 少爷放心 墨家村定会用最快速度将其造出 来为少爷防身 礼仪连连保证 其他墨家村的老人们也都纷纷地放下了心 有这个力气 有这个力气 他们对墨顿的安全大大的放下 不在力圈 不在力圈 墨顿牺牲 我出征大半年 现如今墨家村怎么样 墨顿这才问起了墨家村的现状 听到墨顿问起 一众墨家村老人们不由的浮现了一丝傲然 少爷放心 有了公主的照顾 没有人胆敢为难墨家村 现如今墨家村可以说是一日千里 尤其是妹娘 更是一直在外打拼市场 墨家大师姐的名号天下皆知 墨家村更胜往昔 墨顿这才恍然 怪不得她回来没看到五妹娘 原来一直在外打拼 墨顿西征 五妹娘作为墨家大师姐 乃是墨家的名片 一直都在外头奔波 不过 妹娘听说少爷回来 跟小少爷出生 肯定会第一时间赶回来的 福伯含着笑道 墨顿点点头 仔细听取了墨家村的汇报 发现墨家村一切安好 这才放下了心 回到房间陪伴长乐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第一千一百三十八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哲月 三十九章 各路齐聚 长安城 驾 驾 西北崭新的砖刀上 火器舰庞大的车队 正在快速的前进 在苏定方的帮助之下 火器舰分批更换马匹 再加上马车众多 战马也不缺 全军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长安城而去 火器舰凯旋来 大唐百姓看到 火器舰车队不由的惊呼 所到之处 纷纷迎来百姓 宠拜的目光 盯着这个传奇的军队 一击破城 一千破五千 八百里汉海追击 火器舰的传奇经历 让大唐百姓 金金乐道 更多的人盯着火器舰 紧紧封闭的车型 内里可藏着大唐威力 最大的武器 火药 整个火器舰 透露着神秘和强悍 虽然任何一个胆敢 靠近火器舰的百姓 都会迎来火器舰 将士神士的目光 可是众人却无一反感 反而有一种油然之情 傲然而生 这才是大唐的无敌之时 火器舰速度极快 很快消失在砖道的尽头 只留下一片议论之声 然而 火器舰的车队 刚过去没多久 另一支庞大的湖人车队 悄然踏上了砖路 众人不禁满脸的诧异 纷纷打听 吐蕃使节 众人一打听之下 不由得一阵的哗然 没想到 这个车队竟然是 戈壁滩伏击事件的 另一个主角 吐蕃 而为首的赫然 就是伏击墨家子的 吐蕃将领 论亲领的父亲 陆东赞 陆东赞踏上平坦的砖道 不由得脸色一沉 他多年没有再来大唐 而大唐的变化 竟然日新月异 原来仅仅是 长安城周围 铺上了砖路 而远在西北之地 竟然也有 笔直平坦的砖道 一 陆东赞的眼光 自然能看得出来 这个砖路的好处 吐蕃使节的车队 一踏上砖路 明显觉得速度加快 而这一切变化 正是墨家子的手笔 他之前的判断没有错 墨家子的确是吐蕃的大敌 他伏击墨家子的决定 一定是正确的 可是可惜的是 吐蕃失败 现如今吐蕃要承担这个苦骨 我呸 吐蕃伏击墨家子 还他妈有脸来大唐 王八犊子 一个百姓催了一口吐蕃车队 哎呀 儿子死了 老子亲自上场啊这是 又一个大唐百姓怒斥道 子债复偿 这回定然要让陆东赞 为火器剑将士尝命 不行我剁了他 一个屠户拿着杀猪刀怒吼的道 随行的吐蕃随从勃然大怒 可是却被陆东赞死死的嫩住 陆东赞抹了一把大唐百姓 吐在脸上的唾沫 面无表情的道 我等前来是平息大唐的怒火 并非是惹事的 陪同的红卢寺官员 冷眼的看着这一切 直到百姓是群情积分 唾沫亨飞 就差飞菜刀的时候 这才出面拦截 吐蕃使节 只有朝廷处置 一切听从朝廷旨意 大家不可乱来 陛下绝对饶不了你们 听到红卢寺官员的话 一众百姓这才作罢 纷纷冷笑 大象 一众吐蕃使节 听到大唐百姓之眼 担忧地看着陆东赞 陆东赞摇了摇头 放心吧 梁军交战 尚且不战来时 更何况吐蕃和大唐 还并未开战 天克汗未必会杀本大象 一众吐蕃使节 不由地露出了担忧之色 天克汗 或许不杀陆东赞 可是墨家子 却未必能放过他 陆东赞却不可置否地 眼神坚定 无论怎么样 这回大唐之行 无论是他还是吐蕃 都没有退路 而且他在长安城 也未必就没朋友 几乎同时 两个车队一前一后 直奔长安 长安城东城门外 一匹骏马急驰而来 瞬间引起了路人的注意 而真正抓住路人目光的 则是这匹马的主人 乃是一个十六七岁的 妙龄少女 猎马红唇 英姿萨爽 再配上骏马奔腾 瞬间吸引了 所有人的目光 呃 骏马急停 停在了墨家 车马行的门前 妙龄少女身材矫健 纵身一跃下马 大师姐 少爷已经回来了 一个墨家子弟 连忙上前牵住 马匹一脸 欣喜的道 要将好消息 第一时间 传给妙龄少女 周围的人不由得恍然 原来这个人 他正是赫赫有名的 墨家大师姐 五妹娘啊 五妹娘一脸的傲然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呢 天底下又有什么事 能难得住师父呢 不过区区八百里汉海而已 在五妹娘的心中 师父乃是智慧通天 无所不能的人 更别说这回是墨顿 主动追击 他一直艰辛 墨顿一定可以 安然的归来 不过五妹娘嘴上 说的轻松 可是听到墨顿归来的消息 立即第一时间 赶回了长安城 大师姐英明 墨家子弟也不拆穿五妹娘 随口就这么恭维的一句道 师弟已经备好了马车 还请大师姐上车 五妹娘摇了摇头 马车太慢 给我备一匹快快快快马 五妹娘在墨家子弟当中 是很有威望 很快 一匹快马就牵到了 五妹娘的面前 驾 五妹娘飞身上马 立即朝着长安城而去 五妹娘回复心切 再加上大街上 也没有太多的行人 五妹娘的马速不由自主的 快了不劳少 没看刚才要匹快马时候 舌头都快打结了 突然 一个路口窜出了一个小男孩 五妹娘豁然已经连忙的勒马 可是马速太快了 根本就来不及停下 眼看就撞上 突然一个青山少年飞身上前 把小男孩拉到了一边 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哎呀 五妹娘不由的心中一松 连忙把马停下 查看情况 按大唐律 除了驿站八百里加急之外 但凡在长安城 无故纵马舍 轻则罚钱 重则监禁时日 如果发生事故 处罚加倍 这位姑娘 你可知罪 青山少年故作威严的道 知罪 五妹娘顿时身体一将 不敢相信地 看着一副少年老成的青山少年 他不过就是七个马而已 竟然被人当成了罪犯 不错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更别说在天子脚下 姑娘当街纵马 差点伤 伤命于人 这不是罪上加罪吗 青山少年 好像还挺讲究 在思考着 措辞 不依不挠的道 五妹娘顿时 气急而笑 冷喝道 还真是个舒呆子 本姑娘本来是 可以越马而过的 要不是你突然出现 怎么会让马受惊呢 所谓差点误伤于人 本来就是因你而起 小男孩吧 并不高 按照道理来讲 骏马一跃就能跃过 五妹娘骑术精湛 对此很有把握 不过青山少年的突然出现 却让战马受了惊 差点出事 这还真是个事实 青山少年不由得眉头一皱 姑娘 你这可是颠倒黑白 是非不分 蔑视法律啊 五妹娘反驳道 先不说本姑娘 并没有造成事故 就算本姑娘造成了事故 也有民不告 官不纠知说呀 五妹娘说着 掏出了一张一两的银票 递给男孩紧紧抱在怀里的母亲刀 到墨医院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大碍 一两银票 可是价值不菲 这玩的他不是演电视剧 一掌就上万两 再说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小男孩他没事 小男孩的母亲接过去 千恩万谢的离去 一千赎罪 至律法不公也 青山少年愤然的道 五妹娘 微微地扬了扬下巴得意的道 树呆子 大唐律可不是你这么解读的 此乃皆大欢喜的结果 虽然受损失的是本姑娘 不过本姑娘 今天可有急事 就不跟你计较 如果下次再遇见你 有你好看 五妹娘冷哼了一声 再次纵马离去 不过这回五妹娘 并没有放纵快马 而是适当的控制速度 路口减速 哎呀少年呐 少年呐 少年呐 此女一看可就是非富即贵 你要惹了她 可有你好看的 只见周围围观的百姓 顿时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戏谑得道 行走江湖 最不能惹的就是老人 女子 小孩 五妹娘一个妙龄少女 竟然当街骑马 怎么能是个普通娘们呢 一剑女子又怎么样 小园 你怎么看 青山少年毫无惧色 反而问向了一旁的随从 随从小园不悠地砸舌道 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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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此女必有蹊跷 我等还是赶紧回府吧 青山少年冷哼得道 当街纵马 穿的却是墨服 锁骑的却是墨家车马行的马车 再加上其年纪和谈吐不凡 想必此女定然是长安城赫赫有名的墨家大师姐吧 随从小园显然听说过墨家大师姐的名号 大惊得道 墨家大师姐 少爷那咋整啊 青山少年傲然得道 怕什么 本少爷有大堂律相呼 怎么能怕他呢 随从小园 看着形色匆匆的少爷不由得嘴角也抽 那少爷为什么走得如此匆忙 青山少年脸不红心不挑 本少爷乃是敬佩墨猴的人品 怕墨猴为难 我才不怕他五妹娘 随从小园自然知道少爷秉性 不由得富娥长滩 俩人是形色匆匆 左拐右顾 发现实在是没有人跟踪 这才转入到了一个府邸 人节啊 敌府 突然 一个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 定住了主仆二人的身形 敌府 明人节 五妹娘没想到管闲式的少年 竟然是后世赫赫有名的敌人节 敌人节顿时一僵 连忙转身向来人行礼道 参见父亲 第一只讯 看了敌人节一眼 眉头一皱 为父正要派人去寻你 为父是你素来喜欢律法 就托人给你寻了一个名师 只要你能得到此人青睐 定可学有所成啊 明师 敌人节豁然眼睛一亮 敌直逊点点头 不错 此乃真正法家人士 乃前任律学博士韩正 只让法报 平反了无数的冤假错案 你若能够跟着他学习律法 那可是敌家的荣幸啊 韩父子 敌人节不由的脸色一喜 作为法家的爱好者 他又怎么能不知道 法报的执掌者韩父子的大名 更是在墨家村实行 以法治末 效果十分显赫 令人夺目 不好 突然敌人节脸色一变 韩正 可是跟墨家村交往甚密 而他刚刚得罪了墨家村的大师姐 要是拜在韩正门下 那就得常年待在墨家村 这么自投罗网 怎么 难道你不愿意吗 敌直逊眉头一皱 拜到韩父子门下 可是难得一次的机遇 敌人节自然不甘心错过 当下一摇牙 还是愿意 敌人节心中冷哼 哼 我又大唐律法护体 只要不犯错 怕什么五妹娘呢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第1139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1140章 莫坦 独家冠名 勒布朗安妮 师父 五妹娘快马赶到了莫府 看到莫顿活生生 站在她面前不由的 潸然泪下 哎呦 这不是长安城叱咤风云的 莫家大师姐吗 什么时候还有小女儿态了 要是让外人看见 岂不是让人见笑了吗 啊 莫顿看到五妹娘 小女儿态不由的调笑的 师父又取笑我 五妹娘顿时破提而笑 只要在莫顿面前 她才会卸下伪装 要知道她只不过 才是一个16岁的孩子 是个小姑娘 现如今为莫家的未来奔波 早就已经超过了她 这个年纪应该干的事 虽然 莫顿15岁 同样也已经为莫家 复兴而奔波 可是莫顿她是个男的呀 还有个侯爷的身份 另外 以及父亲留下的人脉 有着天然的优势 而五妹娘呢 作为一个女子 虽然大唐风气开放 可是 她承受的压力 并不比当时的莫顿少 为师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做得很不错 莫顿称赞得到 不得不说 当时她收五妹娘为徒 是因为后世的名声 可是她们师徒数年 现如今五妹娘 早就已经偏离了历史的诡计 并没有如同后世似的 过着凄惨的生活 被迫之下进宫 成为龙中的金丝雀 反而在莫家自由的天空当中 成为翱翔的雄鹰 多谢师父夸奖 五妹娘眼中不由地 闪过一丝得意 虽然在外奔波 十分的辛苦 可是她很享受 很享受这种生活 要论天下的女子 人人羡慕的只有三个女的 一个是长孙皇后 母依天下 拥有天下最尊贵的地位 一个是长乐公主 和莫家子相爱 拥有最完美的爱情 另一个就是五妹娘 年纪轻轻年紧 十六就手握重拳 在大唐商界叱咤风云 地位 财富 权势 无一缺少 更是拥有了大唐女子 梦寐以求的自由 长孙皇后和长乐公主 地位尊宠 天下女子只能望而形态 可是 依靠墨迹扬名的五妹娘 却成为天下女子 最有可能实现的目标 妹娘的确很能干 你走的这半年 妹娘可没少出力 长乐公主笑着在一旁 帮枪道 莫顿远正高昌之时 长乐公主坐镇墨府主持大局 五妹娘 有如长乐公主的左膀右臂似的 在外 代表墨府行事 两个人是一内一外 配合得极为默契 这才有了墨家稳步上升的趋势 一改之前墨家村 一离开墨顿 就会遇到危机的窘状 咳 徒儿哪敢鞠躬 他们都是看在师娘的面子上 才没为难我 五妹娘谦虚地道 至于其中的艰难 只有她自己庆祝 长乐公主毕竟只有一个公主的名分 并没有什么实权 虽然不被人看清吧 但是也不足以让对方让步 尤其是利益之者 长乐公主不由得一谈 一个女子跟一群老毛深算的老爷们较量 又怎么能像五妹娘说得那么轻松呢 这就是小师弟吧 五妹娘看着一旁粉嘟嘟的婴儿不由的心动 将其抱起逗弄 莫顿和长乐公主相视一笑 既然你已经回来了 你师弟的满月宴就快到了 那么就交给你来操办吧 多谢师父信任 五妹娘郑重地接过任务突然小声地问道 不知道师父想要什么样的规格呢 莫顿想了想 嗯 家宴即可 五妹娘眉头一皱 家宴未免有点太寒酸了吧 这个小师弟可是咱莫府唯一的男丁 乃是莫家唯一的继承人 如果不趁此机会照告天下 岂不是让人多想吗 常乐公主也是美眸一转 不解的看着莫顿 按着大唐习俗 这个儿子可不一般 这叫嫡长子 乃是最为尊贵的 更别说还是皇家 长外孙兼莫府之后 可以说一生下来地位尊宠 莫顿如此之作 的确是寒酸 莫顿摇了摇头 谁告诉你 你师弟是莫家唯一的继承人 莫家从来不是家天下 乃是有德有才之人 才能成为巨子 啊 五妹娘不由的惊呼 当她得知 师娘生的是小师弟的时候 心里边不由的闪过 思绪万千 她乃是莫家的大师姐 现如今可以代表 莫家行走大唐 虽说是女子吧 可是她早已凭借自己的手段 让莫家众人信服 可以说成为莫家 毫无争议的二号人物 之前莫沙出师 虽说师父对其可以说是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甚至为其讨要了 百万请的封地 并誓言 要将沙漠变成绿洲 让莫沙一出生 就荣耀一生 饶是如此 五妹娘心里边 一丁点的涟漪都没有 毕竟莫沙她也是个女孩 同为女子的五妹娘 自然知道一个女子出头 是何等的困难 然而 面对刚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小师弟 五妹娘却知道 哪怕是小师弟 她还嗷嗷待哺 但她却是莫家 天然的继承人 只要其长成了 只需振臂一呼 莫家追随者定会云集 包括她五五妹娘 此刻的五妹娘 并没有经历过前世的黑暗 自然也没有什么黑话 在她心 在她心里呢 已经做好了 为小师弟铺路的打算 也算是报答了施恩 可是却没想到 师父竟然说 莫家不会是家天下 那么岂不是说 莫顿含笑道 你师弟 或许是莫府的继承人 因为这是我和你师娘 给他留下的家底 可是莫家却是千年以来 无数先贤心血的凝聚 家天下 有其根深蒂固的弊断 莫家想要在百家争鸣当中屹立 家天下乃是大忌 例来巨子之位有能者巨子 并不是靠论字排辈 不会因为他是巨子的儿子 还是巨子的大弟子 能者上 庸者下 这才是莫家长盛不衰的根本 你可明白为师的意思吗 五妹娘重重地点点头 徒儿明白 如果又是其他人这么说 五妹娘定然心中存疑三分 可是师父所言 五妹娘却深信不疑 因为她知道 在师父心中 莫家复兴才是首要之位 为父如此安排 常乐心中可有怨言 五妹娘离去之后 莫顿转头看向一旁 默默无语的常乐公主 常乐发了个白眼冷横 谁惦记你莫家那点家地 单凭借身就能为儿子 谋一个远大前程 自己儿子那是皇家的长外孙 就算不继承莫家 荣华富贵也少不了 哎呀 无需刻意安排 要看他自己的选择 作为父母只需孩子一生平坦 长大能够健康就行 莫顿怜惜的看着儿子 道 常乐公主 郑重的点点头 那么既然如此 咱们的儿子要不就叫莫坦吧 之前呢 莫顿遇险 长时间没回来 再加上难产的时候 风险不由的让长乐公主 心里多了几分 让儿子平安的心思 这才有了莫坦知名的想法 莫顿不由的眉头一扬 压然的看着长乐 虽然莫家取名 向来以实物为名 可是 长乐公主取的名字 实在太绝了 让她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好 就叫莫坦 希望她不复这个名字 莫顿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道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莫唐的第一千一百四十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 这月 一千一百四十一章 古无货 家宴 随着五妹娘忙前忙后的操办 莫坦的满月宴规格也慢慢地传了出来 立即引起了一片哗然 家宴 乃是满月宴的最低最低的规格 一点都不符合莫府嫡长子的身份 这不禁让人疑惑不解 要知道 哪怕就算是小门小户的人家 一旦有了香火 也会大操大办 更别说这还是长乐公主的儿子 皇家的长外孙 家宴的确是太简陋 要知道 莫家长女莫沙出生的时候 那可是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莫家子刚满月就为其铺路 让莫沙足以荣耀一生 而作为莫府的嫡长子 一出生就代表着莫家和莫府 有了下一代的接班人 无论多大的规模都不为过 我听说莫家子百宴 向来不收礼金 想来也是因此没有大百宴席吧 也有人按着普通人的想法来猜测 对于普通人来讲 百宴席的成本和收礼的成本 应该是相持平 如果主价不收礼 大百宴席这等傻事也没人做 普通人家恐怕一次就把家底给掏空了 粗笔之间 莫家子富家天下 又怎么能在意这些小钱呢 更别说莫家长子更是兼具莫家和皇家的血脉 牌面不能丢 是啊 莫顿此举很是反常 所谓事出反常 他就必有妖 我认为莫家子故意将长子的满月宴 定为家宴 肯定有更大的图谋 图谋 哎呀 你们想啊 上回莫家长女莫沙 可是封赏了百万庆的封地 显如今这可是莫家长子啊 长子出世 那你说他得讨要什么价值连城的封赏 莫家子肯定是故作尽持 之前莫顿为莫家长女莫沙 提议封赏百万庆的乌毛素沙漠 遭到了不少人的暗中讽刺 显如今乌毛素沙漠治理 初见成效 不少的人从讽刺已变成了嫉妒 更有不少人恶意猜测 认为莫家子舍小利 必有原谋 就连长女莫沙 莫家子都为其精心铺路 更何况是莫家的长子 众人纷纷猜测 莫家子这回 会为长子铺什么路 才能配得上莫家长子的身份 难道 这回是松江府 上回可就有大臣提议啊 有人猜测到 松江府 再说一遍 也就是咱们现在的上海 松江府经过这么些年的发展 早就已经今非昔比 成为天下纺织的中心 足可以和莫沙的封赏相提并论 非夜 以我来看 定然是长安城南 莫家村的规模 肯定能够再翻上一番 这个猜测一出 立即得到了不老少人的认同 要知道 莫家村 那可是莫家的根迹 莫家长子肯定要继承莫家村 那自然要巩固大本营 也有可能是八百里汉海 八百里汉海 可比乌毛素沙漠大得太多了 再说了 莫家子已经有了治理沙漠的经验 又刚刚从那儿大胜而归啊 这个猜测一出 立即遭到了众人的鄙视 怎么着 莫家还治理沙漠 治上瘾了不成吗 再说了 八百里汉海是不毛之地 更是远在西域 根本没有乌毛素沙漠的威胁大 也没有治理的必要 长安城的老百姓是众说纷运 不老少人更是脑洞大开 而五妹娘并未理会这些流言 而是一心一意的准备满月宴 虽然莫顿说的是家宴 可是任谁都知道 来宾之中都是达官贵妇 甚至连皇后娘娘都会来 那么自然就要高规格的准备 好在五妹娘最近天南海北的闯荡 早已近费西比 再加上随着专路的开通 长安城涌现了不老少天南海北的奇珍 五妹娘很快就定下了方案 掌柜的 把这些给我打包 五妹娘大手一挥 把一批从江南冷藏运输的奇珍 全都买了下来 好嘞 大师姐可要我等送上门吗 白货掌柜的自然认识五妹娘 连忙地招呼道 不用了 我带来人手 五妹娘摇了摇头 伸手一挥 几个墨家子弟上前打包 所要的都是现成的货物 每一箱都做好了标记 以便追踪来源 白货掌柜的看着不由的 一阵的尴尬 不过看在五妹娘出手 大方的份上也就只有忍着 师姐已经好了可以走了 墨家子弟打完了包招呼道 你们先走吧 我还有事呢 五妹娘挥手让墨家子弟 护送奇珍送回墨府 然后悄然转入了一个 没人的小巷子 五妹娘刚进入小巷不久 就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跟了进来 啥 毕首出窍的声音响起 五妹娘一个猛虎下山 直接刺向了尾随之人 根本不留一丁点的余地 尾随之人亡魂大帽 没想到五妹娘刚一出手 就吓死手 不由得大呼的道 五妹娘 你还想杀你亲哥不成吗 尾随之人露出了容貌 赫然正是五元爽 他心有余悸地看着五妹娘 手中的匕首 说话声都变 看着匕首森然的刀刃 如果刺中他恐怕直接他就得上天起来 五妹娘冷哼的一声 收起了匕首 冷然的道 哼 单单你做过的那些事 十条命也抵不了 五元爽黑黑一笑 就算别人有一百个杀我的理由 你五妹娘却没资格杀我 毕竟我是你的亲哥哥 别跟我套近我 自从你们将我赶出吴府 你就没资格当我哥 五妹娘不假颜色的道 五元爽毫无亏议 哎 你身上流的可是子前家的血脉 有一天 你面对我当时的选择 我认为 你做的要比我残酷十倍百倍 如果你仅仅说这些废话 那就可以消失了 省得污了我的眼睛 五妹娘嫌弃地看了五元爽一眼 转身准备离去 墨家子已经有了儿子 墨家还会有你容身之地吗 五元爽冷笑道 五妹娘皱着眉头回了个身 你什么意思 墨家子有了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了 你在墨家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为墨顿的儿子做嫁衣而已 别告诉我你对墨家巨子之位没心思 你乃是子前家的后人 贪婪乃是你的本性 你作为一个女子 不可能在官场上有所建树 墨家巨子之位 才是你的终极目标 五元爽蛊惑得到 那又怎么样 五妹娘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那又怎样 只要有墨家长子的存在 你永远不可能掌控墨家 哎 但是谁让你是我的妹妹呢 二哥我可以帮你 你我兄妹联手 二哥控制子前家 你控制墨家 到时候天下还有谁是你我兄妹的对手呢 五元爽昂然的到 五妹娘看着五元爽小人嘴脸 再和墨顿的黑脸相比 你说俩人年纪相仿 可是他们行事手段却是天差地别 心里边不由地生起了一阵阵的厌恶 你知道你为什么斗不过师父吗 因为你们心胸和格局实在天差地别 你和子前家一生为钱财的奴隶 而师父的墨家却是钱财的主人 利用钱财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不是用于享乐和私心 我要是想要墨家巨子之位 只会光明正大的争取 而不是用卑鄙的手段得到 吴元爽一脸悲悯地看着五妹娘 二哥不知道墨家子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你可以纵观史书 除了三皇五弟 天下有几个人会将位置传给徒弟 而不是传给儿子 更何况你还是一个女徒弟 家宴 不过是墨家子孤名钓鱼 这回指不定借机为儿子谋取多少奉地 墨家从来都是传给徒弟的 五妹娘平静地反驳 吴元爽不由得一致 瞬间蒙逼了 历代墨家巨子 他就不是家天下 这一点无可反驳 那是因为墨子乃是圣人 而墨子之后墨家已衰落至极 墨家巨子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可是现如今不同 墨家掌控了巨额财富 墨家巨子的位置已经金费细笔 人为财死鸟为实亡 子前家经营钱财千年 见证过无数道貌黯然之人 因钱财筹态毕露 就算墨家子他是个个例 那么他的后人呢 要知道现在的墨家 是墨家子的墨家 你始终只是个外人 如果你想通了 随时过来找我 吴元爽说完 转身就离开小巷 他自然知道 不可能一次就鼓动成功五妹娘 子前家最善于蛊惑人心 他只需要在五妹娘心里 埋下一颗种子就行 一旦五妹娘在墨家受挫 这颗种子很快就会长成参天大树 五妹娘心中冷哼 对于吴元爽的话 他是一个字他的不信 他可是亲眼见过吴元爽残酷的一面 相比于形势光明磊落的墨顿 谁更可信 一目辽然 更何况在墨家 他可是叱咤风云的墨家大师姐 如果真的听了吴元爽的话 恐怕一辈子只能成为他的傀儡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墨唐的第 1141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42章 沧海遗珠 独家冠名 丫头吃货店 按照习俗 满月宴 通常都是为满月都得举办 很快 墨家长子的满月宴的日子就到 一大清早墨府就开始热闹了起来 所有下人齐齐上阵 把墨府里外打扫得是干干净净 负责掌勺的乃是虞书父子 为了莫谈的满月宴 虞书特意从洛阳归来 鱼二负责打下手 鱼状元楼今儿个歇业 全部人员都到墨府帮忙 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可见墨家众人对墨坦的满月宴是何等的重视 墨坦的出生 那就代表着墨家村后继有人 代表着墨家村的繁荣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 这一点哪怕五妹娘做得再好也是不能替代的 李二叔 王叔 张叔 最先到达墨府的自然是一众墨家村的人 看到李懿等人到来 墨顿连声招呼呢 哎呀 墨家有了香火了 我李懿总算是没有愧对义兄的嘱托 义兄地下有知 得知此事也能含笑九泉的 李懿垂泪的动 李兄啊 此乃大喜之日 别说这些话 别说这些话 老张头虽然激动 听着李懿如此之说 连忙地劝道 哎 是啊 这是大喜的日子 应该高兴才对呀 独臂王叔昂然地道 可是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 墨顿重重点头 墨烈 去世去得早 而他还是志同之始 如何能够支撑墨家村呢 自然全靠几位李叔等人的扶持 这才支撑他长大成人 可以说墨顿能有 今天墨家村众人功不可墨 李懿等人来到墨府 自然不会客气 很快就奔赴了各处帮忙 大大缓解了五妹娘的压力 这才有时间来到了墨府的门口 站在门口迎客 哎 墨侯喜得贵子 恭喜 恭喜呀 孙四苗带着墨武连眉而来 一家能够有今天 可以说离不开墨家的扶持 墨谈的满月宴 孙四苗自然会亲自前来恭贺 哎呀 孙神医客气了 快请 快请 墨顿连忙感谢 让墨武带着孙神医进入墨府 随后 道家 孔家 佛家 虽然没人前来 但是却依旧送来了贺礼和贺表 墨顿收下贺表 依旧不收贺礼 三家也知道墨顿的规矩也没坚持 他们只是表个胎 毕竟诸子百家之间 也没撕破脸皮不是吗 三家刚刚离去 只见韩夫子悄然而至 身后跟随着一个陌生的少年 有些闪躲的 藏在了韩夫子的身后 哎呀 夫子啊 注意身体啊 墨顿连忙上前道 韩夫子哈哈一笑 哎 无碍 无碍 哎 还真是时光如是啊 连你墨顿都子女双全了 夫子都老了 韩夫子本就已经是国子剑年纪最大的博士 从国子剑辞官了之后又加入了墨家村 再加上操办法报 最近几年衰老的特别严重 哎 夫子老当义壮 喝来这么多的感叹 墨顿哈哈一笑 韩夫子摇头苦笑 哎 老夫的身体 哎 撑不了几年了 今儿个前来 一是贺喜 二是老夫 新收了一个关门弟子 特意介绍给你 哎 日后啊 恐怕是他 代表老夫和墨家合作 哦 是哪个青年才俊 能入夫子的发言 墨顿满脸压然 能让韩夫子如此交代的 恐怕定然是对此弟子十分的满意 韩夫子伸手一挥 怀音啊 此乃你最崇拜的墨家子 俺辈分的也算是你的师兄 还不上前见礼 只见韩夫子背后的少年眼神闪烁 无奈地出列 怀音参见师兄 是你 五妹娘一看少年顿时 英眉一肃冷声的道 墨顿眼神一闪 你们见过 五妹娘微扬翘鼻衣服 傲然的道 谁认识她呀 一个多管闲事的书呆子 少年不由得一阵尴尬 也没有辩驳 莫顿和韩夫子了解具体情况之后 不由得哈哈大笑 没想到竟然还有如此的趣事 此乃 夫子刚收的徒弟 姓迪 明人杰 自怀音 怀音痴迷律法 饥饿如仇 见不得任何违法乱计之事 当街阻止妹娘纵马 恐怕还真是小徒能做出来的事情 韩夫子不怒烦喜 不得不说 敌人杰的所作所为 十分符合他的屁仪心 同样都是眼中柔不得沙子 敌人杰 莫顿忽然一惊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敌人杰 竟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曾经 他见过敌人杰的父亲 也曾经动过心思 不过敌人杰所学并非莫学 再加上已经收了五妹娘为徒 莫顿就淡了这份心思 没想到 竟然被韩夫子给收归了门下 学生素来忙碌 没有时间管教妹娘 养成了妹娘无法无天的性格 怀音竟然可以让妹娘遵纪守法 又一身正气 可见夫子眼贯高绝 这等沧海遗珠竟能被夫子寻到 是乃罚驾之幸 莫顿不由的赞叹的呢 沧海遗珠 韩夫子听到莫顿的赞叹 不由的眉头一喜 他把敌人杰带到莫顿面前 就有让莫顿长长眼的意思 没想到 莫顿竟然对敌人杰的评价 如此之高 还不多谢你师兄的提携 日后希望你莫要辜负这四个字 韩夫子转身对敌人杰劝谏道 师兄谬赞了 师弟愧不敢当 敌人杰不卑不亢 夫子后继有人 实乃可喜可贺 妹娘 欢迎年纪较小 就由你来接待吧 莫顿看到又有客人到来 吩咐五妹娘道 五妹娘嘟着嘴 不情愿地把敌人杰领入了莫府 等看不到师父的时候 这才恶狠狠地盯着敌人杰 小子 你胆敢 你胆敢踩着我杨明 你既然拜入韩夫子名下 那就只会待在莫家村 落到我手里 看你怎么猖狂 什么小子 按辈分 你应该叫我师叔 敌人杰摸着袖子里边的大唐绿 镇定自若 啊不 强自镇定得到 还师叔 你年纪比我都小 还敢大言不惭 五妹娘怒斥 敌人杰昂然 有志不在年高 更何况是辈分的 再说我和莫侯 也算是半个同门的 别套近乎了 你是法家 师父是莫家 所谓师兄师弟 不过是个客套而已 你还当真了 不知师父是不是看走了眼 竟然说你是沧海遗珠 再敢惹我 我把你打成猪头 五妹娘握着袖拳威胁 就将敌人杰丢到一旁 傲然离去 敌人杰伸手一抬 大唐绿正中她的手心 顿时胆气大增 按大唐绿 无故殴打他人 管监禁一月 或者罚钱三贯 听说这五妹娘身怀末尽 钱财颇多 若是她以前赎罪 那我岂不是 敌人杰顿时陷入了纠结当中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末堂的第1142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这月 四十三章 穷养儿子 富养女 独家冠名 勒布朗安妮 哎呀 恭喜墨侯 后继有人哪 多谢多谢 虽然墨顿举办的乃是家宴 可却依旧来的不少 任谁都知道 墨顿和常乐公主的长子满月宴 李世民定然 他一定会出席 但凡是和皇家沾亲带顾的都来了 不肯错过和李世民见面的机会 哪怕长孙无忌和墨家子他不对付 毕竟是常乐的秦舅舅 也依然到场 毕竟长孙皇后的面子摆在那 不过长孙冲却知去的并没有现身 不一会儿 墨府就来了一众的皇亲国旗 墨顿部署不知道 一署吓了一跳 李世民竟然用连姻 下了如此大的一盘旗 恐怕就他这个驸马的爵位最低 而且当时李世民还没看上他 他这驸马是硬抢过来的 墨小子终于有后了 是啊 老夫也放了心了 秦琼夫妇人未到 声音已传到了墨顿的耳边 墨顿转手一看 秦琼和程咬金 御痴静德连媚而来 连忙地迎上前道 程伯伯 秦伯伯 御痴伯伯 哎 你平安归来 又喜得贵子 如此双喜临门 是乃将门大喜事啊 程咬金哈哈一笑 欲知静德不善言辞 郑重地拍了拍墨顿的肩膀 欣慰之情一于言表 三位伯伯实在是过奖 快快请进 快快请进 墨顿谦虚地道 伸手把三人请进了墨府 皇上皇后娘娘嫁到 就在秦琼三人准备进去的时候 突然传来了一声通报 只见李世民和长孙皇后 连媚而来 参见皇上皇后 众人纷纷前来见李 原本墨府的焦点 瞬间从墨顿转移到了李世民的身上 李世民是满面春风 热络地和众臣打着招呼 看着宣宾夺主的李世民 自然不敢有半句怨言 转身对悄然来到身后的五妹娘示意 开宴吧 随着宾客落座 满月宴开启 一盘盘的每位真修被端了上来 自从专路修通之后 天南海北的货物纷纷被运到了长安 虽然价钱上要翻上几番 可是却大大的丰富了大唐百姓们的生活 五妹娘的确是用心操办 莫坦的满月宴的食材 都是一等一的真品 再配上于叔父子高超的厨艺 就是李世民也是赞不绝口 酒过三巡 今儿个该自己的亲儿子主角登场 当莫顿把儿子抱出来的时候 更是把满月宴推到了高超 莫府嫡长子 皇家嫡长外孙 无论哪个身份 都注定这个婴儿一出生 肯定不会平凡 更何况是两个身份 急于一身的莫坦 莫坦 这个名字好 一生平平坦坦 一生坦坦荡荡 李世民接过外孙笑得合不拢嘴的道 多谢陛下夸赞 莫顿连声感谢 虽说在他心里莫坦还有另一层含义 可是只有他能懂 根本不需要说出来 陛下金玉良言 此子日后定非持众之物啊 众人纷纷附和道 任谁都知道莫坦只要健康长大 他必定是一帆风顺 荣华富贵无一缺少 长孙无忌也是一脸慈祥的看着莫坦 说起来这个孩子跟他也有点血缘关系 他壮似无意的道 四年前金沙郡主出世 莫侯为其讨要百万请的沙漠座位封地 四年之后 毛无速沙漠遍绿洲 可谓惊天之举 不知莫侯 今儿个又想为皇家长外孙讨和封赏 长孙无忌这话一出 顿时一众皇亲国戚纷纷附和 莫沙的百万请封地一出 那可是举世哗然 无论是封地规模还是封地的位置 都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可是偏偏 这样诡异的封地 他就所有的人都没有一亿 莫家得到了名声 皇家得到了实际利益 要知道莫家子可是在沙漠当中 投入了不菲的财富 这才让沙漠变成了绿洲 这是共赢的一个事 所有的人都乐见其成 莫家子为莫家长女 就花费了这么多心思来培养 那么莫家嫡长子 岂不是要更胜一筹 众人心中不由地暗暗期待 莫家子再次的惊人之举 可是莫顿却摇了摇头 小子并不打算为莫谈 讨要任何的封赏 啊 众人满脸诧异 莫家子的确是惊人之举 这个惊人不是莫家子的要求 有多惊人 而是没有任何要求 这是为什么呢 莫谈乃朕的亲外孙 朕又岂能吝啬呢 李世民不禁讶然 莫顿拱了拱手 微臣自然不会怀疑陛下对莫谈的爱 可是莫谈乃是男孩 不应该让其过早地获得殊荣 这对他来讲并不是福气 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最终一定会毁掉他 哦 既然莫侯认为这些荣誉乃是负担 那为何莫杀郡主从小就被安排如此殊荣呢 长孙无忌问出所有人的心声 因为莫杀是个女孩 而莫谈是个男孩 莫顿没有回避 而是直接了当地回答 众人眉头一周 这是什么理由 难道女孩就能获得这些殊荣 男孩就不能拥有吗 要知道世人大多都重男轻女 恨不得把所有好的东西全都给了儿子 而莫家子却恰恰相反 反而是重女轻男 只把好处留给女儿 一点都不给儿子 莫顿解释道 莫某的育儿观乃是穷养儿子 富养女 所以才会不同地对待女儿和儿子 穷养儿子富养女 众人不由的一愣 不明白莫顿到底是什么意思 莫顿哈哈一笑 是这样 穷养儿子乃是因为作为男孩 未来要成家立仪 如果让其一生无忧 最后只能有如玻璃温室中的花朵一般 经不起风霜雨打 轻则一蹶不振 一生碌碌无尾 众则成为骄横的顽固子弟 最终败光家业 众人心中默默的点头 作为豪门贵族 他们见过太多的家族 大起大落 都是后代不争气所致 这不争气的后代都有一个通病 那就是娇生惯养 长孙无忌心头也疼 他这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那就是把长孙冲养成了温室中的花朵 长孙冲 可以说除了皇子之外 最最显贵的人 父亲是当朝宰相 姑姑是长孙皇后 从一出生就是含着金汤汁 想来都顺风顺水 如果不出意外 长孙冲应该很顺利地度过一生 可是不幸的是 却遇到了墨家子 遭遇了他人生当中最大的挫折 从此一蹶不振 一直以来 他都认为是墨顿害得长孙冲如此 现在听到墨顿穷养儿子的理论 心中这才恍然 造成长孙冲一蹶不振的正是他自己 那么富养女呢 李世民好奇地问到墨顿哈哈一笑 富养女儿自然是要培养其气质 开阔其事业 增强她的见识和品位 女孩子就要多见见世面 否则将来被人一点甜言蜜语 那可就被哄走了 被人家一点点甜言蜜语就哄走了 李世民心头也酸呢 自己的长乐公主 何尝不是被墨顿给哄走的呢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墨唐的第一千一百四十三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一千一百四十四章少年之愿 独家冠名 见神西门吹雪 墨府外院 乃是南客设宴之地 可是满月宴重点招待的都是女客 墨府内宅 别墅都是女眷设宴之地 这里的中心自然是长孙皇后和长乐公主 已经将近了一个月 长乐公主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当然还是不能出门 长孙皇后陪着坐月子的长乐公主说着话 一旁一众达官显贵们附和着 可是长乐公主却心不在焉 自从莫顿将莫坦抱向前院的时候 长乐公主就将目光不时地飘向前院 长孙皇后含笑也不说破 回来了 小侯爷抱回来了 一个达官贵妇眼见着刘娥抱着莫坦归来 连忙地呼喊 这么快就回来了 长乐公主压然地道 要知道 之前莫沙满月宴的时候 可是耗时颇多 而莫坦呢 却快得多 启禀公主 驸马将小少爷抱给陛下看了之后 就让奴婢抱了回来 刘娥如实地回答道 来 让本宫抱抱外孙 长孙皇后伸手抱过莫坦 逗弄着孩子一边问道 对了 陛下给他外孙封了什么爵位呢 有了莫沙的栗子 朱玉在前 长孙皇后自然也颇为希望莫坦能有一个好的前途 又能与国有益 长乐公主也是美眸一转 心中期待 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 不能荣华富贵 其他达官贵妇也不由得侧耳倾听 可是刘娥却摇了摇头 陛下并没有封赏任何爵位 驸马说 要穷养儿子 富养女 不给小少爷任何的封赏 一众女眷听了穷养儿子富养女这句话之后 不由得一愣 一脸的不解 当刘娥把莫顿的理论复述一遍之后 顿时全肠哗然 穷养儿子富养女 这个迥异于大唐的育儿观 让众人压然之后 细品之下 却发现的确是大有甚意 自古以来的败家子儿 哪个不是浇灌出来的 这让长孙皇后不由的 想起多年前的李承前 李承前从小就被李世民立为太子 一生都有太子光环 而且聪明伶俐惹惹人喜爱 可是一场意外 让李承前换了足迹 不力行走 如果是普通孩子 也就慢慢的就接受了这个现实 可是李承前却不成 他乃是当年太子 是皇位的继承人 一个残疾的太子 简直就是上天跟他俩开的最大的玩笑 虽然李承前极力表现得正常 显良 但是他一切的变化都被作为母亲的他看到眼中 而他却无能为力 晚幸的是李承前见到了墨家子 先是用特制的鞋子 先是用特制的鞋子让李承前行走正常 又扶持一家最终治愈了李承前的足迹 这才让李承前恢复了正常 至于李承前内心有没有痊愈 恐怕也是无人得知 你莫要怨墨顿 她是一心为孩子好 长孙皇后转头向常乐公主道 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 以她的眼光自然明白 墨顿的决定是对的 过于沉重的殊荣 只会毁掉一个孩子 常乐公主会心一笑 那是自然 日后坦儿就看她的本事了 她要是真有才华 父皇自然不会亏待她 如果她一生平庸 那就做个富家翁 一生平安就行 公主此言诧异 所谓虎父无犬子 墨侯惊艳绝才 小侯爷又怎么能差得了呢 更别说墨侯教导有方 媚娘墨家大师姐的名号 可以说文明大唐 这是金国不让须眉 更别说这是墨侯的亲生 而葬 就是啊 每回墨侯受徒之法 都被长安百姓纷纷效仿 而且颇有奇效 依我来看 从今之后 长安城的育儿之风 定然大改 一种达官贵妇 许是嗓子不太好 说话挺像老爷们的 月品墨顿这句话 月觉着有道理 天下父母怎么能害孩子呢 而且墨家子又是何等的任务 连他都用这样的育儿观来养孩子 那么此法定然会有奇效 要知道墨家子名声在外 又有了五妹娘的朱玉在前 没有人怀疑墨家子的育人手段 五妹娘更是心中一动 吴元爽认为墨家子为墨谈举行家宴 乃是有更大的图谋 可是他却没想到 墨顿还真的没有图谋 根本没有为儿子谋上一丝的好处 这让他心中更为坚定 我家可是三代单传 要是养了一个败家子 那家中百年传承 还有这么大的家业 恐怕就得断绝了 看来老甚要对家中难定 严加管教 一个国公府的老夫人感叹得到 一个个达官贵妇纷纷点头 家里边最重要的就是下一代 这些妇女平时的任务 就是相父教子 可是虽然严厉吧 但是更多的是溺爱男孩 现如今总算有了这么一个 育儿的理论方法指导 不由得多了几分领悟 随着墨家长子满月宴结束 墨家子的穷养儿子 富养女的理论 立即传遍了整个长安城 所闻之人无不哗然 哎呀墨家子 未免太过于偏心了吧 竟然众女青男呢 一个老者文言不由的哗然 在老一辈的观念当中 南丁才是一个家族兴旺的根基 可是墨家子他却反其道而行之 可是偏偏又说的有那么几分道理 你懂什么 自古天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墨家子穷养儿子的理论 恐怕也也是出自于此 一个儒生 何首赞同 墨顿此举颇有儒家的风格呢 哎 老子可不管什么苦其心智 此乃 连墨家子他都穷养儿子 老子以后就按墨家子的办法来教育 一个墨家子的崇拜者 毫不犹豫的动 不劳少的人都纷纷点头 在长安城 或许有人对墨家子不服 可是对于墨家子的智慧 却无人否认 否则长安城 开始掀起了一场穷养儿子的风气 既可以培养下一代 又可以光明正大的省钱 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是否富养女儿吗 哎 那再说吧 墨家子 我他妈恨你 一时之间 长安城的少年是一片的爱好 怨念丛生 原本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的日子顿时 一去不复返 更悲催的还得干活 明曰其劳 劳其筋骨 当然了 恶其体肤是没有人舍得的 皇宫之忠 李治看着自己减少了一半的利钱 和少了一半的太监和宫女 再看看晋阳公主增加一倍的利钱 和增加一倍的太监和宫女 顿时心中愤然 暗自咬牙切齿 好姐夫 你坑得我好苦 一个月只有百贯钱 你让我怎么花吧 你说 天下最穷皇子 也不过就我这样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第1144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 折月 咱们下账 再见 吐蕃求和 独家冠名 爱秀的博士 特约冠名 周乐业 哎 你说我怎么感觉 智奴对我好像很不满呢 墨顿陪同刚刚出月子的常乐 来到立正殿回娘家 正好碰到李治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 天下少年公敌的墨顿 碰了一鼻子的悔 常乐公主眼嘴一笑 悄然在墨顿的耳边 耳语了几句 墨顿这才恍然大悟 他没想到 自己的育儿经 竟然被 长孙皇后 不折不扣的在皇宫当中推行 而李治 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 墨顿不由的苦笑 一个月 百贯的利钱还嫌少 看来皇家对贫穷的概念 跟普通人还真不一样 以后还是找个机会 补偿一下这可怜的孩子吧 墨顿苦笑着摇了摇头 就和常乐公主 一起进入了立正殿 殿内 常乐公主和长孙皇后 说着提一几话 而墨顿则被李世民 叫到了一旁 火器舰车队还有多久到达长安呢 李世民询问道 墨顿想着想 据驿站来报 火器舰车队还有三天的路程 到达长安 回城的时候 火器舰已经是全力赶路 饶是如此 从玉门关到长安城 依旧用了一个多月的日子 当然了 这和之前的行军相比 已经是极快的速度 那朕迫不及待 想要见识一番 这名阵天下之师 李世民朗声大笑 这回西征 火器舰可谓是义军突起 先是一击攻破了高昌城 后是野战当中 一千破五千 一举称名天下之 可是给足了李世民惊喜 陛下放心 定然不会让陛下失望 墨顿郑重地承诺道 经过一次生死之战 火器舰更是完成了 质的蜕变 足以给李世民交付 一个满意的答卷 李世民缓缓点头 看着墨顿犹豫了一下 朕叫你来 除了火器舰之事 还有一个事情 你必须要知道 陛下请讲 墨顿亚然 李世民脸上浮现出了一丝诡异 吐蕃前使来堂 奉上众礼 想要求和 酸酸日子 恐怕快要到达长安城了吧 吐蕃前使来堂 墨顿眉头一挑 吐蕃刚刚伏击了火器舰 这简直就是不宣而战 没想到吐蕃竟然还有如此的暗器 赶来和大唐求和 使团特使是陆东赞 李世民再次欲语出惊人 陆东赞 墨顿豁然眼睛一亮 陆东赞 可是伏击火器舰的幕后黑手 没想到陆东赞竟然自偷罗网 一带人节啊 墨顿不由的积极叹道 李世民默然点头 陆东赞定然已经知道自己的儿子 埋身黄沙 自己此去又是九死一生 可是他却依旧来到大唐 单单这份果决之心 再加上为吐蕃献身的精神 的确能称得上是一带人节 不 微臣所说的一带人节 并不是陆东赞 而是松赞干部 墨顿摇了摇头 松赞干部 李世民不由的 亚然不解的看着墨顿 墨顿解释道 陛下 陆东赞的确是一带名相 果敢永逸 无意缺少 就算是伏击火器剑 哪怕是站在敌对的立场 微臣也不得不说 陆东赞果敢 可是能够驱使 如此人才 甘愿送死的松赞干部 他岂不是更加的可怕吗 墨顿夸在陆东赞的同时 也不忘了往自己脸上贴金 李世民不由的眼中金光一闪 心里边不由的浮现大唐 对于松赞干部的情报 不由的心中多了几分警惕 陆东赞此行除了求和之外 还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替松赞干部求亲 李世民道 陆下已经下令大唐不和亲 不割地 不赔款 松赞干部此举到底是何意 墨顿不由的眉头一皱 李世民哈哈一笑 据说是松赞干部 竟然喜欢上了一个大唐的商户之女 竟然请求大唐允许以公主之礼 迎娶此女 莫顿不由的筛然失笑 没想到在大唐还能听到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 只不过这故事怎么听都感觉变了味 松赞干部 那叫一国之君 而想要娶一个商户之女 又怎么能需要李世民的同意呢 恐怕他是见到大唐不在意公主和亲 就想换一种方式来争取这个公主的称号而已 朕召你过来 乃是因为陆东赞和你有仇 朕决定将决定权交给你 如何处置吐蕃使团和陆东赞 是和或者是战 皆由你一言而诀 李世民看着莫顿道 论亲灵伏击火器剑 造成一百多火器剑将士阵亡 差点没造成常乐公主难产 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正是陆东赞 现如今陆东赞自己送上了门来 正是莫顿报仇的最佳事迹 而且此刻大唐刚刚攻破高昌 火药的威力震慑四夷 这个时候 吐蕃竟然胆敢挑衅大唐 李世民又怎么能不震怒 然而令李世民诧异的是 莫顿竟然缓缓地摇了摇头 微臣以为此刻还不是和吐蕃交战的时机 这回和吐蕃还是和谈为意 和谈 李世民不由地亚然 不敢置信地盯着莫顿 没想到莫顿大敌在前 竟然轻飘飘地放过了陆东赞 莫顿苦笑 大唐刚刚经历过远征 国库空虚 再加上大唐经济发展 所需钱财之处甚多 实在是没有国力在和吐蕃交战 李世民不由地一讲 大唐的确是国力强盛 可是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的确撑不起接连两次的大战 拨到了这里 云居这月向弱弱地说上一句 莫顿作为一个现代人穿越过去 难道就不能在这个时候临时提起彩票和呱呱乐吗 若是能够如此 别说打个图拨 就是把整个亚洲弄下来 我估计可能也不是什么难事 陛下 更何况吐蕃刚刚一捅 松赞干部乃年富力强 是一代人节 吐蕃将士向来骁勇善战 再加上身处吐蕃高原 高原反应强烈 我军战斗力大减 根本奈何不了吐蕃 与其让大唐多一个敌人 不如暂时和谈 安抚吐蕃 莫顿解释道 高原反应 难道真的是天佑吐蕃吗 李世民不由的一探 红颈天 对付高原反应效果并不好 平时吧 还能缓解高原反应 可是一旦大战剧烈运动 红颈天的效果 微乎其微 否则何许等待那么久 当初吐蕃伏击火气剑的时候 大唐恐怕就已经出兵吐蕃了 莫顿摇了摇头 非也 所谓高原反应 不过是一个未解的生理反应而已 只要能够得知其原理 就能破解高原反应 而凭借天地间的未解之谜 正是莫家的长相 李世民豁然一喜 莫非 莫家已有了破解之法 不错 莫顿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如果吐蕃已经跟他撕破了脸 他就跟吐蕃不死不休 自然是无需留守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末堂的第一千一百四十五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这月 来四十六章 吐蕃三册 独家冠名 勒布朗安妮 李世民顿时豪气大发的道 能够破解高原反应 那还和吐蕃和谈个屁 区区一个吐蕃那点兵力 不足让朕畏首畏尾 没有高原反应 单单吐蕃那点兵力 李世民都不用等莫顿回来 恐怕都能把它灭掉 莫顿苦笑道 陛下 莫家的确已经查明了高原反应的原因 可是以目前的公益 无法将解药造出 李世民不禁大失所望 皱着眉头 难道连一家都造不出来吗 莫顿点点头 不错 高原反应的解药并非是药物 而是氧气 不知陛下 可还记得微臣刚刚进入长安城之时 展示的第一项秘迹 活鱼秘迹 李世民脱口而出 莫顿点点头 捕捞上来的鱼之所以死亡 就是因为需要空气中的氧气 天下万物同样如此 高原反应中出现了呼吸的空间 手指发紫 正是人体缺氧的症状 所以高原反应的解药也十分简单 那就是造出氧气 可惜 小子虽早已悬赏了万官 但却依旧没有人能造得出来 李世民不禁扼蚓叹气 大唐已经破解了高原反应 也知道了解药之方 可是却不能将其制造出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吐蕃 休长 不过陛下放心 墨家已加大了智取氧气的投入 相信有朝一日 那时就是吐蕃的末日 墨顿一脸坚决地道 李世民点点头 可惜啊 这次只能轻飘飘地放过吐蕃 墨顿却冷笑 嘿嘿 非耶 吐蕃一心和谈 乃是惧怕大唐的火药 毕竟高原反应 让将士战斗力大将 可是火药的威力 却丝毫不减 如此一来 吐蕃天然优势 将会大大的削弱 这才是吐蕃 给予求和的原因 反过来 我等可以利用吐蕃 求和的心思 来削弱吐蕃 李世民微微合手 赞同得到 看向了墨顿 爱卿可有良策呀 陛下 吐蕃虽占据地利 不过却有三大弱点 爱卿请讲 李世民侧耳倾听 莫顿朗声的动 吐蕃第一大弱点 就是国力弱小 既然吐蕃想要 以公主之礼 迎娶商户之女 那就要以公主的规格 来招待 必须 要修建一座 规模宏大的宫殿 如果 若其不愿意 就会知难而退 如果同意 正好趁机削弱 吐蕃的国力 李世民眼睛一亮 这的确是一个好的主意 无论吐蕃 答应与否 都对大唐无损 莫顿接着呢 吐蕃 第二大弱点就是粮食 微臣曾经说过 吐蕃高原天寒地冻 只有耐寒的青蝌才能生长 产量极低不说 更是吐蕃唯一的主食 微臣之前大量的购买 吐蕃高原的青蝌 可是这远远不够 微臣想要让陛下下达 禁酒令 这里有一个括号 注意了各位啊 这是作者写的 之前首误 把青蝌写成了高粱 括号B 禁酒令 李世民不由地 压然地看着莫顿 要知道这天底下 最为名贵的酒 就是莫家的结千筹 而莫顿主动提出 禁酒令损失最大的 就是莫家 莫顿为了报仇 可以说是不惜血本 莫顿点点头 虽然莫家结千筹 利润很高 可是酿酒过于消耗粮食 这几年哪怕有专路畅通 关中粮食价钱 依旧连年上涨 高度白酒就是罪亏祸首 李世民点点头 已经有不劳少的人 向李世民觐见 而矛头直指 莫家村的结千筹 没想到 莫顿竟然自己主动解决 微臣以为 是时候向吐蕃 泄露酿酒的秘籍 现如今 大唐下达禁酒令 若是陛下允许 从他国进口 高度白酒 刚刚莫顺 刚刚莫得酿酒秘籍的 吐蕃定然会欣喜若狂 吐蕃定会上钩 大唐酿酒 咱们不酿 让他吐蕃去酿 让他吐蕃大肆酿酒 卖给大唐 如此一来 吐蕃境内的粮食 定然大减 实力将会再一次的衰弱 虽然莫顿的酿酒秘籍 已经泄露给了酿酒的措访 而竟然没有泄露给吐蕃 这让莫顿对大唐的酒坊 不由的另眼相看 李世民心中一动 作为帝王 他自然知道 粮食才是根本 如果吐蕃把唯一的主粮 轻磕用来酿酒 那么必然会埋下隐患 总有一条 会被大唐所用 吐蕃第三个弱点 就是愚昧 就是愚昧 莫顿最后的道 愚昧 你可是刚刚夸奖过 陆东赞和松赞干部 乃一代人杰 怎么转眼就说吐蕃愚昧呢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李世民心中不解 莫顿解释道 所谓愚昧 指的是吐蕃整体社会处于愚昧的状态 松赞干部刚刚一同吐蕃高原 在此之前吐蕃并无文字 就连吐蕃大象 陆东赞都是大字不识一个 更何况是普通的吐蕃百姓 李世民这才恍然大悟 有点明白莫顿什么意思 可是愚昧落后 同时也代表着野蛮彪悍 这也是吐蕃骁勇善战的原因 我等无法控制吐蕃百姓的身体 可是却可以在吐蕃百姓心灵之上 加上一道加索 莫顿皎洁一笑 李世民虽然不知道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这个词 可是却知道 越是野蛮 他就越信奉神灵 尤其在吐蕃高原 自认为天神庇佑之地 他们对神灵更是独信不已 莫顿微微一笑 那陛下可知哪个宗教 不许杀生吗 佛教 李世民豁然一惊 瞬间明白了莫顿的谋划 吐蕃毗邻天主 本就有一定的佛教基础 再加上吐蕃百姓迷信 愚昧 一旦佛教在吐蕃盛行 人人不愿杀生 骁勇善战的吐蕃将士 恐怕将会称为历史 莫顿正中点头 二五屡屡刺灭佛 可见佛教之危害 与其如此 不如将祸水吸引 如果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相助佛家一把 让吐蕃高原神权 高于王权 一群寺庙 吐蕃 统治 吐蕃 又如何能对我大唐构成危险 李世民不柔的豁然一惊 当莫顿跟他说 世上几个大的文明发源之地 已经有三个沦落于神权之手 让他不由的心惊胆战 却没想到 有朝一日 大唐竟然把这策略 用到了吐蕃的身上 而吐蕃却根本察觉不到 莫顿这三策 几乎可以说 说到的心坎里起来 此三管齐下 哪怕氧气没造出来 吐蕃的威胁也能大大降低 这让李世民不禁激动不已 既然如此 此次接待吐蕃特使的任务 就交给你 希望你不要辜负朕的期望 李世民意味深长的动 莫顿顿时心灵神灰 明白了李世民同意他执行 削弱吐蕃的计划 顺便报仇削耻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末堂的第1146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剧这月 这是七章 禁酒令 独家冠名 勒布朗安妮 多谢陛下 不过禁酒令 不宜让微臣提出 容易露馅啊 莫顿功神道 莫家在白酒之上 就有巨大的利益 如果由他提出禁酒令 恐怕令人怀疑 放心吧 此事好办 不过另一件事 可就不好办了 李世民不怀好意地盯着莫顿 莫顿心里一图 小心翼翼地问道 陛下所说的是 你一小子提议的禁酒令 的确是好 可是朕 可是喝惯了莫家村的解千筹 以后 没酒了可怎么办呢 朕可听说 莫家村有不少存酒的酒窖 莫顿不由的苦笑 陛下放心 存酒顺便 陛下拿 随便陛下拿 足够陛下所需 李世民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一脸和蔼地带着莫顿走向 长孙皇后母女 常乐公主看着如此和谐的 翁婿关系 不由的心中涌现出了 一片片的暖意 顿时觉得人间值得 可是 还没等长乐公主高兴太久 第二天大朝会 整个朝堂立即风云变幻 哎呀 启禀陛下 最近观众梁驾大掌 于国于本 哎 无意呀 朝堂之中 一个御史痛心疾首 锤胸顿足 咬牙切齿 唾沫横飞的道 梁驾大掌 大司农可曾查清原因呢 李世民看向一旁的大司农 苏令农 苏令农无奈地出列 启禀陛下 今年大唐雨水不好 多地出现粮食减产的状况 这才造成粮食价钱上涨 李世民装模作样的道 不应该呀 现如今大唐有了抗旱之法 农药 呃 还有亚井 哪怕减产 也要比从前打的粮食多 怎么还会出现粮价大涨的事情呢 房玄陵拱得拱手 启禀陛下 抗旱之法虽好 但是仅能顾小部分的田地 不至于让粮食颗粒无收 大部分的田地 还是要靠天吃饭 除此之外 现如今 人工孵化技术普及 大唐积压额数量大增 这些都需要喂养粮食 每年大唐有一小半的粮食 消耗在了喂养家禽之上 所以说 虽然粮食产量增加 可是需要用粮的地方同样增多 如此一来 大唐粮价不降反增 一个文官想了想道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不限制 饲养家禽 稳定粮食价钱呢 不可 此提议一出 顿时遭到了 不劳少官员的反对 房玄陵苦笑 百姓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 要是朝廷限制 饲养家禽 那岂不是民怨滔天了吗 听听 唐朝都这么有觉悟 尝到了肉味 谁也不想再回到 清汤寡面的日子 大唐百姓对肉的需求 简直就是无止境 再加上大唐盛行 以胖为美 每日消耗的肉量 已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目 所消耗的粮食 自然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太医令同时出炼 吃肉更是治疗夜盲症的良药 现如今我大唐人工饲养 家禽盛行 百姓吃肉不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民间夜盲症几乎消失 吃肉功不可没 绝不可限制啊 朝堂百官顿时一阵为难 如果真的限制饲养家禽 恐怕他们立即会被世人谩骂 更别说吃肉还是治疗夜盲症之法 于智宁冷哼了一声 嘿 朱俊 儿等只看到饲养家禽 消耗粮食 却不知道 还有一处每年消耗大量的粮食 却是于国无益 哦 于爱卿请讲 李世民听到于智宁上前 顿时借坡下驴的道 于智宁顿时有如斗鸡似的昂然出炼 启禀陛下 要说消耗粮食 酿酒 可是排在首位 民间就有三斤粮食 一斤酒之说 尤其是墨家村 开创了高度白酒之后 酿酒所耗的粮食呢 更是惊人 自古以来贪杯勿事 若是陛下下达禁酒令 微臣相信大唐梁家一定会应胜而跌 禁酒令 百官不由的惊呼 朝堂里边喜欢喝酒的人可不在少数 李世民更是酒重高手 要是下达禁酒令的 岂不是连他都不能喝了 李世民他能同意吗 我说不行啊 酒这玩意儿那是几千年传下来的 怎么能说禁就禁呢 程耀金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还有如今一家都需要酒净消毒 又是禁酒 那一家可怎么办呢 太医令反不动 于智宁想了想 微臣以为一家用酒可以赦免 可是不可售卖世面之啥 微臣赴议 顿时不少大臣纷纷赞同 既然你不能限制饲养家亲 那么就只能限制另一个耗粮大户酿酒业 李世民壮死犹豫了一下 哎呀 好 既然如此 朕就冒天下之大不韦 下次禁酒令 一月之后 我大唐境内禁止用粮食酿酒 一经查出 严惩不呆 陛下 英明啊 于智宁不由的心中一喜 他跟墨家子相斗多年 这回总算让墨家子损失惨重 任谁都知道 高度白酒乃是暴力 而墨家子的解迁筹 更是卖到了一贯钱一瓶 简直就是强钱 这回的总算断了墨家村的一臂 散朝之后 禁酒令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民间 几乎长安城一片哗然 禁酒令 一种长安城百姓不由的目瞪口呆 谁都没想到 朝廷竟然突然之间下达了禁酒令 咬的人他机灵 听到这消息之后 立即毫不迟疑转身奔向了酒铺 把自己口袋里所有的钱 全都用来买酒 其他百姓纷纷效仿 很快长安城中就掀起了 强酒的风波 一时之间 长安城里白酒的价钱应胜而涨 更有商人看到商机 直接到酒庄去提酒 禁酒令 这 张家庄百姓闻言顿时有如灭顶之灾 张家庄向来饮酿酒为生 现如今朝廷下达禁酒令的 岂不是断绝了他的生计 一时之间 张家村的村民嚎啕大哭 心中一片的茫然 哭什么哭 不是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吗 这一个月把所有的酒都酿出来 大赚一笔再说 张家村村长大吼得道 一众村民哭了半天 这才回过神来 禁酒令一下 那烈酒价格肯定大涨啊 现在正是赚钱的大好时机 而不是用来哀叹的 立即抹干了眼泪 张家村民全体男女老少 齐上阵力求在仅有的一个月的时间 酿出更多的酒 何止是张家村啊 几乎所有的酒坊都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其中也包括墨家村酿酒作坊 甚至蔓延到了大唐各地 一时之间 所有酒坊是尽可能的消耗粮食酿酒 可是粮食价钱却不涨反降 而且是大幅度的降 禁酒令的效果立竿见影 大唐梁架的危机应盛解除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墨唐的第 1147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这月 冷镇 整个大唐皆为酒狂 可是墨顿一点也不在意 自己惹出的乱子 而是纵马来到长安城外 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西方 按着信报 今儿个乃是火器舰归来之 专路上车来车往 可是依旧没有火器舰的身影 但是墨顿却没有丝毫的焦急 而是继续等待 慢慢地 转道上传来了一声喧哗 随后很快就变成了阵阵的惊呼 只见一个长长车队风尘仆仆地归来 甚至在一辆辆车厢之上 还清晰地看到刀剑弓弩留下的痕迹 更有不少火药留下的黑黑的印记 结合这些不难看出 这个车队正是一战成名的火器舰车队 参见纪酒 看到墨顿在长安城外等待 一众火器舰将士眼中露出了狂热 骑骑下肾攻马 攻肾下马 你就琢磨去吧 反正就是意思 正是眼前的纪酒带领他们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让火器舰拥有了无上的荣誉 诸位 我等凯旋而归 终于到了长安城了 莫顿看着跟随自己 南征北战的部队不由得高呼的道 顿时火器舰将士传来一阵阵傲然的高呼 这一战 火器舰称之为凯旋当之无愧 可是 现在还不是诸位放马还山之时 陛下听闻尔等战机 准备在西山军营亲自看到火器舰演练 现在本祭酒下令 尔等立即归营 补充火药 接受陛下检阅 莫顿昂然下令 陛下检阅 我去 顿时所有火器舰将士不由的呼吸一致 没想到他们竟然还能有如此的殊荣 遵令 火器舰将士顿时士气高涨昂然的道 很快 火器舰将士立即赶回军火库 把消耗一空的火药全额补充 刹那间火器舰满血复活 杀气凛然 西山大营 当李世民带领文武众臣看到火器舰的时候 也不禁严慎意宿 经历过铁与火的洗礼的火器舰 已经完成了蜕变 变成真正的精锐之师 启离陛下 火器舰全军一千将士 十到八百二十人 请陛下检阅 莫顿昂然的道 一千人 十到八百二 武将瞬间听明白了这话 不过脸色一暗 那剩下的一百八十人 自然已经战损了 文官们也很快就明白了莫顿的意思 心中黯然的同时 也不禁对火器舰的战力咋舌 要知道 火器舰西正高唱 可是未损一人 哪怕是击败五千吐蕃欺兵 最后也不过是战损了一百八十人而已 这份战力不禁让文武官员心计 李世民不由地肃然 面对火器舰不仅多了几分凝重 开始吧 李世民下令 遵命 莫顿弓身领命 大手一挥 火器舰方阵瞬间响起了急促的哨声 这是火器舰遇险的警报之声 几乎同一时间 火器舰车队开始行动 几十辆的马车紧紧地围成了一个内阵 而一百多辆马车紧紧地围成了一个外阵 做完这一切 紧紧消耗了遗嘱箱的时间 哦 这是何意 李世民稀奇地道 李世民等人站在检阅台上 拿着望远镜 把火器舰的车阵看得一清二楚 只见火器舰的内阵乃是原形 而外阵则是有如刺猬一般 两辆马车对顶突出了一个又一个 尖角凹凸不平 有如一个菱形一般 莫顿解释道 此代莫守最为强大的阵徒 灵阵 一旦灵阵形成 无论敌军进攻此阵的哪一点 都会使敌人暴露给另一个冷面 一个敌人会面对两到三个将士的攻击 火器舰将士可以形成交叉攻击 一旦敌人突到阵前将会压力倍增 大大的增强防御力 李世民心头一震 他乃是久经善战 自然知道一旦被左右夹击 在诺大的战场之上 恐怕再强的武力也要腹背受敌 莫家紧紧用马车就形成了如此 杀阵的确不凡 不劳少的武将眼神微闪 现在大唐各大城池都是平直的城墙 再加上护城河的守护 稍加改造 把城墙改造成灵阵那自然防御力 肯定会倍增 可惜啊可惜 如此绝世杀阵 却生不逢时 如果早生百年定然威名赫赫 可惜现如今在火药面前 再强大的城堡 也都会一击击破 此阵可谓生不逢时啊 一个文官突然感叹得到 众臣不由的心中一叹 火药一击破城 非但镇静西域 更是镇静了大唐 要论城墙最多 那肯定是大唐无疑 可是现如今 大唐制造出了最强之矛 让大唐最强的顿城墙的地位 变得十分尴尬 非亦也 火药的出现 让此阵用于城墙的意义不大 可是墨侯却将其用在小型的车阵之中 有如一个长满刺猬的堡垒 用较少兵力 可以一少胜多 可是如此一来 灵阵就价值不凡 不错 此阵的确有大用 边境少所用此灵阵建造 防御力大增 极少的人手就能让敌人束手无策 知难而退 李世民微微点头 大唐重开丝绸之路 严丝路 树边 哨所乃是重重之重 有了这个灵阵 丝路的安全性将会倍增 谁也没想到这场教阅还没开始 墨家子竟然给了他们如此大的惊喜 他们终于知道吐蕃这回败得不远 可是更大的惊喜在后头 一个小小的铁吉利 墨家子竟然玩得出神入化 一个尤其是洒落在地上的铁吉利 暂且不说 别说是李世民和武将 就是文官也对其知之甚香 真正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乃是 一道道缠在车阵上用钢索制作的铁吉利 尤其是车阵上方 那一卷卷的铁吉利上的尖刺 整个车阵有如一个刺猬似的 让人无从下手 程咬金心仰难耐 拿起了马朔上前准备亲自测试 这个心事铁吉利的威力 可是哪怕程咬金如此猛将 也是堪堪破了一道铁吉利 剩余的几道铁吉利却依旧有如拦路猛虎似的完毫无损 程咬金脸色难堪 只要给他时间 他自然有信心把这些爱事的铁吉利斩断 可是这点时间 他恐怕早已不知身中多少箭 此物更胜巨马 程咬金受挫而归 顿时交口称赞 铁吉利这玩意的坚韧 不易破坏 而且体积小 还能卷成卷便于鞋带 再加上本身带有尖刺 简直就是骑兵的克星 中将纷纷点头 这才是准备阶段 他们就已经觉得不许刺刑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末堂的第1148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这月 咱们下章再见 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咱们在喜马拉雅上的小号 云聚这月 小月月每天晚上八点 在直播间里录制小说 关注一下呗 啊 教育火期间 独家冠名 剑神西门吹雪 随着莫顿一声令下 火期间正式开始演练 瞬间投尸机所投掷的火药包 落在了前方阵地 交场之上轰鸣声不断 不老少闻尘不由的心中一突 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吓了一个嘚嘴 而武将却眼皮都不眨一下 这些火药包爆炸的声响很大 可是射击频率太低 再加上有盔甲的保护 杀伤力不大 主要是对战马的威慑力挤得 三段射 紧接着火器剑刚弩三段射开始射击 超长的射距 这才让这些武将眼皮一挑 超长的射距 超快射击速度 这才让不老少的武将稍微的重视 这样的杀伤力才配得上火器剑的战果 不是吗 可是接下来一道刺眼的亮光 差点没有谎下李世民的眼睛 这是莫顿故意安排薛仁贵 要往教育台上投的一道光束 众臣这才想起情报当中 莫顿在战场上的骚操作 太阳这玩意儿呢 他本身就刺眼无比 在大型聚光灯的作用之下 更是善良 这对弓箭手来讲 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小智爷 文官们揉着刺痛的眼睛 嘴上却嘴硬得到 可是接下来的一窝蜂 却让他们眼皮直条 如此近距离的弩箭密密麻麻 乱如蜂窝一般 绵绵不绝的攻击 这对攻击方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一支支弩箭带着尖锐的笑声响起 阵地前方密密麻麻地 插着巨大的弩箭 何止是文官 就是武将也是遍体发寒 这一窝蜂箭直是骑兵的克星 一窝蜂之后乃是手雷攻击 这回火器箭并未将手雷让给骑兵 手雷存货颇多 而是直接把手雷的威力进展无疑 一窝蜂的攻击距离在百步以内 而手雷的攻击在三十步 两者一远一近 简直就是战场上的死亡收割机 一大波手雷攻击之后 让文臣武将意外的是 火器箭将士竟然全部撤离出了车针 这就结束了 众人正在意犹未尽 而激烈的爆炸声竟然停了 莫顿却微微摇头 当然没有 火器箭死战不退 除非胜利 定然会站至最后的一兵一卒 还请陛下躲避一番 李世民不由的一愣 突然想起情报中火器箭给吐蕃残军 最后来了那么一击大爆炸 立即毫不迟疑低头走下了教育台 文官更是脸色狂变 不由的怒吼的道 莫家子 你这个疯子 那可是连城墙都能轰他的火药 莫家子竟然在这公开演练 这不是治众臣的安危于不顾吗 而武将们却纵声大笑 莫顿是太对他们脾气了 有了这最后一击 那么这场演练将再无遗憾 轰隆一声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一股子炙热的空气冲击而来 更是夹杂着车辆圆木的碎片 哪怕面对爆炸 众人也能清晰的看到火光 感受着无匹的威力 连他们远离车阵 也能感受如此大的威力 更别说处于爆炸中心的火器剑 将士和敌人 恐怕是无意幸存 为什么笑 我说这个无意幸存 我笑你们信吗 别扯没有用的了 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 莫顿所说的火器剑战斗志 最后一兵一卒的意思 如此决绝的火器剑 不禁令人动容 爆炸声停息 刺鼻的浓烟消散 李世民和文官武将 这才缓缓起身 回身看到火器剑阵地的 一片断壁残垣 二百辆马车全部摧毁一空 在其中心 更是被炸出了一个个的坑洞 更有不时的清烟 从裂缝的木板子上升起 哎 这才像真正的战场 程耀金脱口而出 这回也没有人反驳这句话 而且这个战场 虽然迥异于他们经历过的战场 但是其残酷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看着浓烟旁边 微然而立的八百火器剑将士 一众武将不由的心头沉重 他们自认为是身经百战 现如今给他们五千人 他们恐怕也没把握 战胜眼前这八百来人 火器剑不满千 满千不可敌 一时之间 众人心中不由的 生起了这股子感慨 其实呢 拨到了最嘎的 云居折月想说上一句 给我五千人 我就能打败这八百人 为什么 我不跟他打 把他圈上 我饿死他 好 果然没让朕失望 李世民龙颜大悦 火器剑给了他太多的惊喜 无论是火药的威力 还是新的战斗模式 都让他受益匪浅 参见陛下 八百火器剑将士 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 而等乃西征高昌的功臣 所有将士都连升两极 朕亡将士 朕另有抚恤 李世民昂然地道 火器剑战力 让他终于重视起了 这支新生的军队 开始加大对火器剑的投资 不劳少众臣眼神一闪 既然将士们都连升两极 那恐怕接下来火器剑就要扩张 如此彪悍的战力的军队 谁不动心 可是 现如今墨家子胜券正龙 这点小心思 众臣不由地 暗暗地记在了心中 多谢陛下 火器剑将士整齐如一的道 好 李世民看到纪律严明 战斗力强悍的火器剑将士 不由地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莫顿纵身走到了火器剑将士前 郑重的道 启禀陛下 火器剑完成西征任务 请求回营 还请陛下允许 准 李世民大手一挥昂然的道 刹那间 火器剑将士迈着矫健的步伐 傲然地从教越台前走过 一种文武重臣不由的一探 单单西征这份战绩 他们的确是有资格骄傲 火器剑营地 刚刚归营的火器剑一片的寂静 所有将士的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 一个个呼呼大睡 纪九大人 所有阵亡将士的名单都在这儿了 薛仁归和莫顿却无心睡眠 他们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莫顿看着眼前的一个个熟悉的名单 不由得心头沉重 这乃是火器剑的阵亡名单 足足有一百八十个人 哎 他们跟随本纪九 可本纪九却未能保护他们呢 莫顿不由得心生愧疚 一直以来 火器剑都是顺风顺水 但却没想到 竟然在吐蕃的偷袭之下 阵亡了一百八十个人 这让莫顿对吐蕃的怨恨不由得多了几分 薛仁归安慰道 纪九大人莫要难过 行军打仗难免死伤 再说了 纪九大人亲自追入八百里汉海 为其报仇血恨 想必他们全下有之 肯定会含笑救权的 莫顿却摇了摇头 要是两军对阵 火器剑 哪怕战损再多呢也不怨别人 可是吐蕃却是对火器剑是来了个不宣而战 在戈壁滩击 这让莫顿心里怎么着都过不了这个坎 莫顿脸色沉重 眼神健义 一个个亲笔手写阵亡通知单 足足用了一个时辰才堪堪写完 这些阵亡通知单 含有将士的骨灰要亲自送到家属手中 若是家中确有困难 可以跟我说 莫家村会倾力相助将士的遗伤 莫顿正中的安排道 是 血人鬼应声而去 两九之后 莫顿这才缓缓起身 火器剑已经归来 那么吐蕃使节应该也快要到长安 是时候好好的算上一笔账 单单一个论亲灵 并不足以让莫顿平息怒火 陆东赞也不能跟这一百八十个将士相提并论 那就让整个吐蕃来为这一百八十将士陪葬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末堂的第一千一百四十九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咱们下帐再见 为什么笑 因为天子蒙苗米太皮了 好了 就到这 吐蕃困境 独家冠名 勒布朗安尼 卑鄙小人偷袭大唐 背信弃义 千聚后宫 王八读子 不听云聚折月播小说 吐蕃使节车队周围 围观的大唐百姓纷纷怒斥的道 一个个唾沫横飞 眉飞色舞 垂胸顿足 看着他们是越看越来奇异 有了火器剑车队开服在前 众人自然没有忘记火器剑的遭遇 如今看到吐蕃使节到来 不仅义愤天意 怒骂不已 哪怕是普通百姓也敢对吐蕃大象指指点点 痛骂不已 这就叫大唐的底气 为首的陆东赞对此一脸的默然 这种情形一路上他们已经经历的太多了 百姓的漫漫 一战的刁难 可是陆东赞却都隐忍了下来 因为他知道 小不忍乱大谋 他此行乃是向大唐求和 现如今的一切只不过就是个前奏 真正的刁难还在后头 在长安城 在朝堂之中 吐蕃偷袭之罪 可没那么容易平息 恭喜陆东赞大象啊 长安城就快到了 一路上尖酸刻薄的红卢寺的官员 突然换了一副嘴脸 到了长安城 他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终于不用再被两旁的百姓指指点点 这一路上 红卢寺官员的压力丝毫不少 多谢大人一路照顾 陆东赞定然铭记在心 哪怕一路上 没少被这红卢寺主事刁难 陆东赞却依旧羡慰 一块银子悄然地滑入 陆东赞官员的手中 红卢寺官员感受着沉甸甸的重量 这才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 看在你这么懂事的份上 我可以破例给你一个消息 否则接待土拨使节的 乃是你的旧事 旧事 陆东赞不由得心头一喜 要是旧事 那行事可就太方便了 可是看到红卢寺官员不怀豪意的脸上 陆东赞顿时心中一沉 莫非是 陆东赞突然生起了一股子不妙的感觉 不等陆东赞说完 红卢寺官员哈哈一笑 不错 正是墨猴啊 陆东赞顿时心中一沉 他一开始 以为此行定然会遭到大唐的刁难 却没想到 墨家子竟然直接负责接待土拨使节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羊乳虎口 依他和墨家子的过节 墨家子又怎么能放过他呢 果然 当土拨使团到达长安城之后 就被红卢寺扔在了驿站当中 根本不闻不问 连饭事都不管 被逼无奈之下 土拨使团是能自己上街买饭 屡遭白眼谩骂不说 往往还得花费高价 才能满足所需 大象 不能这样下去了 否则我等就得被困死在长安呢 一个土拨使者哭诉道 那长安城本来就居大不易 可是土拨使团在长安城 更是还得花费高价 才能买到东西 根本就撑不了多久 本相也像早日面见天客汗 可是墨家子居心不良 根本不见我等 而本相求助其他官员 也都被纷纷推脱 陆东赞脸色忧虑 这种情形之下 每多拖上一天 土拨可就多一分危险 墨家子怎么这么可恶 土拨使节纷纷怒斥 何止是可恶啊 墨家子一屡次上奏 要斩杀我等 再领兵踏平土拨 幸亏大唐有两国交战 不斩来时的礼仪 我等这才幸免至尽 陆东赞无奈得动 这些日子 他屡次带着重金 游说大唐众臣 虽说屡次吃了闭门羹 可是并没有 白费力气 有人暗中向其传递了 墨家子最新的动作 不行啊 我等一定要尽快 见到天客汗陛下 否则吐蕃威 吐蕃副使 鸡声的动 墨家子 携大功而归 胜券正笼 朝中根本无人 语气相抗 再加上吐蕃 有错在现 根本无人 愿意从中握卷 陆东赞不由得 一阵地无力 如果再脱下 且何止他们危险 吐蕃恐怕都危险 此刻的吐蕃 根本不是大唐的对手 如果大唐真的 强行出兵 吐蕃真有灭国之危 吐蕃使团顿时 一直低沉一片哀红 突然 一个吐蕃使节 匆匆归来 在陆东赞的耳边 轻轻地说了几句话 陆东赞顿时脸上 浮现出了一丝喜色 啊 诸位 终于有好消息了 佛家 愿意从中握卷 让吐蕃使团 免见天克韩陛下 陆东赞重重地 松了一口气 朝着吐蕃使团 兴奋地道 哎呀 太好了 吐蕃使团不由得 脸色一喜 只要能见到天克韩陛下 这事就有了转机 再说 佛家 有好生之德 或许还能保他们一命 否则任由墨家子 挑拨离间 他们恐怕 很难走出大堂 吐蕃蕃副使 眉头一皱 不接得到 哎 无缘无故 佛家 为什么要帮助吐蕃呢 要说什么 好生之德 恐怕无人相信呢 陆东赞点点头 佛家 自然不会 无缘无故地 帮助吐蕃 长安佛门之前 请的那 纳罗大师 正是由吐蕃引荐 一来有了香火之请 二来 佛家和墨家子 并不合 据吐蕃情报 墨家子 名为旧佛 是为献佛 让佛家损失惨重 其中 长安城 诸四庙 首当其冲 自然对墨家子不满 吐蕃使节点点头 这的确是原因 可是并不足以 让佛家下场 毕竟吐蕃捅的 楼子太大 佛家怎么能 因为这点恩怨 就相助吐蕃呢 果然 陆东赞接着道 除此之外 佛家还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借道吐蕃 尼泊罗 到达天主 将佛家高僧玄奘 迎回大唐 高僧玄奘 一众吐蕃使节不由的恍然 对于这个西行的和尚 吐蕃也是有所耳闻 他当时走的乃是高昌 吐火罗一带的丝绸之路 自然路途遥远 可是如果借到吐蕃和尼泊罗 那将会大大的缩减回归的时间 现如今大唐佛家示弱 如果将高僧玄奘 赢回大唐 那么佛家颓势定会利转 第二个条件 是吐蕃支持佛家 在高原传道 陆东赞道 仅仅如此 一众吐蕃使节不由的意外 哎呀 他们还以为佛家会提出 多么苛刻的条件 吐蕃腐蚀脸色 灰暗难明不由的皱着眉头 大象啊 佛家在大唐被献佛了 可见佛家必有其害 若是让大规模进入吐蕃 恐怕 这 陆东赞摇了摇头 言下吐蕃最重要的是渡过难关 佛家就是提出再苛刻的要求 我等也只能同意 陆东赞虽然和墨家子是死仇 可是也一点不否认墨家子的睿智 连墨家子都献佛 你琢磨去吧 佛家到底有什么危害 可是现如今的吐蕃已经没了选择了 现在大唐唯一能够相助吐蕃的只有佛家 至于他暗中的盟友 如果陆东赞暴露出来 恐怕他死得更快 告诉佛家 他们的要求 吐蕃全部答应 只要他们今日相助吐蕃 来日吐蕃 定不负佛家 陆东赞毫不犹豫的道 此刻的我在想 这要是信使听吐蕃 听个吐蕃全部答应 那可就有意思了 又能多水两张 是不是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第一千一百五十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咱们下章再见 一放佛国 独家冠名 见神西门吹雪 墨施主 还请墨施主 看在上天有好生之德的份上 我要再起杀孽 让两国百姓图天伤亡 这样不好 不好 墨施之中 佛家护法沙门 法林大师亲自登门拜访墨顿 一脸的悲天命人 颇为符合佛家不愿杀圣的慈悲 然而 到了墨施大堂之后 看到墨顿正在等候 法林大师一改慈悲为怀的面孔 露出了一丝喜色 墨侯妙算 吐蕃果然答应了 那就 恭喜佛家 从此之后 佛家 西方佛国已成 墨顿不由的嘴角露出了一个弧度 这回果然吐蕃落入了圈套之中 剩下的可就看佛家了 法林大师有如在梦中一般 不敢置信的到 吐蕃真有墨侯所说的这般好吗 墨顿哈哈一笑 大事可知 吐蕃 常年积雪 不少雪山 终年不化 这一点连松山也不挤 单单从山脉雪线 就可见其高 和观众相比 又如生活在天上一般 此乃普天之下 最靠近上天的一块陆地 空气清晰 晴天必空 白云悠悠 雪山连绵 云聚遮月 民风春朴 乃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净土 法林大师 你说他好是不好啊 法林大师单单听到墨家子的叙述 就不尽一阵的心吃神 最靠近天上的陆地 绝无仅有的净土 再加上宠信的信徒 这简直就是给佛家量身打造的佛国呀 不过 贫僧听说 吐蕃本地也有寺庙 佛家再去 恐怕惹人嫌隙了 法林大师皱着眉头痛 莫顿哪儿还不知道 法林大师他都已经心动了 如此之说 不过是想多搂点好处罢了 当下大手一挥 不过是一些旁闻左道 怎么能和博大精神的大唐佛家相比 本侯这儿有三侧 定然能够让佛家一举掌控吐蕃 哎呀 还请莫侯指点 法林大师脸色一喜 第一 灵童转世 当有高僧缘迹 而并非真正死亡 这个叫投胎转世 只需朝着高僧生前定下的方向去寻找 定然会遇到一个符合高僧遗言特征的志痛 此人就是高僧的转世灵童 莫顿道 法林大师一听这话脑瓜的 嗡他一下子心里边 妈呀一声 不由得豁然而起 对 如果佛家早有此法 恐怕早就大兴了 可是当他看到莫顿的时候 顿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个方法只能在民风淳朴的地方使用 如果在大唐用有诸子百家在 恐怕只能被打脸 因为大唐很少有傻子 第二册 则是佛家兔伯化 哦 莫施主 何为兔伯化呢 法林大师不由的眉头一皱 有些不解 俩人脑瓜子相对悄悄的密谋 莫顿解释道 这就有意思了 吐蕃并不比富饶的天竹和大唐 地处高远 物产稀少 人丁稀少 百姓多以游牧为生 只生产少量的青科 根本不足以支撑佛家吃素 那么佛家 要想在吐蕃大行 必须要迎合吐蕃的特点 不解婚 不解色 法林大师勃然大怒变脸的道 绝不可能 不解婚不解色 那还能是佛家吗 哎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留 想要弘扬佛法 必须得做出牺牲 更何况 释迦摩尼不就是吃野猪肉似的 法林大师顿时一连纠结 这是他一辈子所坚持的佛家 让莫顿一说 这怎么差这么多呢 莫顿继续道 并非莫某故意为难 破戒是为了第三册重修经书 莫某抽空写个几本经书 还请法林大师指点一二 莫顿讲完了 转身在书桌子上拿出了几本佛经 递到法林大师手中 法林大师伸手接过来一看 顿时脸色凝重 这几部佛经和大唐佛经迥异 可是其哲理却依旧高深 当他翻到最后一本 欢喜佛经的时候 不由得脸色一变 好在他佛法高深 忍住心中的悸动 将其看完 和尚经书 久久不能言语 又是有烟 估计他得点上一个 凉酒之后 法林大师这才恢复了平静 一脸震惊地看着莫顿 如果此时有人跟我说 你乃佛祖灵同转世 贫僧也深信不已 可惜你会根如此深厚 却生在了莫家 哎 万法归一 诸子百家道法各异 最终也不过殊途同归 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莫顿打了个自己也不理解的禅机 万法归一 法林大师顿时顿武 双手合十 哎呀 莫师主果然是大会根 贫僧着相 如果佛家不乐意 那这事对你佛家并无损失 啊 你就等玄大大师回来 西方佛国之事就此作罢 如果佛家乐意 那就好好研究研究这几本佛经 如果佛家需要 无论是莫家还是大唐 都会相助佛家一臂之力 两臂之力也行 莫顿不可置否的 法林大师心头一震 他并不是一个指挥念经的傻和尚 而是佛家 护法沙门 精通事故 自然听懂了莫家子话里边的那个意思 未来 如果佛家在吐蕃受挫 也将会有强缘相助 荣老纳会去商议一番 法林大师行色匆匆离开莫府 落在有心人眼中 这定然是法林大师和莫家子闹掰了的表象 可是众人却不知道 法林大师现在都已经心神失手了 这事关系到佛家未来 法林大师自己一个人他做不了主 他需要和长安城佛家高僧共同上议 济法寺 长安城的高僧再一次的相聚 一个个漠然的盯着眼前的好几本佛经 可是每个人心里都不平静 现如今有一个巨大的抉择摆在他们面前 法林大师一脸凝重的看着诸位高僧 诸位 墨家子已将此路摆在我等面前 我佛家如何抉择 还请诸位拿定主意 阿比托佛 我佛家六根清净岂能破戒呢 贫僧以为墨家子计划颇为周向 哪怕不破戒 我等也可在吐蕃建立西方佛国 慧长法师皱着眉头道 因为他实在是对西域佛国计划太心动了 可是却不愿意破戒 法林大师摇了摇头 难哪 老那也曾问过墨侯 可是墨侯却以为 若是佛家不破戒 佛家将始终不能荣于吐蕃 弹劾建立西方佛国 一众高僧微微和首 他们或许对墨家子献佛不满 可是不能不承认墨家子的眼光 既然墨家子说难 那恐怕是真不行 我佛祖尚且嘎肉似鹰 我懂为了弘扬佛法 也只有舍弃这身臭皮囊 同仁方丈 探生的动 然也 现如今大唐百家争鸣 诸子百家皆有精进 而唯独佛家被处处排挤 否则我等也不会费尽心机 想要迎回玄奘 西方佛国绝不能错过 一旦大唐攻下吐蕃 佛家将会抱憾终身 法林大师叹气的呢 他自然知道墨家子和朝廷扶持佛家的意思 现在的佛家不出力 一旦吐蕃并入大唐 西方佛国 基本上约等于东北话来讲 叫扯独子 何止是朱子百家的 就连朱子百家后辈也纷纷展露头角 墨家子暂且不说 就连墨家子手徒五妹娘都已声名赫赫 孔家的孔会所算学一脉的祖明君一家墨五 就连衰败的法家也收了一个徒弟被墨家子评为沧海医住 这一点我佛家可是落后太多了 慧昌方丈忧心忡忡的动 同仁方丈看了看慧昌方丈身后的便机摇了摇头 慧昌大师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 依我看 慧昌大师的高徒便机 年纪和墨家子相仿 可是也颇具慧根 以后定然会成为佛家中流砥柱的 便机豁然一惊 连忙从欢喜佛经的震撼当中逃脱出来 恭敬的道 小僧愿意为佛门献身入吐蕃传道 慧昌法师却摇了摇头 便机呀 你乃佛家下一代少有的聪慧弟子 可是相比于这几个人相差太远 此次玄奘法师归来 本师想推荐你跟随玄奘法师学习佛法 吐蕃传道 自有我等老僧献身 希望你莫要让佛门失望 便机顿时遗憾的道 多谢师尊栽培 至此 长安佛门定下决策了 全力配合吐蕃和墨家子 演好这出席 毕竟西方佛国 关系到佛家的未来和根据地 绝对不容有失 哪怕牺牲再多 在所不辞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颇奖的 墨唐的第1151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这月 让吐蕃求和 独家冠名 勒巴朗安尼 有了佛家的帮助 终于 吐蕃世界获得了来之不易的机会 等到了李世民 赵剑的消息 吐蕃王 陆东赞 供奉的松赞干部 向天克寒问好 陆东赞上前一个大礼奉上 一旁的墨家子 却狠狠地盯着陆东赞 启离陛下 吐蕃狼子野心 在御门关外 伏击火器剑 正是陆东赞的儿子 论亲灵 而陆东赞 正是幕后黑手 臣恳请陛下 斩杀陆东赞 为战死的180名 火器剑将士 深渊 180名 陆东赞不由的心中 被重重的一击 吐蕃整整损失了 五千骑兵 而火器剑 仅仅损失了 180名 他可以想象得到 当时的战士 吐蕃骑兵是何能惨烈 自己的儿子 论亲灵 被墨家子 当成受伤的猎物 不断追踪的 无力和恐惧 陆东赞 此事你如何解释 李世民脸色一变 冷然的动 感受到李世民 强大的压力 陆东赞顿时冷汗直流 他知道 此刻一个应对不好的下场 将会极为凄惨 碰 陆东赞用力地叩手 声音之大 顿时传遍了整个太极殿 把李世民下了一个机灵 顿时陆东赞脸上鲜血直流 然而他却丝毫不顾地道 逆子大逆不道 私自窃取兵符 酿成大祸 外臣无话可说 若非他葬身于沙漠 外臣定亲斩其脑袋 献给大唐 大唐众臣不由的一阵哗然 没想到陆东赞已经毫不犹豫地承认了 莫顿冷然的道 陆东赞 别以为你儿子死了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所谓子债复偿 吐蕃无故伏计火器剑 图谋大唐火药最不容设 不少大臣纷纷点头 经过高昌之战 火药的重要性得到无限的拔高 吐蕃已经触犯了莫家子的逆临 子债复偿 外臣无话可说 若能平息莫侯怒火 还请莫侯斩杀外臣的人头 陆东赞很是光棍 直接引进带路 莫顿博然大怒 此话你说的 既然你自己找死呢 我就成全你 说吧 莫顿上前抢过带刀侍卫的武器 就要当场斩杀陆东赞 莫侯不可 莫侯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如果此刻斩杀陆东赞 又是我天朝上国的风范呢 顿时垂垂老矣的令狐得分 连忙劝劫 得饶人处且饶人呢 莫侯 莫侯已斩杀五千吐蕃骑兵 也算是报了仇了 此刻再杀吐蕃使劫 会让他国心寒的 一众文官也纷纷上前劝劫 再加上一众侍卫子上前边拉扯 这才让陆东赞逃过了一劫 住手 大殿之上成何体统 莫顿 我看你是恃宠而叫 胆大包天 李世民拍案大怒 陆东赞连忙伏地 天客含息怒 是外臣惹恼了莫侯 都是外臣的错 还请陛下不要责怪莫侯啊 莫顿顿时气急而笑 他就没想到陆东赞 竟然还有后世绿茶表的本领 提前千年领会了这绝世神功 李世民就跟个老直男似的 意外地看了陆东赞一眼 要不是他早有定论 恐怕此刻已对陆东赞好感大增 当下配合得到 你倒也是一个机灵人 可是吐蕃无故犯我大唐 单单你一句赔罪认错 恐怕谁都保不住你 陆东赞恭敬得到 松赞干部自知逆子犯了大唐 特派外臣出使大唐 任打任杀皆有天可寒定夺 另外松赞干部还奉上黄金五千斤 珍宝无数向大唐赔罪 陆东赞大手一挥 顿时一众吐蕃使节奉上了黄金五千斤 珍宝无数 刹那间整个太极殿是一片珠光宝气 哪怕是见惯财富的大唐众臣 也不得不惊叹松赞干部的大手笔 李世民沉疑了片刻 莫顿哪 你乃是负责接待吐蕃使团之事 此事你怎么看的 莫顿朗亨 这点钱财算什么 以微臣来看 吐蕃胆敢冒犯大唐不可不乏 还请陛下下令 臣亲率大军攻破吐蕃 吐蕃富时朗亨 莫豪未免太过于狂妄了吧 我吐蕃上有数十万勇士 又有高原庇佑 唐军上了高原 立即就会浑身无力 攻破吐蕃 未免过于狂妄吧 此乃吐蕃使团定下的策略 陆东赞极力的服软 而吐蕃富时的 则态度强横 显示实力 让大唐投鼠忌器 莫顿傲然 唐军上了高原 的确会浑身无力 可是点燃火药的力气 还是有的吧 戈壁滩内 火器剑一千对五千 就把吐蕃骑兵杀的片甲不留 依我看 什么高原庇佑 不过是不堪异计 吐蕃富时顿时 脸色仗红 唐军火药 的确让吐蕃极为忌惮 那是唯一能够威胁 吐蕃的武器 哪怕吐蕃不敌 也会让唐军付出 足够的代价 吐蕃富时强硬的道 陆东赞见到目的 已然达到 立即呵斥 吐蕃富时闭嘴 朝着李世民恭敬的道 天克寒明见 两军交战 定会让两国生灵涂炭 上天有好胜之德 还请天克汗息怒 看到李世民脸上浮现了一丝犹豫 陆东赞不由的心头一息 可是一旁墨家子的声音 再一次让他的心沉了下来 哪怕不出兵吐蕃 也要惩罚吐蕃 陛下一声令下 周边诸国皆要和吐蕃 断绝关系 禁止一切的往来 否则就是不敬天克汗 莫顿冷酷的道 陆东赞顿时心中一沉 吐蕃高原物产不足 很多东西都得跟别的国家交易 尤其对大唐的交易最为重要 一旦大唐和周围诸国禁止一切交易 那么吐蕃立即就会陷入困境 很快就会衰落下去 群臣纷纷一动 吐蕃高原占据地利 大唐要是出兵实在是不划算 要是能兵不血刃的惩罚吐蕃 那可就再好不过 果然 李世民文言一亮 这的确是一个不战而胜的方法 而且以大唐目前的威望 用起来可费是德心应手 不够 随着李世民淡淡的一句话 陆东赞心里边不由的一沉 陆东赞心中一摇牙 只要天可含原谅吐蕃 日后吐蕃 永为大唐藩树 永不背叛 日后每年都会朝贡大唐 众臣不由地露出会心一笑 顿时知道吐蕃这回总算是服了软 李世民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莫顿 陆东赞心中顿时又是一句 除此之外 日后吐蕃赞谱继位 须上表大唐同意 莫顿补充了一句 顿时群臣心中一叹 莫家子这招是真狠 如此一来以后吐蕃赞谱 都摆脱不了大唐的影响 可是陆东赞却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 只要天可汗原谅吐蕃 吐蕃自然永世臣服大唐 对于陆东赞来讲 此刻要让吐蕃渡过这个难关再说 至于说遵守不遵守 那这就得看吐蕃同意与否 可是陆东赞没想到的是 大唐也同样没有将所谓的 除此之外 吐蕃还有一个喜仪式 希望得到天可汗的许可 陆东赞松了一口气 这才说起了此行的另外的一个目的 说吧 李世民朗声道 吐蕃赞谱 松赞干部 一直渴望拥有 墨侯和常乐公主一般纯真的爱情 无意之中 就起一个唐人女子 一见清晰 然而 此唐人女子文妃 却是一个商户之女 内心自卑 自认为配不上赞谱 外臣恳请陛下 赐予文妃公主须名 让这对有情之人终成眷属 成为大唐和吐蕃的一段佳话 陆东赞声情并茂的 把松赞干部和文尔的爱情故事 渲染了一遍 立即在一众大臣心中 博得了不劳少的好感 一国之王 竟然钟情唐人商户之女 这让众臣不由的心中 对吐蕃多了那么几分亲近 莫顿不由的不感叹 松赞干部这步骑走的妙 竟然一举改变了吐蕃在唐人心中的形象 立世民却毫不犹豫地摇着脑袋 公主之名就免了吧 大唐早已立世 从此不再和亲 只是一个虚名而已 并非和亲 还请陛下成全这对苦无命的鸳鸯 莫顿心中冷笑 虽然只有一个虚名 可是对吐蕃的意义呢 可就不一样 他又怎么能让松赞干部得逞呢 这回不等李世民看出来 莫顿就主动出列反不道 陆大兴可能有所不知 在我大唐有那么一句名言 那就是人人皆是公主 只要是我大唐女子 哪怕是商户出身 依旧是归入公主 何须赐名呢 人人皆是公主 陆东赞不由的一呆 他可是深入地研究过墨家子 自然知道这句话是墨家子 为常乐公主建设富佑 医院而写 此刻竟然成为大唐 拒绝吐蕃最完美的借口 莫顿接着道 非但如此 哪怕文妃仅仅是我大唐一个商户之女 但是吐蕃必须要以最高礼仪来对待 本侯迎娶常乐公主的时候 就曾经建造一座新房 松赞干部贵为一国之君 自然要新建一座宫殿来迎娶文妃 否则又岂能对得起二人真实的爱情 陆大象 你说是也不是 陆东赞干巴巴的道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可是在陆东赞心中就跟吃了苍蝇似的 墨家子也太无耻 非但不愿意用公主的虚名赐予文妃 还要吐蕃用公主的礼仪来对待文妃 美约其名 为大唐女子撑腰 简直就是他们要白嫖吐蕃 墨顿哈哈一笑 既然如此 本侯正好灵感大发 正好有这么一个灰红的宫殿设想 来呀 拿纸笔 在李世民的受益之下 很快庞德就送来了纸杖和画笔 墨顿拿起了画笔 信手拈来在纸上绘画 很快一个宏大的宫殿 跃染纸上 正是后世布达拉宫的形状 别的穿越者都是在努力改变历史轨迹 而唯独我 却努力让历史走上正轨啊 墨顿洛比不由的心中感叹 陛下请看 庞德恭敬的把画纸递到李世民的面前 李世民接过来一看 也不禁为这个雄伟的宫殿而心折 不由的心中有些忌妒 墨顿这小子怎么就不把这个图纸献给他呢 可是转念一想 对 忘了 墨家子此举是为了消耗土拨国力 如果真献给他 恐怕也过不了大臣这关 哎呀 的确是恢弘大气呀 是啊是啊 群臣传越此布达拉宫的图纸 不由的连连赞叹 陆大乡可还满意吗 墨顿的字画在大唐价值千金 这次吐蕃可是赚到了 李世民朗声的道 陆东赞不由的心中苦涩 墨家子将此 如此大的宫殿 作为文妃的寝宫 如此正大光明的为文妃做主 恐怕就是为了利用这个宫殿 消耗土拨的国力吧 可是虽然知道是墨家子的羊猛 陆东赞也不得不强颜欢笑地收了下来 多谢墨侯赐徒 墨顿却是冷横 陆大乡高兴太早了 既然吐蕃成义打动了陛下 可是你我之仇还未解 墨侯这是要对外臣赶尽杀绝啊 陆东赞一脸苦笑 引起了不劳少大臣的悲悯之心 我说啊 杀人不过头点地 墨侯已经灭掉了五千土拨骑兵 更是击杀了论亲灵 眼前的陆东赞 不过是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可怜人罢了 你想干什么呀 于智宁一脸不忍得到 他陆东赞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他妈大唐一百八十个家庭 何尝不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谁更可怜 莫顿嗤之以鼻 于智宁顿时欲解 他想说吐蕃还有五千家庭丧子 可是最终却明智的没说出来 要不然定会引起众怒 两国交战不展来史 现如今吐蕃毅然臣服 你若擅自杀了陆东赞 私自挑起战争之罪 你莫顿则无庞贷吧 于智宁以大意相押 莫顿却丝毫不惧 要怪 也得怪陆东赞一手挑起吐蕃大唐的争端 这是他咎由自取 不过 看到他乃是史节的份上 我可以给他一条胜路 那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把握得住 还请莫侯赐教 陆东赞明白了 他已经没有退路 吐蕃已经过了这道坎 而他能不能过去 就看这关 莫顿凝视陆东赞 本侯听说 陆大象乃是吐蕃有名的智者 今儿个本侯就给陆大象出上三道难题 你如果都能答得上来 那就留你一命 你若一道都答不上来 那就怪你自己的命苦 还请莫侯出题 陆东赞干脆的道 事到如今他也没退路了 第一道 本侯有一个爵士名誉 名为九曲葱玉 你如果用丝线将其穿过 就算是你通过 莫顿道 众臣不由的眉头一中 九曲葱玉的名头 他们也是由索而闻 乃是李世民给莫顿和长乐公主 新婚的嫁妆 这个九曲玉 玉如其名 中间的孔 九曲回肠 一个柔软的丝线 如何能够穿过这些弯曲的孔洞 可是莫顿的问题虽然刁钻 但是也没超过陆东赞的认知 众人也没话可说 第二题 马圈里有一百匹母马 和一百匹马鞠 都是母子关系 陆大象只需将这一百对母子认出即可 莫顿诱到 百官不由的木凳口袋 在人的眼中 除非是朝夕相处的马 那其他的马那样子的都差不多 更别说让其认出小马鞠 这在他们看来 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三 最为简单 而等吐蕃使者到了大堂 本侯本负责接待而等 但却因私心而故意刁难 这次本侯一次性补偿给土拨使团 一百只羊一百坛酒 一百只羊一百坛酒 陆东赞不由的闪过了一丝凝住 他就不相信莫顿能这么好心 这里边必定有诈 果然 莫顿继续的道 而等要将羊杀了 一日之内 剥皮 吃光肉 揉好皮 喝完酒 啊 这 众臣不由的一阵哗然 莫顿最后这才是个杀招 吐蕃使团 金金百人 却要一人吃完一只羊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更厉害的在这酒上 此刻大堂的酒 可不是曾经的谦卑不醉 而是高度的烈酒 一坛的酒下去 恐怕任谁都得长醉不起 哪儿还能完成 莫顿布置下的任务呢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莫唐的第 一千一百五十三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遮月 咱们下诈 再见 五十四章解题 独家冠名 见神西门吹雪 随着朝会结束 莫家子的三道题 瞬间传遍了整个长安城 整个长安城 顿时人人跃跃欲试 想要证明自己的智慧 破解莫家子的三道难题 用软针 定然可通过九曲 一个年轻人自信的道 可是当他看到九曲的形状之后 立即哑口无言 白马 生下的肯定是 白色的马鞠 其他的马也都一样 这有什么不可分辨的 一个富家少年摸着自己胯下的骏马 自信的道 一个马夫反驳道 一匹母马和小马鞠 自然能分辨 可那是一百匹马 自然有颜色相同的 如何能够分辨 再说了 万一是不同颜色的马 杂交的怎么办 富家少年顿时眼 面默默走开 一个老者冷横 嘿呀 就算陆东赞他运气大爆发 吐蕃食者也吃不下一只羊 一坛酒 这回陆东赞他死定了 不死他也得撑死 不劳少大唐百姓纷纷点头 按照正常人的逻辑 一个人怎么能吃得下一只羊呢 恐怕就是撑死也办不到 更别说还有一坛子烈酒 就算是酒量最好的人呢 也得醉倒在地 非但长安百姓如此想 红炉寺中的吐蕃食者团 同样也是一片的消沉 陆东赞是一脸愁容 他脑海当中不停地 闪现出墨家子的三个问题 犹如三道催命魔咒似的 悬挂在他的头上 吐蕃副使愤然地道 墨家子欺人太甚 他故意出了一些无解之题 来为难大象 就是要置大象于死地 陆东赞摇了摇头 不 这一定有解 这是我等还没想到而已 吐蕃副使不由地周着眉头 大象未免太过于乐观了 墨家子又岂能 岂能出有破绽的题放过咱们的 陆东赞解释道 墨家子自视甚高 他知道一旦本相失败 定然会要求他当众解答这三题 若是他答不上来 那自然无法定本相的罪 所以墨家子为了杀我 他自己一定有答案 吐蕃副使顿时恍然大悟 可是随即周美 墨家子素来以智慧文明大唐 墨家子能够解出来的题 未必他们就都能解得出来 陆东赞深吸了一口气 从现在开始 吐蕃使团所有的人 都要听从本相指挥 若是本相没有解开这三题 命运墨家子之手 由傅使带领儿等回归吐蕃 一众吐蕃使者顿时昂然 愿为大象驱使 大不了咱们跟他们拼了 那吐蕃和佛家的约定 吐蕃副使保持理智 皱着眉头问道 吐蕃副使和陆东赞并不是一戏 原本就是用陆东赞平息大唐怒火之后 代替陆东赞的人 陆东赞眼神坚定 如约旅行 吐蕃副使默默点头 大唐太过强大 吐蕃远不是其对手 有了佛家作为桥梁 倒也能缓和一些 很快 一夜过去了 一夜未眠的陆东赞如约来到太极殿内 看到陆东赞前来 几乎所有的大臣都露出了好奇的知情 他们可是苦思冥想了 一晚上也没解决 他们倒想看看陆东赞的本事 开始吧 李世民搭手一挥 莫顿上前把一个洁白 温润的玉石交给庞德 庞德用托盘托住 送到陆东赞的面前 陆东赞低头一看 透过半透明的玉石 可以清晰看到 玉石当中弯弯曲曲的玉洞 陆东赞不由的眼神一俗 这弯曲的玉洞足有九个弯度 哪怕是再软的针 恐怕也不能穿过玉球 其他众臣不由的纷纷摇头 他们原本也想尝试 用自己的方法解开第一题 但是当他们看到九曲玉球的时候 顿时明白自己想得太简单 莫家子难题竟然如此 轻易地让人破解了这可能吗 莫家子此题无解 要啥陆东赞何必用这种手段 未免太过咄咄逼人了吧 一个玉石皱着眉头头 几乎所有再朝大臣 事件都刷了一下 定在玉石的身上 玉石不由的心中一虚 要知道 吐蕃可是伏击了莫家子 莫家子怎么复仇都不为过 更别说莫家子已经给陆东赞 留了一线圣迹了 何止是陆东赞猜得出来 莫家子有答案 满朝文武又怎么能猜不出来 只是一直以来 但凡能够和墨家子 较量智力的人 无不隐恨而归 满朝文武大臣不由的 怜悯地看着陆东赞 对其根本不抱任何的希望 可是让众人惊讶的是 陆东赞毫不犹豫地 拿起了九曲玉球 和一根细细的丝绸线 突然趴在地上寻找了起来 在一众大臣不禁皱眉 紧皱之间 不解看着陆东赞 怪异行为的时候 只见陆东赞很快在地上 找到了一个蚂蚁 小心地用丝线拴住了蚂蚁 蚂蚁 众臣顿时灵光一现 隐约明白了陆东赞 下一步的行为 果然 陆东赞低头把蚂蚁 送入九曲玉球的一段欲动 同时不断地朝着空洞吹击 迫使蚂蚁不停地 在欲动当中爬行 很快 蚂蚁竟然带着丝线 从九曲玉球的另一段爬了出来 陆东赞解开蚂蚁 将丝线提起 竟然完美地从九曲玉球的 御动穿过 竟然如此简单啊 整个太极殿一片哗然 没想到 难道无数人的九曲玉球 竟然被陆东赞 如此快速地解决的 刹那之间 满朝重臣不禁对陆东赞刮目相看 无论这个人是取巧还是真有实力 能胜得过墨家子一招 亦是难能可贵 外臣不如使命 还请天可汗陛下明察 陆东赞拱手把穿过丝线的九曲玉球 奉到李世民的面前 李世民看着一条细细的丝线 完美地穿过的九曲玉球 不由地多看了陆东赞几眼 不愧是连莫顿都谨慎对待的人 果然是有几分本领 莫顿啊 这第一题可曾解去 李世民转手向莫顿问道 莫顿不由地嘴角一动不屑地动 不过是志同的游戏而已 连三岁孩子都能解得开 满朝文武顿时脸色一黑 连三岁孩子都能解得开 却能难倒无数的百姓 这岂不是说 他们连三岁志同都不如 可是看到如此简单的答案 众臣想反驳也是无话可说 李世民嘴巴一抽 大手一挥 那就开始第二题吧 朕的御马间 已经准备好了各一匹母马 还有小马鞠 总共一百对 每一对都是母子关系 天可汗 微服四海 公平公正 外臣自然信得过 只是外臣 从未见到过这一百匹马 还请给外臣一夜的时间来辨认 陆东赞恭敬得道 李世民点点头 此要求情有可原 多谢英明睿智的天可汗 陆东赞感激得道 随着陆东赞被太监 引入御马间 第一题终于解开 当消息从长安城 传到民间的时候 顿时一片哗然 谁都没想到 结果竟然如此的简单 不过偷鸡取巧罢了 这回让土拨贼子侥幸过关 下一道题 恐怕就没这么简单了吧 不劳少的长安城百姓 冷哼得道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末堂的第一千一百五十四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这月 一百五十五章 解题二 此日 御马间迁 文武大臣齐聚 甚至公主皇子 也纷纷前来看热闹 御马间中 有两个大马圈 其中一个装了 上百匹的母马 另一个马圈装了 白匹的小马鞠 众人看到乱哄哄的小马鞠 所有的人都眉头一皱 这些小马鞠的颜色各异 如果是人看人 众人也许能从相貌上隐约的分辨出来母子 可是人看马恐怕都是一个样 哎呀不止如此啊 这里的红色母马有三十匹 白色母马四十匹 小马鞠红色的才二十五个 黑色的 呃不是 白色的马鞠才三十个 剩下的还有不劳少 杂毛的马匹 既有可能是红马生的 也可能是白马生的 更别说还有其他颜色的 这到底如何分辨呢 一个文臣心息 依然看出铜色马匹的数量不同 皇宫中自然没有这些杂毛马 显然都是墨家子从宫外弄来的 故意增加难度 看来墨家子要杀陆东赞之信 坚决肉眼认马 本就千难万难 墨家子竟然还弄了如此多的杂毛马 更是将此题难度倍增 除非是陆东赞运气逆天 否则定然难逃刺激 不劳少的人皱着眉头呢 如果他们换到陆东赞的位置 恐怕只能无奈地放弃 其他众臣也纷纷摇头 他们都是智慧高绝之人 然后是苦思冥想 最终也都束手无策 开始吧 李世民狼声地闹 他也是没找到破解的办法 询问莫顿他也不说 心里边十分期待答案 他倒想看看陆东赞的到底能不能再续神奇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陆东赞深吸了一口气 还请御马剑派出百人 依此欠出母马 然后再打开马圈 御马剑的太监依言而行 伸手一挥 上百名的侍卫牵着母马 依次拍开 然后呢 打开了小马鞠的马圈 只见那些各种颜色的小马鞠 一拥而上 奔向了母马的身边 令人神奇的是 竟然每一个母马 跟前全都畏惧着一个小马鞠 陆东赞傲然地道 启禀天客汗 每一个母马和身边小马鞠 就是母子关系 这怎么可能呢 顿时所有的人不由得哑然 然而 只见御马剑的马官缓缓点头 确认了陆东赞所言无误 众人这才一片哗然 大为不解地看着陆东赞 不明白陆东赞是用了何等的手段 哎呀 那个小马鞠 他是不是饿了呀 忽然 李智指着正在母马 身下吃奶的小马鞠 惊声的道 众人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陆东赞提出提前一夜来认小马鞠 并非是本一 而是让小马鞠饿了一夜 鸡肠鹿鹿的小马鞠一旦开卷 自然要第一时间赶往自己母亲的身边 此乃母亲的本性 天伦是然 陆东赞果然不反 竟然连破墨家子的难题 一时之间 众臣看向陆东赞的眼神 就多了几分莫名的警惕 这些难题 可以说 难倒了 自认为是大唐精英的众臣 可是在陆东赞的手中却是接连破戒 单单这份才智 已经不逊色于满朝的众臣 而这样的人力 这样的人才 这样的人物 竟然一心为土拨效力 未来定然会对大唐造成不劳少的障碍 陆东赞 不由得心头一叹 他知道 自己此刻是已经引起了大唐的重视 可是为了活命 他别无选择 只能全力以赴 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有那么一点点的失误 莫家子绝对不会错过斩杀他的机会 莫顿啊 陆东赞的答案 你可还满意吗 李世民转手看向莫顿问道 莫顿冷笑 你能想到母子之情来破戒此题 也算是人才 可是你只看到了马的母子之情 却忽略了人的母子之情 因为你突破五千母亲痛失爱子 可悲可叹 陆东赞顿时心中也疼 这失去的母子之情的女子 其中还有他的妻子 当确定莫家子归来 论亲灵已经葬身黄沙的时候 他的妻子每日以泪洗面 日渐憔悴 儿子已经死了 他要是在死在大堂 非但陆东赞的妻子悲伤 就连整个家族都得没落 所以他必须得活着回去 还有最后一关 他就可以从莫家子的手中逃脱 当下陆东赞深吸了一口气 启禀天客汗 外臣为了解开第二题 已经一夜未免 还请天客汗允许让外臣休息一夜 明日再破解第三题 虽然知道这是陆东赞的拖延之策 可是人家用的光明正大 李世民值得点点头 可 精彩 太精彩了 当第二题的答案传到民间之后 整个昌安城顿时沸腾 谁也没想到 陆东赞竟然能够再创奇迹 破了第二道题 自从莫家子一郡崛起之后 直接力压昌安城 还有少有人能够跟莫家子过第二招的呢 现如今陆东赞已接下了莫家子的两招 足以让众人刮目相看 众人在看向陆东赞的眼神不由得多了几分莫名的疑惑 和疑虑 如此一个智者他会犯糊涂 让自己的儿子窃取兵符伏击莫家子 恐怕莫家子所言非虚 这个人才是火器剑伏击案的真正的幕后黑手 不过就算是陆东赞他智慧通天也是难逃此劫 一个人撑破肚皮一天也吃不完一只羊 更别说还有一坛子烈酒 这回陆东赞不是撑死就是醉死 一众长安城百姓信誓旦旦的道 最后一关所拼的乃是肚量 按着常识呢 一只正常的羊 八十斤 就是抛去内脏皮毛骨头 也至少能出四十斤的蠢肉 一个人一天怎么能吃得下四十斤肉呢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陆东赞固然精明 可是也难逃莫家子的手掌 这回莫家子不但让陆东赞自证为 火器剑伏击案的幕后黑手 更是用最后一题来斩杀他 可谓是大快人心 一众长安城百姓终于洞察了 这场智力之战的幕后交锋不由的大户精彩 就在万众瞩目的时候 第三天终于到了 当陆东赞带着百名吐蕃使者 来到驿站门口的时候 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沿途百姓都用仇视的目光 看着吐蕃使者 幕后黑手杀人偿命 还我火器剑一百八十条将士的性命 王八蛋 一个长安百姓高声呼喊 原本渐渐平息的百姓怒火又一次的重现 陆东赞脸色难堪 他虽然连破两题距离成功 只剩下了最后一步 因为他发现自己中了莫家子的杨某 他越是破解出了题 那么就越发证明他是火器剑伏击案的幕后凶手 可是他无法停止 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要不然莫家子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他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莫唐的地 一千一百五十五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解题三 第三题的地点 解题的地点乃是御膳房的后厨 这里乃是御膳房宰杀牛羊之地 整个皇宫的用度很大 每天都有宰不完的牲畜 当陆东赞带领吐蕃使团到达御膳房后厨的时候 看到早已准备好的足足一百只羊和一百坛子酒 也不由得眼神一缩 这一百只羊 都是成年羊 哪怕莫家子没有故意为难 一只成年的羊重量也不少 更别说还有一坛子三斤装的白酒 如果是吐蕃高原的青柯酒 三斤装的酒坛子自然不在吐蕃勇士话下 可是陆东赞却明白 这三斤装的都是烈酒 而且都是莫家村盛产的解千筹 再加上现如今听说大唐已下了禁酒令 那么这些酒的价值恐怕会更高 而莫家子为了杀自己是毫不犹豫地就拿了出来 陛下有旨 解题开始 庞德朗生的呢 这回解题时间是一天 李世民自然也没那么多时间 自己也不会到御膳房后厨这等肮脏之地 非但李世民如此 就连满朝文武大臣也同样如此 甚至连莫顿都同样如此 陆东赞顿时脸色一素大手一挥 百名吐蕃使者纷纷上前宰杀羊 整个御膳房后厨顿时是一片血腥 包括陆东赞在内 每个人对此都十分熟悉 宰羊杀牛的那是每一个吐蕃勇士必备的技能 杀完了羊之后 陆东赞并没有停留 而是直接割下了四个大羊腿 扔进已经准备好的锅中开始烧火煮羊肉 吃肉 很快羊肉煮熟了 陆东赞喝道 率先拿起了一个大羊腿 大口地吃了起来 那么其他的吐蕃使者也都愤愤笑发 迫不及待地吃着羊肉 很快两个羊腿已经下了肚 喝酒 陆东赞再次大喝 随即酒坛子打了开 顿时一股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 吐蕃高寒 一众吐蕃使者也都是好酒之人 纷纷大口地喝了起来 很快 陆东赞和一众吐蕃使者 消灭了四个大羊腿不劳少的酒 这等饭量不由地惊呆了一旁的庞德 和御膳房的御厨杨大厨 吐蕃人都这么能吃 一顿也吃得太多了吧 庞德目瞪口呆 这才一小会儿啊 吐蕃使者每个人都吃了四个大羊腿 杨大厨看得仔细 不由得摇了摇头 非也 一在下看 这些吐蕃使者 我估计他们得有三天没吃饭 庞德这才恍然大悟 这恐怕就是陆东赞的破题之法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 陆东赞竟然心悸如此的深沉 竟然在三天前就想到了破题之法 硬生生的饿了三天 就是为了今天破题 别的吐蕃使者倒还行 也就是饿着呗 可是陆东赞竟然连续饿着三天 却依旧破解了莫顿的其他两题 这才智和毅力 没有谁都不服他的 这么说 难道吐蕃又赢了 庞德眉头紧重 杨大厨摇了摇头 非也 一个人的胃是有限的 就算是饿三天 也不可能一下子吃三天的饭 那不是还有一天的时间吗 庞德问道 一天时间也吃不完一只羊 要知道那是肉 不易消化 陆东赞想的方法的确是最佳 可是想吃完一只羊 那也是非常难的 更别说还有一坛子烈酒 要是喝醉了还得吐出来 吐出来之后 你说这玩意儿呢 他吃还是不吃 哎呀好恶心 庞德点点头 再次转手看向吐蕃使者 不由得多了几分困惑 只见一些吐蕃使者 已经吃下了四个羊腿 却似乎还感觉饿 想继续煮羊肉吃 杨大厨解释道 有的人一旦饿得狠了 虽然吃了很多食物 但是还没消化 依旧感觉很饿 一直吃下去 甚至会撑死 不可再吃 果然杨大厨说完 就听到陆东赞猛然喝了一声 在陆东赞的威望之下 一众吐蕃使者 这才把手中的羊肉放下 眼神却恋恋不舍地盯着羊肉 从现在开始 没半个时辰 吃一次肉 喝一次酒 不可吃太多 不可喝醉 其余时间 全都用力地揉皮子 尽可能地消耗体力 陆东赞郑重地道 是 所有吐蕃使者齐声喝道 很快 一众吐蕃使者 立即听令 让自己不停地忙碌起来 哪怕是陆东赞都不例外 这些揉皮子的工作 在吐蕃 可是人人必备的技能 陆东赞虽贵为大象 可是做起来也得心应手 每一个吐蕃使者 都尽可能地消耗体力 直到筋疲力尽 吐蕃使者 这是想尽可能 消化掉肚子里的羊肉 这样他们才能 吃得下更多的羊肉 杨大厨一眼看出了 陆东赞的意图 不仅拍案叫绝 庞德不由地 深深地看了陆东赞一眼 心中不由凝重 此人能连破墨家子难题 必定是费池中之物 李政殿呢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闲聊 墨顿和常乐公主 在一旁陪同 只见庞德匆匆前来禀报 什么 陆东赞又破了第三题 李世民不由地惊呼 连饿三天 每隔半个时辰吃酒喝肉 耗尽体力加快消化 可以说陆东赞的每一步 都是正确无比 更难能可贵的是 陆东赞竟能在三天前 就想到破题之法 庞德看了一旁的莫顿一眼 废 杨大厨说 陆东赞既破了第三道题 又没有破题 长孙皇后不解的呢 这是为什么呢 墨顿解释道 因为哪怕陆东赞三步都走对了 人的胃的容量却有限 只怕难以消化这一只羊 或许陆东赞能活下来 可是这一百吐蕃使者 恐怕要折损大半 这便是微臣所说的一线生机 也就是说 你一开始就知道陆东赞 他能够破解难题 故意流出的这一线生机 长乐公主张口结舌的呢 他没想到墨顿竟然 真的打算放过陆东赞一马 墨顿点点头 不错 陆东赞虽然是伏击火器舰的幕后黑手 可是火器舰已斩杀了五千吐蕃骑兵 其中还包括陆东赞的儿子 论亲灵 大仇已报了大半 再说 陆东赞毕竟是使节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非但大唐通用 更是诸国惯例 不可轻易地破例 更别说陆东赞 还是佛家西行 以及大唐下一步计划的重要人物 又怎么能让他轻易死掉呢 李世民不禁感叹 陆东赞的确是顶级的智者 而墨顿更是将陆东赞的每一步都算计在内 这两大顶级智者的交锋 可谓是精彩绝论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墨唐的第 一千一百五十六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这月 今儿个是破例 这是第十一梗 咱们下账再见 一千一百五十七章 高下立盘 独家冠名 见神西门吹雪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这是人生当中最畅快的时刻 可是现在对于土拨使者来说 吃肉喝酒 却成为了一个极为痛苦的事情 哪怕肚子已经满满的饱腹感 但是却仍旧要不停地往自己的肚子里塞食物 这种感觉是相当的痛苦 一众吐蕃使者想不到自己有这么一天 也会对吃肉如此的厌恶 更让土拨使者难以接受的乃是结千仇 这种以往他们只能仰望的美酒 现如今却不停地刺激他们的胃 再加上胃部满满的羊肉 更加的难以承受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揉着羊皮子 尽可能地找着事情做 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消耗自己的体力 每隔半个时辰 喝一次酒 吃一次肉 整个土拨使团虽然艰难 但是 依旧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有人问了 谁呢 天子蒙喵咪问 可以喝 但是让不让吐 这事肯定是不让吐 终于有一点 进度 一点一点的熬到了下午 终于快到了傍晚 他们这些土拨使团 自然不可能晚上被留在宫中 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 时间就快结束 看着所有人面前还有不少的羊肉 路东赞不游的脸色难堪 他到底还是低估了墨家子的这道体验 哪怕他以极尽所能 每一步都没有走错 一人吃上一只羊 喝上一坛酒 仍旧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墨喉 突然 陆东赞听到杨大厨热情的声音 不仅豁然抬头 只见墨家子竟然再次出现在了御膳房中 陆东赞不游的冷声的道 墨喉是前来为陆某送最后一程的吧 恭喜墨喉大仇得报 墨顿哈哈一笑 陆大乡乃赫赫有名的智者 既然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局面 自然是找到墨某留下的那一线生机 生鹿 一众吐蕃使者不游的恶然 他们明明已经吃不下去了 已经无法破提 如何会有一线生机呢 陆东赞却是一片的沉默并不言语 墨顿见状不游的吃笑的道 没想到堂堂陆东赞竟然 想当婊子也想立真结牌坊 明明想活也不愿意承担恶的罪名 既然如此 那本侯就恶人当到底 告诉你们这一线生机到底在什么地方 顿时一众吐蕃使者露出了稀奇的眼神 陆东赞张了张嘴 想要阻止最后却没有说出口 墨顿不游的吃笑道 这一线生机就是尔等皆要舍命的喝酒吃哦 哪怕撑死也得往下吃 最后的一线生机自然是留给陆东赞的 陆东赞 你是想牺牲九十九人而救你一人 还是牺牲你一人救其他九十九名使者呢 一众吐蕃使者不游的纷纷惊呼 连忙把目光投向了为首的陆东赞 陆东赞不游的脸色难堪 深吸了一口气 若本像能够回吐蕃 而等家族妻儿 本像定然照顾 势如己出 如果墨顿不出现 他肯定会表演一番 让这些吐蕃使者心甘情愿的为他送死 而墨顿一下子就把他的遮羞布给掀开了 一众吐蕃使者不游的惨然一笑 顿时明白了陆东赞的选择 大象 在下 深受大象之恩 无以回报 行儿个这条命 就还给大象了 当下一个陆东赞的亲卫惨然一笑 拿起面前的羊肉 用力的撕咬吞烟 直到满脸痛苦的 把最后一口肉吞下 最后羊头将剩下的半斤酒 一吟而尽 竟然真的一日之内吃完了一只羊 喝完了一滩酒 其他吐蕃使者 见状也都是惨然一笑 坚决地拿起自己面前的酒肉 纷纷纷纷纷纷 很快一只只羊被吃光 一坦坦酒喝完了 更要对陆东赞忠心的人忍着痛 替陆东赞吃下了酒肉 当太阳终于落下余光的时候 整个吐蕃使团能站起来的人只有陆东赞一个人 其余的皆躺到地上抱着肚子痛呼 不知此题 陆某可算解开 陆东赞拍了拍面前 挪起来的一百个柔制完成的上等羊皮 冷声的动 莫顿点点头 那是自然 你本次出使大唐 莫某将不再为难你 陆东赞逃过一劫 但却没有一丝侥幸之心 不由得 欺然地看向一众吐蕃使者 火器剑不过死去了一百八十名将士 之前杀了五千还不解恨 竟然借他陆东赞之手 又灭掉了近百人 告辞 陆东赞双手一拱 直接舍弃 呼痛的吐蕃使者转身就走 莫顿看着满地呼痛的吐蕃使者 心中一叹 大手一挥 来呀 把这些吐蕃使者抬到莫医院 想必莫医院将会很喜欢这批的病号 至于能活下来几个 就看他们造化吧 大唐虽然民风开放 可是对于开唐破度 还是很有顾忌 这玩意多吓人 以至于莫医院明明已经有了相关的理论 可就是没机会实验 谁也不傻呀 现如今有了这批吐蕃使者 恐怕莫医院的外科手术 定然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当然了 这也是这些必死的吐蕃使者的造化 如果是之前 这些人不是撑死 就是罪死 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 陆东赞连破三题呀 当夜幕降临 陆东赞连破三题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整个昌安城 所有的人不禁一片哗然 谁都没想到 陆东赞竟然真的破了墨家子的难题 墨家子竟然败了 有些长安城百姓难以置信 败了 有人更是嗤之以鼻 那是墨家子专门给陆东赞留的一线生机 让陆东赞找着了而已 你知道陆东赞的一线生机从哪来吗 牺牲近百人 只为一人求活 长安城百姓一片哗然 当他们听到陆东赞为了自己能活 不禁牺牲百人之时 对其观感之界直信下降 这百人之死 墨家子他不也是凶手吗 好像有道理啊 人群当中有人暗中嘀咕道 放屁 墨家子乃是为了复仇 用的手段仅仅针对陆东赞 这百人是为了陆东赞主动赴死 跟墨家子又有什么关系 更别说墨家子已然下令 让墨医院全力抢救 孙神医和墨武医生悉数在场 如此一来 墨侯和陆东赞岂不是高下立判吗 一个消息灵通的长安城百姓怒斥的道 众人纷纷沉默 陆东赞为了自己能活 而不惜牺牲百名使者 墨家子呢 面对即将死亡的百名土拨使者 哪怕处于敌对的关系 却依旧下令权力抢救 不得不说 无论是智力 还是人品 墨家子要胜陆东赞 太多太多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第1157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云聚折月 第1158章 医家誓言 独家冠名 勒布朗安尼 墨医院中 几乎所有的医者都跃跃欲试 但凡没有上班的医者悉数到齐 在大唐 如果对普通百姓的身体动刀 可谓是饱受制责 更是会被儒家那些人揪着不放 可是 如果是吐蕃人 那可就没有这层机会了 再说 对这些吐蕃使者来说 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只有把死马当成活马医 先催吐 孙思苗最有经验直接吩咐道 是 一众医者领命 纷纷上前 帮助这些吐蕃使者催吐 可是这些吐蕃使者吃的太多了 胃部已经失去了收缩的功能 而且催吐容易呛到 仅仅有少数的幸运儿顺利催吐 其余吐蕃使者依旧抱着肚子喊疼 哎呀 动手术吧 动手术吧 孙思苗健壮叹息了一声 虽说动手术是唯一的办法 可是手术可是有风险 这些人能活下来多少人呢都不一定 顿时一众医者是两眼冒着绿光 盯着吐蕃使者 这些吐蕃使者饮了三斤的烈酒 全部都醉意朦胧 乃是最佳的手术对象 更别说需要把这个吐蕃使者开膛破肚 把胃里的食物取出来 然后再缝合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手术 墨武点点头 转手看向一众狂热的医者道 尔等在动物身上已经多次试验 这回如果能够医人 医家定然能更进一步 此乃我医家大兴的契机 尔等可准备好了吗 虽然孙思苗医术高超 可是在手术方面当属墨武医术最高 这场浩大的手术主刀 就是墨武 一众医者正中点头 一脸的肃穆 很快 一个个的吐蕃使者被推入手术室 打开胃部取出食物 然后缝合 幸好墨医院乃是大唐最大的医院 医者云挤 直到夜尽天明 尽百台手术 这才堪堪做完 墨武把最后一个吐蕃使者的胸前伤口缝合 丢掉手术刀 不由得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走出手术室 墨武看到哪怕是一夜未眠 一众医者依旧精神抖擞 不由得会信一笑 从此之后 墨医院的医术将达到全新的水平 墨武吩咐道 这次手术十分成功 但却还有不少的风险 其中最大风险 乃是醉酒 三斤烈酒足以醉似人 若是平时 医家还有解酒之法 可是现如今 吐蕃使者胃部刚刚手术 无法服药 好在这三斤烈酒 乃是一天之内多次服用 刚才手术之时 又清洗了一遍胃 咱们已经做到了最好 剩下的就看吐蕃使者 自己清醒 当然了 也会有胃部出血 伤口感染 烈酒和青龙真药 冲突之风险 能不能活下来 就看这些吐蕃使者的造化了 一众一家 郑重点头 这些吐蕃使者 能活下来多少 乃是检验大唐 医术水平的重要依据 可是 吐蕃扶击我大唐士兵 这些吐蕃使者 乃我大唐敌人 现如今 咱们将他们救下来 能不能被人击难呢 一个医者担忧的都 其他医者不由的 眉头一皱 现如今 长安城市群情积分 恐怕还真容易 出现这种可能 莫武摇了摇头 一脸的肃目 我等乃是一家 一生理想 乃是玄乎济世 当我们 行医的时候 首先考虑的是 病人的健康和幸福 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 不会因为病人的年龄 性别 是否残疾 信仰 种族 国籍 社会地位 或者其他任何因素 而区别对待 医者都会一视同仁 用一家最高的医术 来进行救治 作为一个医者 他们一定会为病人保守秘密 哪怕是这个病人已经死亡 作为一个医者 要毫不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医术 造福患者推动医价进步 作为一个医者 要重视自己的健康和医术 以提供最高标准的医疗水平 医者不会用自己的医术来害人 即使是受到了威胁 也坚守自己的医德 莫武如是说道 这些话乃是莫武决定 跟随画员学医的时候 莫顿亲自定住 由于时间久远 具体的原话反正他记不全 这个是他结合自己的 医家理念有所感悟而发 莫武说完 顿时所有的医者全都一片狂热 莫武的这些话 正中他们的心坎 就连孙思苗也心潮澎湃 他一辈子玄乎济世 无论是达官贵人 还是穷苦的村民 他都会一一一救治 医生救人无数 从来没有用医术去害一个人 这才有了今日的名声 老夫以冒谍之念 本该退淫 可是看到医家方兴为爱 大兴之势 就勉强为医家撑了几年 好在老天垂幸 医家后继有人 哎 看来是时候退淫了 孙思苗凯然的道 孙神医 一众医者听到孙思苗想要退淫 不由得大惊失色 要知道墨医院之所以有今日的辉煌 孙思苗可谓鞠躬之位 无论是孙思苗的医术还是名望 都让墨医院如日中天 甚至有不劳少的医者之所以愿意入职墨医院 就是冲着孙思苗来的 想学习其高超的医术 孙思苗摇了摇头 现如今的墨医院 已经不是一个名医就能撑起来的 而是靠每一个专科的医生来行医 儿童在自己的科室 已经不逊色于老夫了 更别说墨武医术精进 治愈了夜盲症和血腥重病 现如今更是将外科手术精进至此 就算老夫离去 墨武也会领导医家继续前进的 孙思苗所言不错 他穷其一生最大的成就 就是把医学极大成 在墨医院的时间 他更是把自己的医术倾囊相收 各科医生虽然整体上 医术比不上孙思苗 可是在专业领域 他们已是毫不逊色 尤其是妇幼医院的张氏 恐怕已在儿科上超过了孙思苗 墨武何德何能 能够得到孙神医如此谬赞 墨武不由地惭愧得到 孙思苗满脸欣慰地看着墨武 何德何能 且不说你之前的成就 单单今日你这场手术和这番誓言 就已经足够了 一众医者纷纷点头 墨武虽说年纪小 可是其取得的成就 已经得到了公认 更别说墨武本身也被封为了爵位 此乃医家之中的首位 墨武接任墨医院 也能复众 难道孙神医就忍心离开杏林吗 墨武极力挽留 孙思苗摇了摇头 自然不是 老父虽然退隐 但会全力修订医书千金方 这本医书拖得太久了 孙思苗的千金方和李静的兵书 几乎有了相同的遭遇 每当他们自认为已真挚完美的时候 总会有更大的惊喜留给他们 那就恭喜孙神医了 墨武见孙思苗去意已决 恭敬义礼 孙思苗肩上的重担进去顿时心情一松 日后医者必须念着墨武的誓言启示 不知诸位意为如何呢 大善 一众医者恭身道 诸位 我医家大兴在计 还请诸位共勉之啊 孙思苗仰天大笑什么都不带 直接一步走向了墨医院之外 洒脱至极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地 一千一百五十八账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哲月 九章 一鸣惊人 独家冠名 勒布朗 安妮 什么 孙神医退隐了 当孙思苗退隐的消息传开之后 整个 长安城市一片的哗然 要知道 孙思苗 可谓是医家的精神象征 孙思苗来到长安之后 入住了墨医院 墨医院一下子成为长安百姓 甚至天下百姓 看病的首选之地 更是创办了女医学院 还有区江坊的医学院 一家之所以能大兴 孙思苗可谓功不可没 可是也没有想到 正在一家大兴在即 孙思苗竟在此刻急流涌退 开堂破肚就吐拨使者 墨武誓言 当他们得知让孙思苗退隐的原因之后 又是一阵的震撼 谁都没想到 一家医术竟然达到了 如此的水准 众人这才明白 孙思苗激流涌退的原因 而墨武的誓言 更是让众人对一家肃然起敬 原本不劳少大党百姓 就对一家救治土拨使者不满 然而 当他们听到了墨武的誓言之后 顿时心中释然 也许正是这样的一家 才让人信服 一家后继有人啊 法林大师听到孙思苗 急流涌退的消息 不由得探声的道 他何尝 想要远去土拨 趟这趟浑水 可是佛家后起之秀 根本没人 名声在外的玄奘法师 远在天主并未归来 只有他一力担起佛家重担 然而 看到一家大兴 这让他心中 更是坚定了要大兴佛家的念头 皇宫之中 李世民正在和长孙皇后 津津乐道 莫顿和陆东赞的三提之约 突然庞德急冲冲而来 启离陛下孙神医隐退了 啊 那皇后的病怎么办呢 李世民豁然已经猛然其身 长孙皇后摆了摆手 皇上莫要担心 妾身已经好了很多了 再说 孙神医年纪已高 早有退隐之心 若非莫顿出主意 留住了孙神医 孙神医早就云游去了 妾身已耽搁了孙神医 太多年了 庞德摇了摇头 皇后莫要担心 这回孙神医虽然离去 可是其毕生的医术 却尽留在了莫医院 有莫医院在 皇后娘娘的病情 根本就无需担忧 最近几年 莫医院的名头 实在是太像 李世民这才稍微放心 突然压然地问道 孙神医突然隐退 莫医院有谁接手呢 庞德回答 莫武大夫开膛破肚 救下了近百名的吐蕃使者 又当众立些医者誓言 孙神医 这才有感而发 决定退隐 让莫武大夫接任莫医院 莫武大夫医术精湛 医德高尚 难怪孙神医可以放心而去 长孙皇后不禁点点头 当庞德将莫武立下的誓言 复数一遍之后 长孙皇后也是感慨连连 不禁为莫武的医德而感动 李世民听到医家的医术 竟然已达到如此境界 这才稍微放心 正如庞德所说 自从莫医院开创分院治病以来 也许呢 不会出现孙思苗这样全方位的名医 但是每一个医者 在自己的领域都不逊色于孙思苗 第二天 两袖清风的孙思苗 跨步迈出了府邸 现如今这个孙思苗 已经是心愿意了 再加上其一声 云游也喝 现如今更是只带了一些医书 和一个童子 准备云游而去 孙神医 孙神医 您别走啊 孙思苗刚刚出门 就看到沿途不劳少的百姓 已经等待在那 动情的欢呼 在孙思苗 在长安城的这几年 可谓是一人无数 多少人饱受病痛的折磨 在孙思苗的手中痊愈 多少必死之人 因为孙思苗而起死回生 可以说 孙思苗对长安城一半的家庭 都有救治之恩 孙神医 请登上车 一个墨家子弟拉着一辆最新款的四轮子马车 恭敬得到 看着崭新的墨家四轮子马车 孙思苗明白 这定然是墨家子的安排 当下 也不拒绝 迈步登上了马车 驾 随着墨家子弟一声轻贺 马车缓缓启动 向东城门而去 随着马车缓缓启动 新市四轮子马车的顶棚 竟然缓缓打开 让孙思苗坐在车上 享受着柔和的清风 温暖的阳光 以及欣赏 长安城的美景 当四轮子马车走到主路之上 孙思苗却发现 前往东城门的道路 依然全部封锁 整条街道 仅有他一辆马车通行 哎呀 陛下有心了 孙思苗不由地探声的 能有如此手笔的 自然是李世民 孙神医一路顺风 一路顺风啊神医 接到两旁 一个个长安城百姓 看着新市敞篷四轮子马车上 孙思苗挥手送行 对孙思苗恋恋不舍 这些年长安城见证了 一个个的珠子百家入长安 而每一个百家 都有自己的目的 而唯独孙思苗和一家 最为纯粹 治病救人 玄乎济失 尤其是孙思苗 更是被长安百姓 尊称为老神仙 无论是医术还是医德 都让人无可挑剔 能够被万人相送 自然是理所应当 恭喜孙道友功德圆满啊 东城门前 同样满头白发的孔德胜 朝着孙思苗郑重一礼 孔道友客气了 孙思苗淡淡回礼 孔德圣 看着气定悠闲的孙思苗不由得一阵的艳羡 诸子百家入长安 自然要弘扬百家学说 而他还在为儒家奔波 孙思苗已经后继有人 飘然离去了 恭喜孙道友 李春风朗声的道 一身道袍 先锋道骨 手中拂衬轻甩 恭喜孙道友 法林大师现身 恭喜孙道友 恭喜孙道友啊 一个个诸子百家之人现身 自从墨家子入长安以来 诸子百家分踏而至 现如今 孙思苗作为诸子百家 出长安的第一人 诸子百家自然前来相送 孙思苗一一合手回礼 孙神医 东城门下 一身墨福的墨盾 对着孙思苗恭敬一礼 墨侯啊 老父离去之后 医家还望墨侯多多照应啊 孙思苗恭身一礼 他之所以选择墨武 一来呢 是墨武的医术和医德 二来是墨武的身份 在一家大兴的过程中 墨家可谓功不可墨 而墨武就是连接 一家和墨家的纽带 墨顿正中承诺 孙神医放心 无论何时 一家墨家 幽衣长存 孙思苗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孙氏 孙氏 墨武带领一家众人 纷纷垂泪相送 师父 你老人见年事已高 不如让弟子长半身伺候吧 张氏泪眼婆娑的动 孙思苗摸着张氏的脑袋动 哎呀 傻孩子 为师此去 了无牵挂 无需照顾 而那些孩子 才是真正需要你的人呢 师父保重 一众弟子纷纷不舍得动 孙思苗转身看到 看到人才兴旺的 一家不由的连连合手 狼声得动 而等行一乃是代表一家 希望而等谨记一家誓言 墨武上前一步 我等一家当玄乎济世 作为一个一者 我们会为病人保守秘密 哪怕这个病人已经死亡 医者不会用自己的医术来害人 即便是受到威胁 也坚守自己的医德 随着一个个医者声音响起 一家众人齐声在东城门下起誓 声传整个长安城 久久麾响 一众百家之人不由的感叹 现如今的一家人才济济 一家蓬勃发展 更有一家誓言为纲领 一家大姓继日可待 谁都没想到在这次百家争鸣之中 一家率先一名惊人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末堂的第一千一百五十九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答咱家一个粉丝问 有人说我播的小说 些许有点做作 我已经回复他了 如果说一辈子都抽假烟 突然之间碰成一盒真烟 你可能会认为真烟是假烟 好了 我是云聚遮月 咱们下账再见 隔月 第一千一百六十章 巨富要飞 独家冠名 剑身西门吹雪 外面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吵啊 头痛欲裂的陆东赞被驿站外的声音吵醒 痛苦地按压着太阳穴起身 大象啊 你终于醒了 吐蕃副使一脸欣喜的动 陆东赞此去抱着必死之心 就将陆东赞副使留在义战 陆东赞揉着油被劈开的头颅问道 我醉了多久了 回大象 你已醉了一天一夜了 吐蕃副使连忙道 从皇宫归来之后 陆东赞已然大醉 经过不断地催吐 依旧醉得不省人身 朗木呢 将他换来 我有事要吩咐于他 陆东赞吩咐道 吐蕃特使不由得脸色难堪 没有听令 而是一动不动 陆东赞这才猛然惊醒 想起了解题的时候 朗木带头慷慨赴死 不由得脸色苍白 莫家子 陆东赞心中恨意狂澜 他自以为自己 智计无双 连破莫家子三提 但却没想到 竟然还在 莫家子的算计之中 逼着自己 亲手舍弃着 上百吐蕃使者 这些可都是 对他重信耿耿的人呢 对了 刚才为何如此吵呢 陆东赞压下心中怒火 转移话提到 吐蕃副使回答 回答向 此乃一家神医孙思淼离京 全城百姓 诸子百家 接来相送 孙思淼 陆东赞心中一动 孙神医还在 要是他出手相救 那上百吐蕃使者的话 可是随即陆东赞 却摇了摇头 孙思淼 那叫一代神医 又跟莫家交好 怎么能自无身份 出手救吐蕃使者 什么不论国籍种族 一家不过道貌黯然而已 陆东赞怒喝道 吐蕃副使面色古怪 回答向 一家已救下了 我吐蕃使者 啊 陆东赞豁然已经 不敢置信地盯着吐蕃副使 自从陆东赞归来之后 吐蕃副使一直在外 打探消息 自然听到了 敬爆全城的一家救治的过程 开膛破肚 取出食物 然后缝合 当陆东赞听到 一家救治过程的时候 不由得目瞪口呆 他怎么都想不到 竟然有如此神乎奇迹的医术 孙神医医 医德高尚 神乎奇迹也 陆东赞顿时态度一转 对孙思苗胜赞得道 吐蕃副使又摇了摇脑瓜子 哎呀 真正救治 吐蕃勇士的不是孙神医 而是莫吾大夫 莫吾 怎么会是莫家之人呢 陆东赞不由得一愣 一个莫家子弟竟然出手 医治吐蕃勇士 这不禁让陆东赞多想了几分 是 也不是 他这个 吐蕃副使简单地把莫吾 和莫家医院的这个关系 讲了一遍 尤其重点把莫吾誓言 讲了出来 哪怕是吐蕃人 莫吾也是毫不犹豫的 用最先进的医术救人 哎呀 没想到 大唐竟还有如此纯粹之人呢 陆东赞不由得感叹得到 吐蕃副使苦笑 莫吾大夫的确医德高超 可是费用 也是相当的高超啊 此乃莫医院 送来的 医治吐蕃勇士的药费 还请大象过目 竟然这么多 陆东赞看着密密麻麻的账单 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这个医院清单之上 单单医治一个吐蕃勇士的价钱 就已接近了百贯钱 要知道 如今在莫医院医治的吐蕃勇士 足足近百人 这岂不是得花费上万贯的费用 当下陆东赞不由得眉头一周 他不禁怀疑 这是不是莫家子的另一个阴谋 现在的他就是个惊弓之鸟 每一处不合理的地方 他都觉得可能是莫家子 做了什么手脚 吐蕃副使摇了摇头 大象有所不知 一家送来账单已经解释过了 一家医治吐蕃勇士 所采用的都是一家最最高超的技术 所用的乃是一家最先进的青龙真药 吐蕃勇士住的都是一家最最精良的 叫重病监护室 每一天的花费都是巨额数字 这些钱不多呀 那也用不了上百贯钱哪 陆东赞心中疑惑不解 谁都知道 大唐百姓看病用钱极少 吐蕃副使苦涩的 在墨医院中 大唐百姓看病自然要价便宜 甚至墨家村的人看病都免费 可这仅限于大唐百姓啊 一国百姓要是看病 那就是另一个价钱了 大象 咱是吐蕃人哪 陆东赞不由的一致 他没想到一家竟然区别对待 区别对待大唐百姓和一国百姓 不过这也是从墨医院的无奈 自从墨医院崛起了之后 不劳少的一族人不远千里赶到长安治病 善用了不劳少的医疗资源 引起不少长安百姓的不满 这才有了这层规定 墨医院善自使用如此昂贵的药物 万一又是病人没钱付账可怎么办呢 陆东赞愤然的道 他已经把钱财献给李世民了 沿途又花了不劳少 现在兜里也没几个钱 哪还随神携带万贯钱财 来付着百名吐蕃使者的药费 吐蕃富士无奈的道 这就是一家的矛盾 却又让人尊重之处啊 当遇到有人生命垂危之时 一家都会用最好的医术全力救治 根本不考虑是否能不能付得上药费 以往大唐百姓如果无力付药费 病情痊愈之后 则会在墨家村打工还债 打工还债 陆东赞摇了摇头 以吐蕃和墨家的恶劣关系 恐怕这条道呢也就断了 陆东赞不由得进退两难 进百的吐蕃使者 被治好了 那对他来讲自然是极好的消息 可是巨额的药费却是让他望而却步 以他大象的职位 在吐蕃调动万贯钱财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别说在大唐境内 吐蕃贫瘠 这回为了平息大唐的怒火 已经是掏空了国库 如果再花个上万贯 墨地只是为了付百人的药费 恐怕就是连他都无法向松赞干部交代 墨医院中 除了几个吐蕃使者因为酒精中毒 以及出血意外不幸死亡之外 约九十名吐蕃使者相继转型 当他们得知自己的处境之后 不由得庆幸不已 原本以为自己必死 却没想到被医家所救 多谢莫武大夫相助 朗牧敢记不记 陆东赞亲位朗牧 向主治医师莫武尊敬的道 大唐虽和吐蕃敌对 但是医家却做不到见死不救 而等近日被医家所救 希望而等日后 莫要再将刀兵对向大唐 莫武淡淡的道 朗牧顿是满脸的羞愧 他们虽然出使大唐 屡被刁难 但却知道这是土拨离亏 率先偷袭了大唐 突然一个医徒匆匆进来 向莫武禀报道 莫武院长 陆东赞拒绝了莫医院的账单 他们不想付药费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莫唐的第一千一百六十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哲悦 第一千一百六十一章 刺杀莫家子 刚刚清醒的土拨使者 不由的面面向事 然而 当他们了解自己要费的时候 却没有责怪陆东赞 反而不由的苦笑道 让莫武大夫费心了 我等这条命 恐怕不止白贯钱 说吧 朗木想挣扎下病床 可惜 剧烈疼痛让他再次 瘫倒在床上 莫武摆了摆手 药费之事荣厚在意 在一家还没有治好病人 之前就赶人的话 咱们可是没有这种先例啊 莫顿伸手一挥 医众医者立即上前 继续给这些土拨使者施药 并记录土拨使者的恢复状况 莫武院长 这可是近万贯的药费 你刚刚接手莫医院 就有如此大的亏空 这玩意呢 他一旁的医徒担忧得到 莫武本来就年轻 威望不够 全凭这场手术和莫武誓言 得到了孙思苗的赏识 接任了莫医院 要是因此让人抓着把柄 恐怕后患无穷 毕竟医家内部也不是一团和气 莫顿摇了摇头 放心吧 土拨使团的药费 自然会有人来当这个冤大头 冤大头 医徒不由的不解得到 莫武余光一扫 就看到一个油光正亮的脑瓜子 进入了莫医院 不由的会心一笑 这不来了吗 贫僧同仁 特地来支付土拨使者的药费账单 同仁方丈双手合十 一脸的慈悲 大师慈悲为怀 莫武佩服 莫武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 同仁方丈虽然没有和同济 同流合物 可是对于同济的手段 也是了熟于心 现如今佛家有了 这将近90名土拨使者的药费账单 这些土拨使者 恐怕从此就得上佛家的贼船 成为佛家在土拨的第一批班底 从这点来看 佛家这万贯药费 一点都不亏 阿弥陀佛 诸位施主 都是有大福报之人 本是必死之局 现如今却起死回生 师乃佛祖保佑 病房当中 同仁方丈三言两语 就将一众吐蕃使者 引向了相佛之心 按理来讲 在医院 可是禁止宗教在这个里边宣传 不过同仁方丈出钱的份上 一家还是网开一面 没有阻止 朗木 多谢大师救命之恩 此生定然长奉佛祖 朗木感激涕零的道 每人上百贯钱的药费 连朗木都自认为自己不值这个价 可是却没想到被佛家毫不犹豫地拿了出来 其他吐蕃使者同样感激涕零 心中对佛家好感倍增 佛家只度有缘人 佛家只度有缘人 不求回报 还请诸位施主继续养伤 伤好之后 我等有缘再见 同仁方丈双手合十 云淡风轻 同仁方丈不求回报 更让吐蕃使者坚信佛家缘分 深信自己就是同仁方丈口中的大福报之人 莫武大夫贫松前来 除了付医药费之外 还有一个目的 同仁方丈走出病房 找到莫武直接了当的 同仁方丈是大禁住 莫武难得地露出笑容 同仁方丈请讲 想必莫武大夫清楚 佛家既将远赴吐蕃高原传道 可是吐蕃高原 医学落后 百姓多受疾病之苦 贫僧想求医家配上一些药 同仁方丈直接了当的动 莫武不由的眉头一皱 同仁方丈莫怪 医家并不参与各教传教 可是也不允许各宗教利用医学知识来吸收信徒 这个忙 倾诉医家无法相助 同仁方丈连忙摇了摇头 莫武先生误会了 贫僧并非想要打着医家药物宣扬佛法 而且 佛家也不需这么做 如果贫僧愿意 可以利用莫侯的反迷信的手段 在吐蕃收获无数信徒 而且普通医药在佛家手中并没有什么秘密 莫武点点头 不解的看着同仁方丈 没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同仁方丈坦白的道 贫僧想要的是青龙真药 大唐佛家刚刚进入吐蕃 根基未稳 必须得得到吐蕃上层贵族的支持 而能够起死回生的青龙真药 作出最佳的敲门砖 佛家吸尽吐蕃乃是莫侯指点 这点忙莫武大夫不能不帮吧 当然贫僧会直言 此乃一家青龙真药 绝对不会用青龙真药招摇撞骗的 莫武眉头一皱 他现如今领导一家 已经有资格知道百家之事 自然知道了莫家和佛家的交易 当下微微点头 既然如此 一家可以按照西域之力 给佛家每年三十六疗成的青龙真药 多谢莫武大夫 佛家绝对不会忘记一家元首之情 同仁方张文言大喜 此行佛家一举得到了人心和神药 哪怕付出上万贯也是物有所值 佛家 当陆东赞听到佛家出面解围的时候 脸上并没有浮现出多少的喜色 虽然佛家付了药费 为陆东赞解围 让他不至于颜面尽失 可是他也明白 这世界上哪儿来的什么免费的午餐呢 没有这个事 佛家此刻的付出 未来定然要加倍地回报 可是 现如今的陆东赞 也只能全盘地接受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墨家子 墨家子欺人太甚了 吐蕃副使咬牙切齿的道 陆东赞冷笑 放心吧 墨家子得意不了多久 吐蕃副使连忙劝道 大象不要冲动啊 现如今大唐势大 吐蕃好不容易获得大唐的谅解 如果轻举妄动 激怒大唐 恐怕吐蕃威 陆东赞摇了摇头 本象知道情中 自然不会让吐蕃动手 那大象的意思是 吐蕃副使惊疑不定 陆东赞冷哼 根据吐蕃和御谷社的暗中盟约 墨家子乃是毕厨之人 显如今吐蕃已经失败 那就该御谷社出手 吐蕃副使一听 不是吐蕃出手 这才放下了心 皱着眉头头 西吐绝远在西域 又如何能够杀得了墨家子呢 陆东赞摇了摇脑袋 那你就错了 你不想想御谷社出身何处 他本是东突厥的王子 乃是史必可汗之子 和吉里可汗乃殊侄之关系 对东突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吐蕃副使若有所思 大唐攻占东突厥 进嵌突厥各部南下 虽然重用了突厥各部 可是依旧有不少人 对大唐怀恨在心 不少人已经暗中和御谷社联络 只需御谷社一声令下 长安城中的突厥人 自然会为人笑死利 陆东赞冷笑的呢 刺杀 吐蕃副使 豁然已经明白了 御谷社的打算 不错 陆东赞郑重的点头道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 播讲的末堂的第1161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 折月 折月 第1162章 刺杀 刺杀和诸心 而等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可以出院了 仅仅十天 一种土拨使者就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随着一众医者拆除缝合线 墨无在出院单上签字 一众吐蕃使者又如梦中一般的走出了墨医院 直到看到外面的阳光洒在身上 他们这才相信自己从死到活 揍了一遍 看那就是土拨使团 听说快被撑死了 一家把他们开膛破肚 把他们都给救活了 一个大唐百姓看到走出墨医院的土拨使者 不由得惊呼的道 顿时不劳少的人围着土拨使者是指指点点 阎王让你三经死 不敢留你道天明 墨无大夫可是号称阎王毒 那可是能从阎王手中把人命抢回来 经过这次手术 墨医院名声大噪 医术水平直线提升 已经掌握了开刀五脏六腑的医术 不少外科手术在墨医院顺利开展 活人无数 就连墨无大夫都有了新的称号 阎王夺 号称能从阎王手中把人救回来 大象我们回来了 朗木来到了驿站 来到陆东赞的面前恭敬的道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陆东赞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朗木等人 竟然这么快就回来了 很快脸上换成了狂喜之色 陆东赞看着原本必死的人 站在他的面前不由的心中感慨万千 起身 把朗木的半袖的土拨服饰拉开 顿时胸前一道猙獰的伤疤出现在朗木的胸前 让你们受苦了 陆东赞有如川剧似的瞬间满脸羞愧 朗木等人摇了摇头 我等乃自愿为大象献身 并无怨言 好在被同仁大士相救 这才侥幸捡了一条命 能和大象再次相遇 佛家的确是慈悲为怀 养地陆东赞不由的一致 随即表现出感激神色 既然儿等都已康复 长安也不是久留之地 事不宜迟 我等这就返回吐蕃吧 一众吐蕃使者心有余悸地点点头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自然是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大唐 否则万一莫家子被信弃义 他们恐怕都难以活着走出大唐 当即 陆东赞立即前往皇宫 准备向李世民辞行 来人止步 皇城根 一个突然操着生硬的唐语的 禁卫军将领 挥手将陆东赞拦下盘问 陆东赞看着对方 迥异于大唐的脸庞不由的含笑道 哎呀 原来是阿什纳结社率将军 在下吐蕃陆东赞 特意来向天克汗辞行 阿什纳结社率 仔细查验了陆东赞的腰牌之后 和陆东赞隐蔽的对视了一眼 随即默契点头 大手一挥对陆东赞方形 目送陆东赞进攻 阿什纳结社率 阿什纳结社率不由的 想起了从草原上传来的密信 玉谷社 竟然密信 许他西突厥 叶护之为 同龄一方不露 条件就是让他刺杀 阿什纳结社率和玉谷社 乃是亲兄弟 二人同为史必可汗之子 自从贞观四年 大唐攻破东突厥之后 自己跟随哥哥 突历可汗 归顺大唐 弟弟玉谷社 却投靠了西突厥 那谁能想到风水轮流转 自己在大唐郁郁不得志 十来年呢 一直都是中郎将 而自己那个不起眼的弟弟 竟然揪占雀巢 吞并了西突厥 一跃成为西域霸主 两个人不同的地位 更让阿什纳结社率心中不平衡 对于叶护之位 更是心动不已 弟弟啊 一个墨家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算为兄刺杀了墨家子 又如何能逃回草原呢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何不将李世民和墨家子一并干掉 如此一来 既可解除草原大患 又可让大唐群龙无首 维雄才有可能逃回草原呢 阿什纳结社率心中暗恨 当初他投奔大唐的时候 想着要建功立业 可惜呀 他人品低劣 屡次在李世民的面前 诬告哥哥 突立可汗 被李世民嫌弃 整整十年 一直停留在中郎将的职位 没有寸击 看着其他胡将 如日中天在大唐履历战功 在他心里早就怀恨在心了 再加上突厥各部队 大唐不满者众多 在他的身边 悄然就聚集了一批 不小的反抗势力 甚至的心里边合计着 如果能够凭借刺杀 李世民的威望 在突厥各部 肯定能够一呼百应 未来未尝 没有取代玉谷社的可能 试问 草原各部 哪一个突厥韩族 不想成为可汗的 陆东赞自然不知道 阿什纳结社 为自己的刺杀行动 增加了难度 而是静止了 前往太极殿 向李世民辞行 准备早日脱离 长安城这个漩涡 辞行 李世民不由得压然 没想到吐蕃使者 刚刚出院 陆东赞就急着要走 陆东赞点点头 启离 启离天客汉 我望松赞干部和文飞 情深一切 想必早已在等待好消息 微臣早回去一日 也就代表天客汉 早一日成全这对苦命鸳鸯 李世民点点头 既然如此 那朕也就不挽留了 墨顿啊 你作为招待吐蕃使团的特使 就送一送陆大乡 记住 不可再失礼 听到李世民的话 陆东赞这才放下了心 有了李世民的命令 想来墨家子 定然不会乱来 墨顿出列拱手道 陛下放心 这回微臣 非但不会失礼 也会拿出一件墨迹 作为之前失礼的赔偿 墨迹 李世民不由得亚然 要知道墨家墨迹 每一个都是价值千斤 墨家子竟然准备 白送他一件墨迹 多谢墨侯厚赐 陆东赞虽然对墨顿 忌讳不已 可是他实在无法拒绝 墨家墨迹的识会 墨顿哈哈一笑 无妨 说起来这件墨迹 还和令郎论亲领有关 当初墨某之所以胆敢 追入八百里汉海 便是得益于沙漠 收集陆水之法 而此方法正是脱胎于墨家的 酿酒秘迹 其二哥正好借此机会 赠送给陆大乡 作为之前的赔罪 酿酒秘迹 收集陆水之法 陆东赞文言对时心中一疼 以陆东赞的聪明才智 瞬间明白了酿酒秘迹的原理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 他千辛万苦得到了 酿酒秘迹竟然是杀害 他儿子的帮凶 卧槽 朱新啊 满朝文武不由的心中一领 顿时明白墨顿公开 酿酒秘迹的原因 现如今 大唐下达了禁酒令 酿酒秘迹已经成为了鸡类 而墨家子却用脱胎于 酿酒秘迹收集陆水之法 诛心陆东赞 然而 熟悉吐蕃三侧的李世民 却按赞高明 如此一来 方可让陆东赞毫不怀疑地 得到酿酒秘迹 进而大幅度地 消耗吐蕃的粮食 陆东赞身体极度地摇晃 最后强行定住了身形 朝着墨顿公升的抖 多谢墨侯厚赐 陆东赞说完 又朝着李世民恭敬一礼 天可寒恕罪 外臣内上尚未痊愈 先行告辞 说完 陆东赞转身就走 刚走出太极殿 竟然一口鲜血喷了出去 顿时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大象 大象啊 一旁的吐蕃副使连忙 搀扶住陆东赞惊呼地道 陆东赞强忍着心中悲痛 虚弱地道 立即回吐蕃 一刻也不要停留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第1162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1163章 禁酒令 生效 独家冠名 云聚月月爱光丁 驾 吐蕃使团的车队 快马加鞭 沿着专路朝着兰州出发 同时也时不时地朝着后方望去 生怕有追兵追赶过来 这是到哪儿了 马车上路东赞悠悠地转醒 发现自己竟然躺在马上 皱着眉头问道 他一回到驿站 再也撑不住昏倒在地 而吐蕃使团则根据他的命令 毫不迟疑地立即出发 阿弥陀佛 陆施主醒了 现在已到达了沉藏 法林大师打了个佛号 回答道 此次吐蕃回去 佛家也跟着一盹回去 趁机在吐蕃传教 沉藏 陆东赞听到医院离了长安城 这才松了一口气 回大厢 你已昏睡两日 一直都是法林大师 在为你施救 朗木在一旁回答道 多谢法林大师妙授 陆东赞恭声感叹 法林大师一脸慈悲 阿弥陀佛 陆施主爱子的遭遇 贫僧也听说了 陆施主昏睡期间 老纳已经诵读 往生经百遍 为令子超度 还请陆施主 莫要再悲伤 大师有心了 陆东赞 哪怕对佛家有些提防 现在也顿时好感大声连声的感谢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往生经这个玩意的很短 一会儿就能诵百遍 法林大师送了一声佛号 检查了一下陆东赞的身体 确认无碍之后 这才离开了吐蕃使者的车队 法林大师离开之后 吐蕃副使悄然进入车厢 哀声的道 还请大象节哀 否则就中了莫家子的毒计了 陆东赞眼中闪过了一丝悲痛 随即坚毅的道 莫家子妄想利用此事 来打击本大象的就大错特错 显如今大唐下达了禁酒令 却没说不可从他国禁酒 我吐蕃青磕酒 乃是最好的酿酒原料 显如今又得到酿酒秘技 我要用我儿换来的酿酒秘技 让吐蕃副抢 我儿不会白死 有朝一日 此仇必报 吐蕃为了平息大唐的怒火 已经掏空了国库 此刻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而大唐禁酒令 正好给吐蕃一个绝佳复苏的机会 如果操作妥当 定然能从大唐赚取大量的钱财 可是陆东赞却不知道 这个机会正是墨家子精心为其准备的诱饵 然而 气急功心再加上利欲熏心之下 聪明一世的陆东赞最终迷住了双眼 陆东赞得到酿酒秘技 视若珍宝的离去 而大唐禁内的酒房却是一片的爱红 转眼之间 一月时间已经过去 禁酒令正式生效 虽然在最后一个月 酒的价格是连连上涨 一种酒房赚得盆满钵满 可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他们损失的可太多了 所有人都在观望 看着有着大唐第一名酒的解千筹怎么做 可是传回来的消息 让一种酒房纷纷绝望 解千筹正是疯叫 不再酿酒 什么 解千筹每年将近十万贯的业务 就这么轻易的结束了 张家村的村长目瞪口呆 他原本指望墨家村主动求情 延长禁酒令 或者让禁酒令网开一面 但却没想到 连墨家子的面子都不好使 一个张家村民叹声的道 唉 有传言 这回禁酒令 主要针对的就是墨家村 墨家子自然不愿意这个时候出眉头 张家村的村长皱着眉头头 墨家村家大业大 哪怕失去酿酒业务 依旧可以丰盛水起 可是我张家村全靠酿酒未胜 现在下达了禁酒令 以后咱们恐怕得喝西北风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第一千一百六十三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别问我这张为什么这么短 原文就这么短 我也很诧异 咱们下张再见 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咱们家在喜马拉雅的小号 云聚折月小月月 每天晚上八点钟 咱们在直播间录制小说 每点赞的可以点个赞 每点订阅的点个订阅 咱们留留言 好吧 一转眼 这也一千一百多张开外了 大家如果要是能听到这的话 那也是缘分 谢谢大家吧 人生意 葡萄酒 师父 武师叔太偏心了 竟然把医用酒精订单 给了张家村 墨府当中 五妹娘抱着墨毯 向一旁的墨武告状 在她看来 墨武虽说学了医 可是毕竟还算是半个墨家人 明明墨家村也有酒房 可是墨武却将医用酒精的订单 给了外人 要知道 一旦墨家村酒房关停 那得有多少墨家子弟失业 作为墨家大师姐 她虽然看不上医用酒精那点利润 但是 她却经不起酒房的墨家子弟 向她诉苦 这才来墨府为酒房强出头 墨顿不为所动 酒房早就该关停了 每回我回墨家村 整个村里都笼罩着浓浓的酒糟味 这等污染的作坊 还是早点关停为好 实在不符合墨家村 天下第一村的美誉 五妹娘不满得到 进酒令没下的时候 解千筹可是每年为墨家村 赚了不劳少的钱财 师父怎么 怎么不说关停 酿酒作坊呢 墨顿顿时尴尬 解千筹是墨家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 现如今墨家村已发展了起来 酿酒秘技已然外泄 解千筹的重要性已经大僵 而且酒房已经不适应 墨家村墨迹的形象 关停那是迟早的事 其实解千筹虽好 但是也没达到大唐名酒的顶级 所占的先机乃是墨家村首创的酿酒秘技 酒制大幅提纯 率先在大唐创造出了高度白酒的名声 这才引起了众人的追捧 五妹娘不由得一叹 顿时知道师父决心已下 酿酒作坊是不可能复工的 甚至有朝一日禁酒令解除 恐怕酿酒作坊也不会恢复 徒儿明白怎么做了 五妹娘把小师弟交给师父 立即转身离去 大师姐 当五妹娘踏入渔状元楼的时候 顿时一众酒房的墨家子弟迎上前去 一脸期盼地看着五妹娘 五妹娘微微摇头 一众酒房的墨家子弟顿时失落 非但墨家村的酒窖关停 就算是禁酒令解除 解千筹也不会生产的 墨家村将会自动放弃白酒的业务 五妹娘声音坚定地道 什么 解千筹停产 在渔状元楼大厅之内 还有一批人在交集等待解千筹的消息 那就是解千筹大唐十道的代理商 听到墨家村的决定 一众代理商纷纷哗然 这些年他们凭借解千筹 可是大转特转 哪怕是禁酒令以下 他们也没打算放弃 加盟的资格 却没想到 等来的却是墨家村 放弃白酒业务的通知 解千筹乃大唐第一名酒啊 其价值和意义 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墨家此举未免有些过于草率了吧 正是家主皱着眉头道 他乃是亲吟商界多年 自然知道解千筹的价值 可是他深知禁酒令 不可能长久的存在 有朝一日一定会解除禁酒令 墨家村直接放弃了酿酒业务 那可是损失惨重 五妹娘摊手道 这是师父的决定 已成定局 诸位还是随我前来 退还五千罐的保证金吧 听到如此乃是墨家子的决定 一众家蒙商顿时也明白了 这是木已成舟 已经无法更改 对他们这些商人来讲 只要有利润呢 就不可能放弃 然而墨家子已经超脱 他们这些单纯追求 钱财的商人太多 借千筹的利润 根本不足以影响墨家子的意志 随着一个个的加盟商 领着保证金离去 可是有两个人却故意拖到了最后 他们一个是关内道的郑家主 一个是领南道的陈少爷 不 现在应称其为陈家主 二位为什么不领保证金呢 五妹娘压然的看着二位 郑氏家主和陈氏家主 互视了一眼 顿时明白对方恐怕跟自己 打的是一个主意 当下郑氏家主不再掩饰 直言得到 这五千罐的保证金 郑某不准备领了 还准备留在墨家村 五妹娘满脸的惊讶 二位家主恐怕说笑了吧 墨家已经放弃了白酒业务 如何还能收 二位家主的保证金呢 这要是传出去 让世人怎么看待墨家呢 年轻的陈家主却展颜一笑 大师姐莫要演戏了 墨家村虽然放弃了白酒业务 但是陈某听说 墨侯可是将高昌的葡萄酒 作坊办了回来 我等不取保证金 乃是想要代理墨家村的 葡萄酒的业务 郑家主看着陈家主 不由地暗叹了一声 后生可畏 这个人年纪轻轻竟如此敏锐地抓住了商机 大唐禁酒令乃是禁止用粮食酿酒 而西域葡萄酒乃是用葡萄酿酒 根本不消耗粮食 那么自然就不在禁酒的行列 到时候葡萄酒是大唐出产的唯一的一种酒 这可是一个独门的生意 而且男女皆可饮用 市场前景更加的广阔 怎么能不让这俩人动心 二位不愧商界精英 墨家村的确有酿造葡萄酒的业务 不过地点并不在墨家村 而是远在山东之地的灯州 也就后世的烟台 由于葡萄需要嫁接和生长 前几年的产量不会太高 二位可要想好 五妹娘直言道 邓州这个地方 虽说有种葡萄的习惯 但是想大规模种植和改良品种 那还得需要好几年 俩人对视一眼 产量不高 产量不高好啊 那就代表着物以稀为贵 价钱自然也不低 俩人不禁心中意习 这个独门生意 岂不是更有前途 我等心意已决 绝不反悔 郑臣二人异口同声的道 好 作为老客户 妹娘可是破例允许二人 先挑选代理地区 五妹娘对于这俩人 不禁大有好感 朗声的道 正是家主哈哈一笑 哎呀 既然如此 那郑某拖大几岁 就厚言先选 这回郑某依旧选择关内道 上回解签筹的业务 正是家主是跟前家主平分 现在前家主出局了 正是家主顺势把关内道的业务 全部拿下 恭喜正前辈 陈家主拱了拱手 这回陈某也是还选岭南道 顿时五妹娘和正家主不禁意外地看了陈家主一眼 要知道 要论经济潜力 能和长安城关内道相比的 只有囊括洛阳城的河南道 可是陈家主却并没有选择最有前景的河南道 反而选择偏僻的岭南道 后生可畏啊 正是家主不由地脱口称赞 他在关内道布局多年 又结交了不劳少的权贵 这才有把握代理关内道的生意 可是河南道虽说前景广阔 陈家主如果强行进入河南道 恐怕会被那些世家一口吞下 一不小心 有可能就会家破人亡 而选择陈家大本营领南道 虽说利润小了很多 可是胜在安全 既然如此 那妹娘就恭喜二位了 五妹娘爽朗的道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笛 1164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哲月 咱们下章再见 15章 墨家子的破绽 解千筹彻底停产 墨家村将在登州酿造西域葡萄酒 随着正臣二人离去 墨家放弃白酒业务 决定酿造西域葡萄酒的决定 立即在长安城商界引起了一片哗然 原本取出押金的解千筹代理商顿时 懊悔不已 禁酒令一下 葡萄酒呢 可叫独门买卖 任谁都能看出葡萄酒的巨大商机 墨家村酿制葡萄酒秘技 可是出自于明满大唐的高昌葡萄酒作风 据说墨家子可是把整个高昌的酿酒室都带回了大唐 还并没有开始酿造 登州葡萄酒就已在长安城疯传了起来 可想而知 这门生意将会多么火爆 然而 当他们返回鱼状元楼准备继续代理的时候 却被五妹娘拒绝了 明言 其他大唐八道的葡萄酒代理要等到来年之后公平竞加 一种代理商顿时扼腕叹息 大户错失良机 五妹娘的做法虽然公平 可是谁都知道 他们若想获得代理资格的代价 恐怕得高上数倍才行 墨家子不愧是墨家子 一种长安城百姓不由的连声赞叹 随着解迁筹宣布彻底停产 原本在售的解迁筹立即价钱暴增 墨家村酒坊的习俗就是卖一批酒再存放一批老酒作为积酒 可想而知 墨家村库存的这些酒定然身价倍增 虽然墨家村失去了解迁筹的巨额利润让人惋惜 可是谁都没想到墨家子竟然还有后招葡萄酒 这无意中的布局竟然让墨家村又一次的获得了独门生意 非但弥补墨家村失去白酒业务的利润 恐怕还要更上一层楼 启禀大人 一家酒精订单给了张家酒坊 而墨家姐签筹彻底停产 其他作坊见状已经纷纷停产 封叫了 御史台负责禁酒令的于智宁听到属下禀报 不由的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神情 他费尽心机推行禁酒令 就是想要借此打击墨家村 毕竟解千筹乃是白酒当中价格最高 利润最丰厚的作风 失去了解千筹如同断了墨家村一指 虽然不能让墨家子一下子衰败 但却足以让墨家子痛彻心扉 不错 禁酒令 关系百姓良价的稳定 帝国的安全 不可有丝毫的忽视 一旦发现有作坊违反禁酒令 严惩不呆 于智宁喝道 是 属下点头 他自然听出于智宁的话中有话 突然心中一动 想起了自己刚刚听到的消息 关于墨家子 还有一个消息 还需向大人禀报 属下想了想道 说吧 于智宁心情大好 有消息称 墨家村决定在登州大肆酿造西域葡萄酒 不知道是否违反禁酒令 属下有点拿捏不定 按照道理来讲禁酒令 那禁的是禁止用粮食酿造白酒 而墨家子所酿造的西域葡萄酒的原料却是葡萄 没有危及到粮食安全 可是朝廷刚刚颁发了禁酒令 墨家子舍弃了白酒 转身酿造葡萄酒 这倒是确实有钻朝廷控制的嫌疑 墨家子简直胆大包天 竟然顶峰作案 故意和朝廷对抗 于智宁顿时勃然大怒 他好不容易 把墨家子的这个解迁筹给禁掉 可是墨家子转身又找到了一个裁员 哪怕他不通经济 也知道葡萄酒 那可叫大唐独一份的盛意 所获得的利益 定然如同墨家村酿酒秘迹 未泄露之时一般 日进斗金 原来他还怀疑 墨家子为什么他就这么配合禁酒令 没想到 墨家子早就想好了退路 反而利用他 把自己的这个葡萄酒骨头成了 唯一的一条可以在大唐售卖的酒 一想到自己没让墨家子损失丝毫 反而帮助墨家子敛财 于智宁就跟吃了苍蝇似的那么恶心 下官这就向陛下上奏 一定要参墨家子一本 属下看着于智宁暴怒 立即表示忠心 于智宁深吸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不 不 墨家子刚刚大胜归来 又受到了委屈 酿制葡萄酒 严格上来讲并不算违反禁酒令 我等就是上奏到陛下的面前 墨家子也能狡辩过去 属下皱着眉头呢 难道咱们就这么看着墨家子 一直嚣张不成吗 哼 墨家子自以为耍了点小 聪明就自明得意 却不知自己此举乃是请君入瓮 自寻思路 大人何出此言呢 属下不解的道 长不明白 因为什么说的这句话呢 于智宁自得的道 酿造葡萄酒乃是需要葡萄酒的秘迹 你可知墨家村葡萄酒的秘方来自何处吗 下属想了想 呃 哦 来自高昌 据说墨家子从高昌只取了两种秘迹 一种是纺织秘迹 给了马家村了 一种是葡萄酒秘迹 那就是现在准备在登州酿造的葡萄酒 不错 葡萄酒秘迹来自高昌 乃是西征的战利品 现如今侯尚属上位凯旋 西征还没有结束 墨家子就把大军攻占高昌的战利品 据为己有 为墨家村谋福利 这不是私吞战利品的行为吗 于智宁冷笑的道 虾熟顿时恍然大悟 墨家子用葡萄酒酿酒 或许打了禁酒令的擦边球 可是他私吞酿酒秘迹 作为战利品 却是实锤了 私吞战利品 这可是大计 这个罪责 可比禁酒令来的还要严重 不止这些 墨家子为了常乐公主生产 私自抛下火器剑 独自返回京城 一位将军抛弃自己的将士 这同样叫大罪 于智宁很辣的道 既然要弹劾墨家子 单凭打个擦边球的禁酒令 根本不足以让墨家子伤筋动骨 而私吞战利品和抛弃将士 独自回京 这两个罪责 才是这回于智宁真正的杀手锏 大人英明啊 属下佩服的道 去 写奏哲去吧 这回咱们不是孤郡 火器剑鸣满天下 攻击力天下无敌 想必有不少人都对这支军队垂涎三尺 想纳入回下 于智宁露出了一丝阴险的笑容 他等了这么多年 墨家子总算是露出了破绽 那就是常乐公主 只要他把墨家子的这些罪名做事 失去了西正手工 和冥满天下的火器剑 墨家子手里的权力将会大大的缩减 足以再次压制墨家子 而且他相信有不劳少的人都有同样的想法 只要他率先攻击墨家子 那么自然就会有人效仿 在于智宁的串联当中 很快 一场针对墨家子的弹劾悄然形成 时间就在下一次的大朝会 终于处理完吐蕃之事的李世民 总算想起了高昌王居智生 准备召见于他 而墨家子作为护送居智圣回昌安城的将领 将会出席此次大朝会 届时将是兵戎相见之事 好了 以上 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墨唐的第1165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这月 咱们下章再见 第96章斯吞战利品 独家冠名大黑 罪臣居智圣 叩见天鹤寒陛下 太极殿内 居智圣恭敬的向李世民 行了一个大礼 正式代表高昌请罪 李世民文言朗声的道 高昌 无故阻断思路 朕派大军前去讨伐 你心中可有怨言呢 还请天可汗明察 高昌阻断思路 乃是家父受到玉谷社的迫害 并非高昌的本意 居智圣立即把责任推卸到了玉谷社的身上 现如今在大唐的头号对手就是西图爵 针对西图爵 本身就是政治正确的一件事情 玉谷社简直是好大的胆子 竟敢擅自挑衅大唐 真当真奈何不了他吗 李世民顺势勃然大怒 启禀陛下 玉谷社虽是幕后黑手 可是高昌却甘为玉谷社驱使 甘为帮凶罪不可赦 礼不上述令狐得分狼声的道 居智圣文言不由的眼神微缩 随即却站直了身体 陛下 虽然玉谷社胁迫家父和大唐敌对 可是负债子长 罪臣甘愿代父受罚 李世民看到居智圣坦然认罪 这才不由的多看了居智圣一眼 满意的道 免你一片孝心 朕特免你之罪 唐军围困高昌之时 你又有主动投诚的迹象 让两国免造战火 功不可没 朕封你为左五位将军 金城俊功 罪臣叩谢天克汗天恩 居智圣拜倒在地 心中五位杂陈 失落和庆幸交织 失落的是传承了一百多年的高昌 居士王朝最终灭亡 庆幸的是他这个王国之君还能保全 甚至在大唐还能虚领一份富贵的贤职 居士列祖列宗 高昌拜王 非至圣至过夜 居至圣在心中默念 这才心里边好受了一点 起身朝着一旁的墨家子 微微点头 他一路被押解到大唐 并没有受到屈辱 反而居受墨家子的安危 甚至他现如今的遭遇和墨家子所预设的几乎一样 从此之后 高昌和大唐合为一家 此乃天大的喜事 李世民心中大悦的 恭喜金城俊功 从此之后 咱们就同殿为臣了 时乃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呀 一众大臣纷纷向居至圣表达善意 整个场面一片和谐 居至圣也是满脸笑容 一一一回应 至于心里怎么想的 那就不得而知 然而 一个不合群的声音 突然打破了这份和谐 只见一个御史突然上前 启禀陛下 臣要弹劾墨记就 接西征之计 敲诈勒索 金城俊功 刹那间 所有人把目光都集中在了墨顿和居至圣的身上 居至圣顿时是满脸惊恐 他才刚刚摆脱生死危机 可以在长安城做一个富贵贤人 可是没想到 仅仅几夕之间 竟然卷入大唐的朝堂纠纷 陛下明见 臣和墨侯绝无半点恩怨 更没有私下相相授予 也没有敲诈勒索呀 陛下 居至圣连忙撇清关系 于智宁一脸正义 金城俊功 莫要害怕 此乃长安城 乃是天子脚下 守善之地 哪怕是守眼通天之人 也不敢将你怎么样 居至圣一脸决然 心里边琢磨这人说话 怎么跟我那么像呢 这位大人 莫要乱说 虽然墨侯的火器剑 率先攻破高昌城 和在下有灭国之仇 但是共是共 私是私 战场之上 死伤在所难免 可是私下里 在下对墨侯的人贫 也是极为敬重 在高昌 甚至一路护送之下 墨侯绝无半点 敲诈勒索之举 若是在下有半句谎言 请天可汗 斩了微臣的脑袋 以一镜逍遥 听到居至圣如此决绝 于至宁 遗憾地点了点头 要是居至圣 昏庸一点 借机报仇 陷害莫顿 他不介意 推波助澜 整上那么一番 李世民眉头一中 于爱兴啊 既然金城进宫如此说 想来都是一些捕风捉影之事 莫顿也不是贪图那点 不义之财的人 李世民说这话 绝对不是为莫顿开脱 要是莫顿想赚钱 单凭他手里的莫计 足以赚取更多财富 根本就看不上居至圣手里 甚至是高昌的钱财 其他大臣也纷纷点头 你要说别的大臣敲诈勒索 他们也许会怀疑几分 可是莫家子 经手财富可是不计其数 又怎么能冒着风险 寄予居至圣手里那点财富呢 于知宁冷笑 启禀陛下 莫家子的确看不上高昌的财富 可是他却无法拒绝高昌的秘迹 微臣奉命督察禁酒令 却发现莫家村公然违反禁酒令 在登州秘密的酿造葡萄酒 违反禁酒令 顿时满朝大臣不由的眉头一皱 禁酒令 这才刚刚颁布生效 而莫家子竟然阳奉阴围 明面上停住了解迁筹 私底下竟然开始酿造上了葡萄酒 莫顿解释道 禁酒令的目的乃是为了防止 酿酒消耗粮食 保持粮价稳定 葡萄酒的原料乃是葡萄 并非粮食 自然不在禁酒令的行列 满朝大臣想了想 莫家子此举 的确也能自圆其说 一个葡萄酒虽然有打擦边球的嫌疑 可是和朝堂禁酒令的目的 他并不冲突 只有李世民别有深意地看了莫顿一眼 这小子向他提议禁酒令 他还以为莫家子高风亮节 却没想到竟然还有后招 是左右都不吃亏 于智宁也并不意外 这个结局反而露出了一丝得意 然而真正让微臣疑惑的是 莫济酒所使用的秘技 正是来自于高昌的葡萄酒秘技 既然此葡萄酒秘技并非是从 金城郡公手中敲诈而来 那么定然是莫济酒在西征之时 私吞的战利品 私吞战利品 于智宁话语一路 顿时满朝哗然 于智宁费尽心机 让居智盛否认被莫家子敲诈 竟然在这儿等着莫家子 要知道 私吞战利品 比敲诈一个亡国之君的罪名 都要重得多 众臣也是分分周美 莫家子也许会对钱财不屑一顾 可是对秘技这个东西 他可是没什么抵抗力 这个葡萄酒秘技 恐怕正是莫家子 在高昌劫掠而来的 居智盛不由的脸色难堪 满朝文武谈论着莫家子私吞战利品的事 作为苦主 他的处境极为尴尬 不错 葡萄酒秘技的确取自于高昌 而且在下一共从高昌取得了两种秘技 一个是葡萄酒秘技 一个是纺织秘技 莫顿没有隐瞒 直接承认得到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莫唐的第1166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云聚折月 第1167章 莫顿免官 独家冠名 艾秀的博士 于智宁见到莫顿 干脆利落地承认 不由地心中一喜 乘胜追击 还请陛下明鉴 高昌的一切 本就应该是大唐的战利品 而他莫家子不经允许 私自吞下两种价值千斤的秘技 还请陛下按着军阀处罚 放屁 秦琼勃然大怒 自古以来 战利品都是牛羊金银宝石 从未听说有人把秘技当成战利品 此种处罚自古未有 秦琼都计案 布劳少朝臣纷纷点头 秘技这个玩意儿吧 可以说是一种知识 对有用的人来讲价值千斤 对没用的人来说一文不值 自古以来战利品 恐怕还没有将知识列为在内 但凡有价值之物皆可称为战利品 葡萄酒秘技其价值何止千斤 甚至万贯都不为过 莫家子此举可必吞并一些金银 罪则更大 于智宁不依不饶的都 跟条疯狗似 不劳少大臣纷纷附和于智宁 主要吧 这玩意儿禁酒令一下 葡萄酒秘技的价值顿时暴增 有如此敛财之物落到莫家子的手中 怎么能不让众人嫉妒 李世民不由的眉头一周 他没想到 莫家子竟然又让人抓住了小尾巴 这让他不禁左右为难 莫顿却纵身而出神色坦然 于大人此言错也 在下的确从高昌取得了葡萄酒秘技 可是并非是私吞战利品 而是交换 今日以来 风靡大唐的葡萄干 正是在下为高昌专门发明的秘技 以此来交换葡萄酒的秘技 交换 百官不由的一乐 莫家子私吞战利品 这可是大忌 如果要是用自己的墨迹 交换人家的高昌的葡萄酒秘技 那这就属于一种等价交换 肯定属于无罪 一派胡言 巧取豪夺呀 一点点葡萄干 怎么能比得上 价值万贯的葡萄酒的秘技 这二者之间 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啊 于智宁气急而消 莫顿摇了摇头 价值多大 并不是别人认为值不值 而是交换的双方认为值不值 就以葡萄酒秘技来说 在高昌虽然明满天下 可是由于路途遥远 每年运到大唐 寥寥无几 虽然担价昂贵 但却也赚不了几个钱 可是葡萄干则不然 耐放亦储存亦运输 更难能可贵的是 制作方法比较简单 百姓人人皆可制作 背靠大唐如此广阔的市场 人人皆可以此发家致富 你说在高昌百姓眼中 是葡萄干蜜技 值钱呢 还是葡萄酒的蜜技 价值高呢 居致盛恭敬地向莫顿行了一礼 葡萄干蜜技 胜过葡萄酒蜜技多亿 居某虽然已经不是高昌之王 可在此要替十万高昌百姓 向莫侯致切 葡萄酒蜜技 仅仅能富裕小部分人 可是葡萄干蜜技 则可让高昌人人富足 孰轻孰众自然是一目了然 群臣纷纷点头 站在高昌的角度上 葡萄干蜜技要远高于葡萄酒蜜技 这个交换高昌并不吃亏 虽然莫顿在大唐利用葡萄酒蜜技 赚得更多 葡萄酒蜜技 唯有在大唐才能拥有最广阔的市场 葡萄干蜜技 唯有在高昌才能发挥起天时 地利 这场交易没有输赢 都是雇赢 莫顿郑重的 那纺织蜜技呢 你又做何解释呢 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御史 脱口而出 莫顿伸手一谈 纺织蜜技 莫某并没有要 而是送给了马家村 老御史顿时气劫 什么叫私吞战利品呢 那是因为这个战利品 它有价值 如果是一个不要的东西 那就称不上战利品 自然也谈不上私吞战利品 更别说大唐的纺织蜜技 比起高昌并不逊色 于智宁深吸了一口气 没想到莫家子 竟然接连地破解了他的攻击 可是在他看来 这些莫家子 所有的动作 不过是徒劳而已 他的第三招 莫家子是怎么着都如何 他都怎么着都躲不过去 于智宁深吸了一口气 据老夫所致 莫济九凯旋的任务 乃是护送金城郡公来长安 可是在御门关外 莫济九就抛下金城郡公 前往八百里汉海追击 吐蕃残军 而从八百里汉海归来之后 再一次抛下了火器剑将士 动用莫家村人手快马连夜 从御门关赶回了长安城 并于长安城外 等待火器剑 莫济九 你先是罔顾侯尚书军令 抛下了金城郡公 后是罔顾大唐军令 主将 抛弃将士 微臣 弹劾莫济九旅次罔顾军法 立即撤之查办 于智宁话音一落顿时 满超文武的为之一境 莫家子抛下金城郡公 那根本不算个事 真正有威胁的是 莫家子主动回长安城 任谁都知道 莫家子抛下火器剑将士 独自归来 主要的原因是 长乐公主临产 可关键是将不离军 莫顿和火器剑将士分开 这是事实 这点无可辩驳 长孙无忌却突然出言 为莫顿辩解道 于大人此言 有些吹毛求辞 按着军令 火器剑本应如期归来 可是中途却被吐蕃偷袭 这才逾期未归 而且莫济九归来 乃是为了长乐公主 否则身体虚弱的长乐公主 思念成疾 肯定熬不过生产之苦 李世民缓缓点头 这件事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相比于莫守成规 他更愿意看到 莫家子的越轨行为 虽说抛下了将士 可是却及时地赶回了大汤 让长乐和莫坛 转危为安 作为一个皇帝呢 莫顿此举定然是错的 可是做一个父亲莫顿此举 让他贼拉的欣慰 哪一个将士没有妻儿 要是人人都可抛下 军武归来 那么致军法于何处 我大唐铁骑何以 为阵四方 于智领斩钉截铁的 还来劲来 唱长孙无忌文言叹息 虽然长乐乃是老夫的外甥女 老夫对莫继九的行为 颇为欣慰 可是军法无情啊 莫继九的确是违反了军法 还望陛下三思 启禀陛下 莫继九并非战争之时 抛下将士 而是大军已然凯旋 将士已到达了御门关 火器剑安全无余 还请陛下看在幕后 对长乐公主一往情深的份上 从轻发落 一个文官上前道 武将方面同样也有人越重而出 启禀陛下 莫继九 莲破 高昌和突厥 战功高居西政之首位 还请陛下看在幕后 奋力为国征战的份上 功过乡帝啊 很快 一个又一个的官员表态 诡异的是 他们虽然都给莫顿求情 可是 无一不再坐视莫顿的罪名 李世民见状不由的眉头一皱 看向了一旁的莫顿 唉 莫顿啊 你还有何辩解的 前两个指控 莫顿都完美的躲了过去 在李世民看来 第三个指控 莫顿定然也能巧舌如簧的应付过去 他也就顺水推舟 把这事给接过去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莫顿竟然没有丝毫的辩解 而是直接点头 微臣无话可说 顿时 好吧 火旗舰记久莫顿 为一己之私 将全军将士 抛在数千里之外的御门关外 独自归京 为将失职 先 特免 莫顿 火旗舰记久一支 其功过 待西征结束之后 再行决议 李世民大手一挥 陛下 陛下 英明啊 于智宁 败倒在地 心里边不禁冷恨 莫顿竟然 多少势力盯着这天下第一的军武 火旗舰 现如今是无主之物 你以为你自己能保得住吗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末堂的第一千一百六十七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这月 一千一百六十八章 武将的落寞 独家冠名 周乐业 都怪我 要不是夫君担忧切身 又怎么能放下全军将士全速赶回昌安城呢 莫夫当中 常乐公主一脸内疚的倒 莫顿摇了摇头 此事与你无关 为夫已经承诺在你临产之前赶回来 其料中途却出现了吐蕃伏击这个意外 自古以来家国两难全 为夫既然能够带领火器舰全胜而归 将其安全地带回大堂 又能及时赶回昌安城 已经是侥幸 不行 是因为我才受的罚 本宫这就找父皇求请去 常乐豁然起身一脸坚决 莫顿连忙地拉住他苦笑道 嘿嘿 然而为将者离君此乃兵法大计 错了就是错了 受此惩罚也是理所当然 再说 为夫刚刚奔波了大半年 现如今陛下免了我的官职 正好趁机陪陪你们 常乐公主这才罢休 冷哼了一声 火器舰祭酒不要也罢 免得日后再上战场 让我日夜担心 在常乐公主看来 火器舰祭酒是个无无知 不知道哪天又被派上了战场 战场上是刀剑无眼 万一再遇到像吐蕃 伏击火器舰这等危局 恐怕也就没那么好运 这个无无知不要也罢 可是常乐公主却不知道 在她看来危险重重的武职 在不少人的眼中 那可是一个飞黄腾达的 绝佳的机会 那可是攻击力天下第一的火器舰 谁都想统领这支千人的军队 掌控了火药 日后战功 那不唾手可得呢 一时之间 想要谋取火器舰祭酒 职位的文臣武将 络绎不绝 搞得李世民是烦不胜烦 于智宁坏我大事 李政殿内 李世民看着自己面前的奏折 不由得恨恨地说道 陛下何出此言呢 长孙皇后在一旁揉声的动 虽然从私情上来讲 墨家子千里赶回长安城 在长乐公主临产之时归来 让他们做父母的十分欣慰 可是从军阀来讲 墨家子他的确抛下了将士 触犯了军阀 要不然他早就替墨顿求情了 李世民摇了摇头 朕并非指责于智宁 犯言直见 而是于智宁此事虽然占礼 但却让墨顿这条 滑不溜秋的链鱼逃脱了 链鱼 那可是 那可是你女婿啊 长孙皇后白了李世民一眼 李世民尴尬一笑 朕之所以将墨顿困在官场 和朕将其丢进国子舰一样 都是属于粘鱼效应 文印碑 你可曾发现 墨顿主掌墨家这几年 整个墨家极具发展 虽然挑起了百家争鸣 百家齐头并进 可是明显墨家发展速度远超 其他百家 朕要不再用官场来困着墨顿 墨顿领着墨家 已经不是一条脚风脚雨的鲜鱼了 而会成长成为一头吞噬万物的鲜鱼 他是好不容易把墨家子耗尽了官场 稳定了百家的格局 现如今墨顿罢官定然会全力经营墨家村 百家争鸣 这个局面恐怕很快就会变成一家独大 这可不是李世民想看到 那再让墨顿官复原职不就行了吗 长孙皇后皱着眉头 李世民摇了摇头 已经完了 墨顿当堂认罪 朝堂大臣都切耳听到 要是不处罚恐怕众人不服啊 为今之计 那就先找一个稳重之人 暂带火器剑祭酒一支 长孙皇后若有所思的呢 李世民微微摇头 火药乃是大唐最大的秘密 多一个人知道 那就有可能多一份泄密的可能 而且你说论精通火药吧 那恐怕非墨家子不可 要是换了其他的人 恐怕也是无济于事 陛下莫要理会这些烦心事 我这倒是有一件喜事 想和陛下商议 今儿个正好无济入宫 拜见本宫 正好说起了冲儿和高阳的婚事 长孙皇后话音一转 李世民微微一谈 这些年也是为难冲儿了 一直苦等了这么多年 写如今高阳已满十六 他们也是时候完婚了 既然如此 那妾身就回复家兄 让这对苦命鸳鸯在年底大婚吧 长孙皇后喊笑道 李世民点头应允 此事就交给你 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 长孙皇后点点头 这才飘然离去 长孙皇后离去之后 李世民这才从面前堆积的奏折当中 拿出了一份 这是一份举荐新任火器剑祭酒的奏折 举荐的这个人选 赫然就是长孙冲 要说当年一家爆出近亲结婚的危害 在皇家眼中自然 常乐公主的名誉受损最大 可是实际上 还有一个受害人 那就是长孙冲 虽然皇家为了补偿长孙冲 无视结婚双方自愿的浪潮 强行止婚 长孙冲和高阳公主 可是任谁都知道 长孙冲依然受着委屈 而现如今这份奏折 虽然是由别的官员上奏 可是李世民却明白 这其中定然是长孙无忌的授意 长孙无忌一边托长孙皇后 说长孙冲和高阳公主的婚事 一边让人上奏为长孙冲求官之 就是想为长孙冲谋一个前程 虽说火器剑 看着好像不起眼 可是火器剑 却碰巧的入了他长孙冲的发言 而且长孙冲和墨家子年纪相仿 那同样都是无品官员 虔诚无量 同样都是皇亲国戚 深受李世民的信任 无论如何 都是一个最佳阶梯莫顿的人选 这次算朕补偿给你 希望你莫要辜负朕的期望 李世民思虑良久 大手一挥在奏折上做了披红 不过李世民并没有将火器剑 全都交给长孙冲 而是把火器剑一分为二 分为火器剑和火器军 火器剑继续负责研发火药武器 而明镇天下的火器军 交给了长孙冲 很快 火器剑一分为二的消息 就传了出来 长孙冲得到了火器军 再朝野传来 顿时所有的人一片哗然 思来想去 恐怕长孙冲的确是最佳的人选 不劳少的人合手道 大唐内部少有人能够和墨家子相提并论 长孙冲的资历和地位 乃是少有的一位 陛下将火器剑一分为二 长孙冲得到了火器军 而火器剑继续的职位 恐怕依旧是为墨家子所留啊 有有官员分析道 可惜了 墨家子的火器剑祭酒做得再好 只能为长孙冲做嫁义 一个文臣叹息道 长孙冲是个文官 他怎么能带兵打仗呢 不劳少武将不满了 火器军乃是攻击力最强的军种 理应属于军方 可是竟然落在了文官的手中 墨家子又没有习武 那不还是带领火器剑 名震天下吗 文官纷纷力挺 长孙冲道 一个武将冷横 哼 那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墨家子可是墨家出身 墨守墨公 乃是墨家绝学 至于长孙冲 那可就不一定了 文臣蛮不在乎的呢 那又如何 有火药在天下谁是敌手 顿时所有的人呼吸一致 息争一战 火药大放异彩 哪怕不懂武艺的墨家子 也能带领火器剑 击败五千吐蕃骑兵 火药的出现 哪怕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也能点燃火药 个人勇武 再也不是决定战争的因素 武将的辉煌即将落幕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第1168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哲月 咱们下章再见 69章 注定悲剧的婚姻 火器剑将军 掌孙府中 当掌孙冲被任命为火器军的将军传来之时 整个掌孙府顿是扬眉吐气 火器军虽然只有区区千人 那可是战力天下第一的军武 任谁都明白 一旦接手火器军掌孙冲定然飞荒腾达 而作为掌孙府的嫡子 掌孙家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多谢父亲相助 掌孙冲一脸喜色 向掌孙无忌恭敬的动 掌孙无忌 看着难得露出喜色的掌孙冲 不由得多了几分慈爱 曾经的那个自信飞扬的掌孙家嫡子 仿佛又回来了 不枉他费尽心机为掌孙冲谋取这份柴事 火器军关系重大 兵部十分重视 陛下已经决定将火器剑原有的千人 扩充到三千兵马 这是你的机遇 同时也是你的重任 日后务必要熟读兵书 钻研兵法 不可 坠了火器军之名啊 掌孙无忌郑重地吩咐道 三千兵马 掌孙冲心中一喜 墨家子一千兵马就击败了 五千吐蕃精锐骑兵 火器剑要扩充到三千兵马 那不所向披靡了吗 除此之外 你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好 那就是和高杨公主的婚事 掌孙无忌深深地看了掌孙冲一眼 掌孙冲顿时沉默 在他心中不由地想起了一道温柔的深意 高杨公主 虽然已经成年 长得是落落大方 其容貌在后宫也是顶尖 并不输于任何人 可是掌孙冲心里却没有丝毫的爱意 其借机比走了自己的小妾 让自己的孩子送人 心肠之狠 何被民间称之为活菩萨的常乐 实在是天地之别 而且 常乐和墨家子越是幸福 在他心里越是认为 这份幸福压根就应该属于他 心里更是难以接受高杨公主 越看越恶心 长孙无忌也没催促 而是平静地看着长孙冲 良久之后 长孙冲低下了头颅 恭敬的道 孩儿明白 日后 定然和高杨夫妻恩爱 成为一个好丈夫 长孙冲也明白 他之所以能够执掌火器剑 跟高杨公主的婚事 是个引子 在自己前途的诱惑之下 长孙冲最终还是向现实低了头 长孙无忌满意地点点头 你乃是长孙家的嫡子 为父相信你能够扛得起 长孙家的重任 长孙无忌知道 他可是凭借自己的威望 来压服长孙冲 关键是这玩儿呢 他治标不治本 唯有让长孙冲 内心当中自己接受 那这桩婚事才算是成 毕竟他和长孙皇后 故去之后 高杨公主 才是他长孙家 富贵下去的保证 别的都是白扯 如此一来 长孙家和皇家的纽带 才能继续长存 公主殿下你看 这是长孙公子送来的西域奇珍 据说可是价值千金 长孙公子对公主太好浪 高杨殿内 一个宫女看着面前的西域奇珍 不由的双眼放光 口中惊呼 后军级虽说还没有凯旋而归 可是西域胡尚早已源源不断的 通过高昌前来打他 带来了大量西域的奇珍 而长孙冲所选的 更是胡尚带来的 真品当中的真品 如此奇珍 哪怕是宫中 也是极为罕见 高杨公主看了一眼 一眼西域奇珍 她虽然对长孙冲的态度很满意 嘴里却不饶人 天底一些精品 大都出自于墨家村 这些不过是一些死物罢了 贴身宫女顿时脸色一变 连忙归绝 公主慎言 奴婢知道你的心思 可是你跟长孙公子大婚在即 这是陛下亲自指婚已成事实 还望公主殿下 为了自己以后的幸福 和生命财产安全 谨言慎行做个人吧 高杨公主猛然扑倒在岸 哭泣的道 我他妈有什么不能说 你说我有什么不能说 我就说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双方自怨 自怨个屁 自怨 父皇何堂问我 我乐不乐意 天下女子都能选自己心仪的夫君 你把她看看我 什么玩的 我高杨 我没法选 我他妈就是个牺牲品 我是个玩意儿 我替长乐补偿给长孙家 我就是一个 我不埋了我自己了 其实高杨公主明白 找遍整个长安城 恐怕也找不出几个比长孙冲这个世家更好的人 可是生性叛逆的高杨公主 却因为长乐和长孙冲之间的婚约而耿耿于怀 更是对自己被当成了牺牲品是心怀怨恨 一时之间 嫉妒 不甘在高杨公主的心中不断的自生 嫉妒生不甘 不甘生嫉妒 越长越多 吞噬着高杨公主那骄横的心之 皇后娘娘赏赐 随着一声通报在高杨殿响起 刚才还在怨天怨地的高杨公主 立即擦干了眼泪 整理好了衣服 一副知书达理的模样出现在正殿 多谢皇后娘娘赏赐 高杨公主看着面前一件又一件的真品 恭敬有礼的道 完全看不出之前的愤恨 高杨公主母妃早亡 在宫中根基薄弱 全靠在李世民和长孙皇后面前 演戏获得疼爱 这是他明明对这桩浑事不满 可是也却不敢反抗 只能被地理怨恨 表面上却是一副欢喜的样子的原因 因为他知道 如果拒绝了长孙冲 那就是在啪啪打脸 长孙皇后 以后他在宫中再无地位可言 恭贺公主大婚在即 为首的立正殿公额 贺喜得道 高杨公主点点头 多谢 不知皇后娘娘何在 本宫想去亲自谢恩 公额摇了摇头 恐怕高杨公主就晚了一步 陛下和皇后娘娘已经启程去了九城宫 以前九城宫 乃是皇家避暑圣地 自从莫顿永消失造了兵之后 炎热的夏季再也没有人愿意出游 全都老老实实的待在屋子里边 用冰块消暑 而秋高气爽的秋天则是出游的最佳季节 再加上高昌战事已然结束 超众无事 李世民这才有机会前往九城宫度假 九城宫 皇后娘娘怎么没通知高杨 让高杨随身伺候着呢 高杨公主压然的道 自从长乐公主出嫁之后 再加上高杨乃是长孙家未来的儿媳妇 高杨公主就顺理成章地代替了长乐公主 常伴长孙皇后身边照顾 可为颇得长孙皇后的喜爱 长孙皇后即将出游九城宫的事 她知道 原本以为自己肯定也会跟着去 可是没想到 自己竟然没有得到任何的通知 公额拱手解释道 向来是公主殿下大婚在即 不便离开长安城 这才没有通知公主 高杨公主顿时满脸的失落 作为皇宫里边的人 有如龙中之鸟似的 哪个不想出游宫外呢 而作为公主 想要离开皇宫 唯有两条途径 一个就是跟着李世民出游 另一个就是嫁出去 那么一旦本宫出嫁 本宫出嫁再也没有人限制本宫自由 到时我就 我想上哪我就上哪 高杨公主看着高墙阻隔的天空 心里暗自狠狠地发誓道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末堂的第一千一百六十九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剧这月 一千一百七十章 突厥复辟势力 陛下临行九成功 这次所有的禁卫都不可懈怠 不可让陛下的安全有丝毫的闪失 禁卫军大营 习军买 正禁卫座端坐在主位 肃然下令的道 这回李世民出游九成功 习军买 全权负责李世民的安危 如同往常一般 习军买负责整个九成功的房屋 末将遵令 一众中郎将猛然喝道 习军买看到一众中郎将 纷纷表态不由地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才开始布置各个将领的房屋 陛下的安危 由本将亲自护卫 秦怀裕负责一成功 成楚末负责二成功 习军买一一下令 九成功 这个九成的意思 是九重或者是九成 其宫殿布局也大地如此 正好将各将的这个 负责的这个房屋 划分成了一个个的小方块 末将得令 秦怀裕等人一一高声领命 很快各宫都已布置完毕 随后是九成功外 也是防守的重点 需要各将轮流的守卫巡逻 阿什纳杰社帅 你负责每日子时 到卯时 巡逻宫外 习军买最后朝着一个 胡将下令道 末将遵命 阿什纳杰社帅拱手起身 然而 其垂下的脸庞却闪现出了一丝愤恨 子时到卯时 乃是深夜时分 那是天最黑 人最困的时候 阿什纳杰社帅分配的 乃是最苦的活 这种现象 已经持续了十年 已是常态 在一众将领当中 唐将往往可以分配到 最轻松的活 而脏活累活 往往都被胡将爆烂 虽然在天克汗的名下 大家是一团和气 可是私底下 唐将和胡将之争 已经很明显 军议结束之后 阿什纳杰社帅排在 末位走出了军章 看着前方离开的重将 不由地露出了一丝冷笑 他虽然被分配到最苦的活 却正中他的吓坏 深夜时分 正是突袭的好时机 阿什纳杰社帅悄然落后 趁人不注意离开了军营 快马加鞭 来到长安城外的一个秘密庄园里 这个庄园占地面积很大 可是风格却和大唐的建筑迥异 反而遍布了一座座的战杖 有着浓浓的突厥风格 这里正是突历可汗之子 赫罗河的外宅 阿什纳杰社帅来到中央 一座豪华战杖之前 掀开了门帘子 走了进去 朗声大笑 我的好侄子 李世民已初有酒成功 突厥韩国复国的机会来了 战杖内 一个年约二十岁左右的突厥青年 豁然而起 脸上浮现出了狂喜 这个人正是赫罗河 他原本并不愿意行此冒险之事 问题的关键是 他乃是突厥的王族 乃是突厥韩国名义上的继承人 大唐有意无意地削弱他的部族 现如今 赫罗河仅仅有可汗之名 却无半点的实权 这让他心中对李世民极为不满 赫罗河有名望 阿什纳杰社帅有实力 再加上 都和 玉谷社 从中撮合 这才和阿什纳杰社帅一拍即合 共同谋反 好 李世民总算离开了皇宫 赫罗河激动得到 李世民在皇宫当中 他们一点机会都没有 而初有九成功 则是李世民身边 护卫里边最薄弱的时候 可是激动之后 赫罗河又有些患得患失 叔叔 此举有几成把握呢 虽然突厥复国的理念 十分的伟大 但是所冒的风险也同样很大 赫罗河继承了父亲 突厥可汗的位置 在大唐已是位居一品的存在 而且麾下有很多突厥的将领支持 过得可谓是丰盛水起 如果一旦造反 成功了还行 要是失败了 那将会失去所有的一切 甚至伸手溢出 已经享受过了大唐繁华的赫罗河 自然不甘心失去这一切 放心吧 叔叔已经秘密召集了不少 愿意复国的突厥勇士 每一个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手 定然可将李世民和墨家子 一举斩杀 阿世纳结社帅拍着胸口保证道 李世民虽然对突厥重将十分的怀柔 可是突厥灭国不久 自然有很多人怀念 昔日突厥的荣光 不甘心臣服于大唐之下 现如今有了阿世纳结社帅的牵头不劳少的突厥人悄然响应 杀墨家子 为什么要兵分两路杀墨家子 我等能够杀李世民已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若是再去分兵杀墨家子 那岂不是冒着双倍的风险呢 赫罗河眉头一皱 在他看来 全力击杀李世民 让大唐群龙无首 这才能让突厥顺利的复国 分兵杀墨家子 这就有点节外生枝 凭空冒了很多的风险 阿世纳结社帅心中冷笑 我的侄子 你乃是突厥可汗之子 自然可以一呼百应 而我要在草原上展纹脚跟 那就必须要得到御谷社的支持 而恰恰御谷社的条件 就是刺杀墨家子 当然 这些话不能对赫罗河明说 他是那杰社帅想了想的 杀李世民 自然是重重之重 可是墨家子也是必杀之人 因为此人的存在 乃是草原最大的威胁 其掌控的火药 乃是骑兵最大的威胁 就算咱们侥幸杀了李世民 回到草原复国 大唐又岂能善罢甘休 有朝一日 墨家子带着火药 前来为李世民报仇 我等拿什么来阻挡 赫罗河顿时心中一惊 他身处在大唐 得到的消息自然更多 自然知道火药的威力 是多么强大 更是深知 墨家子的重要性 唯有击杀李世民 才能让大唐群龙无首 给突厥复国争取时间 唯有击杀墨家子 中断大唐百嫁争名之事 中断大唐的盛事 复国之后的突厥 才有可能能够存活下来 这 那我们恐怕 需要更多的突厥勇士 才能一战进全宫啊 赫罗河深吸了一口气 这一次 墨家子将和李世民 同在九成宫 此乃一举解决 突厥威胁的最佳的时机 我会邀请更多的突厥勇士 这次刺杀一定会成功 我等乃是草原上的雄鹰 又怎么能受困于这高墙之中 我阿什纳氏注定要笑傲草原 一血极力可汗之耻 我的赫罗河可汗 阿什纳杰社帅奋力鼓动的道 赫罗河可汗 赫罗河文言顿时热血沸腾 一想到这回刺杀成功 他能够跟叔叔玉谷设施地 称霸草原 到那个时候 东西突厥 同属于阿什纳师 定然可以再献其祖父 使必可撼着雄风 让大唐扶手称臣 为了突厥 今日就让我等叔侄 赌上一把 阿什纳杰社帅郑重的道 为了突厥 赫罗河脸上浮现出 孤注一掷的狂热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墨唐的第一千一百七十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云聚折月 感谢大家的收听